陆臣穿越妖魔横行的玄幻世界 被安排打理祖式祠堂 本以为余生就这样碌碌无为的时候 觉醒了 迁道系统 只要每天迁道 都能获得奖励 在祖式祠堂迁道成功 获得五星奖励太极玄轻道 在小竹风迁道成功 获得六星奖励清廉剑诀 在玉清殿迁道成功 获得七星奖励通天路 在幻月洞府迁道成功 获得九星奖励诸仙剑 于是 陆臣就在清云宗祖式祠堂 迁道了整整百年 突然有一天 魔教教众大举来犯 清云节节败退 清云长教正想召唤朱仙剑 灭杀魔教教众之时 却发现幻月洞府 空空如也 朱仙剑早已没了踪影 魔教一路杀上清云主风 直到遇到了后山 正在祖式祠堂前扫地的陆臣 清云宗 中土正道超级势力之一 远近闻名 清云山脉 风链叠起 高耸入云 其中有七座山峰 分外惹眼 山峰之上 灵雾飘渺 隐约可见 成片壮观雄伟的宫殿裙 一副繁荣景象 通天风 玉清殿上 香炉之中 清烟鸟鸟鸟 一身清白道袍的老道 端坐在大殿上 三清道祖的十项前的高座守卫上 在其肋下 插着一把扶尘 扶尘之上 灵运流转 一看就不似凡雾 老道看起来 约某八十来岁 须发皆白 但脸上却异样红润 没有丝毫苍苍老之感 颇有一种先锋道骨 得到高人的风范 此人正是当今的清云宗长教 天下十大强者之一 千鹤道长 回禀长教 魔教恶行昭彰 心肠歹毒 为了血迹法宝 整个宣江城 上下数十万人 被魔教妖人尽数屠杀 待得我等赶到之时 只就下了这几个小孩 不知长教要如何处理 一位清云长老站在下方 拱手汇报 在大殿左右 坐着当今清云宗的七脉手作 六男一女 皆是身穿清白道袍 气息厚重 有着一股出尘之意 宛如仙人 此时 他们的目光 怜悯的妄想 站在大殿之中 衣衫残破 血迹斑斑的一众少年 众人闻言 大殿之中 瞬间便是沉默了下去 一众少年 皆是目光呆滞 眼角物资带着泪痕 显然 有些没能回过神来 真的穿越了 我不是在做梦 其中一名年约二十的青年 此刻眼中 却是疑惑与震惊 青年名为陆成 来自蓝星 直到此刻 他才后知后觉的发现 自己可能是穿越了 在一个月以前 他来到了这个世界 当时 遭遇了魔教妖人屠城 以生灵鲜血 祭练一箭血宝 当时 陆成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没有怎么放在心上 求生的本能 让他一直逃跑 直到现在获救 他才明白过来 自己是真的穿越了 刚来此的时候 陆成便不幸地遭遇了魔教屠城之事 见到了不少人 被魔教残忍屠戮 好在他运气不错 侥幸躲过了好几次 魔教教中的追杀 逃过了几劫 大难不死 这一个多月 陆成也是得知了 这个世界 乃是妖魔横行的超凡事件 有强者移山填海 无所不能 对于青云宗 他也知晓一二 青云宗乃是中途 数一数二的名门正牌 其中更是有传说中的先人存在 他早就想败入青云 只可惜 这个世界先凡有别 大部分人想要修行 都是不得其门而入 而现在 陆成没想到 自己阴差阳错 居然来到了青云宗 这对他来说 可算是一件好事 作孽啊 千和道长叹息一声 经过几百年前那一场正邪大战之后 整个天下算是平静了好一段时间 而青云宗 也隐隐有成为天下正道之首的迹象 但近来 魔教十分猖獗 形式愈发肆无忌惮 居然做出图成这种丧心病狂之事 实在让人心寒 看来几百年的休养生息 魔教已经死灰复燃了 这几人家园被毁 已无去处 不如就由你们你们收归门下 好生教导吧 千和道长压下心头思绪 开口说道 这一位少年与本作有缘 不如有本作收入门下吧 七脉手作中 一位身形魁梧 面容十分俊朗的中年男子 率先开口 目光看向了其中一位颇为清秀的少年 他们都是修道之人 一眼便能看穿人的根骨滋质 这清秀少年 乃是适合修炼的绝佳体质 百年难得一见 其余手作文言 却是不愿了 显然 他们都是看上了这名清秀少年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最终千和道长开口 将这名清秀少年收入了门下 并立为清传弟子 其余手作 心中虽然不满 却也不敢多言 只好推而求其次 将目光望向了其他几人 很快 大殿之中 有七位天资不错的少年 都已是被哥卖手作收入门下 剩下几人 也被其他地位不低的清云长老 收为弟子 只有陆臣一人 无人问津 此子 你们谁收入门下 千和道长 眉头微皱 脸色有些难看 这些家伙 看着天赋好的 就争得头破血流 遇到一个没有根骨滋质的 却是这样一副态度 让他有些不满 嗨嗨 掌教 本座手下 已经有了好几个清传 想要收入门下 也是有心无力 本座看清竹风弟子 只有八个 不如由谢师弟收入门下 胡说八道 本座对于传道授业 本就不甚擅长 一名弟子已经足够 本座看你苍龙风弟子 太乎多这一个 此子与本座无缘 与本座也无缘 是急是急 一众清云长老对视一眼 尴尬笑了笑 推脱起来 一些被各位卖主收入门下的弟子 瞧得孤零零站在那里的陆辰 嘴角不禁露出一抹得意笑容 同龄人自然免不了攀比心理 他们能够被这些神仙收为弟子 可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此刻见到陆辰无人问津 少年心性显露无疑 我资质有那么差吗 这么招人嫌妾 陆辰眼神有些黯然 攥紧了拳头 在感受了魔教妖人的强横霸道之后 他深知实力的重要性 若是不能败入清云门下 在这个世界他人生地不熟 连一个好去处都是没有 而且现在天下大乱 魔教出没 危机四伏 没有清云宗这些超级实力庇护 十分不安全 只有绝对强横的实力 才能如清云长教一般 高高在上 俯视众生 不受约束 凌驾规则之上 没有实力 即便他留在清云宗 也会遭受不少白眼讥讽刁刁难 不过好在 陆辰以前也是小说迷 看过不少小说 熟知小说中的套路 知晓主角都是先苦后填 绝境翻盘 并不气馁 这也让陆辰心中暗自发狠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都刮目相看 罢了罢了 就让他留在通天风吧 千鹤道长知道这些手作的性子 抬手打断了众人争论 他也明白 陆辰天赋有限 并没有修到的天赋 而且年纪偏大 已经过了最适合修炼的黄金年龄 不认陆辰被谁收入门下 未来都是毫无成就的 清云宗作为名门正派 向来以斩妖除魔 护卫苍生为己任 自然不可能因为陆辰天赋 差就将他赶下山去 败入其他主卖手作门下的少年 意外看了陆辰一眼 眼中有着浓浓的羡慕 心中酸得不行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到最后 这家伙居然成为了通天风的弟子 长较一脉 可谓是整个清云宗最为繁荣的一脉 无数人打破了脑袋 都想成为通天风弟子 他们也不例外 先前他们见得陆辰无人问津 心中那种优越感 别提多高了 但此刻见到陆辰留在了通天风 可让他们嫉妒得很 道玄带他前去祖师祠堂吧 带得众人离去 千和道长站起身来 朝着殿中一位俊逸帅气的青年男子说道 陆辰也没想到 清云宗居然没有赶自己下山 这对于他来说 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清云宗哪怕没有师成 将来他偷学一些清云宗的功法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求人不如求己 至于天赋根骨 对于一个穿越者来说 那都不是事 还担心这些 这般想着 陆辰跟随着道玄一路前行 一路上道玄只警告了一句 后山有一处境地 不可随意前往 否则有生命危险 便沉默了下去 穿过一座座雄伟的大殿 道玄带着陆辰来到了一处 遍布着茂密丛林的后山 云雾飘渺间 依稀可见 后山半山腰上 有着一座孤零零的殿堂处理 从今天开始 你便留在这里吧 每日负责打扫祖师祠堂 本座会派弟子 送来一日三餐 道玄家着陆辰 腾云驾雾 很快便来到了殿堂外 留下一句话 连陆辰的姓名都不曾过问 便直接离去了 就这样把我打发了吗 望着腾云远去的道玄背影 陆辰心中很不适滋味 眺望了远处 那七座高耸陆云的山峰好一会儿 陆辰才这才收回目光 眼中不可避免 闪过一丝不甘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恐怕自己这一辈子 都得交代在这里了 眼前杂草落叶遍布的空地上 立着一座颇显破落的祠堂 逐渍的大门 已经有些斑驳 看起来似乎经历了不知多少岁月 门边上 刻着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祖师祠堂 殿中的岸上 摆满了青云宗历代祖师的牌位 乡主已经吸了许久 像是很久没有人来过 而祖师祠堂之内 连个住的地方都是没有 算了 这山这么高 想要下去也不容易 就待在这里吧 陆辰天人交战了许久 最终还是打消了下山的念头 山下魔教肆虐 十分危险 陆辰还不想死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若是自暴自弃了 那才真是没救了 唯一让陆辰为难的是 这后山高不可攀 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他只是个普通人 可没有藤云驾物的本事 就连下山都是困难 更别说前往青云宗弟子所在的山峰 偷学青云功法了 叮 检测宿主达成激活条件 系统正在激活 签到系统已绑定 请宿主完成每日签到 就在陆辰思考着 以后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突兀在脑海中响起 让得陆辰愣了片刻 旋即大喜 果然 穿越是有系统的 当下 陆辰详细了解了一下系统的功能 系统就只有一个功能 就是签到 除了每天只能签到一次 并无其他限制 只要签到成功 就能获得奖励 也就是说 这个签到系统 并不限制地点 而且可以一直重复签到 系统 我要签到 陆辰急忙在心中默念 叮 恭喜宿主签到成功 获得三星奖励 洗髓单 系统奖励已发放至系统空间 才三星奖励 陆辰摸了摸下巴 有些不太满意 签到奖励分为九星 星级越高 系统奖励的物品就越好 不过 当他查看了这个洗髓单的功效后 便让他所有的不满 都已经消散 洗髓单 具有洗经伐髓之神效 可改善一个人的资质根骨 他从先前在玉清殿上 几位卖主的谈话中 也隐隐得知 他们之所以不收自己为徒 是因为自己的资质根骨不行 一个人的资质根骨 乃是天定 但有了这个洗髓单 却是可以做到洗经伐髓 改善根骨 让一个人拥有修炼的资质 陆辰连忙从系统空间之中 取出洗髓单 洗髓单只有糖豆大小 呈红色 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药香 没有犹豫 一口将洗髓单吞下 丹药入腹 瞬间一股暖流遍布全身 陆辰感觉到浑身酥痒难耐 骨头血肉之中 似乎有着蚂蚁在蠕动一般 这个过程十分难受 陆辰抢咬牙关 不顾身上传来的不适 反而一脸兴奋 他知道 这肯定是在改善他的根骨 只要改善了根骨 他也就能够修炼了 半日时间 一会儿过 陆辰感受到身上的臊痒 总算停止 这才站起身来 走了几步 陆辰发现 身体都是变得轻盈了起来 不过刚一动作 他便闻到一股极为难闻的气味 自身上散发出来 衣服下方 传来一阵极为粘稠的触感 十分难受 陆辰伸手一摸 顿时感觉一阵恶心 他明白 这肯定是因为他改善了自身根骨 身体之中排出来的杂志 陆辰连忙在祖室祠堂附近 找了一处干净的湖泊 将身子洗净 顿时浑身都清爽了许多 甚至 陆辰还感觉到 身体之中 充满着一股特殊的力量 走路都是轻飘飘的 这便是根骨好的好处吗 陆辰尝试着挥了挥拳头 满脸惊喜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目前的资质 到达了什么程度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现在的他 站在御清殿上 那群长教手座 肯定不会对他不闻不问 说不定还如同第一个清秀少年那般 争着抢着要他 不过现在 即便他们抢着要收陆辰为徒 陆辰也不会答应 这倒不是说陆辰小心眼 而是外面实在太危险 魔教复苏 四处作乱 人心惶惶 一不小心 就会丢了小命 若是成为了清云弟子 他肯定要下山历练 斩妖除魔 这风险 实在是太大了 他之前可亲眼看到过 一名清云弟子 被魔教妖人炼成血水 现在他自己虽然改善了根骨 却还是一个没修炼的普通人 所以 陆辰打定主意 在没有足够自保的实力之前 他绝不轻易离开清云宗 反正现在他有着系统 而且也不会限制迁道的地点 他宁愿就待在这祖室祠堂迁道 神功不成 绝不下山 而且第一次迁道 就得到了洗水丹这种东西 三星奖励就已经如此 那么 更高的四星五星呢 他愈发期待明天迁道 会得到什么东西了 不过这都是急不来的 陆辰才二十岁 有的是时间 而且 此地虽然破败了一些 但胜在清静 他的异样 前河道长安排他来看守这祖室祠堂 也不是全然没有坏处 陆辰心情也因此变得极好 趁着天还没黑 走入后山 砍了许多的古树 花费了一些时间 在祖室祠堂旁边 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木屋 作为他未来的居所 至少不用遭受风吹雨打 日晒雨淋 一番忙碌下来 陆辰发现自己 居然没有太多的疲惫感觉 若是换作以往 自己这样干活的话 肯定累得像狗一样 爬都爬不起来 显然 这都是洗水丹的功劳 傍晚时分 有着一名身穿青云服饰的青云弟子 乘着仙鹤而来 送来了晚饭 陆辰道谢一番 记住了那名青云弟子的样子 那青云弟子倒是神色平静 对于陆辰的态度 有些不嫌不淡 毕竟他可是青云弟子 而陆辰 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们之间的差别 宛如天壤云泥 陆辰倒也不在意 这青云弟子的态度 好歹青云宗救了自己一命 还收留了自己 自己若是还有敌意 陆辰的层次 与他现在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 更没有必要对自己笑脸相迎 不过 陆辰十分讨厌这种 低人一等的感觉 但他如何不知晓 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 那就需要证明自己有这个资格才是 有着系统 陆辰相信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这般想着 陆辰心中开朗了许多 一开始 心中的一些不快 也是消散 吃完不算丰盛的晚饭后 美美地睡上了一觉 一日一早 陆辰就已早早起床 不多时 就有青云弟子 按时送来了早饭 陆辰吃过早饭 便开始了每日的任务 他现在的身份 说难听点 就相当于青云宗的杂役 负责打扫祖式祠堂 每日的打扫 自然必不可少 陆辰现在体态轻盈 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 将祖式祠堂前的空地落叶 清扫了一遍后 又将落灰遍布的祖式祠堂 清扫干净 把香煮也是一并点燃 望着焕然一新的祖式祠堂 陆辰笑着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盘坐在排位前方的蒲团上 静静等待着签到时间刷新 距离第一天签到的时间刚过 陆辰立马完成了签到 恭喜宿主在祖式祠堂签到成功 获得五星奖励 功法太极玄清道 听到系统的声音 陆辰有些疑惑 第一次签到的时候 可是没有这个地点提示 难道在特殊的地点签到 能够获得更好的奖励不成 不过这个疑惑 系统没有回答 陆辰现在也无法得知 只得等到以后签到的时候 多是几次就知道了 这个奖励倒是让陆辰很满意 这正是他现在极为需要的东西 修行意图 讲究法财履地 法之所以排在第一位 自然是无比重要 即便陆辰根古资质在如何好 没有功法供他修行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陆辰将奖励从系统空间中取出 是一枚预检 太极玄清道的修炼方法 就刻录在这一块预检之上 太极玄清道 是清云宗的功法 也是清云宗的立宗根本 可以说 清云宗能够在天下拥有如此声望 堪称正道领袖 与清云祖师创造出太极玄清道 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天下功法 分为天地玄黄四阶 功法品阶越高 修炼速度自然越快 而且最重要的是 功法决定着一个人的上限 天赋决定下限 功法决定上限 一个人天赋再怎么好 若是修炼品级不高的功法 一身成就也是极为有限 除非那人天赋好到逆天 可以自己在原有的功法上进行创新 走出自己的路 但这样的天才万年难得一见 每出现一个都是旷古绝经的人物 流芳万古 这不太极玄清道 便是整个中土极为罕见的天阶功法 只有各大超级势力 才有天阶功法的存在 而且在清云宗内 只有掌门继承人 才有资格修炼此法 寻常清云弟子 只能依靠天赋贡献地位等因素 修炼清云其他品阶的功法 陆臣没想到 这清云的不传之秘太极玄清道 居然这么容易被他得到 尽管陆臣知道 未经清云宗师们允许 修炼清云功法乃是清云宗重罪 更何况 这还是代表着掌门继承人身份的功法 若是被发现 这个罪名 足以让他死上一万次 虽然清云宗自诩名门正派 可陆臣不敢有半分大义 他没有身份背景 孤身一人 在这强者如云的陌生世界 还不处处小心的话 恐怕到时候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但陆臣如今手中只有一门功法 他没有不学习的道理 他可不想 一辈子都当一个凡人 不过陆臣也留了个心眼 即便他学习了清云功法 在没有足够的实力 对抗清云宗之前 他已经决心不会在人前暴露 心中有着思量 陆臣伸手将玉简贴近眉心 顿时一大段晦涩无比的信息 涌入了脑海之中 一个个极为古朴 男人的金光字体 漂浮在眼前 至虚极 守敬毒 万物并作 无以官复 陆臣看向这些信息 在别人眼中 宛如天书的功法心诀 请客间 就被他理解透彻 资质是一种 但是更重要的 却是悟性 简单来说 悟性决定了一个人的学习速度 比如 一个悟性一般的人 看一本书 他需要看上十几遍 才能理解书中所表达的意思 但悟性高的人 可能只是看了一遍 就已经理解 有时候 悟性比起根古资质 更为重要 将这些信息牢牢记住后 陆臣回到木屋 关上了木门 打算尝试修炼一番 修行意图 极为困难 门槛极高 特别是初学者 想要入门 都是极为困难 一般人想要修炼 若是没有明师指路 想要入门 没有个三五十年的功夫 根本不可能做到 入门划分为三个阶段 视为 感应 纳气 通脉 这个三个阶段 也被称之为后天境界 也是退凡的过程 修行第一步 便是感应天地灵气 天地灵气无形无影 难以捉摸 寻常人肉眼无法看到 只能以心神感应 所以 这个时候 就体现出资质根古的重要性了 资质越好 对于天地灵气的感知 就越敏锐 陆成只花费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已经感悟到了 天地灵气的存在 这个速度 比起绝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极为快速了 即便是千鹤道长当初 在第一次修行之时 也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 这还是天赋较好的 一些天赋差的 几个月几年 都是有可能 若是陆成 没有服用洗水单 即便他现在拥有 太极玄清道的修炼方法 想要感应到 天地灵气的存在 最起码也得一个月 甚至是一年半载 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这辈子 都无法突破第一个境界了 所以 清云宗都不愿收取这种 资质跟古差的弟子 实在是浪费彼此时间 这么容易 陆成也有些意外 他这一个月以来 在得知这个世界 可以修炼以后 也是刻意去打听了不少 关于修炼方面的事情 虽然十分笼统 但他也知晓 修炼难度其高 每一个修炼者 都是万里挑一 但现在 陆成居然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已经成为了后天舞者 这若是被清云宗其他卖主发现 必定将陆成惊为天人 不说其他 光说陆成在没有失成引路的情况下 一天时间 就参悟了太极玄清道的修炼之法 光是这个悟性 就足以让这些清云宗卖主面露羞愧 而一天时间 就成为后天舞者 更是打破了清云宗数百年来的记录 不过陆成心中 没有半点自傲 达到感应阶段之后 便是那气 将天地灵气 纳入以身 陆成继续按照太极玄清道的心法 隐气入体 十年后 清云后山 一处绝壁之下 耶 月光照耀下 可见绝壁前一道身影 正在挥舞着手中长剑 反射出一道道刺目光滑 剑气纵横间 在光滑的石壁之上 刻下一排排歪歪扭扭的大字 无聊 好无聊 真无聊 我好想出去装逼 但是我得忍住 我还没有无敌 哎 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没有小说 没有色图的日子 实在是太难熬了 我感觉像是在坐牢 好想偷溜下山 尝尝人间烟火的滋味 这清云中的伙食太差了 可是下面有魔教 我现在还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境界 算了 还是留在山上吧 今天又换了一个人来送饭 这已经是第四个了 也不知道 那几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去哪里了 不过好在这小子 没有目中无人 挺合我的胃口 从他那里 我总算知道了 自己现在的境界 想不到我短短一年时间 就已经到达了先天境界 我真特么是个天才 宗师了 想下山 今天迁道 怎么这么垃圾 给我一千两黄金 有个屁用 今天下雨了 好无聊 好久都没看到过漂亮妹妹了 要不偷偷下山吧 太极玄青道 已经修到第九层圆满了 但我觉得这太极玄青道 好像有些不对劲 好像差了一部分 等我无敌了 一定要去看看 清云中的太极玄青道 是不是也是这样 五年了 总算是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 好在每天有个愣头青 陪自己说话 不然自己得闷死了 那傻小子 一点天赋都没有 和我当初差不多 不过他还能被那泄脉主 收入门下 这是我没想到的 今天总算剑气圆满了 还领悟了剑意 我感觉自己快无敌了 不记录了 好嘞 睡觉去 听说魔教总算败退了 本来以为可以下山了 但是清云中 成为了天下正派领袖 看来我又得忍一忍了 万一被千鹤老道 发现自己偷学的事情 可就大事不妙 这一天 总算来了一个清云女弟子 还偷看我洗澡 太色了 不过幸好 没有被她发现 我会修炼的事情 那丫头倒是挺活泼的 古灵精怪 有点像我那个 没有说出口的初恋 那小丫头骗子又来了 可笑的是 她居然还想叫我修行 我真想一巴掌拍她脸上 告诉她 已经成为了大宗师 但我不能暴露自己 错过了这么好的装逼机会 可惜啊 听那小子说 小竹风好多漂亮妹妹 我好想去顺一个回来 可我不能 不能为了一时的快活 放弃整片森林 好无聊啊 那小丫头 怎么不来找我了 闷死了 总算大宗师酒品了 但我感觉好像 还差点无敌 但要吃得我想吐了 完了 两年没突破了 我是不是个废物啊 若是这些字体 落在青云宗众位高层眼中 绝然不会有人认识 因为 这些字 只有陆成知晓 来自蓝星华夏 是她的母语 在这一世 自然不会有人认识 陆成收剑而立 一天的练习就此结束 这十年来 除了后山附近的区域之外 陆成一直都待在祖师祠堂 没有离开半步 青云后山 虽然灵气浓郁 风景宜人 但却很少有青云弟子来此 所以十年间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陆成一人 再次练剑 如今她的境界 虽然没有无敌 但她的剑法 却已经炉火纯青 已经修炼出了剑意 同境界无敌 唯有每天饭点的时候 会有一名青云弟子 前来送上食物 还有一位不知名的青云女弟子 偶尔会来此之外 陆成几乎再也没有见过其他人 陆成倒也不甚在意 尽管无聊了些 却让她原本心中的担忧 却是消散了许多 每天 陆成除了打扫祖师祠堂之外 就是在刻苦修炼 闲来无事 就会在这绝壁之上 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反正她也不担心 别人能够看得懂 就算看懂了 也不一定能够知道 是她课的 这也算是她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 当然 每天一次的签到 她可不会错过 这十年间 每天一次签到累积下来 陆成已经签到了接近三千多次 获得的奖励 也有着很多 不过距离装满系统空间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陆成在签到的过程中 也算是发现了一个规律 那就是在祖师祠堂这种特殊地点签到 比在其他地方签到 奖励要丰厚许多 星级比起其他地方签到 要高出不少 其中 陆成还得到了好几次不错的七星奖励 有丹药 有秘术 有武技 有兵器 比如 乾坤福摩印 太极八卦掌 天牙直尺部 天眼通 造化丹等等 所以 除了刚开始的摸索之外 陆成后面几年时间 都是在祖师祠堂签到 让得陆成略微有些不满意的便是 除了七星之外 陆成便没见过八星奖励了 当然 系统奖励也是有一定几率的 并非每次都是高星奖励 有时候 也有一些一星二星的低级奖励这些 不过 即便是一星二星的奖励 放在外面 也能价值千金 值得一提的是 十年间 这送饭的青云弟子 已经换了四人 起初陆成也不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这些青云弟子 对他的态度都不算怎么好 陆成也懒得搭理他们 直到这第四位青云弟子到来 抱着想多了解外面信息的心思 陆成就开始与他搭话 这位青云弟子 名为益川东 和陆成倒是有几分相似 同样是遭遇屠城 然后送上山来 与陆成唯一不一样的 除了益川东 不是穿越者以外 就是他的资质也极差 但他却被当初那位七脉之一的谢脉主 收入了门下 益川东的性格 憨厚老实 倒是没有因为 陆成是普通人看不起他 几乎有问必答 所以这几年 几乎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陆成坐在后山 都能知晓 之前那三名送饭弟子 之所以离去 便是因为魔教猖獗 三名弟子下山历练 结果葬身魔教手中 听到这个消息 陆成原本有些蠢蠢欲动的心 顿时被压了下去 十年时间 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九品大宗师之境 他也在旁敲侧击之下 得知了这个世界的境界划分 毕竟 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与益川东相处 并不想暴露自己的秘密 这个世界主修五道 青云宗的人 虽然被世人称为神仙 但却不是真的神仙 只不过是懂得运用 超凡力量的武者罢了 五道境界分为 后天 先天 宗师 大宗师 五王 五尊 五皇 五圣 五帝 五神 五神也被称为陆地神仙 除了先天分为初中后期 三个阶段外 道的宗师 都是以九品划分 每一品的差距都宛如天谦 大境界的差距 更是有天壤云泥之别 一个宗师 便可以为人师 收徒传道 受人推崇 大宗师 便可以开宗立派 成为一方掌门 陆臣天资过人 十年突破到九品大宗师 放眼天下 也是无人能出其左右 要知道 即便是资质上下的天才 最少也得花费三十年 才能迈入大宗师 当年与陆臣一同进入青云宗的那几人 如今天资最好的 便是那个被谦和道长 说为清传的弟子 名为莫问天 十年时间 步入了宗师之境 在宗门试炼中 无人能敌 是清云年轻一代的翘楚 更有传言 莫问天 已经是内定的下一任掌门继承人 但陆臣知晓 他现在这个实力 还远远不足以自保 这十年来 外面也发生了不少大事 清云宗立抗魔教 声名暴涨 已经坐实了 天下第一正派的领袖之位 而清云宗的千鹤道长 更是整个神进皇朝的十大强者 实力已经迈入了五地层次 即便是神进皇朝的禁地 也不敢说 吻胜千鹤道长 这更让陆臣心中不安 他修炼太极玄清道的事情 若是被千鹤道长发现 那绝对没有他好果之吃 所以这十年来 他一直都十分低调 原本想去玉清殿这些特殊地点 千道的心思 也是薄弱了许多 就这样 陆臣继续待在祖师祠堂 千道了二十年 过着清静悠闲的日子 二十年 凭借偶尔千道得到的丹药 加上每日的苦修 陆臣的实力 也提升到了九平武皇的地步 而且在这个境界 卡了整整五年 四十岁就已经成为武皇 这个成就 绝对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要知道 修炼可不是其他什么 讲究循序渐进 当然 这也与陆臣不断吞服各种丹药有关 这三十年 他不停利用丹药 洗经伐髓髓 资质根骨 都已经达到了一种 无人企及的地步 激进完美 再加上他修炼的功法品阶 也都不低 才有这个修炼速度 现在的陆臣 凭借建议 勉强有着自保的能力 按照他的估计 若是面对千鹤道长 他也有有着一战之力 但陆臣依旧不打算下山 清云宗传承悠久 恐有上万年 肯定有着自己的底蕴存在 而且 陆臣通过秘术天机眼发现 整个清云宗的凌峰 隐隐组成了一个天然大阵 可攻可守 隐隐透露一种杀伐威势 就连陆臣 都感觉到了一丝心悸 好在陆臣有着系统掩饰自身气息 也无人发现他的境界 倒也不怕被千鹤道长发现异常 这二十年 一川东 由于境界低微的缘故 倒是没有被派去斩妖除魔 日复一日前来送饭 期间 也会和陆臣 聊起许多外面的事情 让得陆臣不会 太过无聊 这二十年来 魔教突然出现了一个 天赋极为妖孽的天才 利错各大超级势力的年轻天才 让得魔教原本渐渐弱下的身微暴涨起来 而且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 隐隐恢复到了当初的巅峰时期 甚至还强出几分 双方多次爆发血战 甚至连一些长毛 都是因此陨落 听到外面的消息 陆臣还是强压住了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继续迁道 最起码 他也得等到自己的实力 到达五地层次 不惧千鹤道长的时候 他才会去往其他地方迁道 有系统有金手指 低调狗折 发育不香吗 但 术欲静而风不止 这天晚上 陆臣总算又遇到了 除一川东之外的其他人 在他原本古井无波的日子里 投下了一颗石子 月光有些凄冷 洒落在湖面 平日化身中年人的陆臣 也在此刻 恢复了当年的青年模样 不过比之当年 少了几分青涩 眼神更为深邃 久居青云后山这种洞天伏地之中 还有随着修为的提升 陆臣身上的气质 也是隐隐发生了改变 多了一份淡薄出尘之意 为了掩饰自己 平日陆臣只能假扮成一个普通人 免得惹人怀疑 但实际上 现在的他 寿命已经超凡 五皇境界 可以活个千年 也不成问题 大献不至 他便可以永远青春永驻 陆臣坐在湖中 周身满是血红的湖水 这并非是湖水本来的颜色 而是陆臣在其中放置了药液的缘故 这些年来 除了修炼之外 陆臣时不时也会强化自身的肉身强度 尽管修炼肉身不是主流 但任何变强的手段 陆臣都不会放过 湖水的律动 看起来与陆臣的呼吸一致 几乎要融为一体 也在这种律动之下 药液被陆臣吸收 他的肉身也变得更为强横 若是那时便能发现 陆臣此刻的身体之中的骨骼 宛如一块完美的鲜玉一般 绽放着神光 血液之中 更是有着庞大的气血之力 其中蕴含着庞大的生机 却在这时 陆臣双目突然睁开 眼中金光影线 望着头顶山巅 修为到了他这种地步 黑夜早已不能阻拦他的视线 只见半空中 一道人影从山巅落下 直直落在了湖中 溅起了大片水花 陆臣没有去接 皱眉望去 发现落在水中的 竟是一个女子 女子看起来 约莫十七八岁 扶若宁知 雪白翘脸上 有着一丝不正常的红韵 看起来像是受了重伤 她身穿一袭黑衣 将她玲珑有致的胶躯包裹 被湖水打湿 露出动人曲线 令人浮想连翩 她一头青丝都已散乱 勉励撑起身子 扬起湿漉漉的头发 一双不寒丝毫感情的眸子 豁然转向陆臣 手中一柄秋水长剑 已经架在了陆臣的脖子上 小流氓 是你 但是下一刻 女子便是愣住了 手中长剑 都是微微有些颤抖 眼眶很快便一泛红 日思夜响的人 终于出现在了眼前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好在月亮刚好隐去 一片漆黑 她看不出来 我哭了 陆臣同样愣住了 眼前这一幕 实在太过熟悉了 没想到 世界上竟有如此歧视 这女人 她也认识 名为林雪薇 二十多年前 陆臣也是再次与她相遇 当时被她偷看了个遍 还被骂为流氓 不过后来 两人倒是因此相识 成为了朋友 中途时常吵嘴 倒也有许多的去 只是后来 不知是何原因 林雪薇便再也没有来过 当时陆臣心中 还有些空落落的 花费了一段时间才适应 想不到今日 竟有再见之时 即便二十年过去 林雪薇一如当初 美艳不可方物 是个难得的美人 少了几分青涩少女的气质 多了一分清冷孤傲 往事浮上心头 陆臣收回思绪 旋即一笑 是我 你每次出场的方式 倒真是令人意外 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故意在一旁偷看 林雪薇雪白的脸蛋 瞬间一红 长剑回翘 白眼一番 辩解道 才没有 陆臣一笑 站起身来 啊你又耍流氓 林雪薇见状 吓了一大跳 连忙伸手捂住眼睛 生怕又看到那羞人的一幕 心跳都是加快几分 甚至忘记了 自己本来的目的 这个家伙 真是太令人无语了 可别乱说 上次可是你吓了我一跳 才会那样的 自那以后 我可都不敢不穿衣服洗澡了 陆臣瞧她这副模样 倒是一乐 她虽然看起来 与往日差别很大 但性格却一如当初 好像没啥变化 但若是让熟悉林雪薇的人在此 瞧她这副模样 肯定会觉得自己见鬼 谁不知道 林雪薇当下 可是魔教当中 最为心狠手辣的人物 被人称为强威女魔 同时也是出了名的蛇蝎美人 有神经第一美女之称 她也正是最近声名雀起的 魔教天才圣女 大败各大正派势力的天才 不到四十岁 就已经成为了武尊 连一些老一辈的武皇 都是陨落了不少在她手中 被誉为千年来第一天才 是所有正派人士的心腹大患 任何人别说看她害羞了 就连看她一眼 都会被灭口 但陆成只是听说过 强威女魔这个名头 并不知道眼前的林雪薇 就是兄名远扬的强威女魔 不过 即便是知道了 陆成也不会怎么在意 林雪薇让她在这无聊的岁月中 多了一些乐趣 一份还算不错的回忆 她已经将林雪薇 看成了自己的朋友 交朋友吗 不计出身 只要与她聊得来 和她胃口 管她什么身份 她都不在意 陆成虽然狗 可也有自己的原则底线 一般来说 只要不触犯她的底线 她对什么事 都可以不放在心上 她慎重 并不代表她胆子小 她怕死 也不代表为了活命 可以不顾自己坚守的东西 她之所以能够耐得住性子 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抱着多一世 不如少一世的心态活着 否则的话 她怎么可能 甘心在这祖师祠堂 待上整整三十年 当然这也和她在此地待了三十年 心境有所升华的缘故 对了 你怎么这样 发生什么事了 陆成走向岸边 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衫 林雪薇张开手指 露出一抹缝隙 偷偷看了陆成一眼 发现陆成穿好了衣服 这才松了一口气 呃 我差点忘了 我正在被人追杀 我得先走了 林雪薇一拍脑袋 这才想起自己的处境 不由懊恼不已 连忙朝着山巅看了一眼 心有余悸 她这一次 偷入青云宗后山境地 还是没找到 那传说中的诸仙剑 而且还被人发现了 青云宗内强者如云 便是她天赋若妖 也无法与青云的老牌长老交手 而且 这里可是青云宗 若是被抓住 下场可想而知 被人追杀 陆成待了片刻 这里不是青云宗吗 你不是青云宗弟子吗 你到底干了什么事 才会被追杀呀 青云宗犯得着 追杀一个青云弟子吗 是不是偷学了青云宗的 不传之秘 太极玄青道 陆成满腹疑惑 但林雪薇根本不给他询问的机会 便是纵身一跃 容身黑暗之中 没有了踪影 哎 陆成叹息一声 心情有些复杂 固有重逢 却连说话的机会都是没有 不过他早已习惯 没有伤春悲秋 悄悄出手 将别人在林雪薇身上留下的契机给斩断 让他不会被青云宗之人发现 此刻天色已经蒙蒙亮 他重新化作平日的中年人模样 回到了自己的木屋之中 待得陆成离去不久 一批身穿青云宗服饰的长老弟子 出现在了湖边 这些人手持散发着五色光芒的法宝 身上气息极为强横 其中为首者是一名白发中年男子 气息隐而不显 绝非普通人物 咦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在他身上留下了契机 怎么会不见了 白发男子手捏发绝 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有些想不明白 在得知有人闯后山禁地时 他第一时间便已经赶到 由于担心禁地之中的诸仙剑被盗 害怕对方施展吊虎离山之际 他没有立刻去追那个 看起来只有五尊境界的神秘黑衣人 只让一群弟子前往 并在其身上留下了契机 方便他追踪 待得他发现 换月洞府的禁制 完好无损后 他才安排人守在后山 前往追寻那胆大包天之人 一路寻来 竟然发现自己施展的追踪术 到了此地 却是被斩断了 他可是青云宗苍龙峰执法唐父唐主 实力已经达到了九平五皇 只差一步 就能超凡入圣 整个青云宗 能够斩断他留下契机的人 只有那三位影视多年的青云太上 除此之外 便只有掌教千鹤和七位卖主了 但很显然 这些人都没有可能 他们在青云宗都待接近千年 对青云宗的忠心 无庸置疑 不可能对诸仙剑有想法 难道青云宗 还有其他高人不成 这个想法 在他脑海中一闪而逝 便是自嘲一笑 天下强者虽多 但能超凡入圣者 哪一个不是声名赫赫的人物 青云宗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这可是青云宗 即便是魔教教主 想来青云宗 也绝不是容易的事情 至于林雪薇 他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 一个区区五尊 连发现自身部下的契机 都是不可能 更别说斩断了 这件事 处处透露着蹊跷 在白发男子后方 跟着几名年轻弟子 其中一人 正是当年与陆尘 一起进入青云宗的莫问天 三十年过去 莫问天成熟了许多 见眉心目 眼神明亮 一张脸轮廓分明 玉衡失书 怎么了 莫问天见到江玉衡 眉头紧皱 神色怪异 不由问道 没什么 问天 你刚才与那神秘黑衣人交手 可看出什么端倪 江玉衡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 那人实力不俗 已经步入八平武尊的层次 莫问天手持一把黑色长剑 神色有些凝重 刚才他与那黑衣人交手 虽然占据上风 但他知晓 那全然是对方无心恋战的情况下 才会如此 否则的话 他居然不是对手 要知道 莫问天 如今已经是半步皇者 手中更是有黑龙九节剑 这种极品法宝在手 可以说 在武尊境界 当属无敌 但 面对那境界明显不如他的黑衣人 却是没能斩杀 足以可见那人的实力 区区武尊 就赶来我青云捣乱 真是活腻了 可探清他的底细 江玉衡冷哼一声 言语中充满了冷力 青云宗 如今是天下正派领袖 居然还有人胆敢偷假 这若是传出去 岂不是落了青云颜面 秉师叔 如果问天猜得不错 他所使用的功法 应该是魔教武功 莫问天如实道 魔教妖人 他是如何进入我青云的 都是不自觉低下了头 唯有莫问天 倒是不受他影响 立即封锁山门 开启青云护山剑阵 仔细搜 就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 魔教妖人 胆敢来我青云地盘 还想打诸仙剑的主意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莫问天严肃道 弟子领练 一众青云弟子 纷纷拱手 然后前去四处搜寻 很快 整个青云宗 七彩剑气冲天 将整个青云宗包裹其中 大批的执法堂弟子 走遍青云各风 严查神秘人的踪迹 让得一些不明所以的弟子 一头雾水 特别是青云后山 更是派了数十名 实力不低于武尊的执法弟子搜寻 青云后山深谷下 一处十分隐蔽的山洞中 林雪薇嘴唇有些发白 面色更是有些不正常的红韵 云莫问天交手 让他受了一些暗伤 若只是单打独斗 他肯定有把握 利于不败之地 但青云宗人多势众 他也无可奈何 他拿出一枚疗伤丹药服下 谈作调息 两久 他睁开了眉眸 看向了洞外 眼中有着一抹担忧 也不知道那小流氓 会不会被发现 那江玉衡 可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 我的身份 恐怕也已经暴露 林雪薇很怕陆成 见过他的事情 被青云宗的人发现 以青云宗宁 杀错不放过的性格 绝对不会绕过陆成 若是陆成是青云弟子还好 可他知道 陆成只是一个 看守祖室词堂的杂役罢了 这样的人 在道貌黯然的青云宗眼中 没有任何价值 不行 我得去看看他 让他早点下山 林雪薇心中纠结了很久 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强撑着虚弱的身子 走出了山洞 武者一般不会生病 但若是受伤 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调养 现在的他 实力不如巅峰时期的三成 原本他可以凭借自身 藏匿身形的手段 翘无声息离开青云宗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若非如此 这青云宗 他也不可能如入无人之境 来去自由 二十年来 他搜寻多年 总算找到那柄传说中的诸仙剑所在的位置 花费二十年功夫 他才找到破开静置的方法 只是他没想到 居然在换月洞府准备破开静置时 遇到了青云弟子 导致他被发现 陷入了追杀 趁着夜色 林雪薇一路前行 很快回到了青云后山 沿途发现了不少青云弟子正在巡逻 借着隐秘身形的手段 倒是没有被人发现 而且这些青云弟子实力都是不弱 联手之下 他没有胜算 就在林雪薇正打算继续前行时 夜空中一道青涩流光滑过 让得林雪薇心神微颤 江玉衡 九平武皇 林雪薇的隐秘术虽然十分精妙 但面对感知很强的武皇来说 却不是很管用 武皇强者感知入微 即便不用眼去看 也能感受到四周丝毫的风吹草动 更能感知气息的差异 林雪薇并未将隐秘术修至大成 自身气息多少有着破绽 普通武皇倒也罢了 但江玉衡被誉为五胜之下第一人 可不是别人吹嘘来的 而是他实打实的实力 若是平时 这些强者倒是不会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但是现在 这青云中的阵仗 显然就是为了搜寻他而来 嗯 半空中 江玉衡的眉头一皱 忽然朝着林雪薇所在的方向看去 林雪薇心中一紧 根本不敢去看 连忙催动身形 连体内灵力都不敢动用 生怕被发现端倪 果然在这里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真当我是傻子不称 江玉衡站在青涩仙剑之上 眼神宛如猎鹰般犀利 仿佛可以看穿一切 嘴角掀起一抹狠利的冷笑 那边有一样 给本座仔细搜 站在下方搜寻青云的执法弟子文言 顿时朝着林雪薇所在的方向围拢 堂主 弟子找到一处古怪之地 就在江玉衡准备亲自动手时 一名弟子脚踩仙剑落在了江玉衡的身边 恭敬回禀道 嗯 发现什么了 难道还有同党不成 江玉衡面色一鸣 这些魔教妖人 当真是把我青云中当茅厕吗 不是 堂主 弟子搜寻魔教妖人之时 发现了一处古怪的地方 那弟子连忙低头 连看都不敢多看江玉衡一眼 古怪的地方 江玉衡眉头一条 这青云后山 除了后山禁地和幻月洞府外 还能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不过 这倒是勾起了他的兴趣 就在他正准备离去 似乎想起了什么 眼神突然变得无比凌厉 杀意宛如实质 嗯 发现魔教妖人时 却让我离去 难道你是魔教同党 好让你的同党离去 说 你是不是魔教妖人派来的卧底 那弟子闻言大害 差点从仙剑上掉下去 这堂主的疑心病 未免也太重了吧 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 说自己是魔教妖人 那绝对是死定了 感受到江玉衡身上散发的杀意 那执法堂弟子 连话都说不出来 毛骨悚然 冷汗沉沉 谁都知道 在整个青云宗 最让弟子心惧的人 绝对是江玉衡无疑 江玉衡不但铁面无私 而且手段毒辣 甚至比魔教之人更有甚之 堂堂主 弟子乃是赵家村村民 来历清白 绝不是魔教之人 我与魔教有不共戴天之仇 怎么可能是魔教妖人 还请堂主明鉴啊 在死亡的压迫下 那弟子强咽着口水解释道 江玉衡眉头一松 警惕看了这弟子一眼 冷哼道 哼 那行 你有没有骗我 带我去了便知 你们好好搜寻 可千万别让那魔教妖人跑了 那魔教妖人 只是五尊敬见 江玉衡并不觉得 他能逃出青云宗 倒也不是很担心 这暴性弟子 若是满口胡言 随便找个古怪之地的借口 骗他 那必然是死罪 青云宗这么多年来 稳坐天下正派魁首之位 魔教有心报复 肯定会在青云宗内安插卧底 若非如此 青云宗内 怎么可能有魔教妖人出现 哼 可别让我逮到了 江玉衡心中思绪闪过 大手一挥 跟上了那名带路弟子 在那里 快追 下方 一处茂密古林之中 一声爆喝响起 无数青云弟子 手持形状各异的法宝 朝着林雪威所奔逃的方向追去 怎么回事 江玉衡怎么突然不追了 刚才 他明明看到江玉衡 已经准备亲自动手 所以 他连忙爆发灵气 逃出了老远 可谁曾想 江玉衡居然没有跟来 不过 这也导致了他被人发现 望着身后 闪烁着各色的法宝 林雪威一边逃跑 一边看向了祖师祠堂所在的方向一眼 脸上闪过挣扎之色 心中无比纠结 入城的小流氓 怎么样了 到底有没有出事 若是没有出事 我此番前去 岂不是害了他 若是出事了 我 如今已经被发现 我伤势还未复原 肯定逃不出去了 落在青云宗手里 下场可想而知 说不定 青云宗也不会那么心狠手辣 对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出手 我想在林死前 看他最后一眼 若是大难不死 我便带他离开青云 前往魔教 林雪威卿 鸟红唇 他还是决定自私一回 若他心中有我 想必应该也不会怪我的吧 或许 他也愿意与我同生共死 堂主 这便是那古怪之地了 青云弟子 指着面前的石壁 对着一旁的江玉恒说道 自从走进这片区域 江玉恒的面色 便变得有些惊异与古怪起来 在他的感知当中 这片区域 竟然无形笼罩着一股 挥之不散的剑意 走进此地 宛如置身一片剑的海洋 寻常弟子 或许感觉不到 但他身为九品武皇 自然能够感知得到 这剑意的存在 倒还真是古怪 江玉恒望着眼前的石壁 石壁上刻着稀奇古怪 看起来有些歪歪扭扭的大字 正正出神 这些字 他一个都不认识 反而在他眼中 觉得这些字 有些像小孩子的鬼画符 咦 这是剑意 好强横的剑意 便是剑道的大宗师 也不过如此 江玉恒突然发现 在每一个字体的凹陷处 都能看出一些剑意的痕迹 这其中蕴含的剑意 比起笼罩此地的剑意 却要强烈得多 即便是普通人 也能感知到 这石壁的不凡 他眼神深邃 在这一刻 他才发现 这些看似难看的字体凹槽的痕迹里 十分有章法 力度角度 都是十分一致 没有半分偏离 就在江玉恒心神 完全沉浸在 这石壁的字体之上时 下一刻 他便感觉有一道白色身影 在他脑海中不断挥剑 每一剑的角度 力度 都是妙道豪颠 没有丝毫破绽可循 随着那道白色身影 挥舞得越来越快 白色身影 也越来越模糊 几乎与剑合一 根本分不清 是人还是剑 只有漫天剑影 存在脑海之中 一剑 十剑 百剑 万剑 每一剑都交织在一起 宛如数万种不同的剑招 同时发出 江玉衡想要从中模仿学习 第一剑的招式 被他记住 他开始记第二剑 当他记到第六剑时 却发现前面五种剑招 已经忘了 他又重新开始 从第一剑记起 但很快 江玉衡便感觉气血一阵涌动 仿佛要冲破自身血脉 自身的灵力 有些不受控制的紊乱起来 好强 好诡异 好精妙 好深奥 江玉衡不敢多想 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 再也不敢试图模仿 就连遗留在脑海中的剑招 已经一朝一世 都已经记不起来 仅仅只是一面石壁 就已经给他这种感觉 可想而知 这真正留下剑意的人 又该强到了什么地步 清云宗虽然是被认为是传承道家 但大多数的弟子 都是修剑的 纪练法宝这些 也都是以仙剑居多 但修剑与剑修 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修剑说到底 还是炼气的 也就是武道 不过是武器是剑罢了 与剑修不是同一个概念 但剑修甚至可以称之为 与剑交修 以剑入道 没了剑的剑修 就像是梅牙的老虎 但有剑的剑修 却是天底下极为恐怖的存在 剑气纵横三万里 一剑可斩日月星 这便是天下修士 对于剑修的概括 剑修的修炼难度 比起武道来说 拦出数倍不止 大概数万名武者当中 能有几个剑修 以剑入道的难度 可想而知 当初江玉衡 便是剑修的疯狂吹捧者 只是可惜 他与剑道无缘 这也算他一生的遗憾 也唯有剑修 才能真正的领悟出剑气 剑意 这种极为特殊的境界 武者虽然也能感悟气景 意境 但与剑修相比 那简直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 可以说 一个剑修 同境界内 无人能敌 甚至是越境而战都是有可能 越境可不是越境 越境是跨越境界 而非品界 一个境界的差距 宛如天壤云尼 差距不可以道理记 就好比先凡之别 其中有着无可跨越的天欠 天才对战一般武者 最多可以越三个品界而战 有些特殊的 四个品界便是极限 这其中取决于功法克制 武技熟练度 对敌经验 武器的品质威力等种种关系 甚至还有天时地利的关系 在此不多赘述 但要知道 即便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都无法做到越境而战这种程度 比方说 九品五皇遇到一品五胜 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除非那五胜撤掉防御 站在那里给你打 否则根本不可能取胜 到达这种境界 数量不大于质量 但是 若是九品剑皇遇到一品五胜 那就可说不准了 当然 这也取决于剑修的剑 对于剑修来说 剑就是剑修的命 剑越强 剑修就越强 剑修的称谓 也不同于一般的武者 这就是剑修的特殊性 被称为天下正派领袖的清云宗 强者如云 数十万弟子 也不过才识得剑修而已 剑修当中最为出名的 便是数千年前 清云宗内那位太上长老 九品剑帝南宫末 距离神秘未知的剑先境界 也只有一步之遥 也因此奠定了清云宗的超级势力的地位 同时 也让不少清云弟子慕名而来 开创了以剑为法宝的风潮 江玉衡没想到 在这清云后山 居然遇到这样一名剑修 而且 从这剑招的招式来看 很显然是清云宗的地级武技 万剑归宗 剑绝也可被称之为武技 乃是催动体内灵力的一种必要途径 和功法一般 没有功法无法修炼 没有武技 也就无法爆发出强横的力量 哪怕自身灵力再如何强横 没有武技 都是空谈 武技以威力划分 凡极 玄极 灵极 王极 至尊极 地极 神极 武技品级越高 威力越大 但想要参悟的难度也是加倍 需要消耗不少的时间 同样的 有些武技 对于境界也有一定要求 自身实力不足 也无法发挥出武技的全部威力 释放难度也是成倍提升 需要付出一定代价 整个清云宗 也不过四部帝集武技 这部万剑归宗便是其一 在清云宗漫长的历史上 也只有两人学会了万剑归宗 第一位便是清云第一代祖师 清云子 第二位便是清云太上 南宫墨 这套剑决的难度 江玉衡可是知道的 他当初对剑痴迷 也学习过一招办事 但最终 就如同在这石壁上看到的一般 根本无法记住一招 最后不得不放弃 难道是南宫师叔祖所留 可是南宫师叔祖 早已经销射数百年 江玉衡心中满腹疑惑 这石壁上的痕迹 虽有剑意存在 但绝不是千年前的手笔 江玉衡这点眼力 还是有的 当下他又问了一遍 发现此地那名弟子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那弟子如实回答 却也没有得到 什么有用的线索 难道 清云宗又出现 连一个精彩绝艳的人物 见到天才 看来真是天佑我清云啊 哼 那魔叫出了一个强威女魔 拜我正派众多天才 扫我正派颜面 看在年长的份上 老辈们不好拉下脸面 对其出手 若是找出这个见到天才 那么 定然能够让清云声明彻底巩固 江玉衡心中冷哼 想到了林雪薇的存在 眼中闪过狠利 林雪薇的出现 最近可让不少正派头痛 甚至压得整个正派天才抬不起头来 而此刻 见义实必地出现 却让江玉衡 察觉到了一丝转机 整个清云宗 老一辈的修士 他都认识 可没有如此强大的剑修 唯一的可能 那就是清云宗年轻一辈的修士当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剑修 若是找到他 那么 目前正派所丢失的颜面 都能找回来 给我查 看看近几十年来 有谁来过清云后山 江玉衡眼中满是喜色 吩咐了下去 一众清云弟子 显然不太明白 江玉衡为何会如此开心 挠了挠头 立马有人前去处理 江玉衡再度看向石壁 眼中满是火热 这十笔之中 可是有着万剑归宗的施展方法 而且 有着人影图像 修炼起来的难度 已经是大幅度降低 他要再度尝试一下 能不能学个一招半式 地极功法 哪怕只是一招 也能让他如今战力加强数倍 心神再度沉浸其中 江玉衡的脑海中 那数万道白色身影 却在此刻 突然汇聚在了一起 上万式剑招 以一种初剑的顺序 回到了初剑的状态 只剩下了一道白色身影 和一把剑 虽然没有初剑 但江玉衡却感觉到 有着一种 犹如数万招 汇聚为一招的错觉 直接刺向他的脑海之中 让他有一种自己的神志 在这一剑之下 都要被抹除的感觉 整颗心 仿佛被人死死攥住 无法呼吸 嗡 一阵嗡鸣声响起 江玉衡的眼前黑了一瞬 天旋地转 堂主 你怎么了 站一旁的青云弟子 见到江玉衡的后背 已经被汗水打湿 额头上的冷汗 如雨水般滴落 连忙问道 两久 江玉衡才深吸一口气 浑身都有一种脱力的感觉 好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这就是意境的强大之处 根本无需其他手段 便能让人感觉到无形的压迫 本作没事 江玉衡摆了摆手 擦了擦汗水 表面上云淡风轻 但实际上 心中早已是翻江倒海 怎么可能 这好像是南宫老祖当年所说的 失传那一招 最后一招 万剑归宗 整部剑点的精华 最强一招 他翻越过万剑归宗的剑点 自然知晓 南宫末留在剑点 最后残缺一页中留的那一句话 失传一招 如今竟然被人学会了 剑点上那残缺的一页 已经少了一大半 怎么可能会有人参悟 难道这世上 有两本万剑归宗 江玉衡直接愣在了原地 表情怪异至极 一旁的青云弟子 见到这一幕 不由奇怪 忌惮地看了石壁一眼 不敢多看 连武皇境界的江玉衡都如此 他们这些人 恐怕更加抵挡不住 江玉衡没有多做停留 失魂落魄地离开了剑役石壁 甚至连那魔教妖人的下落 都是不曾过问 相比起来 这剑役石壁 显然更让他在意 他要将此事上报给掌教师兄 另一边 林雪薇一路狂奔 将体内为数不多的灵力 尽数催动 速度快到了极致 穿过了一片片山林 前方一座孤零零的殿堂 总算出现在了眼前 他瞄了一眼 身后喊杀声不断的青云弟子 而后朝着祖师祠堂的方向 飞奔而去 咦 他怎么还在青云宗 陆成盘坐在木屋之中 正在尝试突破五圣的瓶颈 突然睁开了眼 疑惑不已 多年来 他早已经谨慎习惯了 在修炼的时候 害怕别人发现 他学习太极玄清道的功法 他都会奋出一份心神 来感知四周的动静 尽管一心二用 会让他的修炼速度 大打折扣 但陆成却不在意 安全第一 所以当林雪薇出现在 在他感知范围时 便已被陆成察觉 只是让陆成不解的是 林雪薇居然还没离开青云宗 这几天 青云后山 到处都是搜寻的青云弟子 祖师祠堂这里 也早已经被人翻了个遍 当日陆成听林雪薇所说 他正在被追杀 陆成也不笨 自然猜得到青云宗如此大动干戈 是因为林雪薇 对此 陆成倒是不怎么在意 随便他们怎么找 当日他出手斩断追踪林雪薇的气息 按道理来说 林雪薇应该可以很容易就离开青云宗 让陆成没想到的是 青云宗居然会为了林雪薇 开启那神秘的青云见证 实在让他不解 中途 陆成也询问过一川东 打听了一下此事 一川东 好歹也是卖主门下 这些消息瞒不住他 听到林雪薇被称为魔教妖人的时候 陆成的表情有些古怪 不过也没放在心上 他对青云宗这种名门正派 没什么好感 对于魔教妖人 其实也是如此 不论正派魔教 在他眼里 都是陌生人 与他关系不大 他管不着 也不愿去管 陆成可不想做什么正派的英雄 当什么斩妖除魔的大侠 他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之所以努力修炼 只是单纯为了不被规则束缚罢了 能够好好地活着 对他来说 已经足够 在这几十年里 他的心境也有了些许变化 什么名语力 在他眼中 其实也就那样 他只想活着 仅此而已 但林雪薇是他的朋友 不论他是魔教还是正派 沈天才都不会因此 而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在得知林雪薇还未被抓住时 陆成算是松了一口气 若是林雪薇被抓住了 他还真的不知道 自己要不要去救他 如果出手救了 那自己隐藏这么多年的努力 就白费了 武皇境界虽高 但在千鹤道长面前 还是太弱小了 这就意味着 他很有可能会殒命于此 但若是不救 心中那一关就过不去 其实扪心自问 陆成心中对于林雪薇 肯定不是纯洁的友情 林雪薇人美生甜 又柔又软 性格也讨他喜欢 还很像他那段 还没说出口的初恋 任何一点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都是致命 他不是太监 做不到无欲无求 若臣不愿坦白 就是怕破坏了这一段 为数不多的友情 一直保持着 这段萌萌的关系 修行意图 讲究顺心而行 若是做了违心之事 很容易产生心魔 走火入魔 便是由此而来 轻则修为倒退 止步不前 重则生死倒消 所以 若是林雪薇被抓 他肯定是要出手的 他这么多年千道 藏的底牌 倒也不少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件事 他也有五成把握 救出林雪薇 不过索性的是 最坏的事情并未发生 林雪薇还未被抓 陆臣略作私存 没有变成二十模样的他 依旧是四十岁模样的中年人 林雪薇来此 肯定是找自己的 而且 在其身后 还有着不少青云弟子跟来 他还不想这么早 暴露自己的秘密 其实 以陆臣现在的实力 即便离开青云宗 也不至于会被什么强者击杀 这世上的五圣五帝 这种强者 还是没有烂大街的 与他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产生不了什么交集 但陆臣有一件事还没明白 想要弄清楚 那就是他现在 所修炼的功法 已经达到第九层圆满了 但他却始终无法突破 当前的境界 两年来 陆臣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觉得 这很可能不是自身的原因 而是功法的缘故 功法限制了他的上限 在他得到太极玄清道的时候 就觉得太极玄清道 好像有些不完整 如今看来 似乎印证了他的想法 这也是 让陆臣唯一唯难的原因所在 他想看看青云宗的太极玄清道 与他所修炼的 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青云宗的太极玄清道 能够修炼到五帝 而他是系统奖励的 却不行 这其中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原因 此事 陆臣问过系统 系统除了签道发放奖励外 并不会与他交流其他方面的东西 但三十年来 陆臣对于系统 还算比较了解的 系统出品的东西 绝对不可能是什么残次品 这太极玄清道 必然是完整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他想要留在青云宗 好找机会 去翻阅一下青云宗的不传之秘 太极玄清道 以此找到自己突破的契机 五道无止境 他现在的目的就是一个 变强 活下去 青云宗的太极玄清道 关乎着他的五道之路 他不可能放弃 离开了青云宗 再想进入青云宗 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为了此事 他已经筹划了整整一年 如今差不多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就在陆臣思考 到底要不要继续 隐藏身份的时候 林雪薇已经来了 木屋前 一道黑色身影 翘生生站在那里 林雪薇 双手紧紧搅在一起 望着眼前既熟悉 又陌生的木屋 有些忐忑 木屋有些斑驳 历经了风霜 还有着落叶尘埃 陆臣 察觉到身后的青云宗弟子 已经快要赶来 林雪薇最终还是开口了 他怕来不及 吱压一声 门被打开 一个满脸胡茶的 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中年男人额前 已经有了些许白发 面容有些沧桑 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清白相间的漏臂短袖 已经被洗得有些发白 上面还有着 缝缝补补的痕迹 壮硕的胳膊上 肌肉结球 搭配古铜色的肌肤 充满了力量感 真 秋水长剑再次出窍 搭在了陆臣的脖子上 距离她的脖子 只有0.01公分 姑娘 你这是 陆臣心中有一万个问号 几乎每次见面 她都会用剑指着自己的脖子 但她知道 这一次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眼前女子一张脸 冷若冰霜 一双狭长凤幕 不含丝毫感情 这种感觉 给陆臣很陌生 眼前的林雪威 已经不像是她所认识的那个林雪威 她感觉 此刻的林雪威 更像是一个魔头 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杀意 不自觉就令人遍体声寒 你是谁 你怎么会在这里 陆臣呢 林雪威的声音宛如天籁 但在此刻 却冰冷的 宛如寒冬中万古不化的尖兵 陆臣微不可查地撇了撇嘴 很想吐槽 但她知道 有着系统的掩饰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发现她的异样 否则的话 她在这里的三十年 早就已经穿帮了 我不知道 女侠饶命 陆臣扮作一个正常人害怕的表情 双腿抖动 假装十分畏惧 这三十年来 别的不说 陆臣对于自己的演技 那可是十分自信 语气神态 没有一分的浮夸 果然 林雪威没有察觉到丝毫破绽 眉头皱了皱 你不认识陆臣 认识 她已经走了 不关我的事啊 陆臣那小子 要是惹了你 你去找她 千万别找我啊 陆臣继续演戏 郭躁 你可她去了哪里 林雪威轻贺一声 怒视陆臣 若非眼前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她已经痛下杀手 长剑深入了几分 已经有着鲜血流出 陆臣假装害怕极了 大喊道 她她她她已经下山了 说 要去找一个叫林雪威的小丫头 哼 不过林雪威心中虽怒 她却也收剑入鞘 转头看了一眼来路 各色法宝光芒越来越逼近 林雪威眼底闪过一抹黯然 难道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吗 小流氓 我教你修行吧 我可是很厉害的哟 当你师父好不好 你继续讲故事给我听 我想要听小倩的故事 小倩好可怜啊 小流氓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 好看吗 小流氓 跟我下山吧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那里可好玩了 比你在这里 可有趣多了 小流氓 你明明这么年轻 怎么老是像个活了几百年的老怪我 不识人间烟火呀 我有点怀疑 你是不是正常人 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再也不理你了 你欺负女孩子 不是男人 什么懒得和我说 你你你我才不大 我才不无脑 我要杀了你 你知道我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吗 不对 我最喜欢拿件指着你的脖子 往事点点滴滴 一幕幕划过 嬉笑声 笑骂声 争吵声 在耳边响得不停 仿佛在眼前 在昨天 早知道 我就不听他们的话 都在青云宗待上几年了 不过 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我真的很开心 真的 那是我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候了 下山也好 找我 不过 恐怕找不到了呢 也好 我也知道了你的心意 希望 在你心里深处 永远有我一个位置 然后找个贤惠不与你吵嘴的妻子 平平安安度过余生 我现在总算知道 你为什么不肯跟我修行了 做个普通人 似乎更好一些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仇恨 没有整天打打杀杀 林雪薇眼中划过两滴泪 鼻头微酸 在这一刻 他身上所有的防御伪装 尽数破除 下一刻 他脸上的柔弱 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决然 豁然转头 妄向来落 青云宗弟子 杀一个是一个 魔教妖人在那里 杀 远处 喊杀声冲天 法宝光芒大放 转瞬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林雪薇面前 林雪薇强撑着精神 灵力已然枯竭 背齿惊药 已经在默念魔教的 燃烧自身精血的功法 望着眼前女子 陆辰眼中有些不忍 有些出神 她能够感觉到 林雪薇此刻的悲伤 莫名的 心也有些难过 她其实很想大声告诉林雪薇 自己就是陆辰 但她不能 见到林雪薇浑身血液暴动 一股暴力气息 席卷四周的时候 陆辰脸色大变 再也顾不得起她 连忙拉着林雪薇 道 姑娘 陆辰说了 她往这边走了 你跟我来 暗中用镜 在林雪薇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帮她恢复了血脉的暴动 林雪薇听到陆辰的名字 也没有在意自身变化 睁大了眉毛 真的吗 陆辰点头 表情诚恳 无法让人怀疑她所说的话的真实性 走进木屋 陆辰将石床上的一块木块掀开 露出了一个地道 进去吧 从这里离开青云宗 陆辰指着地道说道 原本这个东西 是她准备拿了太极玄青道后跑路的 事到如今 她也只能提前使用了 放走了林雪薇 她还得想办法 为自己洗脱嫌疑 这个地道自然是留不得了 可是 你放走了我 你怎么办 林雪薇有些犹豫 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陆辰一笑 没想到林雪薇的心 还是挺善良的 那你要小心 林雪薇咬了咬牙 叮嘱了一声 她知道 若是自己不走 青云弟子前来 那么他们两个都是活不了了 这 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林雪薇接过玉萍一看 一股药香扑鼻而来 发现其中是丹药之后 连忙拒绝 在这个世界 也是有着炼丹师存在的 但每一个炼丹师 都是十分稀有 而这样 导致丹药的价值 也会成倍暴涨 而此刻 陆辰给她的丹药 却是超过三品的宝丹 丹药分为 凡丹 宝丹 灵丹 鲜丹 每一种都分为九品 宝丹是较为常见的丹药 但价值不菲 这价值 可以在古城买一座大院 她与陆辰营水相逢 不太合适 收如此大礼 这是陆辰给你留下的 这些宝丹 都是陆辰千道所得 是价值最低的了 倒也不是她舍不得 主要是太贵重地拿出来 林雪薇恐怕还以为 自己会对她图谋不轨 陆辰 她怎么会有这种好东西 林雪薇眉头微皱 有些疑惑 不过片刻 她便回过神来 突然想起来什么 顿时大怒 好啊 你个小流氓 居然敢骗老娘 哼 迟早找你算账 难怪自己总觉得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陆辰那个小流氓 明明没有修炼 反而却能过去二十多年 相貌毫无变化 当时林雪薇 一直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 倒也没注意这些细节 现在想起来 她哪里还不明白 陆辰那家伙 分明不是什么普通人 林雪薇恨得咬牙切齿 不过还是没有拒绝丹药 当下拿出一枚 吞服了下去 陆辰闻言 摸了摸鼻子 没有搭话 心想 谁叫你先骗我的 还穿清云女弟子的衣服 一人一次 算是扯平了 多谢大叔相救了 若有来日 雪薇必会暴答 林雪薇感受到一股澎湃药力 进入体内 原本枯竭的灵力 也是在此刻恢复了不守 表情肃然 朝着陆辰拱手道 你先走吧 清云弟子要来了 陆辰摆了摆手 赶紧催促道 林雪薇也不啰嗦 郑重拱手 连忙进入地道 离开了此地 玉清便上 千鹤道长与七脉手作 结实在场 下方 江玉衡刚好汇报完 自己发现的建议实弊一事 玉衡失地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饶是以千鹤道长 修行上千年的心境 此刻也免不了一惊 忍不住站起身来 惊呼道 不过话刚出口 他的眉头 便是紧锁了起来 他知道江玉衡的性子 绝不可能开玩笑 更不会在这件事上开玩笑 这清云后山 突然出现这么一块建议实弊 虽然让人惊讶 却不至于让他们震惊 让他们震惊的事 则是那失传的一招 万箭归宗 这一招 除了清云第一任祖师以外 恐怕整个天下间 无人习惠 他们在清云宗待了这么多年 对于清云宗任何一处地方 都是了如指掌 这建议实弊 可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那只能说明 清云宗内 出现了一个精彩绝艳的剑修 掌教师兄 不如我们先前去看看 便知事情真假 苍龙风首作苍龙道人 表示有些怀疑 不亲眼看到 始终觉得 哪里不对劲 当下 由江玉衡带路 一众清云强者 化身一道道红光 朝着建议实弊的飞去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咦 人呢 哪去了 一众清云弟子 追到祖师祠堂 发现没了林雪薇的身影 不由疑惑 随即将目光 看向了那座 有些老旧的木屋 开门 杂门声响起 一位为首的清云弟子 开口喊道 怎么 有什么事吗 陆臣揉了揉 睡眼惺忪的眼睛 看向那名清云弟子 虽是弟子 可却有着九品武皇的修为 这个实力 放在一些一流势力 最起码 都是位高权重的长老 即便是效力神尽皇朝 最少也是封官家绝 老杂业 你可见到一个黑衣人 为首的清云弟子 见陆臣的穿着 加之陆臣身上 没有任何气息显露 是个普通人 眼中不自觉闪过一抹傲然 语气十分不客气 他不认识陆臣 也没有听说过陆臣 但却知道 在清云宗的一些杂役 大部分都是入陆臣这般 想来是清云宗刻意安排 来打扫祖师祠堂的 什么黑衣人 我没见到 陆臣一脸茫然说道 莫要装算 让开 我要进去查看 若是 你包庇魔教妖人 那名清云弟子 一把推开陆臣 差点将陆臣推得一个亮枪 直接夺门而入 冲进了木屋 陆臣站起身 眼中闪过一丝隐晦的杀意 正准备动手之时 一道身影自远处响起 聂师兄 你们这是做什么 一个容貌普通的青年男子 见到陆臣被推倒在地的一幕 脸上闪过一丝交集 连忙快步走了过来 青年男子气息微弱 只有大宗师的境界 入城看向来人 眼中杀意收敛 此人正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义川东 听到义川东的话 十几位清云弟子 都是停下了动作 望向义川东 义师弟 此事不关你事 乃是我执法堂之事 莫要插手 师兄劝你早早离去 被义川东称为聂师兄的弟子 眉头一皱 眼中有着一丝嫌弃闪过 毫不客气说道 义川东资质极差 却败入了青竹峰一脉 卸江流手作的门下 这让不少清云弟子 都是极度不已 而且因为辈分关系 自己等这些武皇 还要与一个大宗师 平辈论交 更是让他们心中不爽 但看在清云峰手作 卸远山的面子上 他们还不得不笑脸相迎 我这位朋友 犯什么事了 你们怎么要如此对他 义川东虽然憨厚老实 却也知晓这些人的心思 平日也会很少与他们来往 今晚他睡不着 想着来找陆臣诉苦 碰巧遇到 见到陆臣被推倒 他心中可是十分生气的 同样 陆臣也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自然不忍看到陆臣受欺负 哼 师兄怀疑 此人包藏魔教妖人 不管你是 赶紧速速退去 聂永安解释了一句 不耐烦说道 说完转向走进木屋 但义川东抢先一步 拦在了聂永安的身前 毫不畏惧说道 聂师兄 我朋友来到清云 已经差不多三十年 怎么可能包藏魔教妖人 你可不要诬陷好人 义师弟 你难道也是魔教同党吗 聂永安脸上明显有着怒意 语气更是加重了几分 声音被灵力包裹 让人耳膜生疼 这义川东真是死脑筋 为了一个杂役 又翻脸 真以为自己败入了 谢远山手座门下 就目中无人了不成 听到魔教同党四个字 义川东脸上阴霾一闪而逝 他的家人被魔教所图 对于魔教深恶痛绝 怎么可能是魔教同党 但武皇强者的威压 不是他所能抵挡 但他依旧咬牙坚持 兰在了身前 不论路程有没有包藏魔教妖人 他今天都不会让开 莫要说师兄没有警告过你 我再说一句 让开 聂永安的耐心已经到了极致 手上有着灵力涌动 这一川东故意阻拦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他乃是听从江玉恒办事 若是捉拿了魔教妖人 他大功一见 未来很有机会胜任长老一职 所以他觉得 这木屋之中肯定有魔教妖人 这一川东若是故意阻扰 他即便出手杀了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任谁也无法怪罪到他的头上 至于谢远山 他恐怕巴不得这个 让他颜面尽失的弟子死 怎么可能为了一川东 这个毫无天赋的弟子出头 师兄 我朋友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这样随便怀疑他 很不尊重他 我不会让开的 一川东宜然不拒 目光死死盯着聂永安 可笑 朋友 不过是一个杂役罢了 也只有你这样的废物 才和一个杂役成为朋友 一川东 你真是名玩不灵 莫以为我不敢杀你 聂永安几乎已经确定 魔教妖人就在木屋之中 今天 无论说什么 他都要进去看一看 川东 让他进去 陆成却在此时开口 他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一川东会这样做 难道他看到了林雪薇 他并不惧怕别人搜查 地道的入口 已经被他封死 根本无法发现端倪 若是一川东不来 陆成恐怕 已经忍不住出手斩杀他们了 但现在 一川东一来 他却不好出手了 可是 一川东有些犹豫 怎么 执法堂办事 你也要阻拦吗 还不让开 见到一川东并未让开的意思 聂永安拳头紧握 眼中杀意暴涨 他知道 残害同门是大罪 没有充足的理由 他也不敢动手 只好搬出执法堂的名头 一川东眼中通红 宛如一头则人 而是的野兽 充满了一股暴力 拳头紧紧握在一起 死死盯着聂永安 这种目光 让得聂永安心中有些发寒 滚开 但很快 聂永安心中就觉得羞怒 自己竟然被一个大宗师的目光吓到 实在是太丢人了 说着便是出手 灵力涌动间 一巴掌将一川东推出老远 一群人露出冷笑 练士般扫过陆成两人一眼 鱼灌而入 冲进木屋 乒乒乓乓乓的声音响起 木屋之中被翻了个底朝天 扮上后 聂永安才走出木屋 面色有些阴沉 眼中满是疑惑 明明那魔教妖人 消失在此地 恶狠狠盯了陆成一眼 旋即看向祖师祠堂 犹豫了片刻 搜查了祖师祠堂后 依旧一无所获 而后大步离去 前往其他地方搜寻 随着几人离去 陆成扶起一川东 走进木屋 木屋之中 一片狼藉 有不少东西被损毁 对不起 陆成大哥 一川东有些自责 没事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陆成摇头 关切问道 刚才那聂永安 虽然有所留守 但一个武皇的力量 随便一根手指头 都能让一川东受伤 一川东咳嗽几声 表示自己没事 陆成没有多说 也算了 但现在 这聂永安 却是让他很愤怒 这个念头刚刚闪过 陆成便察觉 头顶有着九道 极为雄浑的气息靠近 不用想 他也知道 那是千鹤道长 和七脉手作 也只有他们 才有着武帝的气息 陆成只好将这个心思 暂时压下 不禁疑惑起来 这青云后山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能够让青云宗 众多高层一起出动 难道这青云后山之中 有着什么青云宗的秘密不成 难怪林雪威会前来此地 他为了什么 难道是后山禁地 三十年来 整个后山 他只有禁地 没有前去 当初道玄带来 前来祖师祠堂的时候 还嘱咐过他一句 后山禁地不可乱闯 否则杀无赦 以往 陆成修为不高 自然没有这个心思 但现在 他境界已经达到了武皇 有着自保之力 倒是不倔 看来有时间要去看看才行 说不定太极玄清道的功法 就在禁地之中 另一边 林雪威恢复了灵力之后 速度变得快了许多 很快便是走出了地道 来到了一处荒山之中 此地已经距离青云宗 有着数十里之遥 不必担心 再被青云宗发现 他回过头 朝着青云后山的方向 看了一眼 眼中有着浓浓的感激 在心中 希望陆成不要被青云宗发现 陆成 你去哪里了 林雪威收回目光 看向了不知名的某处 心中微微有些暖意流淌 没想到 关键时间 居然还是陆成留下的手段 让他逃了出来 不然得话 他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算了 先回天鬼域 让手下人帮忙找一下 突然 一阵阴冷寒风吹过 阴森气息扑面来 雪威丫头 怎么样 城市没有 黑暗中 有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声音响起 玄冥奶奶 你怎么知道 我在这里 林雪威倒是不惧 十分熟悉这个声音 可拿到朱仙剑 玄冥奶奶的声音十分飘忽 让人不清楚 她在哪里 雪威未能城市 被人发现了 林雪威如实说道 嗯 被人发现了 怎么可能 难道是后山禁地的那一位 不对 若是那一位 你怎么也不可能活着出来 况且 那一位如今恐怕大限已至 根本没有多少年头可活了 林雪威心中一惊 清云后山禁地 居然还有其他人 她在清云宗后山探查了数年 什么禁地 她也去过 除了陆成 她可没有见过其他任何一人 她倒是不怀疑是陆成 听着玄冥奶奶所说 那人肯定是与她同时代的人物 那她的实力 又该何等恐怖 天下间 怕是没有人能是她的敌手 我是被一个年轻弟子发现的 林雪威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当然 关于陆成的事情 她都选择性跳过 若是被人知道 她与清云弟子关系匪浅的话 天鬼玉是会严惩的 自古正邪不两立 就好像人妖殊途一般 哦 那人竟然会九龙霸天诀 护龙山庄的人 怎么会败入清云宗 玄冥奶奶颇为意外 语气中满是惊讶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玄冥奶奶问道 对了 清云宗防卫森严 据我所知 那江玉衡可是五胜之下第一人 被她发现 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林雪威摇头 她也不太理解 嗯 你身上居然没有被仲下追踪印记 这江玉衡是老糊涂了吗 玄冥奶奶查探了林雪威一番 黑暗中一团黑雾颤动了起来 还是说 有贵人相助 林雪威闻言 顿时心头一跳 江玉衡绝对不是老糊涂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陆成 他帮了我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隐居在清云宗 难道他就是清云宗后山禁地的那一位 这 林雪威越想越觉得古怪 但为了避免玄冥奶奶发现异样 没有再想下去 你受了伤 好好回去休养吧 玄冥奶奶的声音 从黑雾中传出 是 雪威告退 林雪威躬身行礼 随即遇着长剑 朝着天鬼玉的方向赶去 带着林雪威离去 那一团黑雾中 才悠悠传出玄冥奶奶的声音 难道她还没有死 她知道了雪威的身份 所以才没有杀她 都快一万年了 哼哼 东方浩宣 你倒真是个老王八 坐在清云后山 哼哼 如今我已经找到永生之法 只要寻得五部天书 我便可以找到她了 南宫 你到底在哪里 清云宗 朱仙剑 你们欠我的 我要你们十倍百倍地还回来 哼哼哼 既然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 那我看来得找机会去清云一趟 赐你一死 否则的话 其他几大势力 都要忌惮你的存在 剑意十必钱 这是万剑归宗 果然是失传的那一招 好恐怖的剑意 难道是南宫师叔祖悟出来了 那一招不成 南宫师叔祖回来了 一众清云高层 此刻也从那剑意之中退出 对视野 皆是能看出对方心中的骇然 这剑意 在他们看来 已经圆满 而且 在这剑意十必周围 隐隐有着剑意环绕 已经有着向剑意发展的趋势 剑意乃是递者的专属能力 每提升一个境界 就会有天差地别 其中分为 行 妾 意 玉 玉也被称之为法玉 代表着感悟了一部分的天地力量 只要法玉之内 那么便是一个世界 敌方身处法玉 便会受到极大的压制 即便是强如千鹤道长 如今也只是领悟了一丁点皮毛 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七平五地 还远未达到这个世界的巅峰 连玉都只参悟了一点 作为剑修特有的剑玉 那就更为难得领悟 所以 他们根本想不到 这是何人所留 原本他们还以为只是青云宗 出了一个隐姓埋名的剑道天才 但 什么天才能够领悟剑狱 别说剑狱了 即便是剑义 恐怕都不一定能够领悟吧 至少青云宗内 目前绝没有这种存在 唯一的可能 就是那个 已经失踪了好几百年的青云宗太上长老南宫末 世人皆知 青云宗 有三大太上长老坐镇 也正是这三位太上长老 才奠定了青云宗超级势力的地位 但只有 他们这些高层知晓 青云宗如今 只剩下了一位太上长老 已经派人暗中查了数百年 也未曾找到 可如今 见到这剑一石壁 他们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联想到了南宫末 南宫末被称为青云宗有史以来最强建帝 百岁不到 就已经成就剑皇之位 横扫天下 无意敌手 更是在数百年前 那一场正邪大战之中 斩杀无数魔教教众 声名大噪 若只论天赋 南宫末 甚至比起青云祖是青云子 还要强上几分 当今天下 恐怕也只有南宫末 能够在万剑归宗最后一招失传的情况下 施展出来 走 随我去拜见南宫师叔族 千鹤道长心神澎湃 近来魔教再度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 特别是魔教四大势力 出现了好多了不得的人物 这已经让他有了一丝危机感 魔教修炼本就与正派不同 以各种阴狠手段 提升自己的实力 速度十分快速 宛如野草一般 烧之不尽 若是南宫末再现 而且领悟了万剑归宗的最后一招 肯定当之无愧 能够让得其他众多正派心服口服 借此机会 可以将魔教一网打尽 斩草出根 而青云中的地位 也会愈发稳固 想到这里 众人连忙朝着后山禁地的方向走去 千鹤拜见师叔族 千鹤道长一脸恭敬地 站在山巅后山禁地的一处石门之外 千鹤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石门内 传出一道略显虚弱的声音 宛如一个行将目就的老人 但在场的青云高层都知道 里面的事 是一位活了整整几千年的九平五帝 距离那传说中的五神 也只有一步之遥 师叔族说的哪里话 千鹤思念师叔族已久 一直想来探望 只可惜 魔教一日未灭 千鹤都不敢有丝毫掉以轻心 千鹤客气道 魔教爱 石门内 传出一道无奈的叹息 两久 才再度传出声音 说吧 寻师叔族何事 不知师叔族可知道 南宫师叔族回来了 千鹤问起了来意 以东方师叔族的能力 这后山的一举一动 没有任何事能够瞒过他的探查 问他自然是最合适的了 他知道 东方师叔族一直都是为了追求五道极境 不愿插手其他事情 而南宫师叔族不同 南宫师叔族性子急 而且喜好斩妖除魔出风头 两人的性格正好相反 若是南宫默在青云宗 想要让他出山 还是十分容易的 什么 南宫回来了吗 石门内 传出略带惊喜 而有复杂的声音 难道师叔族不知吗 千鹤道长十分疑惑 师叔族已关闭无赶多年 若是南宫不来找师叔族 师叔族也未必知晓 难怪千鹤道长总算明白 为何魔教妖人进入后山 都未曾惊动他老人家了 如果千鹤所料不错 南宫师叔族确实回来了 而且 他还领悟出了万剑归宗失传的那一招 什么 可是真的 他真的领悟了万剑归宗那失传的一招 声音之中 充满了惊喜 惊讶 激动 活了足足上千年的一位五帝强者 心境竟会因此而波动 可以想象 这到底有多震撼 不错 千鹤在后山一处石壁上 感受到了万剑归宗所残留的剑意 赶紧带师叔族去看看 石门缓缓打开 走出一个枯瘦老者 老者一身白衣 仙尘不染 只是他的身子勾搂 皮肤已经没有光泽 眼眶深陷 身上的气血也已经衰败到了极致 看起来 仿若一个将死之人 师叔族 青云众多高层健壮 纷纷心中一惊 想不到 五帝强者的末年 也会如同普通人一般老去 这还是他们眼中 神念一扫 便已经感知到了 剑意石壁所在的地方 下一刻 随着他面前连衣轻样 东方浩轩的身影 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众多青云高层 心中耸动 知晓即便东方浩轩大陷将至 也依旧是一个五帝强者 撕裂空间的手段 施展的炉火纯青 咦 东方浩轩的身影 出现在剑意石壁面前 刚一出现 就已经感受到了 那若有若无的剑狱 以及石壁上的一个个大字 这是 望着石壁上的大字 东方浩轩陷入了沉思 这些东西 他一个都不认识 白衣身影 也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万剑画一剑 朝他攻来 东方浩轩 只是一个念头 便将那剑招粉碎 他微微摇头 有些失望 这并不是南公墨的手笔 这更像是一个 刚刚修炼没多久 但天赋物性极好的剑修所施展 他能够感觉到 这一朝一世从生涩 到熟练的一个过程 南公墨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剑意很强 但不是南公墨的剑意 剑意也分类型 不同的人 感悟不同 那么 凝炼出来的剑意 也是不同 他与南公墨是师兄弟 也曾交手过 南公墨的剑意之中 充满着一股 一往无前的气势 杀伐果决的态度 而这剑意之中 他有一丝熟悉 有一种萧索 有一种孤独 还有一丝其他的东西 他感觉不出来 若只论剑意的凝实度 那肯定是南公墨 强出数倍不止 但论剑意的意境 却是眼前石壁上的剑意 更胜一筹 也在此刻 谦和道长众人 才赶来此地 眼带稀记地 望着东方浩轩 东方浩轩背负双手 摇头道 并非是你们南公师叔祖 这剑意 另有其人 说完 他面前涟漪闪动 东方浩轩的身影 再度消失 留下一脸震撼的 谦和道长众人 什么 居然不是南公师叔祖 那会是谁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这天下 还有如此精彩绝艳之人 在这青云后山来过 他们决定去问上一问 若是能够与这位剑地前辈相识 那则是他们的荣幸 若是他们知道 这剑意识必 乃是当初 他们如何也不愿收入门下的 陆臣所留时 不知会作何感想 陆臣自然也不知道 自己随意留下的一些心路历程 被青云高层众人知晓的事情 此刻的他 刚送走了一川东 正想着 如何找机会 能够在毫无声息的情况下 斩杀聂永安 他留在青云 可不是忍辱偷生 可以任意被人践踏尊严 忍气吞声的事情 可不是他的性格 牙字必报这个词 形容他十分贴切 以前隐忍 是因为他实力不足 如今他有着实力 若是还要被人欺辱 那他修炼这么多年 又有何用 同样 他心思也是缜密 如何报仇 而不漏破绽 不被青云宗众人发现 才是他担心的事情 若是暴露了 那么他想要得到青云的太极玄青道来参悟 难度可就要搭太多了 无法突破到五帝境界 终究还是没有一点安全感 五帝之下 皆为蝼蚁 既然来到了这强者为尊的世界 陆成可不想仰视他人 他只想做让别人仰视的人 却在这时 远处一道道强横的气息 朝着陆成这边赶来 让得陆成心中一惊 难道自己放走林雪薇的事情 被发现了 不过他也不惧 被发现又如何 若是真的走投无路 大不了离开青云宗便是 他要走 青云宗也没人能够留得住他 他不相信 天下之大 还真的没有其他突破到五帝的方法 只是那样的话 实在是太过麻烦 恰巧 陆成也是个怕麻烦的人 此刻天已经大亮 金色的晨曦 洒落在祖师祠堂前 那光溜溜的圆柱之上 以千和道长为首的 一众青云高层 落在了祖师祠堂前方 看着干净无比的祖师祠堂 千和道长 众人都是一阵愕然 他可记得 这祖师祠堂 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来过了吧 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陆成的存在 咫压一声 木屋打开 陆成走了出来 见过长教 见过各位首座 陆成诧异 看了几人一人 当即拿起扫把 走到众人面前拱手说道 从这几人身上的气息上来看 果然已经远超五皇 最低也是五圣 而千和长教 更是五帝的修为 气息渊迟 深不可测 这几人联手 陆成敢肯定 自己没有丝毫胜算 同样 千和长教等人 也是无比诧异 没想到 此地居然还有人在 你是何人 陆成微不可查地撇了撇嘴 也不放在心上 他倒是希望 这些人从来不记得 自己的存在 陆小土见过长教 陆成演技浮夸 眼中透露出新性崇拜 好像一个普通人 见到神仙一般 激动的浑身都是发抖 陆小土 陆成的演技 并未引起几人怀疑 听到这个名字 他们完全没有印象 当然 实际上 他们根本没问过陆成的名字 不论真假 他们都没听说过 我想起来了 你当三十年前 魔教作乱时 宣江城中的遗孤 千和长教努力回想 总算是想起来了这件事 虽然陆成变化很大 但有些人生来的一些特征 却是无法改变 若非是当日 林雪薇一直被追逐 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恐怕一眼都能看出陆成的破绽 陆成只是任意衰落 可不是改头换面 自然如此 是 长教 陆成一直低着头 也不意外 嗯 想不到都过去三十年了 千和长教随意说了一句 随后问起正事 那就是说 你在此地待了三十年 陆成点头 那你可曾在这三十年里 见到过其他人 千和长教 自然不会将建议石壁的事情 联想到陆成的头上 陆成摇头 表情茫然 看起来似真的没见过 行吧 好好在此 如今魔教已除 你若是想下山传宗接代 可随时离去 千和长教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也没真觉得 那种人物 能够与陆成有着交集 不必了 长教 这里挺好 我挺喜欢这里的 陆成摇头 他可不想下山 只要找到太极玄青道所在的位置 那么他随时都能得到 既然如此 那你就好好留在这里 说不得有一天 能够误出点什么 千和长教也不强求 他之所以与陆成说这么多 完全是因为 陆成将祖师祠堂打扫得十分干净罢了 七脉手作从头到尾 只是看了一眼陆成 便收回了目光 一个普通人 还不入他们法眼 千和长教 转头看了祖师祠堂一眼 犹豫了片刻 没有进去 转身化作一道红光远去 陆成松了一口气 与这些大人物说话 他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的 若是露出一点破绽 那他可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些人 可都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人物 接下来 陆成按照往常的习惯 清扫了一遍祖师祠堂 坐在祖师祠堂的蒲团上 系统 我要签道 并 恭喜宿主签道成功 获得七星奖励 幻影 拼道七星奖励 陆成心中倒是来了兴趣 这可是近一年来 第一次得到七星奖励 以往签道 大多数时候 都是二星三星 偶尔来个四星五星 想不到今天 竟是七星 七星奖励 可是比起太极玄清道 都高出二星的奖励 只有万剑归宗 乾坤伏魔印 天涯咫尺步 才算得上是七星奖励 可想而知 七星奖励 有多么难得 入城施展神时 将四周查探一番 发现没有人窥探之后 才迫不及待 将奖励从系统空间之中拿出 这是一件面具形状的宝物 根据介绍 是一件辅助型的宝物 品阶算是极品的零级宝物 宝物与兵器单要一般 分为 凡 宝 灵 神 四个品级 其中又分为 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一件零级宝物 便可以成为一宗的正派至宝 当然 如青云宗这种超级势力 正派至宝 乃是一件神兵 诸仙剑 可以说 极品零级的宝物 距离神兵 只差一个品级 可想而知多么珍贵 虽然比起神兵的价值来说 是天差地别 但其稀有度 也是十分罕见的 但其他品级的功能 倒也十分奇异 就是可以随心变换容貌气息 几乎毫无破绽 便是五帝也无法察觉 好东西啊 入成眼睛一亮 这东西可真不错 他如今正想着 如何能够掩盖自己的身份 去其他地方 尝试迁道一番 看看有没有好东西 他在祖师祠堂三十年 所迁道得到的好东西 十分有限 长此以往下来 他自然会猜想 在其他地方迁道 会不会有着更好的奖励 毕竟系统所说 可是有着九星奖励的存在 而他现在 还没遇到一次 这肯定与迁道地点 有着一定的关系 而有了幻影面具的存在 他也不担心自己 被人发现 就算发现 他目前的实力 只要不遇上青云 众多高层联手 和那神秘的青云见证之外 根本不倔 就这样 入成下定了决心 准备戴上面具 去其他地方试验一番 等了一日 戴得第二日 迁道机会刷新 入成才从打坐中醒来 夜幕下 整个青云后山 笼罩着一层浓浓的雾气 入成遥望了后山禁地一眼 并未前去 在白天的时候 他早已经感受到了 有着一股 比起千鹤道长 更为雄浑的气息 他有着一种直觉 若是那人出手 恐怕不管他有多少手段底牌 都得陨落在此 为了安全起见 入成暂时并不打算 前往后山禁地迁道 尽管他很好奇 后山禁地之中 到底有着什么东西 但目前来看 后山禁地 还是少据为妙 入成戴上幻影面具 面具便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 他便成了青竹风 首作谢远山的模样 无论怎么看 都没有丝毫破绽 今晚 他打算先去通天峰一趟 看看能不能在千道的同时 找一下太极玄清道的功法 通天峰上 灵雾缭绕 幽静小道 灯火长鸣 见过谢首作 入成学着谢远山 背负双手 走在路上 一旁巡逻的弟子 连忙见礼 嗯 入成重重恩了一句 十分巨傲 大摇大摆 朝着玉清殿走去 玉清殿是平日青云议事的地方 一般不发生大事 是不会有人再次出现 入成感知了一阵 发现除了几个巡逻弟子以外 并没有千鹤等青云高层的存在 这才继续走去 谢师叔 这么晚了 你还没睡呢 一旁 聂永安发现了路成的身影 带着一对青云弟子走了过来 青云踪 名门正派 最重师门礼仪 真是冤家路窄啊 路成心中冷笑 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了聂永安 哼 聂师侄 你可知 师叔为何来找你 路成冷哼一声 脸上怒意不减 啊 永安不知 请师叔明示 来找我 聂永安心中一跳 难道是一川东那家伙 回去告状了 他更没想到 谢远山会因此亲自走上一趟 一个废物弟子 他会这么上心吗 路成洋装压着怒气道 听本座那个不成器的弟子说 你说杀了他 也没有任何关系 可有此事 没有的是 师叔明鉴啊 永安乃是执法堂弟子 怎么可能执法犯法 残害同门呢 聂永安大吉 果然一川东那小子 平时看起来老是憨厚 没想到 居然会做出打小报告这种事 而且 是一师弟 包庇魔教妖人在先 住嘴 哪来的魔教妖人 满口胡言 路成直接打断了 聂永安接下来的话 呃 将师叔可是亲口 聂永安还想解释 却又被打断 那魔教妖人呢 你找到了吗 一句话 让聂永安哑口无言 师叔 弟子也只是为执法堂办事 狗屁执法堂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川东虽然不争气 但好歹也是本座门下弟子 你可知罪 路成呸了一声 这聂永安倒是真的蠢啊 还想在我七脉手座面前 用执法堂来压我 便是江玉恒亲自来辞 恐怕也得向他认错 见到路成发怒 聂永安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连忙跪在地上 开口求饶 弟子知错 请师叔原谅 下次 下次 还想有下次 聂永安的话又被打断 路成直接一挥衣袖 一道无形静气挥出 在半空中形成一个太极标志 落在了聂永安的胸口 将他打出老远 太出氧气精第九层 谢师叔的实力果然强悍 在七脉手座当中 除了苍龙师叔 恐怕无人能与他抗衡吧 想不到谢师叔 清竹风弟子不多 看起来衰败不已 而其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看到路成所施展的太极徒刑 聂永安下意识便以为 这是太出氧气精的功法 可他却不知 这就是太极玄亲道 这道不怪他 毕竟太极玄亲道 只有掌门能够修炼 而其余手座修炼的 虽然也是道门功法 但比起太极玄亲道 却相差甚远 不过 光是从出手痕迹上 是无法看出什么的 好在如此 不然路成还真的会败露身份 此刻 聂永安心中只有苦涩 早知道谢远山如此护短 他说什么也不会对一川东动手 实质之错 请师叔责罚 聂永安无奈 只得低头认错 或许这样 能让谢师叔消气吧 毕竟一川东不成气 经常被谢远山呵斥乃是常事 显然谢远山对一川东并不重视 而谢远山到此的原因 最多也是因为自己的面子问题 实力越强的人 越在乎自己的脸面 但出乎他的意料 路成的回答 差点让他直接气晕过去 好 那本作今天就好好责罚你 路成冷笑一声 根本没有留情的意思 太极玄亲道的内力 配合着万剑归宗 剑气纵横间 每一道都结结实实 落在聂永安的身上 将他的青白色道袍 给割得稀烂 鲜血直流 一旁有心劝说的执法堂弟子 见到这一幕 狂吞口水 不敢多言 路成最终 还是没有杀了聂永安 杀了聂永安 可能会出大事 不过 这口气算是出了 聂永安即便不死 这伤势 也足够他休养几个月的了 路成一拍一惊 看都不看聂永安一眼 背负着双手 大摇大摆离去 留下一群目瞪口呆的青云弟子 没想到谢师叔的脾气如此暴躁 果然传言不假 聂师兄 你怎么样 带得路成远去 他们才过去搀扶起聂永安 糟了 聂师兄已经晕了过去 先将他带回苍龙峰吧 谢师叔 倒真是不留情面 下手真狠 看来以后 还是少去招惹青竹峰弟子了 路成依照记忆中的路线 一路来到通天峰郁清殿 三十年多过去 眼中的一切 没有丝毫改变 仿如昨日 不由的 他又想起了 大殿上 自己无人问津的画面 路成微微一笑 三十年过去 早已物是人非 刚好 今日负责巡逻的 便是聂永安 随着聂永安 被众弟子带走 此地也没有其他人 路成推开殿门 走进了殿中 巨大的圆柱之上 龙凤起舞 四周 借由上等的汉白玉所住 在大殿的后方 三清祖式的雕像一里 香炉之中 还有着青烟生气 沁人心脾 只是闻上一口 便觉脑海清明 戏同 我要签到 冰 签到成功 获得七星奖励通天路 路成听到这个奖励 顿时一震 他来自蓝星 自然听说过通天路 来是一部动漫之中 极为强大的一门功法 也是道家福禄派的人 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虽然通天路看起来 也没有其他奇迹那么厉害 但实际上 通天路的能力 是非常逆天的 不说其他 光是能够无视福禄本身的规则 就已经足够厉害了 更何况 这通天路 还能够使用福禄叠加的能力 在这个世界 有着青云中这种 道家传承的势力 自然也有与福禄有关的能力 灵符便是其中之一 路成在签到多年 不仅签到了炼丹 炼器 灵阵等各种辅助能力 这灵符之法 他也会 可以说 路成前面签到了30年 系统所给他的奖励 虽说心急不高 但大部分都是提升 他本身的基础能力 都是为他量身定制 十分的贴心 路成悟性其高 理解这些东西 也不困难 他的系统空间之中 也有许多类似的东西 这其中当然包括灵符 这也是他的底牌之一 但刻画灵符的过程 实在是太过繁琐 一直让路成有些头痛 觉得很鸡肋 此刻 他拥有通天路之后 这些所有的画幅步骤 都可以减少 甚至可以做到 瞬息成福的能力 可想而知 这通天路的能力 有多么强大 这绝对是除了兵器之外 提升战力最直接的方式 路成正觉得自己手段不足 这通天路 可以让他的战力 大幅度提升 想到这里 路成心头就十分火热 不过 他并没有急着查看 这里是玉清殿 他也不太知晓 融合通天路的时候 会不会引起什么异想 若被人发现 那可是偷鸡不成十八米了 他来通天风 除了迁道之外 最为主要的目的 还是找到太极玄清道的修炼之法 将整个玉清殿探查了一番后 路成并没有任何发现 只好前往其他各处 养神殿 神兵窟 靖司堂 藏书阁 传宫阁 都被他一一寻找了一个遍 看着这些陌生的地方 路成真的很想再次一一迁道 可惜 每天只能迁道一次 不过好在的是 路成在藏书阁的第九层之中 找到了青云宗的不传之秘 太极玄清道 青云宗的人 恐怕谁也没想到 会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胆敢来到这藏书阁第九层 盗取太极玄清道吧 是也 路成的行动过程十分顺利 让得他都有些不敢相信 他甚至都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抖的准备 回到木屋 天色已然大亮 修为到了路成这个层次 睡不睡觉 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路成在周围布置了一个隐匿灵阵 这个灵阵 可以隔绝所有波动散发的迹象 系统可以隔绝他自身的气息 但却不能隔绝周身的波动 通天鹿这种奇物 若是在融合的时候 万一出现什么惊天异象 那可就麻烦了 而且 他也不确定 青云宗何时会发现 他取走太极玄清道的事情 做完这些 路成才将通天鹿从系统空间取出 通天鹿整体呈蓝色 巴掌长短 其上刻画着一道无法分辨的符文 神光流转 极为不凡 路成将通天鹿按在眉心处 顿时神功之中 爆发出一股极为强横的犀利 勾连通天鹿 在这一刻 路成感觉一股极为奇异的力量 涌入自身 他按照炼化通天鹿的方法 开始炼化起通天鹿来 任何宝物 都有认主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便是炼化 一个月时间 就这样悄然过去 期间 一穿东也没有来过 路成倒也没放在心上 不过 后山上 却是有越来越多的青云弟子到来 路成一开始 还以为是太极玄清道丢失的缘故 但后来听青云弟子的交谈 才明白过来 虽然不是太极玄清道 却也和他有着莫大的关系 青云宗发现了剑义石壁之后 想来没有发现 到底是谁所留下 但这剑义石壁 其中蕴含着极为浓郁的剑义 对于武者来说 是一个悟道的好地方 于是 青云宗高层便决定 将剑义石壁开放给青云弟子 让他们自行参悟 有些有天赋的弟子 说不得能够从其中学会的一教办事 万剑归宗乃是弟级武学 以这种方式施展出来 学习难度肯定降低了许多倍 若是青云弟子 能够有人领悟一点 那也受益无穷 陆成听到这些青云弟子的交谈 有些哭笑不得 同时也有些苦恼 后山多年的平静 就这样被打破 好在的是 这些人的目的都是建议石壁 途径祖师祠堂 也未停留 就这样 陆成每日白天都在练花通天路 晚上便化身青云弟子的模样 前往各地迁道 三个月时间 一画过 木屋中 陆成盘坐石床之上 在其周身 有着九道福禄悬浮 灵光闪烁 照得整个木屋通亮 此刻 他终于将通天路 给完全的炼化完成 九道福禄 分别刻画着 无比繁复的纹路 而福禄的能力与口诀 是道家的九字真言 临兵斗者 皆数祖前行 常当世之 无所不辟 这九道福禄 每一道的能力 皆是不同 其中蕴含着千遍万化 远不止九种 道家文化博大精深 蕴含天地治理 而这一切 与他所修习的太极玄清道 没有丝毫排斥 甚至能隐隐 增负他的能力 可以说 这通天路的能力 超过了原本陆成 对他的孤寂 陆成缓缓睁眼 九道福禄 被他收入神宫之内 围绕着他的神魂体 而裂 充满着一种奇特的律动 现在 该看看太极玄清道 到底与我所修炼的 有何差别了 陆成再度拿出一本古朴的书籍 其上端端正正 写着太极玄清道五个大字 这才是真正的 清云宗不传之秘 也是无数势力 做梦都想参悟的神功心法 陆成一页页翻开 纸张十分古朴 入手有些冰凉 显然不是普通纸张所制作 随着翻开越来越多 陆成的眉头微微皱起 其上的内容 与他所知道的太极玄清道 没有丝毫差别 可以说完全一致 咦 居然还有 果然是残缺的 不过 这好像是人为添加上去的 随着翻到最后面几页时 陆成才发现不对劲 手中的太极玄清道 与他所得到的根本一样 但在结尾的部分 多出了三页不同的东西 难怪 这太极玄清道 很可能就是因为 这三页添加的东西 才能突破五地层次 陆成知道 此刻才正是了心中想法 这与他想象中的并无差别 这清云子倒还真是精彩绝艳 居然能够创造出 这等神奇的功法出来 陆成没有怀疑其他 对这清云宗的祖师清云子 心中多了几分佩服 要知道 即便是天赋如他 也无法在太极玄清道残缺的情况下 从而走出一条新路 而这清云子显然做到了 这一点 如何不让陆成佩服 陆成将剩下三页功法 尽数记住 很快便已经理解 似乎 还欠缺一点东西 陆成悟性极高 不出半日 就已经将这本升级版的太极玄清道 给研究透彻 可他始终觉得 这似乎远不是太极玄清道的极限 不过此刻 他已经没有心思追究这些问题 目前最要紧的 还是赶紧突破境界 早日达到五地层次 就这样 一年时间匆匆而过 玉清殿上 清云宗高层依次而坐 大殿中的气氛 有些肃然 看起来发生了什么大事 掌教师兄 你说的可是真的 太极玄清道不见了 坐在下方的苍龙手座回过神来 眼中依旧有着不可思议 其余各脉手座同样如此 不错 今日 我前往藏书阁 发现太极玄清道已然失窃 千赫道长的面色 十分阴沉 饶视他心境再如何圆满 此刻也无法保持镇定 太极玄清道 乃是清云的至宝 是清云延续数千年的根本 而如今 却突然不翼而飞了 他身为清云宗现任掌教 这让他如何有言 面对清云众多祖师 听到千赫道长的话 七脉手座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竟是无言以对 谁这么胆大包天 居然敢偷窃我清云的秘法 师兄 会不会是魔教妖人所为 苍龙手座乃是执法堂堂主 主掌清云刑罚 太极玄清道丢失 与他干系重大 哼 不管是不是魔教妖人 苍龙师弟 此事你都难辞其咎 千赫道长猛亨道 限你三月之内 务必找到太极玄清道 说完 千赫道长便拂袖而去 留下一脸茫然的七脉手座 苍龙峰 江师弟 瞧瞧你办的好事 连魔教混进来都不知道 你都在干些什么 苍龙手座一回到苍龙峰 便换来了江玉衡 痛斥了一番 师兄 发生什么事了 江玉衡不明所以 一头雾水 什么事 藏书阁遭了窃贼 我清云镇宗功法太极 玄清道丢了 你说说你 到底是如何办事的 苍龙手座一想起此事 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听到太极玄清道失窃 江玉衡面色惨白 他负责清云宗的护卫之责 清云遭窃 他罪不可赦 好好去查 一定要找到那窃贼 否则 苍龙手座留下一句话 便喝退了江玉衡 江玉衡走出大殿 还有些失魂落魄 怎么想 怎么觉得不可能 自从上次有着魔教妖人 悄无声息来到清云之后 他可是足足增派了一倍的防御力量 清云后山倒也算了 人际罕至 无人看守 可这是通天风啊 量那魔教再如何胆大 也不可能来到这通天风吧 不过 多想无意 如今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找到太极玄清道 江公不过 当下 他换来了负责守卫巡逻的执法堂弟子 一一盘问 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一月后 等等 你说什么 谢师叔来过玉清殿 江玉衡这一月来 为了此事 忙得焦头烂额 可是没有发现一点异样 却在此刻 听完了弟子的汇报 他隐隐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那弟子如实说道 回堂主 当晚 谢守座怒气冲冲 来到通天风 为了他那废物弟子出头 江涅师兄打成重伤 足足休养了几个月 江玉衡闻言 眉头紧紧皱在了一起 盘查了近几年来发生的事情 也只有这件事最可疑 深夜 谢远山居然会为了一个不成器的弟子 来到通天风 这本身就不可思议 而当晚 也正是唯一没有巡逻弟子的时候 一下子 江玉衡仿佛抓住了什么 眼神发亮 当即将此事报给了苍龙手作 谢师弟 这不太可能吧 苍龙手作 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 便是不幸 他对谢远山的为人 还是比较了解的 谢远山断不可能背叛青云宗 师叔 此事不可断言 若是谢师叔存心隐瞒 我们如何能够发现 况且 青云护卫森严 别说魔教妖人 便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唯一的可能 就是我们青云宗内部的人 江玉衡心思缜密 几乎断定 谢远山跪了太极玄青道 而不择手段 你是说 苍龙手作 也有些动摇了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错 当年魔教妖人 能够悄无声息 潜入青云 定然是十分熟知青云地形 我早就怀疑我青云之中 出了叛徒江玉衡 眼神微眠 是与不是 试探一下 谢师叔便知晓了 若是能够找到 当年那魔教妖人 眼见苍龙手作 还有些犹豫 江玉衡扇风点火道 苍龙手作无奈点头 好吧 依你所言 当下 江玉衡立马前去寻找聂永安 打算细细盘问一番 此事 与他也有一定牵扯 当时他还听起聂永安 向他禀告此事 只是对方乃是手作 他江玉衡 哪怕再怎么互端 也不可能对谢远山做什么 只能当作没发生 现在一一联想起来 好为他夺取太极玄青道 找到机会 听到江玉衡 再度让他打探魔教妖人的消息 聂永安顿时来了兴致 而且 江玉衡还隐隐暗示了那件事 对于谢远山 聂永安可谓是恨到了极点 如今有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陆臣并不知道 此刻已经有人为自己背锅 这一年以来 除了每日的千道以外 他每天都在修炼 伴随着一声闷响 自陆臣体内响起 困扰陆臣整整三年的瓶颈 也在此刻轰然破碎 五圣之境 也被称之为圣人 到达这个境界的人 已经超凡入圣 举手投足之间 便能施展着 毁天灭地的能量 咫尺之间 人进敌国 整个中土 数亿万生灵 也不过数万人 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那些五圣 无意不是文明天下的人物 好比清云宗的七脉手作 魔教的一些殿主长老 他们皆是修炼了数百年时间 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而现在 路程不到四十年 五十岁之前 就已经达到 可谓是天底下最年轻的五圣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清云宗又平静了下来 并无任何大事发生 却是有着诸多暗流涌动 这一天 义川东垂头丧气 来到了木屋外 感受到义川东的到来 路程早早停止了修炼 路程大哥 你在吗 义川东站在木屋外 无奈喊道 怎么回事 愁眉苦脸的 路程推开门 笑着道 哎 别提了 义川东面色更难看了几分 原来 这段时间 他没有前来木屋 都是前去建议石壁参悟去了 他虽然天赋不佳 但变强的念头 却是丝毫没有动摇 当年 他亲眼看到 自己一家人死在魔教手中 从那日开始 他就发誓 有朝一日 他一定要覆灭魔教 为家人报仇血恨 如今 这建议石壁 便是他一个 快速提升自己的机会 只是可惜 他天赋有限 无法理解 别的一些清云弟子 在这一年间 已经有不少人 从中领悟到了 万剑归宗的一朝半世 特别是那末问天 已经从中领悟了十三件 这个惩戒 便是一些清云长老 都无法做到 感悟建议 并不看境界 与悟性有很大的关系 意境只是一种 增幅自身的手段 与境界关系不大 一川东在建议石壁前 哭作了一年 却是连一朝都未能感悟 这让他十分沮丧 一年过去 他依旧是处于 大宗师巅峰的境界 未能突破到五王 瞧得他这般模样 陆陈心中一动 神魂力量微微催动 一川东毫无知觉的情况下 便已经陷入了梦境之中 只见梦中 一道白色身影 突兀出现 而后 便开始舞剑 剑招纯熟 每一招都极尽完美 或拔剑 或刺剑 或挑 一川东眼睛瞪得老大 有些不敢思议 这些剑招 好像他也在建议石壁上看到过 只是在这一刻 却无比的清晰 而且速度 要慢上了数倍不止 十分容易看出 施展与发力的过程 以及剑招中的要点 甚至脑海中 还隐隐有着一道声音 为他解惑 一日后 当一川东醒来之时 却发现自己 依旧身处木屋之中 眼神怪异 怎么了 是不是太累了 睡着了 陆成也不意外 故意问道 不是 我在梦中 好像遇到了一位 见见到前辈 一川东满脸激动 也没有任何隐瞒 见到前辈 陆成故作至今 嗯 你听说过后山的那件衣石壁吧 我怀疑 这前辈 就是留下建议的人 一川东此刻说不出的兴奋 眼中满是崇拜 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被那传说中的前辈 亲自教导 当然 他丝毫没有怀疑过陆成 如果陆成真是那位 见到前辈 又怎么可能居住在这祖室祠堂数十年 那你学会了多少 陆成眼中露出艳线 一川东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说道 我只学会了一招 哈哈 那你可真够笨的 陆成忍不住笑道 一川东也不在意 两人经常开玩笑 倒也正常 而且 他也觉得自己 确实有点笨 那你不要辜负那位前辈对你的期望 好好练剑 说不定有一天 我还能沾沾你的光 陆成继续说道 放心吧 到时候 我一定给你找个美女 跟你传宗接代 那个小竹风的东方师姐怎么样 喜欢不 一川东信誓淡淡保证道 陆成摇头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林雪薇的身影 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了 哇 那你都不喜欢 别看我称他师姐 其实他才25岁 花样年华 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可是青云第一美女 小竹风无人能与他媲美 说不定 连天下第一美女的魔教圣女 强威女魔也没他漂亮 而且 他在后山见壁 也误了十几招 厉害得很 这种极品美女 你都不喜欢 你该不会是个 滚 说起来 陆成还真见过 一川东口中的东方西越 这几年 陆成都会凭借着 幻影面具的能力 在各处迁道 小竹风自然不会放过 前往小竹风的时候 陆成幻化成了一个女弟子 恰好 那个东方西越 遇到了陆成 然后非要拉着陆成前去沐浴 陆成本来是不愿的 但东方西越太过热情 没办法 他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然后那次迁道 还得了六星奖励 清廉剑决 虽说威力不如万剑归宗 可却也不弱 如今已经被陆成研究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几天 一川东依旧会前去剑一石壁 而后累了的时候 才会来到木屋 每次来到木屋 陆成都会抽空教导他一番 也不是特别难的东西 就是最基础的剑招 剑修 第一步就是熟练剑招 这是基础 越是高级的功法 剑招越精妙 但陆成现在 已经脱离了招式的范畴 达到了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的地步 万物皆可为剑 一根草都能斩尽日月星 剑归的圆满境界便是如此 至于剑狱 陆成现在还在参物之中 不过随着后山的青云弟子 越来越多 陆成练剑的机会 也是越来越少 已经有了好几年 都未曾前往剑一石壁 而且他时间有限 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还是用在了修炼之上 唯有自身境界 才是催动一切力量的根本 若非是担心自己暴露身份 陆成倒也愿意给一川东 一颗洗髓丹 让他洗经伐髓 但是有风险 一川东可不像陆成 有系统掩盖自己 如谢远山这种顶尖强者 只是一眼就能看出 一川东的资质变化 到时候 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即便在一川东的 天赋较差的情况下 有着陆成的静心教导 一川东的提升速度 也是极为可观 据一川东所说 他现在已经领悟了 三十几招建议 比之那青云天才莫问天 都是多领悟了十招 在七脉会舞之时 成为了一匹黑马 在众人不看好的情况下 夺得了第一 连谢远山都对他有些刮目相看 甚至不少青云宗的师姐 都对他青睐有加 哎 熟悉的主角剧本啊 可惜了 我这辈子 恐怕都感受不到 那种密集的快乐了 陆成有些怅然若失 不过 这样安静的生活 倒也让他极为舒心 怎么了 陆成大哥 你不为我高兴吗 一川东手握着千鹤掌教 奖励给他的玄天八卦镜 有些疑惑 当然高兴 陆成看了一眼八卦镜 是一件不错的上品领宝 这青云宗底蕴果然深厚 倒也舍得 恐怕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不能来这里了 一川东说道 怎么了 陆成意外道 最近魔教肆虐 我们要下山历练 斩妖除魔了 一川东眼中泛着寒意 那你可要小心行事 不要轻信他人 这可是你第一次下山 陆成点头 随着一川东离去 陆成又陷入了往日的平静生活当中 整日千道修炼 一连十几年过去 距离陆成 来到祖室祠堂 已经过去了五十年 对于外界的事情 陆成也并不知情 他还没有摇坐山中之天下事的本事 不过 青云宗近来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青云宗内 爆发了一场惊天大战 据那些来后山的青云弟子一轮 乃是青云宗内出现了叛徒 谢远山偷窃青云秘典太极玄青道 被千和长教与六脉手作围攻 而后重伤顿去 也证实了 谢远山乃是魔教的卧底 听到这个消息 陆成望着手中的太极玄青道 可谓是有些无语 不过一想到谢远山对一川东的态度 道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后 一川东也回到了青云宗 得知了自己师尊乃是魔教卧底之后 一川东多少有些难过 虽说谢远山对他并不算特别好 而且时常恳责他 但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一川东对于谢远山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 而一川东的突然崛起 在斩杀魔教的历练过程中 大放异彩 不过结合谢远山是魔教卧底的事情 连一川东也是受到了责罚 若非是一川东的剑道天赋 还算不错 恐怕免不得会被青云宗迁怒 杀鸡儆猴 最终 一川东被罚在祖师祠堂思过十年 对此 一川东没有任何怨言 青云宗是他的第二个家 他不可能离开 从小青云宗对他的教导 在他脑海中早已经根深蒂鼓 而且 有着陆成在此 倒也还好 春去秋来 又是八年过去 一川东看守祖师祠堂 这八年来 已经接过了陆成手中的活 打扫起祠堂 这让陆成难得清闲 一连十几年时间 陆成的修为 如今已经到达了九平五圣的地步 这个实力 笔直青云七脉手作都是不弱 陆成有着信心 若是一对一 他有绝对的信心击杀对方 而且 这八年来 陆成每次前往一处新的特殊地点签道时 都会得到不错的奖励 比如在七脉主峰签道 得到的 大多是一些六星以上的功法武技 兴许是与陆成修剑有关 千道得到的大多数高薪奖励 都是与剑爵有关 独孤九剑夺命十五剑 天外飞仙太极乾坤剑 八剑齐飞圣灵剑法剑 二十三 几乎天下有名的剑爵 都是被他给得到 这是让我玩剑的节奏啊 陆成上一世 除了是个小说迷之外 对于剑也有一丝特别的感情 小时候最大的梦想 就是如武侠电视剧中的 侠士一般 仗剑天涯 逍遥天下 肆意洒脱 看来这系统 还真是善解人意啊 虽说陆成也曾听闻过 这些剑爵的名字 但实际上 与上一世他所熟知的剑爵 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部剑爵 强大的不是本身 而是修炼剑爵的人 这方世界的力量 比起武侠世界 强横许多 所能发挥出来的剑爵威力 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陆成的估计 这方世界的战力 虽然比不上仙霞洪荒 最起码也是中武 甚至高武的程度 否则的话 一个武帝 不可能活过上千年 这里的每一部剑爵 都是每一个极为强大的剑修 穷极所生所物 自然若不到哪里去 若是被人知晓这个消息 恐怕天下修士 顷刻间就会杀上青云宗 不顾一切 对着陆成出手 修行之人 最大的诱惑 而非财色 更是实力与名声 这些剑爵 每一部放在外面 都能引起一场武林浩劫 更何况 陆成拥有了足足数十种 唯一让陆成较为失望的是 剑爵虽多 但迁到过程中 最少剑的 便是攻法与兵器了 如果他有一柄衬手的剑 那么他的战力 也会大幅度提升 虽说无剑胜有剑 但那只是一个心境罢了 真正强大的武者 哪个手中 没有一柄衬手的兵器 哪一次出现那些极品灵兵的时候 不会引来整个武林的争抢 所以 什么无剑胜有剑 不过是装杯罢了 最主要的 还是要有一柄 能够增负自身的剑 整整迁到五十年 也让陆成 莫到了一丝签到的规律 在一个地方签到的次数越多 出现高薪奖励的概率就越小 这也让陆成 不得不将目光放在其他地方 如今他的实力 只差一步就达到武帝 加上他剑修的能力 比之武帝也能一战 倒是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了 祠堂空地前 一穿东手握扫把 兴致来时 舞起了剑招 剑招华丽 凶狠 透露着一股杀伐之意 陆成站在一旁 不时点头 接近二十年过去 陆成此刻看起来 宛如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子 有些弯腰驼背 胡须已经白了 但一双眼睛 却是清明得很 陆成大哥 我这一招如何 一穿东一扫把 将落叶全部卷起 落在山崖之下 得意望着陆成 不错 陆成眼中有着欣赏 这八年 由于谢远山已经看变 陆成时不时也会弄点洗水丹 混合着茶水 递给一穿东 也不怕被人发现 一穿东的资质 也在潜移默化下 发生了改变 不仅突破到了九平五王的境界 还领悟了剑意 脱离了剑招的概念 只是他的意境 非普通的意境 而是一种充满了杀气的剑意 想来是他下山历练十年后的感悟 每个人的意境 与心境相同 什么样的心境 对于剑就有不同的理解 对于人生有不一样的感悟 所产生的意境也会如此 哼哼 这不是我们的手座门下的意识地吗 看来 你这八年 在这里过得还挺滋润的 突然 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 聂永安脸上 带着讥讽的笑容走了过来 在其身后 还跟着几个清云宗弟子 聂永安 见到聂永安的第一眼 一穿东手中的扫把 就已经被捏得粉碎 他从一回到清云宗 就知道是聂永安 找出了当年那个魔教妖人 然后指证了他的师尊谢远山 他对于聂永安的恨意 几乎达到了一种极致 他从来不相信自己的师尊 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一定是诬陷 但实际上 虽说聂永安是有诬陷的打算 却不是真正的诬陷 而是恰巧 真的有一个魔教妖人 是去找谢远山传信 刚好歪打正招 聂永安发现了 谢远山与魔教勾结的事情 不然得话 谢远山不可能就因为几人的异测 从而被认为是魔教的奸细 对于谢远山 为何会勾结魔教的事情 无人得知 青山上下数十万弟子 也都不解 怎么 义师弟 你很恨我 你很想杀我了 聂永安大摇大摆走了过来 目光中充满了玩味 一穿东没有说话 死死盯着聂永安 攥紧了拳头 牙齿狠狠咬住嘴唇 烟红流入嘴角 有着淡淡的血腥味 呵 莫说 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王 便是你有那能力 你敢杀我吗 聂永安冷笑一声 眼中尽是不屑语讥讽 一穿东的身子在颤抖 呼吸变得急促 我说的果然没错 你不但是勾结魔教妖人的走狗 还是一个孬种 聂永安故作感叹 只是可惜 长教看中了你的天赋 没有将你处死 依我看 有父必有妻子 你是谢远山那条魔教走狗的徒弟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住口 一川东爆喝一声 一身气息爆发 将四周的古树都是震得裂开 树叶刷刷落下 你狠气是不是 对我动手啊 哈哈 你敢动手 魔心大乱 我一掌就可击毙你 你还以为谢远山会护着你 聂永安并没有住口 反而更为得意 他早就想来羞辱一川东 当年那一晚 他被谢远山重创 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事已如今 心魔滋生 整整十年 他依旧停留在九平五皇的境界 再也无法寸进 否则以他的天赋 便是取代江玉衡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是他的一个心结 他一直想要报仇 但谢远山乃是九平五圣 他一辈子也没有希望 他只能从一川东身上 一点点讨回来 一川东缓缓闭上了眼睛 最终还是松开了手 宛如一个泄气皮球般 倒在了地上 清云宗于他有恩 救他一命 给他新生 更是传他功法 让他修炼 不再是个凡人 没有清云宗 他此刻早已经死了 在他的心里 清云宗是他的一切 对清云宗充满了感激 若是背叛清云 他根本无法接受 这是他最后的执着 呸 果然是个孬种 我们走 聂永安清脆一口 眼中尽是鄙夷 还有一丝失望 他很想一川东不受控制 与他交手 这样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 斩妖除魔 但可惜 没能如他愿 咦 嘿嘿 就在聂永安转身之时 突然发现 木屋前眉头紧皱的陆成 玄吉黑黑一笑 记上心头 若是平时 他恐怕早已经忘了陆成的存在 但此刻见到苍老无比 已经行将木舅的老头子陆成 他顿时就想起了 十几年前那个夜晚 当初就是因为这个普通人 一川东与他翻脸 从而让他被谢远山教训一顿 可以说 这一切 都与眼前这个老头子有关 我不敢杀你 难道一个普通人 还不能杀吗 聂永安心中冷笑 玄吉直接越过一川东 迈步来到木屋前 望着一脸不怀好意的聂永安 陆成几乎第一时间就知道 他要做什么 他很明显 是想对自己下手 从而让一川东与他交手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击杀一川东 看来 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 陆成此刻有些后悔 当初就应该斩草除根 否则今日也不会有这个麻烦事了 不过 如今我已经得到了太极玄清道 你若真是不识去 那就是茅厕里打灯笼了 就在陆成心中 杀意凸起的时候 突然一阵风吹过 一川东已经挡在了他的身前 一双发红的毛子 怒视着聂永安 你想做什么 一川东的声音有些冷 冷得令人心中发寒 一旁的清云弟子 见到此刻的一川东 都不免有些忌惮 他们还从未见过 老是憨厚的一川东 露出这种表情 联想到这十几年来 一川东在外斩妖除魔 声明确起的各种传闻 他们心中不免有些忌惮 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我想做什么 这人当初包庇魔教妖人 你可忘了 恰巧 我前些十日抓了一个魔教妖人 他已经共认此人就是同党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聂永安自然会为自己的行动 找一个完美的理由 当年 擅闯清云后山的那名魔教弟子 便是在此地消失 他后来找遍了整个清云后山 都未曾找到 那名魔教弟子 不过是五尊境界 怎么可能逃得过他的追查 他很快便是明白过来 那魔教妖人 必然是从此的离开 否则决然不可能 从防卫森严的清云宗离开 当然 此事死无对证 他也只能凭空捏造 他现在的目的 也不是抓捕魔教妖人 不过是 为了给陆成扣上一个魔教的帽子罢了 像他这样的正派弟子 出手前 总要为自己 找一个心安理得的理由 怎么 你要拦着我 聂永安轻挑一笑 眼中充满了挑衅 呵呵 当年你就是这样诬陷我世尊的吧 一川东豁然抬头 眼中满是血丝 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哼 是又如何 可是没想到 你世尊 居然真的是魔教卧底 胆敢偷取太极玄亲道 便已是死罪 加上魔教卧底 更是罪无可赦 我只恨 没能亲手宰了那个叛徒 聂永安试图激怒一川东 够了 一川东一直点出 树道剑气 自他手中发出 直奔聂永安的颈波而去 剑气速度奇快无比 带着一股异景 破坏力极强 聂永安已是武皇境界 感知敏锐无比 但当他反应过来时 脖子上已经有着丝丝凉意 一道血痕突兀出现 鲜血涌出 染红了聂永安的衣精 你 好胆 聂永安伸手摸了一下脖子的鲜血 心中惊疑 没想到他已经有所防御 却还是被一川东的剑气所伤 虽然只是轻伤 但已经让他失去了脸面 一个武皇居然被武王所伤 这若是传出去 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 就怕你不动手 给我死 聂永安震怒无比 大喝一声 手中仙剑已是被他握在手中 他虽然不是剑修 但这仙剑法宝 却是尚品临兵的级别 能够极大增负他的力量 他要一剑斩杀一川东 洗刷耻辱 一川东目光微凝 一脸凝重 他出其不意的情况下 只是让聂永安受了轻伤 若是正面对敌 他根本毫无胜算 武王与武皇之间 还相差一个大境界 远不是其他所能弥补 但他不得不站出来 陆成是他现在唯一的朋友 一川东心头思绪急转 抬手一招 一柄长剑便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柄剑 十分普通 连灵级都称不上 只是一柄宝剑 是他之前的师尊谢远山赠给他的 长剑虽然普通 但一川东的剑招 却不普通 只见一川东伸手一挥 一道剑气突兀出现 宛如一道巨型白色月牙 当空斩去 滑破了空气 扑扑直响 面对武皇强者 只能抢占先机 这是他在梦中的那位前辈交给他的 这一招剑招 也是万剑归宗的第一事 万剑归宗 可惜 对付那些小屁还可以 但对我 无用 聂永安认出了万剑归宗 但却不惧 再强大的剑决 若是没有强大的力量为辅 所发挥的威力 也会大打折扣 而一部强大的剑决 浮以极强的力量 那么 便能天下无敌 这是所有武者共同的认知 大部分武者 一辈子只会钻研一部极强的武技 只要修制巅峰 就已经足够横行天下了 但这两点 一川东都不具备 他的万剑归宗 还为修制巅峰 聂永安手中灵剑一斗 同样一道巨大的光束出现 并非剑气 而是体内的灵力爆发 两箱碰撞 一股恐怖的冲击波爆发 四周的树木 直接拦腰斩断 靠得近的几名青云弟子 都是被这股恐怖的冲击波 震得吐血倒退 整个祖师祠堂外 一道灵阵连一波动出现 抵挡住了这一股攻击的余波 否则的话 顷刻间就会倒塌 而陆成所在的木屋 却不能幸免了 直接破碎 冲击波很快就到了陆成的面前 但陆成却没有丝毫出手的抵挡的意思 因为在他的感知里 早就有人关注着这里的一切 一股柔和的力量从天而降 出现在了陆成的面前 抵挡住了那一道冲击波 下一刻 面前空间连一波动 一道人影突兀出现在众人面前 陆成望着眼前有些勾搂的身影 目光微宁 从这道看起来瘦弱的身躯里 却蕴含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力量 五帝 想来这位就是身藏在青云境地的那位存在了吧 果然他会出手阻拦 自从一川东之前用扫把施展建招之时 陆成就已经感觉到了 这位青云宗的太上长老的窥视 据一川东所说 青云宗有三位太上长老 实力皆是五帝层次 连千和长教都比不上 这才是青云宗真正的实力 眼前这一位 与十几年前 他在建一石壁感知到的那一位气息十分相似 想来是同一人 他之所以观察一川东的原因 陆成也猜到了一大半 大概是因为一川东不但在建一石壁上 领悟到了三十几招建招 而也还悟出了自己建议的缘故 至于对不对 那陆成也不知道了 住手 东方浩宗一身青涩不一 长发雪白 干枯毛躁 面不深陷 永安见过太上长老 聂永安眼皮一跳 连忙收剑拱手剑礼 从刚才东方浩宗这一手撕裂空间的手段来看 很显然是五帝无遗了 而整个青云宗 除了千和长教 便只有三位太上长老达到了五帝的层次 退下吧 东方浩宗看都未看聂永安一眼 挥了挥衣袖 语气淡然 是 聂永安迟疑了一下 心中已经猜测出了东方浩宗的身份 传闻东方浩宗不问世事多年 早已超然事外 对于他们这些小辈的事情 自然不会多加在意 东方浩宗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一川东的身上 打量了许久才问道 小辈 你刚才使用这一剑 适合名堂 回太上 是弟子在建议石壁所悟 一川东面色也恢复了正常 见到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态度十分恭敬 小辈莫要诓骗老夫 你这剑招 可比起建议石壁上的剑招要精妙许多 你自问 有超越那位留下剑意的可能吗 东方浩宗呵呵一笑 显然不相信 若是换做其他人 或许也就相信了 就连一开始 他也觉得是如此 他之所以关注一川东 无非是一川东的剑意 与他那位南宫师弟如出一辙 皆是杀伐剑意 抱着这样的兴趣 本来想知道一二 可他却发现 一川东所施展的万剑归宗 比起建议石壁上的剑意要纯属许多 而且更为完善 这听起来简单 但要做到 绝无可能 剑意石壁上的最前面几招 乃是几十年前所留 剑招十分青涩 一川东能够悟出来剑招 并不难 说明他天赋好 但要在这个基础上进步完善 那已经不是天赋能够做到的事情 要做到这一步的基础 便是将万剑归宗这本剑诀完全参悟 一川东显然达不到这个标准 莫说是一川东了 即便被称为天下第一剑的南宫末 天资卓越 在他完全参悟万剑归宗的时候 也花费了整整三百年 一川东才多少岁 四十岁不到 东方昊轩自然不幸是一川东自己悟的 很显然 一川东是有人亲自教导 而那个人 便是留下剑意石壁的人 对于那个神秘人 东方昊轩也是十分好奇 同时还有一些担忧 能够在青云宗来去无宗 那必然实力不凡 加上剑术超群 这整个天下 能有几人 明剑山庄的叶木云 藏风谷的烟藏风 南边的大理王朝的王室老皇爷 段正纯 明动天下的叶孤臣 一剑西来的西门吹销 还有自称不败的独孤拜天 但他们 皆是有自己的绝学 与南宫末所学的万剑归宗 皆是不同 这世上 还有人能同时学会两不见诀 除了这些人 东方昊轩根本想不到其他人 自从上一次政协大战后 他已经有几百年 未曾离开青云宗 对于外界的事情 多不知情 东方昊轩觉得 很可能是有人要来挑战 南宫末天下第一剑的名头 才会来到青云宗 见到南宫末不在青云宗 才留下这样的剑意识弊 当然 这个想法其中 漏洞百出 但这 已经是东方昊轩 唯一能够自圆其说的说辞了 除了这个原因 他根本想不到任何原因 太上 见到自己的谎言 被瞬间识破 一川东十分为难 他不愿暴露脑海中的秘密 他知道 那位前辈 之所以如此隐晦的 不与自己相见 肯定有自己的难言之意 罢了 你不愿说也没事 能够得到那位的指点 是你的福气 东方昊轩叹息一声 颇有些遗憾 不过见到一川东的表情 他已经确定了大概 能够将万剑归宗教给青云弟子 那说明 那人很可能是有非敌 只要对青云宗没有敌意 他也就无所谓了 东方昊轩 转头看了陆尘一眼 微微一笑 旋即转身 走进了空间漩涡 他发现我了 陆尘心中一惊 不过很快便被他否定 东方昊轩的感知 不可能这么强 有着系统的掩饰 即便是五帝 也无法看出他的破绽 陆尘大哥 你没事吧 一川东走了过来 关切问道 没事 陆尘摇头 那就好 陆尘大哥 要不你下山去吧 那聂永安不是好人 这次有着太上长老出现 他才不敢动手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川东满脸担忧 我是青云弟子 他暂时不敢对我怎么样 倒是你 放心吧 他还没那么大的胆子 陆尘摇头 他打算前去后山禁地迁道 看看再说 现在的他 已经拥有了自保的能力 九平五圣 即便是遇上东方浩宣 他不说稳圣 也能逃命 更何况 如今的他 已经将万剑归宗 修炼至巅峰 有着剑意加持 还有着出具雏形的剑狱 他的战力更是飙升 从一川东 能够凭借万剑归宗的一招 就能与五皇境界的聂永安 打成平手 就能看出剑意的强大 当然 这也有攻防的关系 但 一步修至圆满的地极剑爵 拥有着惊天地气鬼神的力量 绝对不容小觑 否则的话 这世上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凭借一步绝技密点 就能称霸一方了 一川东 还想再劝些什么 但发现 无论如何 陆成都没有离去的意思 他也就放弃了 当下只好时刻 留在陆成的身边保护他了 花费了半日功夫 一川东只好动手 帮陆成重新搭建了一座 宽大塔的木屋 陆成在他的眼中 宛如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 自然没有什么行动能力 陆成倒也乐得清闲 并没拒绝 深夜 木屋之中 感受到祖师祠堂的一川东 陷入了深度修炼状态之中 陆成悄然睁眼 眼中闪过一抹杀意 这聂永安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他 已经触怒了他 陆成悄然走出木屋 后山十分静谧 只有虫鸣鸟叫声 感知扫视了四周一眼 陆成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只是笑容有些阴冷 恰好 今晚聂永安就在这青云后山巡逻 他拿出幻影带上 已经幻化成 白天跟在聂永安身旁 跟着的一位青云弟子的模样 另一边 呸 真会气 聂永安坐在一处巨石上 面前摆满了韭菜 一回想起白天的事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如果不是青云太上出现 他恐怕已经得手了 但无奈 对方是青云太上 五弟修为 他就算不满 也没有任何办法 聂师兄 那老头子不是不管事吗 怎么会突然多管起闲事来了 一旁一个弟子问道 有些打抱不平的意思 哼 那一川东领悟了建议石壁上的几招建招 青云宗上下 现在都将他当成宝吗 你以为他 为何会留在祖师祠堂 不就是怕其他青云弟子不满 带得一川东受罚而过 估计一川东 连青竹峰的首座位置 都能争夺一下 聂永安一脸不满 语气充满了妒忌 他为青云宗付出了这么多 数百年来 一直忠心耿耿 以前与他一同加入青云宗的 现在最差的 也都是个外门长老 结果到现在 还只是一个弟子 这让他很没有面子 这怎么可能 说是莫问天 我还相信 毕竟莫问天的天赋看在眼中 一川东不过是个王啊 一旁的几个弟子都不信 妾 好个屁啊 莫问天 那是仗着太极玄清道 是天接功法罢了 你们可别小看了一川东 一个剑修的能力 你们还看不到吗 他现在在剑道的天赋 比起莫问天强出不知多手 我听江师叔所说 千鹤道长已经暗中清定了 一川东青竹峰首座的位置 聂永安虽然看一川东很不爽 但对一川东的实力 还是十分认可的 死 那到时候岂不是 一旁弟子露出惊讶之色 一川东这么年轻 就能成为首座 这可是清云宗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的事情 他们这些得罪了首座的人 到时候一个个都得遭殃 所以啊 我一定要想办法除掉他 聂永安此刻 已经有些不顾后果了 他已经与一川东结仇 他也知道 一川东做了梦 都想为他师父讨回公道 现在一川东只是一个武王 都能够与他对抗一招了 若是再让他成长下去 修炼首座的天阶功法 他更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只有趁着 现在一川东 还未成为清竹峰首座的时候 将他除掉 他大不了不带在清云宗了 也绝不可能为自己 留在这么一个心腹大患 可是 有清云太上保着他 想要动他 也不容易啊 一旁的弟子 显然也知道此事难度不小 不一定要动他 一川东和祖师祠堂 身边那个扫地老头 不是挺熟吗 只要我杀了他 还怕一川东 不会找我报仇 哼 到时候 便是杀了他 掌教他们 也不会当着清云数十万弟子 将我如何 聂永安心中早已经有了打算 经过两次接触 他已经知道 陆尘与一川东 关系匪浅 在这清云后山 随便杀一个扫地老头 谁会在乎呢 聂师兄高明 一旁的清云弟子 连忙恭维 聂永安得意一笑 举起酒杯 却突然发现 在不远处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视野当中 谁 聂永安连忙祭出仙剑 神色一鸣 这么晚了 怎么还会有清云弟子出没 难道 又是魔教妖人不成 来得好啊 正好可以嫁祸给一川东 正当聂永安心中 这样想着的时候 那边的身影 已经走到了近前 你名你于师弟 你怎么 咦 你什么情况 一众清云弟子 见到陆尘的面容时 纷纷不敢置信 又看了看身边的弟子一眼 发现一模一样 根本分不出任何的破绽 聂师兄 他是假的 被众人称为于师弟的人 摸了摸自己的脸 心中怪异无比 没想到这世界上居然有一模一样的人 这并非易容 若是易容术 以他们的修为 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你是谁 聂永安眼睛微眯 猜测 这很可能是魔教妖人的障眼法 要你命的人 陆尘的感知何其强大 这些人的对话 都是被他听在耳中 果然 自己的决定是没错的 若是不斩草除根 这群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话音一落 陆尘便已出手 在其身后 一道黑白色的太极阴阳图 缓缓浮现 自那阴阳图中 一道道剑气凝聚 化作一柄柄三尺长剑 嗡 长剑翁鸣 转动不停 每一招在陆尘的心念控制下 都演化出一招剑招 数万招同时释放 将聂永安等十几名青云宗弟子 尽数笼罩其中 万万万剑归宗 所有人都露出惊恐至极的表情 自从在青云后山 发现剑一石壁之后 十几年来 已经有不少人 在其中悟到了一丝半点的剑招 但从未有人能够悟到过五十招以上 便是一川东这种 受青云高层 重视的剑修天才 到如今 也不过四十多招而已 而眼前这个神秘人 全能够一口气施展出数万招 这是何等的悟性与强大 太极玄清道 你居然是圣者之境 觉醒了圣者意向 更让聂永安亥然的是 在陆尘身后 还有着传说中的圣者意向 圣者意向 也唯有达到了五圣境界的人 才能觉醒 而且还不是百分百觉醒 若是悟性不够 即便是修为到了这个境界 也无法觉醒意向 此刻 眼前这个人也做到了 你到底是谁 聂永安瞪大了眼睛 连一丝战意都已经没有 瞳孔中 只剩下了恐惧 一个死人 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 陆尘鸡翘一笑 并指挥出 数万气坚落了下去 我知道了你 你是偷到太极玄清道的那人 你居然你破 聂永安声音颤抖 裤子都已经被打湿 脑海中 似乎想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情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这个神秘人所为 留下剑翼石壁 伪装成谢远山 偷到太极玄清道 这一切的一切 结合眼前这个人 似乎都不难理解了 扑扑扑 但他知道的时候 数万气坚已经落下 刺入十几位青云弟子的身子之中 穿透而过 再也没有了生机 青云后山 后山禁地之中 东方浩轩的眼中突然睁开 金光暴射 一眼看穿了数里外的虚空 看到了陆尘施展万剑归宗的那一幕 剑圣 是那个在石壁上留下剑意的神秘人吧 他果然出手了 太极玄清道 万剑归宗 他是我青云宗之人 还是说 咦 为何看不穿他的伪装 东方浩轩眼中金光闪过 以他这双地铜 居然都无法看穿 陆尘身上的幻影伪装 让他眉头微皱 此人到底是谁 不过他倒是没有怀疑 是陆尘盗走了太极玄清道 毕竟这才过去不到一年时间 哪怕就算是真正的神仙来此 也不可能一年就将太极玄清道 修至圆满 对于陆尘击杀了聂永安几人 他的心中倒是没有什么波动 聂永安几人取死有道 他不放在心上 唯一能够让他在意的 估计就是青云的复兴与存亡了吧 当然 还有那两个人 自从祖师爷飞升之后 便再也没有人 能够领悟那一卷天书 此人能够在残缺的万剑归宗中 误出失传一招 其误性必然不低 虽说他破理学习了太极玄清道 但真正的青云宗传承 却不是太极玄清道 太极玄清道 只不过是一个门槛罢了 若是他能够一心为我青云 那件东西倒也不是不能传给他 不过 对先知道此人来历才行 若他真是我青云之人 如此谨慎倒也不算坏事 他能教导我青云弟子 想必心性不坏 并非魔教中人 否则青云将会毁在老夫手中 青云看似强盛 实则已经远不如当年 也不知道南宫师弟 与北明师妹如何了 东方浩轩眼中闪过一抹怀念 却在这时 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豁然抬头 看向了数十里外的虚空 眼帘微缩 干涉的身子都在此刻颤抖起来 他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他终于肯原谅我了吗 与此同时 在青云后山的另外一处 一道黑雾突兀出现 目光震撼地望向前方 在那里 正是万剑齐发 穿透聂永安的一幕 这一幕 无比的熟悉 是他 他回来了 黑雾中 一道声音喃喃响起 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还有一丝不可置信 不 不是他 剑圣 这人是谁 他为何也会万剑归宗 飞雾化作一个美貌少妇 正正站在原地 此人 正是当今天下魔教四大势力之一的天鬼狱 两大狱主之一 玄冥鬼帝 但很少有人知道 玄冥鬼帝是女子 圆满的太极玄青道 万剑齐发的万剑归宗 难道是他的弟子不成 玄冥鬼帝 心中翻江倒海 时隔数百年 再次看到有人施展万剑归宗 他的心情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普天之下 能够施展出万剑归宗的人 除了南宫墨以外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 果然被发现了 陆臣收招力 感知过人的 他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发现了 东方浩轩的窥视 经过第一天之后 他早已经明白 如五帝这种层次的人物 还没有什么 能够瞒得住他们的事情 既然如此 他也懒得隐忍了 反正有着幻影的存在 便是五帝 也无法窥视到 他的真实面貌 他也是故意使用万剑归宗 目的就是让东方浩轩知道 自己乃是客下建议实弊的人 以此试探一下 东方浩轩的态度 现在 东方浩轩没有出手 显然证实了他的猜测 东方浩轩 会因为自己 教授了一川东的关系 而对此事不闻不问 但陆臣却不知道 东方浩轩 却是看中了他的悟性 才会如此 咦 居然还有一尊五帝 怎么这气息有些古怪 好重的阴切 魔教中人 陆臣也发现了 玄冥鬼帝的气息 只是这气息十分陌生 而且极为隐秘 虚无缥缈 十分难以感知到 仿若无误 若非是他的感知 到达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地步 恐怕也无法发现 管他 先溜 陆臣出手试探了一下 东方浩轩的态度 心中大定 看来这青云宗 倒是可以留下来了 只要这东方浩轩不出手 他在青云宗 可以肆无忌惮 四处迁道 想到这里 陆臣连忙施展 迁道得到的七星奖励 天涯咫齿步 离开了这里 天涯咫齿步 乃是一门身法绝学 速度奇快 品阶远超天阶 虽说不能撕裂空间 却也能做到一步万丈 万丈距离 在他眼中 宛如咫齿 转瞬就到 几乎和瞬移一般 后山之中 陆臣的身影 朝着山下快速奔去 一个闪身 就已经跨越了好几个山头 如此几个来回 便已经消失在了视线尽头 还未走出青云宗 陆臣便发现 那一道阴气极重的身影 却如复古之躯 一般跟了上来 他想干嘛 陆臣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被魔教的五帝盯上 心中不解 不过他可不打算留下来 对方乃是一尊五帝 而且气息十分浑厚 比之东方浩轩都不向上下 对方乃是五帝修为 而且身法速度也奇快无比 陆臣只好随手一捏 全力催动通天路 天地灵气汇聚 一瞬间就在陆臣手中 形成了一道 由神魂构化的灵符 这是九品灵符 增速符 堪比天阶功法 价格十分昂贵 只是如今没有符址 无法长久保存 增幅与价格都会降低不少 但陆臣也不是用来卖钱的 当即将增速符贴在身上 速度再度暴涨 这是什么诡异的身法 居然比我的鬼影 弥宗部还要快 玄冥鬼帝化身一道鬼物 追着陆臣的脚步 这一番追下来 他居然发现自己 居然有些跟不上陆臣 要知道 他的身法可是天阶顶级的身法 放眼整个天下 能够在速度上 比得过他的鬼影弥宗部的 不超过一指之数 而那些人 无不是震慑一方的武帝 眼前这个家伙 只是一个武圣 就做到了这种地步 如何让他不惊 他倒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他就想问陆臣一句 知不知道南宫墨 毕竟 陆臣身怀太极玄青道 与万剑归宗两门功法 这可都是青云不传之密 当今世上 也唯有南宫墨 能够将这两门功法 修至圆满 他觉得 陆臣是南宫墨收的弟子 北明师妹 鬼地停下了脚步 望了陆臣所在的方向一眼 不再追逐 转而将目光投向青云后山 那云颠之上 后山禁地 下一刻 他的身影一闪 便朝着后山禁地而去 他此来的目的 便是为此 至于陆臣 他只能择日再寻了 啊 聂师兄被人杀了 很快 就有巡逻的弟子 发现了聂永安等人的尸体 消息很快传遍了青云宗 惊动了千鹤长教等青云高层 千鹤道长 与六位卖主 很快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望着眼前十几道体无完肤 已经被冻穿的尸体 几人眉头微皱 这是剑妾 一位卖主蹲着身子 自鲜血淋漓的伤口之上 发现端倪 看来凶手是个剑修 难道是魔教的人攻上来了 其余长老纷纷震惊 眼中满是怒意 这些魔教妖人 真是胆大包天 真是将青云宗 当成什么地方了 魔教之中 除了星宿剑派 几乎很少有人使剑 而能够将剑使用的 如此炉火纯青的人 星宿剑派 也不过一人而已 难道真是那一位 星宿剑帝来了不成 不少人听到星宿剑帝的名号 皆是身子一颤 那一位 可是魔教星宿剑派当代长教 是数千年前的人物 不论是修为还是什么 都远超在场众人 便是千鹤长教 也无法与之媲美 而且 他还手握着一把是雪魔剑 据传乃是上古神兵 与古剑诸仙一般 雄威无匹 乃是天下少有的神兵 不是他 剑气之中并无魔剑 而且 他们的鲜血 也未被吸取 千鹤长教微微摇头 斩杀聂永安等人的剑气 凌厉无比 但却不是星宿剑帝所为 星宿剑帝 虽然嗜血好杀 但其的剑气之中 沾有魔剑 可以腐蚀一切 眼下这群人虽然被洞穿 但却没有被腐蚀 显然不是星宿剑帝所为 那还能是谁 青云宗如今防守严密 根本不可能 有人能够翘无声息进入青云 除非 那人是五地层次 有青云长老如此说道 他之所以如此怀疑 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天下能够拥有此等剑气的人 虽然不说凤毛麟角 有着十数人 但那些人 可都是正派人士 断不可能夜闯青云 斩杀青云弟子的 难道 是为了朱仙剑 有太上守在禁地 谁能取走朱仙剑 哼哼 朱仙剑有那么好取 也不会留在青云上万年了 不少青云长老 为此争吵不已 是万剑归宗 梁九 千鹤长教才叹息一声 是什么 我没听错吧 万剑归宗 这身上这么多剑孔 难道都是万剑归宗所知 不可能 连我青云宗 都无人能够施展出 超过五十招的人 外人如何能会 更何况 以这密集的剑孔来看 最起码 也有上万剑 谁会完整的万剑归宗 除非是南宫墨师叔祖来此 众人纷纷表示不信 但话刚出口 他们便想起了 不远处的剑一石壁 难道是 真的是南宫师叔祖 他真的在青云 他还活着 这十几年 青云宗出现了剑一石壁的事情 几乎无人不知 这其中 也有不少人在其中得到了好处 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 留下剑一石壁的人 究竟是谁 可现在 他们似乎有了一丝眉目 那人还活着 而且还就在青云宗 他们觉得 那人很可能就是南宫墨师叔祖 如果说是南宫墨师叔祖的话 那他们就觉得不难理解了 定然是聂永安这些人 冲撞了南宫师叔祖 才会有此下场 而且一出手 就是万剑归宗 可以想象 当时南宫师叔祖 有多么愤怒 才会对一个武皇施展绝招 千鹤掌教几人没有说话 对视眼 皆是能看出 彼此眼中的震惊 他们知道 那留下剑一石壁的人 不是南宫墨 而是另有其人 这十几年来 他们未曾停下 对那人的追查 可是 几乎翻遍了青云宗 他们也未能找到那人 可谁曾想 居然在此地遇到了 不过 此人胆敢斩杀青云宗弟子 已经出了青云宗的底线 也不管当初陆臣 留下的剑一石壁 对青云宗 做出了多少贡献 多少个弟子 在其中得到了好处 青云宗这么多年 又因此出了多少优秀弟子 当下千鹤便命令 青云所有武皇以上的人 彻查起来 这样的潜在的敌人 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而且 他知道 那人实力强劲 并未分散实力 十个武皇为一组 由武圣带队 很快 整个青云宗上下 人心惶惶起来 有些不明所以 没想到千鹤掌教 居然要对南宫师叔祖出手 难道出手的人 不是南宫师叔祖 想到这里 所有人都觉得 后背有些发凉 那可是能够施展完整的 万剑归宗的剑修啊 最起码都是剑圣 而且很可能是一尊剑底 别说普通弟子了 就连一些武圣长老 心中也有些打鼓 但奈何是千鹤掌教的命令 他们也不得不奉命行事 陆臣围着青云宗 数万里去跑了许久 总算才发现 那位武帝没有追来 才松了一口气 为了应付武帝的追踪 他全力施展 天涯咫尺步 饶视他灵力底蕴深厚 也有些支撑不住 天涯咫尺步 可是天阶顶级的身法 速度快 但消耗也不小 他之前施展万剑归宗 就已经消耗了不少的灵力 再被玄冥鬼帝一路追逐 他体内的灵力 激进干涩 中途还服用了不少系统赠送的回灵丹 才勉强支撑起来 他刚想停下来歇息 便是有着不少的青云长老 朝着他这边搜查而来 此刻的陆成 已经使用幻影 改换了自己的面容 并没有被人发现端倪 不过 陆成也听到了千鹤掌教所下的命令 心中冷哼一声 却也不放在心上 这千鹤掌教 和东方浩轩这种武帝比起来 差距一目了然啊 为了不惹人生疑 陆成再度吞服了几枚回忌丹 悄悄回到了祖室祠堂 幸好 没有人发现他的异样 倒是一穿东 此刻有些魂不守舍的 脸上写满了担忧 就连自己回来他都没有发现 陆成见状一笑 显然一穿东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正为自己担忧 在与一穿东平日的交谈中 一穿东对于那位见到前辈 可谓是推崇备至 已经将他当成了师尊 只是他不知道 那人就是陆成而已 而他也知晓 聂永安几人之所以生死 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原因 一穿东得知这个消息后 当时差点感动哭了 没想到 这个只在梦中相见的师尊 为了自己 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他虽然是清云宗弟子 但此刻 他却希望 清云宗抓不住 他那位神秘师尊 一穿东除了感动之外 便是深深地自责了 若非是他 恐怕自己的师尊 也不会暴露吧 更不会出手击杀清云弟子 而以师尊的能力 便是在清云宗 做个供奉长老 也是不在话下吧 不过 若是让陆成知晓他的想法 恐怕会怒骂他一顿 什么狗屁供奉长老 他看得上眼吗 别说供奉长老 便是谦和道长 将掌教位置拱手让给他 还得看他愿不愿意呢 另一边 后山禁地前 东方浩轩 坐在禁地的实地之上 望着眼前的女子 浑浊的眼中有着激动 兴奋 还有一丝仰慕 时隔几百年 他们总算再见了 在其对面 正是玄冥奶奶 被外人称为 玄冥鬼弟 两人就这样坐着 谁也没有说话 似乎陷入了长久的回忆 数百年前的事情 因为故人 再度浮现 两位如今当时 最强者之二的武帝 却在此刻心神澎湃 北冥师妹 东方浩轩率先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喉咙之中似有一舞 你老了 玄冥鬼弟 罕见露出一抹笑意 你笑了 时隔五百三十三年 你终于又笑了 东方浩轩很开心 数百年 不曾在他心中有过的情绪 总算出现了 并非是修炼到极致 就没有了感情 只是他们见得太过 隐藏得比较深罢了 只要在对的人面前 他们总有自己 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 你记性倒是挺好 巧了 我记性也不差 我记得五百年前 那一场正邪大战 你居然出卖你 和你最要好的诗帝 玄冥鬼弟再次笑了 只是笑容中有些讥讽 东方浩轩低下了头 没有说话 他很想辩解 但他知道 无论说什么 都无济于事 这几百年 你可过得舒坦 玄冥鬼弟的声音 充满了讽刺 为了什么狗屁正派 什么正邪不两立 为了清云宗 出卖自己最好的诗帝 你呢 得到了什么 到头来 这一副老死的身体吗 这么多年 你可曾后悔 不 我不后悔 蓝宫师弟 妄自动用诸仙之力 那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他已经成魔 我若不出手 那么死得 便不只是我们正派魔教的数十万强者了 而是整个天下苍盛 东方浩轩睁开了眼 眼神坚定 对于数百年前的那一见 他并不后悔 什么狗屁天下苍生 这么多年 没想到你依旧如此道貌岸然 往我当初还当你是我的师兄 玄冥鬼帝冷笑 笑声令人发寒 比起他身上隐隐散发的阴气 还要冰寒 北冥师妹 你这是 瞧得玄冥鬼帝身上冒出的阴气 东方浩轩不由大惊失色 直到此刻 他才发现 眼前这个人 已经不是石铁 而是由阴力魂魄汇聚的鬼魂之体 哼 我怎么了 你没有资格知道 我今天来 只为了一取一件东西 玄冥鬼帝冷笑 什么 朱仙剑吗 不可 万万不可 朱仙剑历时万年 满是兄弟杀气 无人能够掌控那股力量 你得到 会如同南宫失地一般 东方浩轩大惊失色 断然拒绝 朱仙剑 放心吧 我早已经有了控制之法 我找到了可以容纳朱仙剑的容器 你没想到吧 玄冥鬼帝的声音变得飘忽 发出阴侧侧的笑意 不过不是现在 我今天来 只为了取你的命 只要你一死 朱仙剑阵 便轻而易举可破 到时候 魔教大举攻山 现任清云长教会 手持朱仙剑 以朱仙剑阵黑黑 你才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玄冥鬼帝毫不忌讳地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仿佛在和自己的爱人 分享一件最有趣的事情 但东方浩轩文言 却是脸色大变 你 北明师妹 万万不可啊 朱仙剑出世 将会天下大乱 我们身为名门正派 要为苍生 呸 狗屁的名门正派 一群伪君子 连自己的师弟 都能亲手斩杀 这等薄情寡义之人 还为苍生 为生名 你们配吗 天下大乱 哼 我要的就是天下大乱 这天下 将化作一片血海 对了 我还告诉你一个消息 南宫师兄没有死 玄冥鬼帝 情绪激动 站起身来 周身空间都是塌陷 随后缓缓复合 什么 没有死 他在哪 东方浩轩眼睛圆睁 一脸不可置信 还有这一丝欣喜 几百年来 他无法感受到 飞生的奇迹 便是因为这一个心结 想知道吗 告诉你也无妨 他已经去了祖世那个世界 玄冥鬼帝面色苍白无比 看起来有些猙獰恐怖 那你为何 东方浩轩十分不理解 为何南宫墨能够死而复活 而他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模样 突然 他想起了一件事 惊呼道 难道你 哼 世界上像我这样傻的女人 恐怕也只有我一个了 玄冥鬼帝自嘲一笑 无比凄凉 没错 我为了复活他 以地区献祭 催动万魂往生镇 只是没想到的是 我居然没死 我成为了一只孤魂野鬼 我看着他娶妻生子 隐居山林 我看着他 可是他 却从未看过我一眼 甚至连一滴眼泪都没有过 唉 你这又是何苦呢 东方浩轩的心 像是被狠狠揪拉一把 说不出的难受 虽然在玄冥鬼帝口中 说得如此轻松 但他知道 这个过程 有多么的艰难 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还要承受那种 一寸寸血肉玻璃的痛苦 谁叫我爱上了他呢 呵呵 玄冥鬼帝的脸上 变得模糊不清 突然 他立声道 这一切 都是你 都是因为你 因为青云踪 因为你那狗屁的苍生 你知道吗 本来 应该和他洞房花竹的那个人 是我 应该和他结婚生子的 是我 你知道吗 是你毁了这一切 话音未落 玄冥鬼帝手中黑色雾气生腾 一道满是灵片的长鞭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是一件极品灵兵 其上还有五帝经过多年的精气温养 可以称之为帝兵 威力绝伦 只是一件兵器 随手一击 便能毁掉一座古城 发现黑色长鞭穿透了空间 两者的距离在瞬间拉近 直接刺入了东方浩轩的胸口 鲜血流出 被黑色长鞭吞噬 你 玄冥鬼帝有些惊讶 他有些意外 东方浩轩居然不躲 这是我欠你的 对不起 其实 东方浩轩苍老的身子一抖 脸上露出一抹如是负重的笑容 你不必说 我也不想听 玄冥鬼帝收回长鞭 鲜血在半空带起了一道血色的痕迹 呃 被帝兵重创 便是五帝的恢复能力 也无法瞬间复原 剧痛不断传出 宛如石骨 我今天不杀你 三年之后 再来送你上路 算是偿还当年你对我的照顾 至此恩断一绝 玄冥鬼帝抽出长鞭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此地 他面容模糊 没人知道 他是什么表情 心中又在想些什么 留下东方浩轩一人 他的手还停留在半空 想要抓住什么 却什么也抓不住 最终垂落下来 两久 禁地之中 才传出一声深深的叹息 东方师叔祖 怎么回事 是谁 带着玄冥鬼帝离去不久 千和道长和六脉手作 也来到了禁地 发现这一幕不由大惊 东方浩轩 乃是当时最为隐秘的强者之一 无数人都以为他已经死去 所以 未能进入 天下十大强者的排行 但谁都知道 他的实力 才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物 而此刻 他居然被人重创 那出手的人该是谁 那位奸帝吗 全这么强 本来 他们来此的目的 就是为了请东方浩轩出手 捉拿那位神秘强者 可没想到 自家太上 已经被重创 想到这里 他们不免心中发寒 无妨 东方浩轩 气息更为虚弱 强行支撑 摆了摆手说道 你们都下去吧 此事千万要保密 千和道长一众人 还想说些什么 但被东方浩轩眼神阻止 无奈之下 他们值得离去 如今 师叔祖都已重创 恐怕捉拿神秘人的事 也不得不放弃了 至于保密 那是肯定的 若是让其他人知晓 清云宗最强站立 东方浩轩受到重创 不单是魔教 就连正派的人 也会虎视眈眈 清云宗万年底蕴 累积了庞大的资源 更是有太极玄清道 与诸仙剑 这两剑当是其真 试问 谁人不行动 东方浩轩叹息一声 自嘲一笑 并未处理自己的伤口 被帝冰重创 想要恢复弹河容易 更何况 他的身体 早已大不如前 生机 本就所剩无几 恢复能力 早已不如巅峰 如今的他 最多只有三年可活 他来到了后山禁地的山巅 脚下云雾翻涌 放眼天下 一览众山小 不禁唏嘘窥探 而后 他将目光看向了 祖师祠堂所在的方向 而随着东方浩轩受伤 千和道长 也收回了抓捕陆臣的命令 在他看来 很可能是那位神秘间谍 与东方浩轩交手了 否则 东方浩轩 怎么可能受创 陆臣倒是不怎么样在意 只要东方浩轩不出面 那么 他便相安无事 即便是东方浩轩 也不一定能够认出他 两名武帝大战 也不知道谁会赢 陆臣遥望后山禁地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他自然感知到了 后山禁地之中 两尊武帝的气息 只是 他现在还无法做到 武帝的一眼 窥探万里外的本领 不过关于此事 他倒是没有放在心上 打生打死 与他无关 只要不妨碍 他迁道就好了 而且 此事对他而言 多少还有一点好处 两位境界相差无几的武帝交手 必然会两败俱伤 这也给了他迁道的契机 他已经打算 这段时间 前去后山禁地 迁道试验一番 看看能不能迁道 得到什么好东西 而一川东得知了青云宗 突然撤回抓捕的消息 可是兴奋了许久 若晨如今 也隐隐触碰到了武帝的屏障 只差一步 就能突破到武帝 所以他这段时间 除了必要的每天迁道外 基本上都在苦修 倒是没有在教导一川东了 这让一川东觉得 就这样 一个月过去了 陆成在后山禁地悄悄迁道 除了第一次迁道 得到了七星奖励天外神铁之外 并没有得到什么 稀奇高星的东西 但这天外神铁 只是炼气材料 陆成虽然会炼气 但在青云宗 炼气动静太大 很容易暴露自身 不过在这一个月当中 陆成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东方浩宣的气息 越来越弱了 已经从九平五地 跌落到了八平 陆成一开始 还以为是东方浩宣的大县将至 但后来他才发现 这跌进的速度 有些不对劲 短短一个月 东方浩宣的境界 就已经跌落五地 成为了五圣 陆成推测 东方浩宣 很可能是受了重伤 看来一月前 那一场五地间的拼斗 是东方浩宣落了下风 按照这趋势下去 恐怕要不了两三年 东方浩宣就会陨落了 想不到 连九平五地的后期 都这么凄惨 陆成有些感叹 心中更是下定了决心 要变得更强 而且 连东方浩宣这种人物 都能受创 那么 重创他的那名五地 该有多强 这让陆成有些感慨 这世界 果然藏龙卧虎 想要无敌在出山的时间 看来又得推移了 不过现在 他已经习惯了 在祖式祠堂的生活 倒也不是很排斥 五十多年都已经过来了 再等个五十年 又如何 而且 陆成听起一川东 无意讲起一些事情的时候 听到青云宗内 有着一柄神兵 朱仙剑 这让陆成 倒是十分感兴趣 只是 他找遍了后山 也没有找到 存放诸仙剑的地方 只得放弃 这倒并非说 陆成品行不好 天下宝物 得者居之 不正是这个道理 而且 这青云宗的诸仙剑 一直放在那里 都生没了 还不如交给他 让他发挥出 诸仙剑的真正威力 中土及西边缘处 无边荒漠 天鬼玉 便建立在荒漠之下 宛如地下宫殿 一位身穿黑色纱裙的 妙龄女子 侧坐在巨大猙獰的 黑色石座上 单手微微撑住 雪白的下巴 他慵懒的目光 望着面前那个画像 正正出神 画像上的男子 英俊非凡 一张脸宛如折仙 超然出臣 当真称得上 是仙之一子 这男子 便是二十岁的 陆成模样 回禀圣女 还是未能打探到 那个叫陆成的消息 下方 跪倒着一个 天鬼玉帝子 他深深低头 根本不敢看上 眼前这个 有着天下第一美人 之称的女子一眼 他知道 眼前这个女子 不但人美 而且心狠 实力更是强的离谱 短短十几年 就已经从武尊 突破到了武皇境界 堪称魔教年轻一辈第一人 从几十年前开始 强维女魔的名头 便深深烙印在他们心中 不论是魔教中人 亦或者正派中人 皆有不少人 陨落在其手中 近几年 他还亲眼目睹 一位武皇境的正派高手 被他一掌捏碎了脑袋 也正是因为 那一场正魔交锋之中 大败正道 年轻一辈组织的除魔联盟 让得天鬼狱的威势 更上一层楼 令无数人闻风丧胆 在魔教四大势力之中 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只书森罗电一筹 而强维女魔 也因此被封为 天鬼狱新义人圣女 除了两大狱主之外 便是天鬼狱第三人 地位极高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 强维女魔的性情 愈发暴躁 只要稍有不合他心意的事情 便会被当场格杀 无人敢反对 林雪薇正要说话 突然似乎是感知到了什么 连忙将手中的画像 收入储物界之中 眼中怒一闪过 怒喝出声 玉手一挥 一道黑色魔器 没入了那名弟子眉心 没用的东西 陆成你到底在哪里 林雪薇眼中 闪过一丝罕见的柔弱 手指抚在画像男子的脸上 柔情无限 自从他回到天鬼狱之后 除了完成天鬼狱的任务之外 他都在搜寻 关于陆成的消息 可这十几年来 却没有一点消息 好像这个世界上 早知道就告诉你 我的身份了 怎么这么久还没找来 林雪薇喃喃自语 眼底闪过一抹黯然 不过 你会嫌弃 我是魔教中人吗 雪薇 洞口处 一道黑雾翻涌 飘入了大殿之中 雪薇见过玄冥奶奶 林雪薇立马从石座上站起 脸上的柔弱 瞬间被冰冷所替代 恭敬行礼 玄冥奶奶 乃是天鬼狱的两大狱主之一 地位极高 实力强横 最少也有五帝级别 而且 她还知道 这玄冥奶奶不是人 而是鬼 不错 正是鬼羞 鬼羞与舞者不同 只羞魂魄 虽无肉身 但其力量也极为强横 黑雾落在石座之上 化为一个三四十岁的美妇 打扮得花枝招展 真正了解她的人才知道 她已经活了数千年 但能够看得出 在其年轻时候 也绝然是个难得的美人 玄冥奶奶 瞧了地上刚刚死去的 天鬼玉弟子一眼 并无什么波动 伸手一抓 一道淡淡的黑雾魂魄 被她抓在手中 很快就被她炼化成为 自身的底蕴 魔教修炼方法极为诡异 大多以吞噬他人根基 提升自己的实力为主 提升速度奇快 这也是魔教 为何屡屡与正派交手 都能占据上风的原因 便是侥幸失败 他们也能在一段时间内 休养生息 快速恢复 我们四大势力 已经决定联手 三年之后 一起攻上青云 你最近成长得很快 成为了我天鬼玉圣女 到时候 便由你带领我天鬼玉年轻一辈 四大势力一起对青云宗出手 青云乃正派领袖 只要青云一面 其他正派就是一盘散沙 不足为惧 学威明白 不会辜负学民奶奶一片心意 零学威一惊 没想到魔教四大派居然会联手 要知道 魔教并非是一个势力 而是正道数十个势力的统称 魔教自身对于魔这个字也不排斥 他们可不像名门正派 对于称位来说特别重视 魔教数十个势力 各个势力都是不弱 堪比正道的超级势力 为首的便是 森罗殿 天鬼玉 夺命宫 新宿剑派 魔教虽然实力极为强横 但不屑联手 谁都不服谁 这也导致 魔教一直未曾一统 与正派保持着相对的平衡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此次 四大势力联手 那可就不一样了 四大势力联手 便是连神进皇朝都不一样 能够抵挡 更何况一个青云宗 而且 有心算无心 在青云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结果显而易见 最近三年 目光逼是林雪薇 陆成是谁 听说你一直在找她 林雪薇心中一跳 在心中想着措辞 但面上表情不变 平静回应道 她是 算了 不必说了 我也不想知道 谁知 玄冥奶奶 抬手打断了她 你身为天鬼玉圣女 你要明白你的责任 等你报了大仇 夺回朱仙剑后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我不为难你 但是 你要明白 这世上的男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养你这么多年 教你的 都是为了你好 有些人有些事 只会阻碍你未来的路 唯有变得更强 有什么得不到 林雪薇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是 玄冥奶奶 我知道了 嗯 你很听话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女儿 但在我心里 你已经与亲女儿无疑 多谢奶奶多年悉心栽培 雪薇铭记在心 林雪薇低头 由衷说道 没有玄冥奶奶 她早已饿死街头 但她知道 玄冥奶奶的心更狠 更绝 她不是人 她只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鬼魂罢了 下去吧 等等 你的是魂大法 练得如何了 回玄冥奶奶 雪薇已经练至圆满了 好 很好 只要夺回朱仙剑 便让你前往换月洞府 休息 林雪薇却是听得心中一惊 换月洞府 玄冥奶奶到底是谁 她怎么知道这么多 不过她很识趣 很多东西 知道的越少 对她越安全 否则 她也不可能再魔教活在现在 三年时间 一会儿过 陆晨坐在木屋前 正躺在空地前 享受着阳光的沐浴 如今的她 看起来又老了几岁 但她的实力 也已经成功突破五地 达到了一平五地的地步 这个实力 已经能够被称之为真正的强者了 一川东已经禁闭结束 回到清竹峰去了 并且接任了清竹峰手座的位置 不过 接任手座之后 一川东显得忙碌了许多 但她每一月也会抽空 来与陆晨闲聊一阵 祖师祠堂 少了一川东 倒是多了一个人 东方浩轩 东方浩轩的气血 衰败的不行 已经完成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最近三年 她每天都会来祖师祠堂 每次一来 都会待上许久 叙叙叨叨说个不停 但陆晨可没心情偷听 这一日 陆晨发现了一些异常 东方浩轩这一次 在祖师祠堂 待了整整十天 两久 东方浩轩才颤颤巍巍 从祖师祠堂走出来 并未如往常一般 回到后山禁地 她反而来到了木屋前 站在了陆晨的面前 老夫想拜托你一件事 陆晨睁开眼 意外看向她 老夫知道 你的身份 恭喜你了 成为见地 东方浩轩满是褶子的脸 露出一抹和善的笑意 你一定想知道 为何我会知道你的身份吧 我猜到了 陆晨突然恍然 感情这几年 都是在自己骗自己 三年前 她击杀聂永安的时候 恐怕就已经露出了马脚 以九平五帝的感知 一眼可以窥遍 方圆数万里地界 这其中 当然包括祖师祠堂 其实 早在聂永安 来到祖师祠堂的时候 东方浩轩就有些怀疑陆晨了 倒也不是因为 他真的看出了什么 只是因为 陆晨太过平常了 一个普通人 未经逝世的人 怎么甘愿在这祖师祠堂 待这么多年 这正是东方浩轩怀疑的地方 而那一晚 祖师祠堂的木屋之中 并未陆晨的身影 东方浩轩不是傻子 结合一川东的事情 很容易就联想到陆晨的身上 只是 他这三年来 之所以来祖师祠堂 一是为了看看 陆晨这个人的品行 二是 自己确实在老死前 想要来祖师祠堂 经过三年来的观察 他甚至觉得 陆晨是一个好人 这样的人 是值得信任的 他本以为陆晨突破建地后 会离开 出去争霸天下什么的 但出乎他的意料 陆晨没有半分离开的意思 这让他彻底的认可了陆晨 陆晨确实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呵呵 果然悟信天资过人 便是我青云祖师青云子当年 也没有你这般精彩绝艳 短短不过六七十年 就已经步入建地层次 这天下 恐怕也没有哪里能够挡住你了 东方浩轩笑着抚恤 仿佛并不在意自己的生命 已经走到了尽头 陆晨微笑不语 没有说话 待在青云七十年 除了一川东之外 他对任何人都比较无感 东方浩轩之所以对他客气 无非也是因为 他如今的实力罢了 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尊重 嘿嘿 敢问阁下大明 东方浩轩咳嗽几声 倒并非是因为尴尬 而是他身子确实很虚弱 陆晨 陆晨没有隐瞒 如今的他 没有必要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他现在已经步入一品建地的境界 虽然谈不上天下无敌 但这天下 能够胜过他的人 也不超过一手之数 更何况 眼前这人 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罢了 半猪吃虎 哼 那只是实力太弱不得已的手段罢了 若是自身实力 已经强到足够傲视天下的地步 何须这些花里胡哨的手段 有任何不顺心的事情 皆可一箭斩之 这才是拥有强大的实力的好处 陆晨喜欢这种 不被束缚的感觉 天下之大 哪里都可去的 穿越前他所看的一些小说 一些主角 明明实力很强 非要装作一副垃圾的样子 还要被人嘲讽计笑一番才动手 这种低智商的蠢事 他可不会做 他在祖师祠堂这么多年 为的就是拥有 这能够横推一切的实力 而现在 他已经无限接近于无敌了 陆老爹 看在你留在青云这么多年的份上 老夫想拜托你几件事 可以吗 东方浩轩 已经尽可能放低了自己的姿态 若是千鹤掌教等人 见到这一幕 绝对会怀疑人生 一个活了接近几千年的武殿 居然会与一个只有七十几岁的人 称兄道弟 但东方浩轩清楚 武道一徒 打者为先 年龄根本算不得什么 不过是多修炼几年罢了 陆臣现在 已经拥有与他平背论交的资格 一个见地的份量 实在是太大了 更重要的是 如今他身为青云宗的擎天之柱 他若是陨落了 青云岌岌可危 不光是魔教虎视眈眈 就连一些名门正派 也同样如此 只因为青云宗有着一柄神兵 朱仙剑 而且更让他担心的是他那位师妹 北明燕红 北明燕红如今已经失去肉身 精通鬼修之法 修成鬼地 以北明燕红对青云宗和对他的怨恨 他一陨落 便很可能会迎来一场浩劫 这并非是青云的浩劫 而是苍生的浩劫 所有人都只是北明燕红的一颗棋子罢了 他现在只能求陆臣 陆臣没有野心 天资悟性过人 拯救苍生之事 非他莫属 不可以 陆臣摇头拒绝 根本不用想 他都知道东方浩轩肯定没有什么好话可说 东方浩轩苦笑一声 似乎早已猜到这个回答 陆臣虽无野心 可却也非什么心慈手软的善人 从当年陆臣斩杀聂永安的事情 便能看出一二 不过 他早已经想好了对策 以你的悟性 恐怕已经完全参悟了太极玄青道 难道你没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东方浩轩也不急 他知道陆臣想要什么 果然 陆臣闻言 第一次抬起头来 正是东方浩轩 他目前只有一部功法 那就是太极玄青道 哪怕是青云宗的太极玄青道 也让他感觉欠缺了一点什么 这种感觉 也只有完全参悟了太极玄青道 才能感应得出来 你有解决的办法 陆臣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算了 你就算有 恐怕也不会是九平五帝的境界了 不过很快 他就觉得不太可能 太极玄青道 已经是天阶中最为顶级的功法 整个天下都只有寥寥十几步而已 一本功法 决定了一个舞者的上限 若是东方浩轩有超越天阶的功法 如今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 老夫自然有 只要你答应老夫几件事 我便告诉你 东方浩轩明白 陆臣待在青云宗这么多年 毫无野心 那么对于五道巅峰 肯定十分执着 而这 也是任何一个人 无法拒绝的条件 交易吗 倒也行 不过 你得先让我确定你所说的真假 确实如东方浩轩所料想的一般 陆臣对于五道巅峰的渴望 远超一切 他见证了东方浩轩的晚年 九平五帝都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他可不想重蹈覆辙 如果真有如东方浩轩说的那般神奇 那么他很可能达到 那传说中的神仙之境 拥有长生不死的能力 这或许是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的东西 人有生老病死 是天道定数 长生不死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有极致的吸引力 特别是一些实力越强的人 越畏惧死亡 经历了世间繁华 谁又愿意放弃这一切 能够长生 谁又愿意去死 对于一个五帝来说 千年时间并不算长 你可曾听闻天外 东方浩轩并未着急证明自己 而是反问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陆臣自然听过 而且他自己就是来自蓝星 自然更加相信此事 那你可知天书 东方浩轩又问 陆臣摇头 这个还真没有听过 不过光是听天书二字 便知其来历不凡 据说 在很久以前 有天外来客来到了我们这方世界 整个天下的五帝强者 皆是感知到了那天外来客 纷纷感受到了威胁 于是联手想要铲出那个天外来客 但其实 他们只是感受到了天外来客身上 那一股远超五帝的气息 他们想要知道天外来客的秘密 找到突破五帝的极限的办法 东方浩轩讲述了一段 陆臣从未听过的故事 陆臣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听 他知道 这是这方世界不为人知的一段秘心 那天外来客实力强横 无数五帝联手 也无法与其抗衡 那人不 那已经不能称之为人 而是神 他的力量已经打破了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东方浩轩并未经历过那一次天下浩劫 但眼中闪烁着一抹热切 神的力量 是他追求了一生的力量 若是能够看到那位神一眼 他也感觉死而无憾 后来呢 陆臣有些好奇 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力量的神 面对这个世界强者围攻 为何没有毁灭掉这个世界 按照东方浩轩所说 神的力量几近无敌 那么这个世界的人 又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后来 那位神突然消失无踪 但他留下了一件东西 东方浩轩说的模棱两可 对于已经发生了不知多少万年的事情 他也不可能知道其中具体的细节 天书 陆臣猜到了一点 东方浩轩点头 不错 正是天书 我们清云中的太极玄清道 便是清云子祖师参悟天书后 所创的一门功法罢了 陆臣有些震动 这还是他第一次知道太极玄清道的来历 但是他敢肯定 清云子绝对没有完全参悟天书 而光是从天书上感悟到一点的修炼方法 就已经是太极玄清道这种顶级功法 那么天书本身又该是什么级别的功法 传说中的神级 不过 天书晦色难懂 极难参悟 这也是天书名字的来源 但若是能够从天书中参悟出一二 说不定能够如同清云子祖师那般 不如传说中的神仙致敬 不知这个要求 可行 东方浩轩目光死死叮嘱陆臣 有着一丝可求 这是他所能付出的最大代价 天书在何处 陆臣谨慎惯了 若是没有见到天书 光凭东方浩轩三言两语 东方浩轩微微一笑 直到陆臣心动了 他倒也不恼 陆臣没有迫不及待答应他 说明他的心性十分沉稳 带我前去后山禁地 东方浩轩也算是明白了 陆臣是那种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性子 不让他看到天书 自己恐怕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 也是于事无补 陆臣沉膺片刻 当即夹着东方浩轩 朝着后山禁地赶去 他如今刚步入见地 还没有领悟 这方天地规则的力量 自然无法做到撕裂虚空 但他的天涯咫尺步也不算慢 几个呼吸 就已经来到了后山山巅的后山禁地 禁地前有一块石碑 刻着的也正是禁地二字 倒是名副其实 陆臣看了四周一眼 发现这后山禁地之中 陆阵遍布 到处都是强大的禁止 便是五帝来此 也不好脱身 陆臣便一直在此迁道 未曾深入禁地 不过此刻 这些禁地之中的陆阵禁止 已经处于关闭状态 可以随时进入 好精妙的身法 竟是看不出出于何处 东方浩轩落在地上 心中暗叹 原本他还想从中探视一下陆臣的来历 但陆臣隐藏得实在太深 不过是到如今 他也别无选择 只能凭借自己的本心了 若是所托非人 那他也只能认命了 两人一路前行 顺着陡峭的山路 一路向上 脚下是一片云海 陆臣知道 云海下无底深渊 若是实力不高的 不慎掉落 绝对是尸骨无存的下场 很快 看盘根错节 山洞的顶部 幻月洞府 四个古谱大字浮现眼前 刚一来到此地 陆臣便感觉 有着一股极为奇特的力量 环绕四周 体内的气血 都是止不住的翻涌 很显然 这力量来自山洞内部 若非是眼前的石门上 有着诸多静止 恐怕顷刻间 就能让人在这力量之下爆炼 便是以陆臣的修为 在这力量下 也不得不催动体内灵力抵挡 破 东方浩轩还未靠近 就已经是一口鲜血喷出 更显虚弱 陆臣健壮 大手一挥 无数剑气冲出体外 在东方浩轩四周形成防护 抵挡着那一股诡异的力量 东方浩轩掩路金色 没想到陆臣的实力 比起他想象中还要强横 多谢陆小兄弟了 陆臣摆了摆手 问道 天书在哪 就在这其中了 不过 其中有着一股凶利之气 你可莫要在其中待得太久 否则的话 会遭受反噬 东方浩轩面色严肃 郑重警告道 朱仙剑果然就在这里 陆臣心中已经猜出了的大概 没想到 朱仙剑与天书会放在一起 待会老夫打开石门 你独自进去 天书就在石壁之上 能不能够见到 就看你的悟性了 东方浩轩叮嘱道 他如今只是凡人 无法抵挡朱仙剑散发的凶利之气 若不是陆臣施展防护 他早已经支撑不住 不知前辈要拜托我何事 东方浩轩 既然已经带他来到 朱仙剑所在的地方 显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防备之心 他也已经确定了 东方浩轩所说 只要东方浩轩 不提什么过分的事情 他都不会拒绝 东方浩轩和善一笑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 陆臣是个值得信任之人 嘿嘿 老夫临死前 只希望陆小兄弟 能答应我三件事 东方浩轩说道 前辈请说 只要不让我为难 我义不容辞 陆臣道 东方浩轩点头一笑 倒也不会使你为难 第一件事 我希望陆小兄弟 能在青云宗生死存亡之际 出手相助一次 护我青云传承 不知道小兄弟能否做到 陆臣沉吟了一阵 略有些纠结 从几十年前 他来到青云开始 他对青云就没有什么好印象 当初在御清殿上 八位青云高层诸多长老 因为他天赋不佳 而将他送往祖师祠堂 这让陆臣在心中埋怨了许久 若非他有着系统 如今也如东方浩轩一般 即将老死 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但他转念一想 当年若非是青云宗出手 恐怕现在的他 也不一定能够从魔教手中逃离 这也让陆臣对于青云宗 同样也没有太大的敌意 好 这件事 我可以答应 若是青云宗 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我可以出手一次 不过 只是一次 陆臣点头答应 这也算是他 报答青云的救命之恩吧 其实 若是没有东方浩轩 关键时刻 或许陆臣也会出手 毕竟 一川东 算是他半个未入门的弟子 如今 一川东成为青竹锋手作 青云遭遇劫难 一川东必然首当其冲 几十年下来 哪怕是一只猫 都能培养出感情 更何况是一个人 于情于理 他也不会坐视不管 说来说去 他也是一个 拥有七情六欲的人罢了 见到陆臣答应 东方浩轩心中最大的一块石头 总算放下 他接着道 那老夫就在这里 先谢过陆小兄弟了 这第二件事 我希望陆小兄弟 能够替老夫照看一下老夫的后背 能不能换一个 你这个要求 有点过分了 我可无法一直守在你家 帮你守护后背啊 陆臣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若是答应了 那他岂不是一辈子都要锁在东方家 至于陆臣 为何不忽悠东方浩轩 原因也很简单 陆臣本就是一个极重承诺之人 若是应许的事情 那必然会做到 若是觉得自己做不到 那索性就不答应 这样的性格 也让他在剑道上走得更远 大部分的剑修 皆是直爽 直来直去 这样的心境 才能一往无前 所向披靡 东方浩轩尴尬一笑 没想到没能套路到 不过从这一点 他也看出 陆臣是个重义守信的人 那麻烦陆小兄弟 说我东方家一个子弟为徒如何 东方浩轩 只能退而求其次 既然无法让陆臣 当他免费的保安 那就只能让陆臣 给他造一个强者出来 以陆臣教导 一川东的方式来看 若能拜入陆臣门下 那么 东方家的未来千年 肯定会出现 一尊恐怖的剑修 这样的人物 足够护卫东方家几千年了 眼见陆臣思索 东方浩轩继续开口 敢问陆小兄弟 可否婚配 不如老夫将我那玄孙女儿 许配给你 我那玄孙女儿 天赋资质物性皆是不错 而且 相貌也不差 陆小兄弟 若是不嫌弃 停停停 好吧 我收你东方家一个后人子弟为徒 绝不反悔 此事休要再提 陆臣眼见东方浩轩 还要说下去 连忙打断 这东方浩轩都要死了的人 还要算计自己 想着法子 将自己绑在东方家 够狠啊 至于他所说的那个玄孙女儿 他可没有半分兴趣 先不说素不相识吧 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这种只赴为婚 没啥意思 更何况 他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而东方浩轩那玄孙女儿才多少 二十 三十 不论多少 陆臣都有些无法接受 老牛吃嫩草虽然舒服 但是 总觉得 哪里不对劲 总之 相比之下 收个图倒也轻松 不算麻烦 反正只是随意指点几句 东方浩轩叹息一声 心中有些失落 像陆臣这样优秀的人 实乃世间罕见 若真是能与东方家结成姻缘 那东方未来辉煌 只日可待 能够成为五弟的后人 血脉都不会太弱 未来成就 更是不可限量啊 可惜 陆臣看不上 可嗨嗨 陆小兄弟 你要不再考虑考虑 我那玄孙女儿真不错 你见过了 绝对喜欢 放心吧 他不会嫌弃你年岁大的 东方浩轩有些不死心 继续劝说 打住 几千岁数的人 还整这些 呃 嗨嗨 第三件事 我希望陆小兄弟 见到一个人 留他一命 东方浩轩收敛笑容 变得肃软 眼中有着一抹无奈 谁 陆臣有些好奇 北明艳红 北明艳红 他还活着 陆臣有些惊讶 在清云宗这么多年 他自然听说过这个名字 清云宗三大太上长老 东方浩轩 南宫末 北明艳红 整个天下泰山北斗的人物 皆是五帝境界 原本陆臣还以为 其余两位太上长老 不在清云 已经陨落 可现在听来 竟然没死 而且 让我饶他一命 是什么意思 内讧了 东方浩轩 看出了陆臣的疑惑 叹息道 不过 现在的他 应该是天鬼域的 玄民鬼帝 什么情况 陆臣凌乱了 天下正派领袖 清云宗的太上长老 居然成为了 魔教天鬼域的 玄民鬼帝 这个消息 实在是太劲爆了 若是传出去 恐怕整个天下 都要沸腾 这恐怕 又是一段 不为人知的故事吧 东方浩轩 眼底满是黯然 深深叹息一声 摇头不语 这段伤心往事 他不愿再提 但这模样 落在陆臣的眼中 可是勾起了 他八卦的心思 难道 前辈喜欢他 东方浩轩 深吸一口气 缓缓闭上眼睛 然后点头 好家伙 陆臣没想到 东方浩轩 都已经有了后代 心中还有 北明艳红的位置 这东方浩轩 年轻时候 肯定也是个痴情人 那他不喜欢前辈 陆臣试探问道 嗯 东方浩轩 无奈点头 他喜欢那个南宫墨 陆臣继续试探 东方浩轩 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 梁九才点头道 不错 好复杂 看来上次来这后山禁地的 就是北明艳红了吧 陆臣摇了摇头 这奇怪的关系 有点难以理解 东方浩轩没有说话 像是默认了 难怪以前辈的实力 居然会伤得这么重 陆臣摇头 算是明白 身为九平五帝东方浩轩 为何会弱得这般下场了 不过 他也觉得 东方浩轩能够活到今日 也有北明艳红留守的缘故 让得陆臣意外的是 即便被北明艳红伤成这样 他临死前 居然还想着对方 不得不说 陆臣微微有些感动 但这不妨碍 他觉得东方浩轩是个田狗 实在是太卑微了 田狗没有房子 陆臣突然有些同情起东方浩轩了 点头答应道 放心吧 若是我遇到他 我会饶他一命 不过 依旧只是一命 好 那就多谢陆小兄弟了 东方浩轩如是重负一笑 不过 我挺好奇 前辈对我这么有信心 陆臣自问自己很少出手 一个一品见地罢了 这东方浩轩居然要他饶一个九品鬼地一命 看来对他期望很高啊 老夫看人向来很准 你有这个资格 东方浩轩傲然道 其实 他根本看不透陆臣 才会觉得 陆臣很强 这只是他的一种直觉 而且 现在的陆臣 虽然不敌北明燕红 但是几十年后呢 那北明燕红是怎么回事 可嗨嗨 两码事 老夫打开石门 你先进去吧 东方浩轩轻壳一声 转移话题 他早已经将生死看得很开 此刻心中再无牵挂 感觉格外轻松 轰隆隆 随着一阵轰隆隆的激阔声响起 幻月洞府的石门 缓缓打开 入小兄殿 要切记 幻月洞府之中 有着古剑诸仙 兄弟之气极重 可千万别靠得太近 更不试图掌控 而且 每隔一段时日 便要出来一次 否则兄弟之气入体 神仙难救 若是悟不透 那也不要勉强自己 当心走火入魔 东方浩轩 早已站在山洞最外围 郑重提醒到 陆臣点头示意 而后转身 迈步走入幻月洞府 当陆臣走进洞府 石门又很快合拢 不知道以他的悟性 能够悟透多少 东方浩轩 找了一处石桌盘坐 望着石门喃喃自语 幻月洞府 一走入洞府 陆臣便感觉 一股更强的奇异力量 朝着他挤压来 令他气血都有些暴动 甚至隐隐影响着他的神志 让他不自觉 有一种杀戮的欲望 好强的气息 这就是神兵之威吗 果然不凡 陆臣连忙默念太极玄青道 一股青涩灵力荡漾而出 在他周身 形成一个个小型的阴阳太极图案 抵挡着这一股 凶利气息的入侵 好在陆臣修为足够强横 而且这凶利气息 无人控制 倒也不难抵挡 感觉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陆臣这才打亮起眼前 眼前一片黑暗 但却丝毫不影响陆臣的视线 视野脸 是一个狭窄的山洞 四周是凹凸不平的山洞 其上布满着各种纹路 散发着一股强横的波动 这是灵阵的阵纹 想来是限制古剑诸仙所布置 否则的话 整个青云后山 恐怕都要被这一股 无形的凶利之气给占据 变成一处凶煞之地 这诸仙剑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柄神兵 居然能发挥出堪比武帝的气势 顺着山洞前行 每前进一段距离 陆臣都会感受到 更强的力量侵袭而来 让他不得不小心应对 这还是无人掌控的情况下 实在是难以想象 若是有人能够掌握着诸仙剑 又该强横到什么地步 恐怖真的会如诸仙一般 连神仙都能诛杀吧 陆臣此刻可没有一点 基于诸仙剑的想法 光是诸仙剑散发的威势 就已经如此 若是真的握在手中 恐怕真的会如东方浩轩所说的那般 神仙难救 至少 以他目前的实力 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没有足够强横的实力 只会被神兵反噬 这一点 陆臣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心中微微有些可惜 但很快 陆臣便想开了 反正诸仙剑就在此地 也不会离去 待他得到天书之后 真正突破神仙之境 到时候 一定前来此地 将这诸仙剑取走 所谓他的兵器 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 这是一个圆形的洞窟 四周八个方位的墙壁上 镶嵌着头大的夜明珠 散发着柔和的光韵 将整个洞府照得宛如白昼 在洞窟中心处 有着一个巨大的石台 一柄巨剑斜插在石台之上 巨剑古朴 造型华丽 整体成玉白色 约莫一丈长短 宽有一尺 剑手剑柄剑格 均与普通的仙剑不同 看不出是和炼器材料所住 似时非识 似玉非玉 但陆成却知道 这炼器材料绝对不凡 比起他所迁到 得到的天外神铁 品质都要高出几倍 根本没有可比性 在巨剑剑身之上 还有着一种极为奇特的纹路 鲜红色的光滑流转 宛如人的血脉 充满着生机 不停滤动 似乎在呼吸一般 好剑 陆成不由暗叹 眼中有着火热 这一柄剑 绝对是他见过最完美的一柄剑 而且灵性十足 比起一些极品灵兵 不知强出多少倍 只是看着 陆成就觉得 若是手持这柄猪仙 都能开天辟地 猪仙斩神 不过此刻 在猪仙剑的剑身上 还有着一条条手臂粗细的 玄铁锁制的铁链 紧紧地绑在了猪仙剑上 万载玄铁链之上 各种光滑闪耀 似乎抑制着猪仙剑一般 生怕它会自动飞出去 好玄傲的灵阵 怕不是九级的困阵 陆成催动天机眼 一眼就看出 这玄铁链所连接的八方十柱 都刻画着一个九级灵阵 灵阵中的纹路十分密集 足足有着数千个灵阵节点 配合着青云后山山脉下的地底灵脉 源源不断的灵气汇入其中 拥有着封锁万物的能力 若是陆成没有天机眼 无法看透灵阵的纹路 想要以蛮力 破除这九个九级困阵 也绝非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还是先去找到天书所在的时事吧 陆成舔了舔嘴唇 不舍地移开了目光 看向了洞窟中四周的八到十门 这八到十门 以八卦阵列所排列 其中一处 便是天书所在的位置 陆成一眼看穿虚妄 直接走入前字门 门后是一间时事 时事之中 除了一张石床之外 别无他物 在四周的墙壁上 全空无一物 天书不在这里 陆成疑惑 按照东方浩轩所说 只要破开八卦阵 便能找到天书所在的位置 不可能 绝对就是这里 不可能出错 唯一的问题 便是这天书之上了 据东方浩轩所说 当年青云子无意中 得到天书的时候 并不知道 天书乃是当初 那位天外来客 所遗留下的东西 只是将天书刻在 幻月洞府的石壁之内 直到青云子 感受到了飞生的契机 离开青云宗的时候 才结合当年那个传说 判断出这是天书 转告了青云后人 但现在 天书却是不见了 难道是东方浩轩骗我 谨慎的陆成第一反应 便是觉得 摇了摇头 想不到东方浩轩骗 他的理由是什么 只得重新开始 打量起石室来 石室并不大 只有十来个平方 空无一物 却在这时 头顶突然出现一道光束 沈天才望向头顶 才发现 在石室的顶部 还有着一个极为细小的孔洞 想来外面已经入夜 月光顺着空洞而下 照在了石壁之上 显现出一行字 陆成望向石壁 顿时眼前一亮 一个个古朴的字体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些小字 若是放在外界 绝对不会有人认识 宛如天书 但陆成 却是全都认识 因为这是来自华夏的字体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一道道口诀 在月光的照耀下 出现在了无字石壁之上 这不是道德经吗 陆成愕然 没想到 华夏的道家经典道德经 居然在此刻 成为了一本 能够迈入神仙的天书 可惜 我原本对于这本道经的理解 根本没啥用 陆成有些无语 不过很快便已释然 他以前对于道德经的理解 与修炼方法相差太多 在他对于武道 有着一定的了解之后 才知道 这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当中 究竟包含着多少信息 完全不能以字面意思 去理解感悟 更无法用来修炼 而且 一本功法所承载的方式 所包含的意境 也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 他脑海中 关于道德经的记忆 对他没有什么加持 只是能够让他知晓 这个字叫什么而已 最为重要的 还是实必上这个字的意 当然 好处也不是全然没有 至少 他能够引认出 从而依靠这个 去理解这个字的意 陆成收起其他心思 聚精会神望着石壁 试图将这些晦涩 无比的口诀意境 记在脑海之中 这不像普通的书本 而是远超天阶功法的口诀 想要修炼一部功法 第一个步骤便是理解 无法理解消化 也不可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也是许多人 一辈子都无法踏入武道的缘故 连入门的功法的都误不透 何谈修炼 但 便是以他的悟性 想要完全记住 理解这些口诀 也十分困难 很快 一夜便已过去 陆成只记住了 短短十八个字的意境 但这个速度 已经远超了绝大部分的人 当年青云子得到天书之时 花费了整整四百年 才领悟到四十个字 从而创造出太极玄清道 待得青云子 完全参悟这部天书 已经是几千年以后 而青云宗历代真传弟子 太上长老等人 绝大部分人 连一个字都没能领悟 只有南宫末 短短百年 就领悟了五十来个字 然后将自己的感悟 添加在了太极玄清道之上 也就是陆成在藏书阁 得到的那一本太极玄清道 随着月光消失 石壁上的内容 也一并消失 陆成只好先感悟 消化一下天书的内容 等着夜晚再度来临 仔细看下来 陆成发现 天书中记载的内容 与太极玄清道 不谋而合 讲究的 皆是天地人合一的修行方式 只不过 太极玄清道的口诀 是简化了无数倍的天书 但即便如此 太极玄清道 也依旧被称为天阶功法 可见天书的晦色 不过 这也让得陆成 对于那位开创了 清云宗的清云子祖师 愈发敬佩起来 陆成还有着能够读懂 这本天书的优势 而清云子 乃是此界之人 能够单纯从一个 不认识的古文意境中 感悟出一部功法 这个能力实在不俗 咦 闲来无事 在这里签道试试 陆成感叹之时 想起已经过了一夜 想起了签道一试 这幻月洞府 买是他第一次签来 说不定能够签道出 什么好东西来 系统 我要签道 陆成在心中默念 恭喜宿主 在幻月洞府签道成功 获得八星奖励天书 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 陆成呆了片刻 八星奖励天书 这可是 他签道第五十年来 第一次得到八星的奖励 不过这个天书 系统 怎么不是奖励天书 嗨 回宿主 系统无法为宿主提供 超过此方世界规则的物品 若是强行提供 我的解释 陆成也算明白了 很显然 这天书 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了 而且 品级还不低 陆成将天书 嗯 幸好 这天书 一番查探后 陆成发现天书 应该是我还未彻底领悟 眼前这一卷的内容的缘故 所以无法联系起来 陆成猜测着原因 也不着急 将 也不知道 这天书到底有着几卷 希望明天再签道 得到一卷吧 趁着夜晚还未来临 开始修炼起来 现在的他 境界停留在一平五地的层次 想要突破就越困难 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多 不过他此刻领悟了一部分天书 已经可以配合太极玄清道一起修炼 修炼速度 也是提升了好几倍 这让陆成 可谓是欣喜不已 难以想象 若是完全参悟天书 那修炼速度得快到什么地步 难怪天书会分为几卷了 按照陆成的估计 如果是完整的天书 恐怕不用十年 就能突破到五圣吧 这个修炼速度 是陆成之前修炼的好几倍 这一下 陆成倒是十分想要迁道 得到其他部分的天书了 他也不认为 眼前这个石壁上 能够记载着完整的天书 清云子的悟性天赋是很强 但绝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记住所有的天书内容 就算可以 清云子得到的 也未必就是完整版的天书 不过眼下 有一个现成的还未参悟 他也不急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 陆成每天 除了迁道之外 就在时事之中白天修炼 晚上参悟天书 日子倒是充实 迁道了接近两个月 陆成虽然没有再得到其他天书 但他发现 在幻月洞府迁道的时候 比起在祖师祠堂 更容易出现高薪奖励 最低都是三星 除了一个天书 根据系统介绍 这龙鳞凤皮衣倒是不凡 炼制材料 可是来自真龙的鳞片 和神凤的凤皮 由万年引罗残土的丝所制 万年引罗残的能力十分特殊 极为罕见 他土的丝乃是隐形的 哪怕是地同 也无法发现 而有引罗残的思索炼制的 龙鳞凤皮衣 除了拥有极为强大的防御力之外 还能拥有隐形的能力 而且 这龙鳞凤皮衣之中 还有着极为玄傲的振文勾勒 若是催动 能够无视境界 增幅一个境界的实力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武皇穿上龙鳞凤皮衣 就相当于武圣 一个武圣 就相当于武帝 而且 龙鳞凤皮衣对于自身消耗的并不大 不过只是力量上的增幅 并不代表真正拥有武帝的能力 与真正的武帝 还是有些差距 但即便如此 至少面对武帝 也能有一战之力 遇到一个底蕴不怎么强大的武帝 说不得还能取上 便是遇到如东方浩轩这种极致武帝 也能从容逃离 足以可见 这一件龙鳞凤皮衣 有多么珍贵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扛得住诸仙剑一击 陆臣在心中不免想到 陆臣就这样 在换月洞府安心修炼起来 每过一段时间 都会出去换月洞府一趟 这十世之中 兄弟之气十分浓郁 待得久了 便是他也有些坚持不住 神志有些混乱 参悟天书的效率会大幅度降低 东方浩轩还未老死 他每天就坐在换月洞府前方 目光遥望着天边的落霞 正正出神 连陆臣坐在他身边都未发觉 两久 他才重重发出一声叹息 转过头来 正好看到陆臣 陆小兄弟 你出来了 怎么样 悟出多少了 东方浩轩连忙问道 他很想知道 陆臣领悟到什么地步了 与他预期的差了多少 他的眼中有些期望 还有些热情 其实 他之所以带陆臣来此 也不完全是为了 与陆臣完成交易 更多的是 想完成自己临死前的一个心愿 他这一生 只在意三件事 除了青云宗与北明艳红外 便是追求五道巅峰了 他也曾在换月洞府 参悟过很长一段时间 试图如青云子那般 从天书中感悟到成神契机 只是可惜 天书对于他来说 就是真的天书 天书的晦涩程度远超他的想象 他曾在换月洞府十世中 哭作数百年 也不过才参悟寥寥几字 而南宫末 却能在百年时间 就参悟接近五十个字 悟性比起他来说 不知强到哪里去了 而陆臣能够与南宫末一般 参悟万箭归宗 更是悟到了那失传一招 他敢肯定 陆臣的悟性 比起南宫末 肯定要强出许多的 而陆臣才多少岁 七十多岁罢了 他觉得 陆臣很有可能是 继青云子祖师之后 再度飞升的人 虽说听北明燕红说 南宫末也已经飞升 但东方浩轩不太相信 当初南宫末身受重创 便是有起死回生的逆天大阵 让他活了下来 也绝不可能在几百年内 就完成飞升 倒也不难理解 放眼天下 近万年来 别说见过了 东方浩轩连听都未曾听过 有着其他人飞升的事情 这让他如何相信 但陆臣不一样 陆臣悟性过人 天资卓越 短短不到百年 就已经走完了 别人需要几千年才走完的路 这样的天资 便是青云子祖师 也无法比拟 所以 东方浩轩 想要在临死前 见证一下陆臣登陵武道巅峰 完成飞升的神迹 虽说自己很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 但有着参与感 也能让他弥补 心中最后的遗憾 而且 若是陆臣 能够从青云飞升 对于青云宗来说 可是好事一件 一个飞升者的震慑力 可比他这个九品五帝 要强得多 青云宗曾经也曾经历过低谷 之所以 如今依旧毅历 很大的原因 便是青云子祖师的存在 只是如今 距离那个时间段 太过遥远 已经过去了数万年不止 所以 青云子祖师 这个飞升者的名头 也渐渐压不住众人的野心 但陆臣若是飞升了 至少未来万年 青云宗不论遇到何事 只要有人提及青云宗 都不会忘记陆臣 虽说陆臣不是青云宗的人 但外人不知道啊 陆臣从一开始 都待在青云宗 谁会认为 陆臣只是一个 看守祖师祠堂的杂役 所以 陆臣注定会与青云宗 有着羁绊 不得不说 东方浩轩 想得十分遥远 这也正是东方浩轩 之所以甘愿 让陆臣参悟天书的目的 嘿嘿 不是很多 才参悟七十多个字 陆臣尴尬一笑 他倒是没有东方浩轩 想得那么远 也不知道 东方浩轩 如此做的真的目的 反正东方浩轩 提出的三个条件 是他换取天书的代价 对他来说 不算太亏 至于会不会给青云宗 带来什么影响 他也不在意 毕竟青云宗 多多少少 也算是他最为熟悉的 一个地方 人嘛 都是有感情的 陆臣也不例外 待得久了 自然而然会对一个地方 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与依恋 而且 在见到天书之后 也让他对于五道巅峰 有着一种渴望 若是有机会 有能力 谁会甘愿平庸 其他人不知道 但陆臣不会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达到五道巅峰 然后出去浪一下 整天听一川东说 外面的花花世界 多么美好 他说 不心动 那肯定是假的 接近六十年 没人比他更渴望外面的世界 原本他打算达到见地之后 就出去溜大一圈看一看的 但现在 有着天书在此 他这个心思 也渐渐弱了下去 最起码 也得等他参悟完天书再说 反正 他现在寿命悠久 万事不及 听到陆臣的话 东方浩轩 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原本眯成一条缝的老眼 在此刻 争得宛如鸡蛋 满事不可思议 神什么 多少来着 东方浩轩喉解滚动 狠狠吞咽着口水 声音尖锐 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太老了 耳朵出问题了 听叉了 七十多个字 这才三个月啊 你真的做到了 见到陆臣 无奈重复了一遍 东方浩轩直接跳了起来 哪里还有半分虚弱老死的样子 死 东方浩轩 忍不住倒吸冷气 满心震撼 这陆臣 简直就是怪物 五十年成就见地 也就算了 参悟天书三个月 就领悟了七十多个字 便是清云子祖师 与南宫师弟 这等精彩绝艳的人物 与陆臣比起来 不 根本没法比 没得比啊 他们都花费了 接近上百年才参悟 而陆臣 只是三个月 东方浩轩挣了许久 而后一张老脸上 才满是兴奋 果然 他没看错人 陆臣的悟性 实在逆天 东方浩轩此刻的心情 就好比 自己从石堆之中 找到了一块仙玉一般 呃 前辈 七十多个字很多吗 我感觉速度有点慢了 估计完全参悟 还得需要个几年时间 陆臣也不知道 别人参悟天书时候的速度 不理解东方浩轩 为何会如此失态 倒也正常 毕竟他参悟太极玄青道的时候 只花费了半天的时间 对比起来 速度自然慢了 不知多少倍 他觉得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这话 落在东方浩轩的耳朵里 可就不一样了 听听 人言否 还七十个字很多吗 老夫参悟了几百年 也才参悟几个字啊 而且 你这几年 就参悟完石壁上的天书 未免有些太过了吧 即便你悟性逆天 也做不到吧 听到陆臣这有些漫不经心的话 东方浩轩 心中很想吐槽 但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至少 东方浩轩 还没见过谁完全领悟石壁上的天书 哪怕是青云子 也是如此 更别说只用几年时间了 不过他好歹也是五帝 不能不要面子 经过短暂的震惊 已经稳住了心神 嗨嗨 陆小兄弟 果然天赋一柄 老夫佩服 不知陆小兄弟 为何会留在我青云祖师祠堂 难道是因为天书而来 亦或者是朱仙剑 东方浩轩不太明白的是 陆臣拥有如此逆天天赋悟性 为何会甘愿在祖师祠堂扫地 这也是他一直想问的问题 自从他开始关注陆臣以来 就发现陆臣的不简单 这样的人来到青云宗 除了天书与朱仙剑以外 他根本想不到 其他什么原因 在陆臣出手朱砂聂永安当晚 他便想着找机会询问一番 只是可惜 还没开口 就遇到了北明燕红前来 他身受重伤 也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三年来 只能一直靠着接触陆臣 从而看陆臣到底有何企图 会不会对青云宗不利 好在的是 陆臣虽然会前来后山禁地 但却未曾深入 而且还收了青竹峰手作一川东为弟子 有这一层关系在 也让他放心了许多 现在 他既然已经与陆臣有着约定 自己也对他毫无威胁了 他倒也不怕陆臣 会因为自己知晓他的秘密 而杀人灭口 所以问出来 没有任何压力 呃 此事说来话长 陆臣文言 不由地回想起五十多年前 进入青云宗的那一天 心中也有些感慨 不过他倒没有隐瞒的意思 东方浩轩给他的印象 还算不错 就当做一个故事说了出来 什么 一路小兄弟的天赋悟性 千鹤那傻小子 去安排你扫地 这千鹤到底在干什么 东方浩轩听闻往事 情绪十分激动 愤怒气地吹胡子 安排陆臣这样的天才扫地 那不是和用诸仙剑灭杀蚊子一样 如果不是千鹤 那么青云宗未来 可是有着一尊武神作证 不 是剑仙 剑仙是什么概念 剑仙最令人忌惮的 便是那极致的攻击力 毫不夸张地说 以一个剑仙的攻击力来说 一个剑仙 相当于一个半童等级武者 一个剑仙 可以媲美一个半个武神 当然 一些妖孽不在其中 在东方浩宣心中 入城最起码敌得过三个武神 一个领悟了圆满版万剑归宗的剑仇 有多恐怖 也只有他知道 这特么相当于青云宗 失去了三个的未来武神啊 东方浩宣越想越气 如果不是他现在修为尽师 他恨不得一巴掌将千鹤给拍死 怎么青云宗会落在千鹤这种人手里 没长眼睛啊 入小兄弟 这千鹤不长眼睛 老夫这就换他钱来 像你认错 东方浩宣气势汹汹说道 虽然已经失去了武帝的修为 但却依旧散发着一股无形的威严 不必了 前辈 小事罢了 而且 在这祖师祠堂 倒也难得清闲 我挺喜欢的 陆辰拒绝了东方浩宣的提议 当年不被青云宗众位长老收入门下 他是有过一段时间的埋怨 但随着时间流逝 这点小事 早已经被他淡忘 如今 他也已经证明了自己 而且 如果不是待在祖师祠堂 他也不会有这么清静的环境 来给他签到提升自己 说来说去 倒也没有什么不好 陆辰也觉得 因为这事 就责罚千鹤长教 显得自己有些小心眼了 太没排面 掉逼格 不至于 嗯 那不知陆小兄弟 未来有何打算 要不加入我青云 东方浩宣 试探着陆辰的态度 他快要老死了 不得不为青云宗的未来打算 如果能拉陆辰 加入青云宗 对青云来说 可是天大的荣幸 前辈 这就大可不必了 我自在懒散惯了 不喜欢受约束 陆辰婉拒道 放心 不会约束你 和老夫一般 做一个太上长老 清闲自在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东方浩宣保证道 陆辰笑着摇头 没啥兴趣 东方浩宣见状 不免叹息 看来自己的算盘又要落空了 陆辰果然没啥野心 不过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 开口道 陆小兄弟 成为青云太上 其实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没有任何约束 如果你愿意在我青云 做一个挂名的太上长老 老夫愿意将朱仙剑赠予你 如何 东方浩宣可谓是费尽了心力 连朱仙剑这种条件都开出来了 可见 他多想将陆辰与青云宗绑在一起了 不妥 朱仙剑凶利之气太重 我掌控不了 给我也是无用之物 陆辰摇头 他可是见过朱仙剑的 朱仙剑在有着八方封锁临阵的情况下 依旧散发着 如此浓郁的凶利之气 不难想象 若是朱仙剑失去了封印 又该是什么模样 陆辰觉得 自己绝对无法掌控那一股力量 至少在他没成为剑仙的时候 无法掌控 东方浩宣倒是一笑 其实 那只是因为朱仙剑是无主之物罢了 若是让朱仙剑认主 便不会被那股凶利之气所影响 我相信 一路小兄弟的天资 迟早能让朱仙剑认主 陆辰闻言 不经玩耳 这东方浩宣倒是想的法子 都想拉他加入青云宗啊 这口才要是去做销售 绝对能成功 可惜 陆辰如何不知道这个道理 但让朱仙剑认主的这个过程 太过遥远 没啥必要 因为一柄朱仙剑就卖了自己 陆辰可不做这个赔本买卖 见到陆辰死活不同意 东方浩宣也有些无奈了 前辈 我要继续参悟了 你保重身体 陆辰说完 便又朝着幻月洞府走去 望着陆辰的背影 东方浩宣无奈叹息 青云宗就这样失去了一个强力靠山 实在让他可惜 一想到这件事是千鹤般的好事 东方浩宣便是气不打一处来 也没心思留在这里 伸手一招 一只仙鹤腾空而来 带着他朝着通天风方向飞去 此时 距离青云宗数万里外的一座古城中 城中 正在发生一场屠杀 无数生灵叠雪 成群建筑倒塌 四周一片狼藉 血流成河 惨不忍睹 魔教四大势力的人 刚刚攻占这一座古城 在古城中新处的一座参天楼阁中 四大势力的强者 尽数汇聚于此 守卫之上 乃是一位身穿黑袍的男子 男子面容阴冷 气息雄浑 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一缕缕黑气的魔气 此人正是森罗殿七大殿主的大殿主 也是此次魔教四大势力当中 明面实力最强之人 森罗魔帝 修为已经达到了九平五帝 魔教之中 实力为尊 是也 这次四大势力 联合攻打青云宗 乃是以森罗魔帝为首 在其下方 有着三位同为是九平五帝修为的各大势力首脑 一位少女模样的女子 笑盈盈地坐在椅子上 目光好奇 打亮着四周的魔教众人 但却无一人敢直视他的目光 他是夺命宫的一位九平五帝 有着夺命美人之称的摘星花帝 摘星花帝虽然活了数千年 但依旧少女模样 他有着一双足以颠倒众人的毛子 时时挂着笑意 看起来娇美无限 诱人心神 不过在座的人 却无一人敢多看他一眼 因为他们都知道 摘星花帝乃是一名杀手 他杀人的手段层出不穷 甚至不出手 光是以美貌就能杀人 曾经不知道有多少对他有想法的男人 都已经死了 在其对面 是天鬼狱二大狱主之一的玄冥鬼帝 玄冥鬼帝一身黑衣 将自己笼罩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射人的眼睛 玄冥鬼帝的身后 林雪薇乖巧站在身后 冷若冰霜的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楼阁之中 也不乏一些魔教年轻一辈 极为出色的少年天骄 从进入此地开始 他们的目光就从未离开林雪薇 眼中有着浓浓的兴趣 这一路行来 他们见证了这位强威女魔的心狠手辣 以及可怕的实力 更何况 林雪薇更是有着天下第一美人的称号 就连摘星花地在他面前 也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林雪薇即便只是站在那里 就成了无数人的焦点 这也激起了不少魔教天骄的征服欲 这样的女人 才是他们应该追求的对象 但是林雪薇却未曾看过他们一眼 一张脸宛如木偶 从头至尾都是这副表情 在玄冥鬼帝身旁 还坐着一位身负黑色重剑的中年男子 男子面无表情 一头黑色长发披散 精精坐在那里 正是星宿剑派的星宿剑帝 当有人的目光望向他背后 那柄长剑之时 皆是露出忌惮的神色 自从南宫墨百年不出之后 星宿剑帝的名声 在这数百年间也随之暴涨 隐隐有取代南宫墨天下第一剑的趋势 就连森罗摩帝 看向星宿剑帝之时 谋中也有些慎重 单打独斗 他并不是星宿剑帝的对手 也幸亏星宿剑帝 没有什么野心 才能让他主持这次行动 除了这四位九平五帝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势力的掌门人 也都是五帝层次 更有数十名五圣层次的存在 其中曾经的青云七脉 首座之一的谢远山也在其中 不过他的实力 在魔教众人之中并不显眼 可以说 魔教这次出动的力量 几乎占据了所有魔教的八成 从三个月以前 魔教众人便从西边荒漠出发 一路屠杀 到的如今 已经灭掉了数十个名门正派 其中 还有建立在神静皇朝西部的一个 堪比青云宗的超级势力 伏魔剑派 伏魔剑派 虽然不如青云宗传承悠久 可却也已经传承万年 抵运雄厚 但面对四大魔教势力的围攻 更有四名九平五帝出手的情况下 伏魔剑派 未能坚持三日 就已经尽数覆灭 这一路上 魔教所到之处 哀鸿遍眼 民不聊生 哼 还以为正派实力有多强呢 原来不过如此 简直是不堪一击 星宿剑帝感受到整座城 已经被肃清一空 一脸傲然 语气中满是不屑 呵呵 确实如此 这些正派势力 连让星宿哥哥出剑的资格都是没有 一旁 摘星花地娇笑不停 声音悦耳 仿佛带着一股魔音 令人痴迷 摘星妹妹过奖了 比起你的摘星拿月 那杀人无形的手段 我不过是一个 只会用剑的猛夫罢了 星宿见地 可却不敢大意 这个女人说的话 半个字都信不得 此次还要多亏玄冥老兄了 若不是她 我们四大势力 恐怕还无法放下过去成见 如今 我们四大势力联手 这些正派势力 不过是臭鱼烂虾巴了 恐怕只有法元寺和清云宗 有一战之力 若是我们早点联手 又岂会被压在那鸟不拉屎的荒漠 整整几百年 待得灭了清云宗之后 我们便掌握了整个神进皇朝的西部区域 到时候 便是神进皇朝派出神武军 也奈何不了我们 折服了数百年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到时候 这天下 尽归我们魔教所有 森罗摩帝把玩着手中的茶杯 英策策孝道 他如今身为四大魔教势力的主持者 可谓是意气风发 说话间魔气生腾 让人难以喘息 本帝可对这天下没什么兴趣 到时候 清云宗归我天鬼欲变好 其他的 本帝不与你们争 玄冥鬼帝沙哑的声音 自黑袍下发出 嘻嘻 本姑娘 只要神进皇朝的百万神武军 和整个东海区域就好了 摘星花帝笑嘻嘻说道 宛如一个情斗初开的少女 本帝只想与那南宫莫一战 证明我的新陈剑法 远超他的万剑归宗 新秀剑帝 也说出了自己的意愿 哼哼 大家各取所需 自然是最好 到时候所得到的资源 本帝也不会忘了你们的 孙罗摩帝笑道 这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局面 只有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 他们的联盟 才足够牢靠 若是不齐心 即便攻上青云宗 到时候也免不了自相残杀 到时候也会让其他名门 正派渔翁得利 既然如此 那我们明月启程 攻占青云 森罗摩帝的声音 响彻整个古城 魔教众人文言 皆是热血澎湃 在与正道各派交锋中 就属这次最为威风 当即 整个古城 传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攻占青云 攻占青云 声音穿透天地 直入云霄 魔教一路杀来的消息 不可避免地传了出去 并且如火一般的速度蔓延 传到了整个神境皇朝西部区域 自从数百年前 那一次政协大战之后 魔教虽然层出不穷 但大多数时间 都是躲在西边荒漠之中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清朝出动 各大超级势力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连忙派人前往调查 却无一人生还 至此 所有势力都是明白 这个消息 很可能是真的 随即 整个神境皇朝西部 人心惶惶 一些人已经提前收拾东西 朝着神境皇朝的帝都城赶去 只有那里才足够安全 一些势力 连忙关闭山门 不敢应战 生怕这些魔教势力 去往他们所在的山门 无他 四大魔教势力联手 实力太强 这一路所向披靡 根本不是一般的超级势力所能抵挡 神境皇朝的正道门派虽多 但彼此相距甚远 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互相支援 他们也只能相互传讯 请求各大势力支援 并且开启了护宗大阵 以期望能够在魔教赶到之时 能够多抵挡几日 带得诸多正派救援 但出乎他们意外的是 魔教一路北上 并未刻意攻打 离得较远的一些势力 这也让诸多势力 在心中悄悄松了一口气 不过 他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魔教所前往的方向 正是清云宗 他们也在此时明白过来 这一次魔教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清云宗而去 魔教这个举动 倒是让的不少正道门派不减 清云宗如今是正道魁首 号令天下正派势力 莫敢不从 而且 清云宗内 除了有神经王朝十大强者之一的 千鹤掌教坐镇之外 还有着三位九平五帝的清云太上 更是有着清云护山见证的存在 即便魔教如今声势浩大 四名九平五帝坐镇 阵容空前强大 若是对上了清云宗 也没有多少胜算 这魔教直奔清云宗 到底有何目的 不过 诸多势力 此刻也没有多管闲事的打算 静静观望起来 清云宗实力强横 根本无需他们出手 若是他们贸然出山 遭遇了魔教 那他们可就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 所有人也都在此时 将目光放在了清云宗的身上 这一次能不能抵挡住魔教 就只能看清云宗的了 当然 其实更多的正道势力 皆是想着两败俱伤 从而渔翁得利 以往正派联盟 不过也都是各大势力 用来刷生亡的手段罢了 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谁会为了名门正派几个字 冒着生命危险 去干这种事 通天风 玉清殿 千鹤道长与七位卖主 皆在此列 一川东如今身为青竹锋手作 年纪轻轻的他 身穿手作服饰 看起来有些意气风发 一川东可以说是清云宗历史上最年轻 也是实力最弱的手作 不过却没有一人 胆敢小瞧于他 几年过去 天资更古的改变之后 一川东的修为 也已经到达了九平五尊的地步 这样的千鹤等人嘖嘖称奇 原本一个没有什么天赋更古的人 怎么会突然进步神速 而且 这还是一个剑修 他们只能将原因 归咎于一川东大器晚成 这样的千鹤道长 和其他几位手作 后悔不已 当年看走眼了 不然得话 说什么 他也要将一川东收入门下 不过此刻 众人都有些愁眉苦脸 一脸忧色 他们也在不久前得知了 魔教四大势力结盟 走出西边荒漠 一路朝着青云杀来的消息 若是放在以前 青云宗自然丝毫不惧 但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也只有他们这些高层知晓 青云宗如今所面临的困境 青云宗三位太上长老 十宗两人 而东方浩宣 在上次被神秘人重创之后 修为大跌 大献已至 已经活不了多久十日 如今 青云宗只有千鹤道长一位武帝 面对着四大魔教势力联手 青云宗根本无法抵挡魔教的攻势 当即 千鹤掌教便下令 朝着各大超级势力求援 此刻他们便是在等待消息 好做出应对之法 回禀掌教 各大超级势力回信了 当年带着陆臣去往祖室祠堂的道玄 急匆匆走进大殿 千鹤道长坐在掌教守卫之上 眉头紧锁 鸣思苦想 听到消息 顿时一喜 连忙道 快说 各大势力说 他们此时无法支援青云宗 说这是魔教的诡计 为德就是引他们出山 尽数歼灭 他们只能守在山门之中 道玄念着手中的玉飞符上的信息 声音有些嘶哑 一旁 七脉手作的面色也十分难看 什么 他们怎么能这样 大家都是正道势力 面对魔教居然袖手旁观 若我轻云被迫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 他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 听到这个消息 千鹤道长难得震怒 七脉手作也是满脸怒意 没想到 这些正道势力 平日声称自己是什么名门正派 到了关键时刻 居然是这副态度 不过 事已至此 他们即便再怎么震怒 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掌教师兄 要不我们先行撤离 前往帝都城一壁 想必禁帝 也不会眼睁睁看着魔教 如此大开杀戒的 天元风手作 沉思了片刻道 不行 清云宗乃我清云根基 传承数万年 怎么可能就这样毁在我们手脸 根本没有多想 千鹤道长 就已经否定了这个提议 那该如何是好 一众手作 皆是面露苦涩 四位魔教九平五帝出手 单是一个清云宗 如何能够抵挡 也在此时 东方浩轩骑着先鹤 来到了玉清殿门外 见过东方师叔祖 千鹤道长 与七脉手作 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 连忙迎了出来 心中微微一叹 若是东方浩轩实力还在 凭借清云护山见证 说不定能够抵挡住魔教的攻势 但可惜 怎么回事 都愁眉苦脸的 东方浩轩本想来训斥众人 但一来就发现 几人的面色不对 显然是 发生了什么大事 只得开口问道 没有什么 东方师叔祖你怎么来了 千鹤道长勉强一笑 没有告知 东方浩轩已经命不久矣 平日更是对清云宗情深义重 若是听到这个消息 恐怕当场就得晕死过去 没有 你能骗得了老佛 东方浩轩 好歹活过上千年的人物 哪里这么好骗 自知瞒不住 千鹤道长只好如实相告 果然来了吗 倒是挺快的 东方浩轩并未晕死过去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他本以为 北明彦宏说服其他魔教势力 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但没想到 三年就已经做到了 师叔祖 见到东方浩轩一脸从容的样子 不由放心下来 询问起意见 到了这个地步 他是真的没有其他的什么办法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眼 魔教妖人 赶来我清云宗 来一个杀一个 东方浩轩虽无实力 但态度霸道无边 一股无形威势爆发 让得在场几人都是有些失神 很快 他们回过神来 苦涩一笑 来一个杀一个 说起来简单 如今清云宗的实力 大步如前 正处于清皇交接的时代 在数百年前 那一场政协大战中 底成长起来 这样的清云宗 凭什么来一个杀一个 难道东方浩轩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 不必担心 做好准备 魔教敢供我清云 那老夫也要他们付出代价 东方浩轩 看出了众人的担忧 淡然一笑 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众人健壮 也稍稍安心了下来 连东方浩轩都这么有信心 他们怎么能自乱阵脚 东方浩轩看了一眼 后山境地所在的位置 洒脱一笑 几日过去 魔教即将攻打清云宗的消息 已经传遍了清云宗 但清云宗数十万弟子文言 却无丝毫具意 战役沸腾 没一点紧张气氛 倒不是他们不怕死 只是他们还不知道 如今清云宗的真实状况而已 他们还以为 清云宗三位太上长老 隐居在后山境地 有着这三位的存在 加上千鹤长教 足以抗衡魔教四位武帝了 更何况 清云宗 还有着诸仙剑 以及清云剑阵的存在 所以 他们对于清云宗 有着莫名的信心 通天风 一处真传弟子所在的别院 魔教居然攻来了 莫问天听到这个消息 嘴角不禁露出一抹邪魅笑意 无比振奋 这么多年过去 莫问天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五圣境界 只是 他一直隐藏着自身实力 只是显露出了 自身五尊的境界 生怕被千鹤长教 发现端倪 这次倒是个好机会 魔教攻上清云 清云强者皆会迎敌 到时候 清云宗肯定会动用清云剑阵 正是后山禁地的 禁制防御薄弱之时 也是我们前往禁地取得 你如今已经拥有 在其胸口中 一枚龙形玉佩 正闪动着光泽 令人奇怪的是 这玉佩居然口吐人言 但莫问天也不奇怪 他早就知晓 这玉佩之中 乃是有着一缕残魂存在 他的身份 其实并非是当年 图城惨案的受害者 而是护龙山庄的少庄主 当年图城惨案 其实也是他刻意为之 为的就是 能够得到 进入清云宗的机会 这玉佩中的残魂 在他出生时 就已经存在 直到他六岁无意中 以鲜血为以 才成功唤醒 他这才知晓 玉佩中的残魂 乃是他的一位老祖 已经活了无穷数月 神魂不死不灭 曾经是真正的神仙 莫问天从这位老祖口中得知 他竟是魔族的血脉 还是珍贵的魔中王族 自小他便在 魔族老祖的教导下修行 修行天书 但他知道 他所修炼的 不过是残缺的天书罢了 花费了多年时间 凭借护龙山庄 打探消息的手段 他才得知 有一卷天书 落入了清云宗的手中 他之所以来到清云宗 便是为了得到藏在的清云宗 有着 这残魂的保护 让他躲过了清云宗高层的探查 加入清云宗 潜伏几十年 他寻遍了清云宗所有地方 都未能找到那一卷天书 眼下 他只有后山禁地的换月洞府 没能潜去了 当初 他正准备前去换月洞府时 刚好碰到了 前去夺取朱仙剑的林雪薇 双方还交手了 自那以后 清云后山的守卫 变得森严起来 而且 魔族老祖 也感知到了东方浩宣的存在 让得莫问天 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现如今 魔教攻上清云宗 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老祖放心 到时候 我修成神功 第一时间 就将朱仙剑抢来 让你得到另一半残魂 莫问天心神激荡 眼中狂热 哼哼 你小子倒是有心了 真不愧拥有我魔族血脉 老祖能够再次遇到你 也算是天意了 魔族老祖呵呵一笑 笑容中有着庆幸 当年那一战 他肉身被毁 连神魂都差点毁灭 只剩下一缕残魂 被逼无奈 顿入玉佩 时隔不知多少岁月 他居然被莫问天 以魔族的鲜血唤醒 如非如此 他也只能在时间长河中 就此消散 可以说 这一切是那么的巧合 哼 天巫神女 你没想到吧 我还活着 魔族老祖 一想到当年那一战 满是恨意 若非那个天巫神女 多管闲事 他早就已经得到完整的天书 而他在那个世界 也将成就真正的魔神 率领魔族 一同巴荒 可惜 最终到头来 还是功亏一篑 自己还差点落得 身死盗消的下场 这一切 都是那个天巫神女所赐 若是天巫神女 侥幸不死 他一定要将那女人 千刀万剐 方才能消心头之恨 问天 只要集齐武眷天书 到时候 你便是去往外见 也是天下无敌 你才会发现 外面的世界 有多么广阔 而你到时候 便是魔族之主 一同巴荒 魔族老祖知道 想要报仇 还有很长的路 而这一切 他都必须依靠默问天 才能实现 离开通天峰 东方浩轩乘着仙鹤 来到了幻月洞府 看着紧闭的石门 陷入了沉思 如今魔教即将攻山 四大武帝起出手 还不是普通的武帝 九平武帝 几乎是这个世界 巅峰的存在 而且 他们各个都是成名已久 修炼数千年 修炼的都是高深的功法 亦有着自己的绝技 战力不俗 陆臣天赋一顶 潜力无限 但 终究只是一个一品见地 一路成现在的实力 或许依靠完整的万剑归宗 能够与一位九平武帝 交锋而不败 可对方那是四位九平武帝 他回过头 转眼望着青云后山下 数千座从风 云雾飘荡间 心头沉重 似乎陷入了极度纠结的境地 如果真的如北明燕红所说 那么最后的结果 可想而知 诸仙剑蝶血 整个天下 将会引来一场浩劫 但若不如此 青云也将覆灭 最终也同样会陷入 北明燕红的掌控之中 宗门 苍生 爱人 东方浩轩 遇到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与此同时 魔教四大势力的强者 也在此刻 来到了青云山下 青云护山剑阵早已开启 连衣青样 看起来坚不可摧 将整个青云山脉 给牢牢护在其中 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正道势力 这护山剑阵 防御力道着实不凡 四位魔教五帝 站在虚空 副手望着眼前护山剑阵 口中不乏赞叹之词 这护山剑阵 可是青云子祖师亲手不止 其中有着数十座九级防御灵阵 服以青云数十座灵山下的灵脉 循环不止 生生不息 想要以蛮力破开 也绝非一时半会儿的功夫 谢远山站在森罗魔帝的身后解释道 呵呵 那你身为青云七脉手作 可知道破阵之法 森罗魔帝笑呵呵问道 回魔帝 除非手握掌门玉牌 否则无法操控护山大阵 谢远山如实道 那你说的不都是废话吗 森罗魔帝毫不留情世道 而后朝着魔教众多强者喊道 破阵 声音在魔力的包裹下 传遍了青云宗附近方圆百里 是 接近数十万魔教强者纷纷应道 生震苍穹 下一刻 便有无数魔教强者同时出手 各种强横攻击宛如烟花般绚烂 将整个天空点缀成七彩的颜色 嗡 攻击落下 护山剑阵发出一阵阵嗡鸣 但却没有丝毫破开的迹象 果然如四位五帝所说的那般 坚不可摧 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不停落下 青云护山剑阵却纹丝不动 果然不愧是那位的手笔 实在不凡 不过 本帝看着灵阵能坚持多久 四位五帝倒也不急 闭上双目 静静等待起来 若是青云子祖师留下的护山大阵 这么容易被攻破的话 青云宗早就已经被覆灭了无数次了 不过 灵阵在如何强 在如此严密的攻势之下 也终有被迫一日 魔教攻山了 青云宗内 数十万弟子遥望山门处 发现了魔教强者出手破阵的画面 长老 让我出去斩杀魔教妖人 我等接院出战 一众青云年轻弟子 热血沸腾 高声教道 但 青云高层 显然没有打开护山临阵的意思 任由着魔教强者出手攻击 掌教师兄 这样下去 不是办法呀 苍龙手作 望着渐渐淡去的临阵光幕 心中有些焦急 距离魔教破阵 已经过去了五日时间 青云护山大阵 在魔教强者 接连不断的攻势下 已经有了被迫的迹象 哎 千鹤掌教重重叹息一声 他当然知道 不是办法 可是现在 根本没有办法 东方浩宣说的轻松 但魔教哪里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望着一众热血激荡的青云年轻弟子 千鹤掌教只有无奈 可是现在 他绝不可能将事实的真相告诉众人 那样只会打击青云弟子的信心 如果真的护山剑阵被迫 那么他们 也只有拼死一战了 杀一个不亏 杀两个卸转 这是青云宗最后的倔强了 终于 在三日后 咔嚓咔嚓 密集的破碎声不停传来 天空上的剑木 也在此刻裂开了一道道裂纹 饶是有着数十座山峰灵脉的灵气之称 护山剑阵也无法抵挡魔教强者 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最终还是被破开 杀 无数魔教强者喊杀声冲天 催动着身法 朝着青云山上冲去 青云弟子早就饥渴难耐 与众多魔教强者交手在了一起 大战一处即发 青云山上 山道上 大殿前 山谷深处 每一处都爆发着激烈的战斗 魔教强者来势汹汹 但青云弟子宜然不惧 双方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各种密集法宝不停在空中飞舞 鲜血横飞 四处皆是残枝断壁 惨烈无比 林雪威带着天鬼玉一众弟子 来到通天风山脚下 很快就有许多青云弟子围了上来 林雪威却不多看他们一眼 直接朝着青云后山祖师祠堂的方向走去 当初 有一个陆臣的朋友救了他 他一直想来青云宗找到那人 问一下陆臣的下落 而且 魔教强山 他也想救那人一命 虽说林雪威是魔教中人 手上沾满了无数鲜血 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底线 青云宗一众高层 站在玉清殿前 并未出动 而是目光警惕地望着前方虚空 连一引线 四位武帝破空而来 站在了通天风青云广场的高空之上 目光辟靡 魔气翻涌 威势无边 紧接着 各大势力的普通武帝 也是凭借身法 来到了通天风上 越来越多的武圣强者 也随后感到 这个阵容 让得青云宗众多高层 心头一凉 师尊 一川东第一眼 便是看到了武圣群中的谢远山 不由惊呼 哼 谢远山眼皮微挑 不屑冷哼 他潜伏青云山 整整数百年 对于一川东 并无任何仕途情谊 不过当他发现 一川东如今居然身穿 青竹风手作的衣服时 眼中不自觉闪过一丝波动 而后 他更是感知到 一川东如今的修为 竟是达到了九品五尊的层次 不由愕然 这个天赋根骨极差的弟子 居然在短短不到二十年 就已经从大宗师 突破到了九品五尊 谢远山有些不太理解 为何一川东会走到这一步 不过很快 他的心中便是更气了 显然他觉得 一川东是刻意对他有所隐瞒 哈哈 南宫墨在哪里 本帝 前来会一会你 星宿见地大笑出声 目光直接穿过通天风 直指青云后山 则则 天下第一正派 原来底蕴如此薄弱 只有一个武帝前来应战吗 摘星花帝把玩着手指 未免太将自己当成一回事了 千鹤掌将面色铁青 面对魔教 他不可能露出丝毫惬意 哥哥 摘星花帝 听到这一句话 不禁笑得花枝招展 千鹤老儿 你们青云宗多年来 斩杀我魔教众多强者 今日这一笔账 是时候算算清楚了 森罗魔帝 却不想多说废话 他想趁着青云太上 还未出手的时候 尽早解决掉千鹤道长 下方 一众魔教武圣 听到森罗魔帝的话 已经主动出击 主动迎上了青云宗的 众多武圣长老 七脉手作 除了一川东以外 也都纷纷应敌 谢远山更是与苍龙手作 站在一起 哼 苍龙 你诬陷本作 偷到青云秘典 今日便要你的命 谢远山对于青云宗 可是只有深深恨意 当初 他被诬陷 然后 被其他六脉手作 联手打成重伤 修养了足足十几年 到如今才恢复过来 不过 也因为那次重伤 他损坏本源 今生再也无望武帝境界 魔教妖人 前赴我青云多年 还敢大放厥词 苍龙手作 忌惮看了四位魔帝一眼 当下心意狠 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就与谢远山站至一起 一失地 我们先退吧 五胜强者交手 我们插不得手 道玄在一旁 拉着一川东叫走 他们两个 如今只是五尊修为 根本无法插手 这个层次的战斗 一川东看了谢远山一眼 本想拒绝 但转念一想 自己留在这里 也是累赘 不如前去帮助其他青云弟子 斩杀魔教妖人 叹息一声 知晓早已误视人非 当下便与道玄离开此地 加入了玉清殿下方的战团 原本魔教强者 人多势众 且各个实力强横 青云弟子虽然不拒 但真正交起手来 却是被轻易压制 不少青云弟子陨落 一川东加入一处武皇级别的战场 一手极品灵级的青竹剑在手 配合着万剑归宗 面对武皇强者 也是不落下方 千鹤长叫望着浴血奋战的青云众人 深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看来今日青云注定要灭亡了 他有些不甘心 青云宗居然会毁在了他的手上 他这一生 数千年光阴 都想着如何将青云宗发扬光大 他做到了 但却也毁了青云宗 他是青云宗的罪人 当他睁开眼的时候 整个人的气势陡然一变 武帝气息尽数爆发 在其脚下 一个隐约可见的黑白太极图案 出现在了他的脚下 法玉 四位武帝皆是皱眉 有些凝重 这千鹤能够成为青云长教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能够领悟出法玉 极为不易 虽说法玉比起剑修的剑玉来说 难度要低上不少 威力也会大幅度减少 但 比起没有法玉的武帝来说 差的可不止一点半点 千鹤一声大喝 转瞬消失在了玉清殿前 再度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半空之中 站在了四位武帝的前方 气机锁定住了眼前几人 如今 青云只剩下他一个武帝 他也只能迎难而上 以异敌似 虽然结果 他早已猜到 没想到南公墨不在 你倒是个不错的对手 你们让开 让本帝来 新秀剑帝 剑道千鹤道长施展的法玉 眼中有着浓浓的战意 伸手一握 背后是血魔剑 已经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柄魔剑乃是他意外所得 也是他崛起的最大仪仗 也是因为这柄剑 新秀剑派 才会被化为魔教之列 新秀剑帝 一辈子都在追求剑道的极致 任何强大的对手 都能引起他的兴趣 他之所以来到清云宗 便是为了与南公墨一战 如今 南公墨不出现 他本想就此离去 现在千鹤施展出法玉 让他来了一丝兴趣 越是强大的对手 越能磨练他的剑 哥哥 千鹤老道 能够让新秀哥哥出剑 便是死 你也值得了 摘星花帝在一旁娇笑 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没想到 攻破清云居然这么容易 居然不用他亲自出手 这倒是让他十分开心 这世上 有什么比布拉获 更让人开心的呢 森罗摩帝也不说话 表情十分淡然 他与新秀剑帝这种剑斥不同 之所以他会来攻打清云宗 其实早就听玄冥鬼帝说过 得知了清云宗两大太上长老 早已不在清云的消息 否则 借他一千个胆子都不敢来 如今 算是证实了他的猜想 若是有三位清云太上存在 他们即便攻下清云宗 也绝非一事 也正因为森罗鬼帝 三大势力联手 夺命宫的摘星花地 才会同意加入 如今看来 一切都是无比顺利 拿下清云 只是时间问题 新秀剑帝手握魔剑 当剑出现在他手中的那一刻 他整个人周身 都是被一股较为浓郁的血气萦绕 看起来无比骇人 但他的气势 却在此刻 攀升到了巅峰 千鹤道长面色凝重 伸手一招 一剑浮沉 出现在了他手中 这一剑浮沉 经由他多年温养 已是帝兵层次 新秀剑帝手中的是血魔剑 可是伪神兵 两人对视一眼 战役升腾 同时飞上高空 在这通天风上 地势狭窄 并不利于发挥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就此展开 两位巅峰五帝的交手 刹那间 风起云涌 空间塌陷 一波接一波的狂暴力量 倾泻而出 汗天动地 一个是领悟了法御的五帝 一个是见底 且都有数千年的修行 两者交手 一时间也难以分出胜负 唉 在哭作了两久 东方浩轩深深一叹 收回了目光 离开了此地 但其眼中 却有着一抹决然 如今 他不可能让陆辰站出来 那样的话 清云宗 可就真是一点后路 都没有了 他只能为陆辰 争取更多的时间 让他成长到九平五帝 到了那时 即便他陨落了 清云也不会因此灭亡 他也相信 陆辰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 清云未来的希望 可都全寄托在陆辰身上了 东方浩轩 站在仙鹤之上 背负双手 白发飘舞 散发着一股 一往无前的气势 整个人也不再 像一个冰死的老人 仿若一尊陈氏仙人 轰隆 通天风上 云层之中 传出一声惊天乍响 所有人都抬头望去 只见在那半空之中 两道身影 站立虚空 正是星宿见地 与千鹤道长 星宿见地周身 笼罩着一层星红气息 无数红色的星辰 汇聚在他头顶 每一颗星辰之中 都蕴含着 毁天灭地的力量 只是看上一眼 便能让人心计 反观千鹤道长 此刻一袍散乱 一头白发洒落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脚下的太极法御 已经消散大半 连手中浮沉上 都有着密密麻麻的剑痕 千鹤道长败了 无数清云弟子 望着这一幕 有些不敢置信 被称为十大强者之一的 千鹤长教 居然败了 他们的目光 在四处搜寻 也未曾在虚空之中 见到清云宗 那三位太上的身影 反而是魔教的三位武帝 淡然而立 看起来十分悠闲 太上长老呢 怎么还不出来 不少清云弟子疑惑 但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 清云弟子们心中一凉 似乎想到了极为可怕的事情 还不待他们多想 魔教弟子已经杀了上来 只得再度站在一起 魔教弟子气势汹汹 手段隐狠 而清云弟子有些失魂落魄 无心应敌 原本就深陷颓势的他们 更加难以抵挡魔教的攻势 一时间 整个清云宗都落入了下风 不少长老 因为分心关注清云弟子的战场 也是被对手找到破绽 打出致命一击 闲血横空 又是成片的清云长老弟子陨落 千和道长一眼 扫过清云宗数百座凌峰 这一幕幕落入他的眼中 让他心头脚痛 清云宗 完了呀 此刻 他也已经身受重伤 而对面 还有三尊五弟 还未动手 哼哼 听闻你清云有正派至宝古剑诸仙 到了这等关头 为何不用 清秀剑地笑呵呵道 有些随意 刚才与千和道长一战 他还没用力 就已经重创了千和道长 这样的对手 让他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 此刻 他倒是对那传说中的诸仙剑 有些兴趣了 数百年前 他们还未曾达到巅峰五弟的层次 所以 当年那一场正邪大战 最高层次的战斗 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其中 但据他所知 当年魔教各大势力的老祖 皆是在诸仙剑下陨落 也只有几个好运的人 侥幸活了下来 新秀剑派的新秀老祖 就是其中一个 只不过 即便活下来 也是被那诸仙剑的余波给伤及 直到现在 还处于疗伤之中 可见 那并诸仙剑的厉害 他原本是想靠着是血魔剑 来挑战南宫墨的诸仙剑 成就自己天下第一剑的威名 现在 南宫墨不在 他倒是也想领教一下诸仙剑的威力 听到诸仙剑时 其余三位五弟眼神也是威闪 他们也都听说过 诸仙剑的威名 当年那一战 正是有南宫墨与诸仙剑 才让他们魔教一败涂地 从而隐居西边荒漠数百年 若是能够得到诸仙剑 对于他们任何一人来说 都是极大的增幅 称霸天下也不为过 所以 他们都在等 等着千鹤道长祭出诸仙剑 特别是玄名鬼弟 黑袍下的嘴角 微微翘起 他等这一天 等了太久了 破 千鹤道长最终还是忍不住 吐出一口鲜血 他伤得太重了 拥有伪神兵的星宿剑地 恐怕在座的人 无人能与他正面一战 他强撑着身子 眼中闪过一抹决然 诸仙剑的反噬之力 清云宗历代长教都是清楚 即便他是九平五帝 强行催动 也只有被反噬的份 这等神兵 无人能其认主 不过 事到如今 他已经别无选择 大不了 就牺牲自己一人 来换清云平安 就在他刚要催动引剑绝石 远处一只仙鹤缓缓飞来 那位诗 清云弟子也发现了 这突兀出现在半空的仙鹤 不由一愣 是太上 太上长老出现了 一穿动的脸上 衣袍上都是鲜血 看到东方浩轩 绝望的眼中 闪过一道希望的光芒 面对魔教 他第一次感觉到无力之感 自己还是太弱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清云弟子 倒在血泊之中 而他却无能为力 他多想 自己的那位神秘师尊能够出现 拯救清云 可是 他知道 这不可能 就在他绝望之时 见到东方浩轩出现的身影 如何能不激动 几乎所有人清云弟子 都认出了那位 站在仙鹤之上 副手而立的飘然身影 太上出来了 清云有救了 咦 东方浩轩 他怎么毫无修为了 除了玄冥鬼帝之外 其余三位五帝 也都露出诧异神色 他们知道 清云宗只剩下了 东方浩轩一位太上 可却不知道 东方浩轩 身受重创的事情 玄冥鬼帝 自然不会透露自己的身份 身为魔教的五帝 他们自然听说过 东方浩轩的名头 可以说 东方浩轩 乃是与他们老祖齐名的人物 东方浩轩活了整整 接近一万年 实力深不可测 极凭五帝之间 也有着差距 并非是所有人实力 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看起来极为微小 但却是天壤云霓 若是全盛时期的东方浩轩 面对这三个后辈五帝 想要取胜 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点 连星宿剑帝 也不得不承认 即便他拥有着 是血魔剑的情况下 最多也只是 能够从东方浩轩手中活命 人的名术的影 是也 当几位五帝 见到东方浩轩出现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皆是做出了防御架势 他们感知不到 东方浩轩体内的气息 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 东方浩轩已经修为尽尸 第二个 便是东方浩轩 已经超越了他们这个层次 无法感知 做到了真正的反扑归真 对于这些五帝而言 他们显然更相信 是第二个可能 呵 修为尽尸 敢来送死吗 玄冥鬼帝心中冷笑 并未拆穿 否则他很容易暴露自身的来历 他还不想现在暴露 师叔祖 千鹤道长 连忙赢了上去 心中不减 东方浩轩摆了摆手 没有说话 看了北明艳红一眼 但很快收回目光 打亮着眼前三位五帝 三位五帝如临大敌 目光警惕地望向东方浩轩 周身气息也凝聚到了极致 做好了随手动手的准备 这样的一幕 落在青云宗众多弟子之中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无数惊呼声传出 这就是青云宗的太上长老 只是站在那里 就能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 顿时 他们的战役沸腾 擦了擦嘴角鲜血 继续大战起来 人的潜力无限 在他们信心十足的情况下 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一时间 反手为攻 打得魔教弟子 节节败退 而魔教弟子 气势突然弱了下去 自然也难以抵挡 各处战场的局势 瞬间扭转 通天风 上空 气氛突然变得有些诡异起来 四位武帝皆是被震撼到 这其中不包括玄冥鬼帝 另一人是千鹤道长 千鹤道长 心神战力 他知道 师叔祖可是毫无修为的 只是他很快明白 师叔祖为何如此镇定了 想来是半虎吃猪 吓退魔教众人 但对方可都是巅峰武帝啊 哪里有那么容易被吓退 你们若是现在退去 饶你们不死 半晌 东方浩轩才缓缓开口 声音平缓 古井无波 什么 三位武帝都觉得自己听错了 自己等人联手攻上青云 斩杀了这么多青云弟子 你居然让我们退去 有问题 更何况 都已经到了这一步 他们怎么可能放弃 一位太上而已 他们承认 东方浩轩是很强 但 他们可是四位巅峰武帝联手 还怕了他一人不成 呵 东方前辈倒是好心肠 只可惜 当年青云宗联合数万门派入我蛮荒 想要将我魔教斩草除根 这个仇 我们可是继了整整五百年 森罗魔帝冷笑道 如果不是当年那场血战 诸仙剑的凶利之气席卷蛮荒 让得蛮荒变成一处生命禁区 如今 他们魔教的区域 比起这神境皇朝 可要大得多 就这么退去 他们怎么甘心 星宿见地 与摘星花地 虽然没有说话 但却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很显然 他们对于如今的自己 有着自信 不交手一番 怎么能知道结果 唯有玄冥鬼帝 冷笑一声 没有说话 见到三位武帝 没有丝毫退去的意思 当然不管用了 既然如此 那你们便留下来吧 东方浩轩话音一落 手指连动 掐了得硬绝 刹那间 清云宗数百座 凌峰下的灵脉之中 爆发出一股冲天灵气 宛如一条条灵气河流 朝着东方浩轩汇聚而来 最后尽数没入他的身体之中 而他的气息 也在此刻暴涨 后天 先天 武皇 武帝 巅峰武帝 仅仅不到一息之间 东方浩轩的力量 重新回归到了巅峰时期 而他的面色 也在此刻变得红润 周身的衣袍 都是鼓胀起来 这时 三位武帝面面相去 顿时反应过来 不由大怒 你居然真的秀为禁师 他们没想到 东方浩轩之前 轩是真的秀为禁师 而此刻 显然是东方浩轩 借助了某个秘法 强行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这是清云宗祖师清云子 留下来最后的一道防护 整个清云宗 也只有东方浩轩知晓 便是连千鹤掌教也不知道 玄冥鬼帝谋中 也闪过诧异 不过很快 便觉得无所谓了 如此多的灵气 强行灌入体内 虽然能够让东方浩轩的实力 在短时间内 提升到一种极为可怕的境界 但他并不能坚持多久 而且 他此次的最主要的目的 也并非在此 可恶 森罗摩帝暗骂一声 若是他早点出手 直接斩杀东方浩轩 怎么会给东方浩轩 施展秘法的机会 我们一起联手 面对着恢复实力的东方浩轩 几位武帝不敢有丝毫大意 星宿剑帝面色凝重 是雪魔剑再度出现在他的手中 摘星花帝收敛了平时的俏皮 伸手一握 一把古琴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同样是一剑帝冰 星月琴 玄冥鬼帝也是摆出一副应战姿态 等待着最好时机的到来 千鹤道长身受重伤 有心参战 却被东方浩轩劝退 气氛剑拔弩张 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东方浩轩要以一敌似 青云山各处的战斗 也因此而停了下来 望着天空中那五道身影 这可是当今天下 巅峰无敌的对决 谁都不想错过 若是能够从中悟出一二 对他们也是受益无穷 尽管五人还没有施展任何手段 但彼此间的气息 早已经在无形中交锋了上千次 待得某个时刻 终于有人动了 第一个动手的 自然是星宿见地 他的气势已经提升到了顶点 此刻的他 战力已经攀升到了极致 比之平时 他的战力已经强出了数倍 他一剑指出 似有漫天星辰 遍布整个天空 而后朝着东方浩轩展落 每一颗星辰 都蕴含着巅峰五帝的力量 若是一般五帝碰上 只是一秒钟 都能被轰成鸡粉 但东方浩轩一袍一摆 太极图瞬间生成 挡在身前 滴溜溜旋转 无数血红星辰落下 打在太极图上 却没有半分崩溃的迹象 与此同时 森罗鬼帝几人也随之出手 森罗鬼帝 周身魔气涌动 在其身后 铭聚成一个巨大的黑色魔掌 遮天蔽日 朝着东方浩轩当头拍下 摘星花地 波动手中星月琴 每一次波动 都有一轮弯跃出现 连空间都在弯跃下被割裂 而后缓缓合拢 玄冥鬼帝犹豫片刻 长边甩出 穿透空间 刺向东方浩轩 四人攻击先后而至 而东方浩轩站在仙鹤之上 一昧飘飘 每一次出手 将众人的攻击 尽数拦下 无数人见到这一幕 感觉到头皮发麻 青云太上果然恐怖如斯 一意敌似居然能不落下风 青云山脉中 爆发出一阵阵青云弟子的惊呼 这还是他们有生以来 第一次见到青云太上出手 他这个秘法 坚持不了多久 我们拖时间变好 森罗摩地面色阴冷 手中的攻势并不停歇 其余几人闻言 皆是点头 都是五地层次的人 自然明白 想要施展这种秘天秘法 所付出的代价 也是极大 东方浩轩自然也是知晓自己的状态 感受到体内的力量 正在以一种急速消逝 无奈一探 原本他还想多活一段时间 看看陆辰到底能不能够参悟出完整的天书 若是有机会 说不定能够见到他飞升的那一天 可如今 他恐怕是看不到了 收回思绪 东方浩轩手中硬绝在变 同时轻赫出声 剑来 一声轻赫 响彻轻鱼 同时 换月洞府内 八条水桶粗细的锁链 在一瞬间收缩 斜插在石台上的古剑诸仙 剑身发出一阵嗡鸣 而后直接破开石洞 冲天起 朝着前山通天峰而去 整个换月洞府 顿时地动山摇 正在参悟天书的陆辰 察觉到异常 连忙走出换月洞府 正好看到诸仙剑飞天一幕 发生什么事了 居然要动用诸仙剑 陆辰心中惊疑 而后感知扩散 顿时心中一沉 六位巅峰五帝的气息 正在他想要离开此地 前往通天峰查探一番时 他的感知中出现了 另外一人的气息 林雪薇 林雪薇站在祖师祠堂前 看着那个崭新如初的木屋 待了许久 木屋中空无一人 一切如旧 祖师祠堂内 乡主早已燃尽 像是许久没人来过 就连共案上 都有一层戏灰 大叔 你在吗 半晌 林雪薇才大声喊道 心中不免担忧 当初 那位大叔救他一命 难道是因为此事 而被青云宗责罚 已经被杀了 那岂不是说 自己也无法得到陆臣的消息了 林雪薇不由大吉 在整个后山 开始地毯式搜索 他希望 事情不会像他想象中那般糟糕 可是 找了许久 他都未曾找到 那个人的身影 却在这时 后山禁地中 一道玉白色光芒 冲天起 携带着凶利之气 席卷整个后山 那是朱仙剑 林雪薇不禁感觉遍体声寒 美眸闪烁 当年 他流落街头 被玄冥鬼帝收养 玄冥鬼帝 告诉了他的身世 他的父母 乃是魔教中的高层 后被正道人士 以朱仙剑斩杀 并且 他父母在临死前说 要林雪薇夺回朱仙剑 灭掉当年参与 屠杀魔教的正道势力 为他们报仇 小时候 林雪薇对此深信不疑 但随着他来到青云宗之后 遇到了陆臣 他的想法 开始有了一些改变 陆臣经常讲故事给他听 其中有一次 陆臣说了一句话 让他印象十分深刻 自己听到的 看到的 未必都是正确的 事实的真相 也十分残酷 那个时候 林雪薇才开始怀起自己的身世 同时 他也想知道 自己真正的身世 只是 他虽然知道 但他明白 这一切 恐怕只有玄冥鬼帝知晓 而他也不得不留在 玄冥鬼帝身边 默默提升自己的实力 保留自己的底牌 静静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或许 得到朱仙剑 就能知道自己的身世了吧 林雪薇不禁这样想着 可是 刚一想起陆成的话 他脑海中 又满是那个人的身影 陆成 你到底去哪里了 我不怪你骗我了 你快点出现好不好 却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突然在他耳边响起 雪薇 你怎么来这里了 陆成一个闪身 出现在了他面前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意 早在被揭穿身份之后 陆成就早就恢复了 自己本身的相貌 没有隐瞒自己身份的必要 所以此刻 他依旧是那个二十岁的青年 一身白衣 面容俊逸 露出笑意 宛如冬日阳光 似能融化冰雪 陆成 真的是你 林雪薇感觉自己 是听错了 大脑都有些嗡名 像是在做梦 但是眼前这个人 那么熟悉 又怎么可能是做梦 但他有些不敢置信 一时间大脑一片空白 这十几年来 多少次 在梦境中相遇 再度相遇 他竟有些不可置信 当然 是我了陆成倾笑 林雪薇没有说话 只是一双凤眸之中 突然雾蒙蒙的 泪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谁都不知道 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 能够走进他世界的人 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林雪薇知道 这个人一辈子 都会在他的心里最深处 无法抹去 而他 正是陆成 在他彷徨时 会给他希望 鼓励 在他不开心时 会安慰他 逗他笑 虽然林雪薇不经人事 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但他知道 这一生 非他不可 哪怕是放弃一切 他也愿意留在他的身边 怎么哭了 是不是想我了 陆成笑容一僵 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缓缓抬起手 想要将他眼角的泪珠擦干 鬼才想念 我没哭 林雪薇甩开了陆成的手 转过身去 自己用衣角擦干了泪水 但是泪水 还是止不住涌出 快十五年了 总算再见了 可他不想让他 看到自己软弱的样子 自己可是大名鼎鼎的 强威女魔 陆成尴尬一笑 收回了手 却在这时 林雪薇突然哼了一声 将陆成的手拉起 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个木头 大笨蛋 陆成愣了片刻 而后轻轻将他拥入怀中 感受着鼻尖传来的心香 似乎眼前的一切 都变得那么美好 林雪薇俏脸微红 闭上了双眼 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在此刻 他们都已经忘记了 天上还飞着一把诸仙剑 似乎这一切 都与他们无关 他们的眼中 只有彼此 巨大的鼓剑诸仙 划破虚空 带着一抹玉白的光束 直接落入了东方浩轩的手中 诸仙入手 顿时化作三尺长短 东方浩轩感觉到 一股极为凶利的气息 自见身上传出 顺着他的身体血脉 侵入到他的神功之中 想要吞噬他的意志 这是神剑施主 东方浩轩第一次催动诸仙 但他见识过别人使用诸仙 几乎在一瞬间就明白过来 顿时一咬舌尖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那就是我们青云宗的 正宗至宝诸仙剑吗 无数青云弟子面露奇色 惊讶无比 眼中有着浓浓的好奇与艳羡 一些魔教弟子 也同样望着诸仙剑 十分激动 透露着渴望与贪婪 神剑在手 天下我有 若是能够得到神剑 他们便能一飞冲天 只可惜 在那通天风上空 还有着六名五帝 好剑 星宿剑帝 见到诸仙剑的第一眼 便是惊叹 他是剑痴 最爱与剑打交道 以前 他觉得 他手中的是血魔剑 就是天下第一神剑 就连明剑山庄的八柄明剑 藏风谷的天怒剑 还有十大名剑榜上的剑 都无法与他的诸雪魔剑媲美 甚至都不配与诸雪魔剑比较 但此刻 诸仙剑出来的那一瞬间 他就感觉到了 诸雪魔剑 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那是畏惧 这是数千年来 星宿剑帝第一次感受到 诸雪传递出畏惧的情绪 显然 诸雪魔剑 不如诸仙剑 不过 他却不怎么想要诸仙剑 他自小与诸雪魔剑性命交修 可以说 甚至还不如一个普通武帝 倒是森罗魔剑的眼中 不可避免 闪过一抹贪婪 他能够感觉到诸仙剑上 那散发的那股凶煞之气 这与他的魔器相得一张 若是诸仙剑能够为他所用 他能够轻而易举 战胜星宿剑帝 这就是诸仙剑吗 果然名不虚传 翟星花的眼中透露出好奇 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 这一柄传说中的剑 见到诸仙剑出现 玄冥鬼帝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诸仙剑一出 必定服饰万脸 这离他的计划 又进了一步 东方浩轩手持诸仙剑 站在仙河之上 但其周身却萦绕着一股淡淡血气 看起来宛如一尊绝世剑魔 面对着东方浩轩 魔教四位武帝 面色更为凝重 他们能感觉到 此刻的东方浩轩 实力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 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存在 即便同为九品武帝 但他们感觉 彼此间有着一条不可跨越的红沟 神剑欲雷真觉 东方浩轩目光中带着一丝疯狂 手举诸仙一声大喝 连天地都是震动起来 轰隆隆 紧接着 苍穹之上 黑云突兀出现 风起云涌 天雷滚滚 无数人站立 黑云遮天蔽日 白天瞬间化作黑夜 似乎末日来临 吃辣一声 一道如水桶大小的紫色雷霆 撕开层层黑云 宛如一条狂怒的雷龙直冲而下 没入诸仙剑之中 雷霆之力 灌入诸仙剑之中 整个诸仙剑都变成了紫色 其上电光流转 蕴含着天地之威 似能毁天灭地 这一招神剑御雷真觉 便是青云宗四大帝及武技中的一种 若要说威力 神剑御雷真觉的威力 甚至超过万剑归宗 只是 想要修炼神剑御雷真觉的条件 比起万剑归宗 更为苛刻 当初 玉雷真觉 有着这种神兵古剑诸仙为影 所能操控的天雷之力 远超以往的每一次 便是东方浩宣 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神剑玉雷真觉的真正威力 天地万物 在他这一剑之下 都无法幸免 另一边 祖师祠堂前的木屋 陆臣与林雪薇相拥在一起 像是一对不问世事的神仙眷侣 啊 什么 你一直都在青云山 哦 我想起来了 当初就我那个大叔 原来是你 我就说 怎么那么厌书 你你你那你 为什么要骗我 你太过分了 林雪薇听到陆臣的坦白 顿时气地站起身来 撅起嘴埋怨道 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呃 我也是逼不得已 我认错好吧 陆臣无奈贪手 再说了 你不也骗我了 我哪有 你别瞎说 林雪薇反驳道 你当我傻子 你不是魔教派来的吗 你是不是为了朱仙剑来的 陆臣发现了林雪薇的小秘密 心中莫名畅快 你你怎么会知道的 对了 你不是普通人吗 怎么会修炼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事啊 哎呀 你这个小混蛋 满嘴都是谎话 那你先前说的那些 是不是也是假的 你根本就不想 我对不对 你说想和我在一起 也是假的对不对 林雪薇不依不饶 双手插腰 大有吵一架的意思 不论说不说得赢 反正不能弱了自己的气势 自己是骗了他没错 可那不是怕他吓到了吗 自己可是好心呢 可你骗我就不对了呀 不管 我才没错 对 就是这样 你要是反驳我 那你说的一定都是假的 陆臣张了张嘴 无奈贪手 试图和一个女人讲道理 本身就是没什么道理的 男子汉大丈夫 和一个女流之辈计较什么 喂 你那是什么眼神 你你林雪薇更气了 没啊 哪有 你承认骗我了是不是 我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 你明明会修炼 什么时候开始的 呃 从遇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宗师了呀 好啊 还说没骗我 难怪我教你修行 你都不愿意 那时候你肯定在心里偷偷笑我 我没 我真没 我不管 对了 问你一个问题 你答对了 我就不怪你了 问吧 如果我是魔教的 你会在意吗 在林雪薇的眼中 陆成一直都是青云宗的人 正邪不两立 是他从小以来 就被灌输的理念 不会啊 陆成无所谓道 真的吗 那我若是说 我是那个强威女魔呢 啊 陆成愣住 玄疾无语 他虽然知道 林雪薇是魔教中人 可万万没想到 林雪薇居然会是 那个凶名昭著的 强威女魔啊 这两者的性格 实在是相差太大了吧 怎么了吗 怎么不说话了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没 原来你就是天下第一美人啊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嘖嘖 来让小爷亲一个 陆成愣了好久 不过很快便回过神来 倒也不奇怪 如林雪薇这般容貌 被称为天下第一美人 似乎也挺正常的 至于什么女魔不女魔的 在他眼中 就是如此单纯可爱 有着小脾气的林雪薇罢了 逃打 不准亲 只准亲脸 林雪薇害羞地闭上了眼睛 心中却十分期待 但他等了许久 都未能等到陆成的一清香泽 不由悄悄睁开了眼 露出一丝缝隙 却发现陆成此刻满脸凝重 望向了通天风的方向 而他此刻 却也是一脸惊讶 一双眉眸中瞪得老大 只见天空黑云滚动 雷声大作 一道巨大的雷霆 从天而降 落在了身处云端的诸仙剑之上 森罗 怎么办 摘星花地 此刻早已经花容失色 早已不负先前的从容淡定 只得看向森罗摩地 森罗摩地 怎么可能知道怎么办 他现在也很慌 甚至有些后悔 他太低估青云宗的底蕴了 他原本以为 四位魔教五帝出手 拿下青云 根本不用吹灰之力 但现在 东方浩轩的实力 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这几乎已经无限接近于神的层次了 如何能挡 根本挡不了 星宿见地 原本身上凝聚的战役 也在此刻缓缓消散 他修炼的无敌之心 似乎也在此刻 寸寸崩碎 不过很快 他的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这种力量 才是他所追求的 唯有玄冥鬼帝 目光从始至终都未曾变过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从他得到鬼修之法的时候 就已经在谋划这一切 他现在 不过是想借东方浩轩的力量 除掉魔教这几个五帝 而他得到天书 至于诸仙剑 哼 诸仙剑出世 必定引起轩然大波 天下大乱的时候 更利于他找寻其余天书 五卷天书 蕴含着成神之秘 当初 正邪大战的根本原因 便是这个 带得他拥有那股力量 他也能重塑肉身 摆脱魂体 找到南宫墨那个复兴人 好报当年复兴之仇 魔教居然攻来了 陆臣站在祖师祠堂前 望着云层上空 那惊天一剑 眼中有着忌惮 这种力量 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 他这个一品见地 若是遇上 便是他有着万剑归宗 恐怕一招也能让他中创 甚至是陨落 这可是天雷之力 天威无匹 清云宗传承数万年的底蕴 果然非同反响 不过 他能看出来 东方浩轩 催动这股力量 有些勉强 虽然看起来强大 但以他现在的这幅身躯 想要掌控这种 不属于自身修炼来的力量 难度十分巨大 一个不慎 就会自爆身亡 即便控制住了 恐怕东方浩轩所付出的代价 也是十分巨大 陆臣心中一鸣 没想到 魔教宫山东方浩轩 没有通知自己 想来是因为自己 境界太低的缘故吧 确实 这种层次的战斗 陆臣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 不过 如果东方浩轩不敌的话 他还是打算 出手相助清云宗 他现在拥有着龙铃凤皮衣 能够提升他一个大境界 目前是一品见地 但这个世界的极限 便是武帝 所以他最多 也只能是个九品武帝 而对面四位魔帝 各个都是成名已久的人物 皆是有着不俗的实力 根本不能以普通武帝来衡量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可能成为 魔教各大势力的长教 但即便不敌 陆臣也愿意出手相助 虽然陆臣十分谨慎 千分怕麻烦 万分怕死 但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 自己既然答应了东方浩轩 就绝不能食言 这不仅是武道心魔的问题 更是他一种坚守的原则 不过这一切 都要看他们战斗的结果了 如非必要 他是真的不想 与四位武帝为敌 会死的 东方浩轩并不言语 到了这等关键时刻 所有儿女私情 都已经被他抛在脑后 哪怕是心爱的人 为了青云踪 他也不得不出手 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 他有些控制不住这股力量了 哼 却在这时 雷剑横空斩下 天地似乎都在此刻 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各种音爆声不绝于耳 望着以一种 急速斩落的神剑 遇雷真觉 森罗摩第三人 神情肃然 不得不催动全力抵挡 手当其冲的 便是森罗摩 碰 一声闷响 雷剑当头斩下 森罗摩帝身前 足有树杖后的魔器护照 未能坚持到一息 便被神剑遇雷真觉 发出的那一道巨大雷霆 给一分为二 惊天爆炸声响起 一位九平武帝 当场陨落 无数能量飞散 将整个通天风上的 殿堂楼阁 统统摧毁 化作一片片废墟 一些人躲避不及 直接在这股能量倾泻下 轰成血渣 就连一些武皇 也不能幸免 离得较远的一些舞者 笼罩摘星花帝三人 摘星花帝的防御 还未记起 便被这股恐怖的 冲击波给粉碎 迫不得已之下 他只能手持星月琴 全力波动琴弦 速度奇快 快到几乎看不到他的手 随着他每一次波动 在其周身 都会形成一片片 粉红色的花瓣 这些花瓣每一片 都蕴含着极强的力量 万千花瓣 几乎在瞬间成形 将其牢牢包裹 也在此刻 雷剑落了下来 咔 一声翠响 万千花瓣 在顷刻间破碎 四散而开 露出藏身其中的摘星花帝 摘星花帝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面色大害 趁着这一击落下的空隙 连忙撕裂空间 朝着远处奔去 星宿见地见状 眼中闪过一丝亥然 没想到 连摘星花帝的成名绝招 都无法挡住这一击 被瞬间中创 但先前东方浩轩的契机 早已经将他锁定 便是撕裂空间 这种手段 星宿见地一声长啸 手中是血魔剑横在身前 无边血气在他周身 形成一个血海 整片天空都是被染红 这血海乃是星宿见地 修炼数百年的一招防御绝技 只要步入血海范围 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攻击力大幅度减弱 神剑玉雷真爵所发出的雷剑 也在此刻找到了星宿见地 擦 血海根本没能阻拦星宿见地半分 就已经破开了血海 宛如将整个血海一分为二 只取身处正中心的星宿见地 星宿见地将视血魔剑一横 挡在身前 试图抵挡 下一刻 他的身体便被这一股巨力 给轰飞出了数万丈 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之中 玄冥鬼帝站在最后 一直不动声色 化身鬼雾 直接朝着东方浩轩的方向移动 所有的事情 都是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旁人根本无法看清 也在这一件释放之后 东方浩轩整个人 似乎被抽干了所有的力量 颓然倒下 身体寸寸崩碎 化作一道道荧光飞散 他望向了身穿黑袍的玄冥鬼帝 有着一抹惋惜 不过他心中并不后悔 这一切 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在消散的最后一刻 他也看向了后山禁地所在的方向 似乎穿透了虚空 看到了站在祖师祠堂前的那位青年 渐渐释然 此生的遗憾 总算有一个完成了 倒也值了 他本就是个普通人 凭借秘法 和曾经对于五帝境界的感悟 才能操控这股力量 此刻 他的身体 也在这股强横力量之下 被彻底摧毁 但是 他所发出的神剑欲雷真诀 去世不简 直逼四大五帝 前辈 陆臣有些惋惜 东方浩轩给他的印象 无疑是极好的 从来到这个世界 能让他有这般感触的 也不过几人罢了 如果可以 他倒真愿意 与东方浩轩成为望年交 但现实往往不是童话 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不过很快 陆臣便看开了 想起了一句老话 人中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东方浩轩一生 都为了青云宗 为了天下苍生 能够为了自己 最在意的青云宗而死 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样的死法 或许比他老死 更能让人记住吧 东方浩轩陨落的那一刻 朱仙剑 也在此刻脱手 但是 朱仙剑却并未直接落下 而是朝着后山禁地飞去 显然 在临死前 东方浩轩 就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玄冥鬼帝有心 想要去拿朱仙剑 但神剑欲雷真诀的最后一击 也朝着他而来 不可阻挡 即便已经斩杀一名九品五帝 重创两名九品五帝 但其力量 却依旧强悍如斯 便是玄冥鬼帝全胜时期 也无法抵挡这一剑 更何况 如今的他 来是阴气 汇聚的鬼魂之体 九天神雷 本就是天底下 至刚至阳之物 对于鬼魂来说 有着绝对的克制 是以 这神剑欲雷真诀的威力 远胜其他 这也是东方浩轩 早已经计算好了的 他这一招 要想同时斩杀 四位九品巅峰五帝 无疑痴人说梦 若是他真正的实力 倒也罢了 但 他只是 用秘法催动而已 力量消失的速度太快 如果不是朱仙剑 他连一名五帝都无法斩杀 一个巅峰五帝 又岂是那么容易死去 他的目的 也只是重创四人 然后保全清云宗 玄冥鬼帝眼中 露出一抹阴霾 他在此刻 也总算明白了 东方浩轩的目的 这无疑打乱了他的计划 原本他以为 东方浩轩 在得到朱仙剑之后 会大开杀剑 却不曾想 东方浩轩 会因为承受不住那股力量 而直接陨落 不过 如今 他只要能够夺得天书 清云宗什么的 根本无需他亲自出手 东方浩轩陨落的消息 一传出去 自会大乱 他的眼中 并无同情联系 转眼看向神剑玉雷真爵 一团团黑雾 将他包裹 吃吃 黑雾不断被消融 玄冥鬼帝面前的防御 也在寝刻间告破 但 神剑玉雷真爵 也因力量耗尽 最终烟消云散 趁着黑雲掩盖 玄冥鬼帝头也不回地 朝着后山禁地赶去 他并不知道 摘星花地 与星宿见地 会不会回来 必须要尽快得到天书 他如今也已经受伤 实力大跌 若是再遇上其他五敌 他没有任何胜算 通天风一处残存的青山上 如今两败俱伤 东方浩轩已经陨落 后山禁地无人看守 看谁还能阻拦我 莫问天也知道 东方浩轩陨落了 他玉佩里的那位存在 曾经可是一代魔神 这种层次的战斗 自然瞒不过他 当下 莫问天眼中闪过一抹火热 连忙动身 朝着后山禁地的方向走去 现在 是整个青云宗 最为松懈的时候 也正是他取得天书的大好时机 若是有可能 连诸仙剑 他都想一并取走 毕竟他可是亲眼看到 东方浩轩 凭借诸仙建立 抗四位九平五帝的一幕 无数人望着这一幕 郑郑出神 青云太上一剑之下 灭杀一位五帝 重创三位五帝 实在是太过震撼了 这可真是神仙打架 数千年都难得一剑 今日 他们居然有幸地见 两久 他们才反应过来 青云弟子呼喊声大起 响彻整个青云 回荡高空 以他们的眼力 他们并不知道 东方浩轩已经陨落 甚至还以为东方浩轩 达到了传说的神仙之境 魔教弟子同样如此 经过短暂的尸神 他们很快便已经反应过来 连忙朝着青云山外逃窜 如今四大魔帝 都已经被打跑了 他们留在此地 不是等死吗 但青云弟子 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这一战 不知有多少青云弟子陨落 那都是他们平日的 同门师兄点 他们挥舞着手中法宝 朝着逃窜的魔教弟子杀去 一些其他魔教势力的 五帝五圣 目光闪烁 最终还是决心退去 刚才那种巅峰战力的对决 便是连他们五帝 都无法看清虚实 待得一切散去 五位五帝 已经不见了踪影 但他们却能感知到 森罗魔帝已经被斩杀 那种波动 只有五帝陨落才能产生 想到这里 他们不敢多坐停留 生怕再晚一步 就走不了了 很快 魔教众人 就如潮水般退去 只留下一片狼藉的青云山 有幸存活下来的青云弟子 也不顾自身伤势 轻点着此次青云宗的损失 千鹤掌教 拖着疲惫的身子 来到已经倒塌了大半的御清殿 望着角落一旁 那代表东方浩轩 已经熄灭的魂灯 眼中涌现出浓浓的碑切 他知道 东方师叔祖 陨落了 虽然如今败退了魔教 但东方浩轩陨落 青云则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他身为青云宗仅剩的一个五帝 也被星宿见地重创 想要恢复过来 也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魔教虽然败退 但他们若是得知 东方浩轩陨落的消息 必然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 青云宗可就是真的毁了 连唯一的仪仗都没有了 唉 想到这里 千鹤不由地发出一声重重的叹息 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 让他在一瞬间 看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岁 丙长教 伤亡已经统计出来了 道玄拖着一身残破道袍 走进了御清殿 汇报着情况 千鹤长教收敛情绪 问道 如何 七脉主风加上数百从风 共陨落十八万四千名弟子 一千五百六十二位长老 五皇级别的长老 陨落了三十三位 五圣十四位 道玄的声音有些苦涩 心都在绞痛 这一次青云宗的损失 实在是太大了 经历数百年前 那一场正邪大战之后 青云宗好不容易休养生息 成为如今的正道领袖 而只是这一战 便损失了接近四成 如今的青云宗 已经不能被称之为超级势力了 三大太上长老 皆已陨落 而自己更是身受重伤 恐怕连一流势力 都有些比不上了 行了 我知道了 千鹤长叫苦涩一笑 摆了摆手 师尊 道玄望着眼前这个身子 突然勾搂了许多的师尊 心中一痛 问天呢 可曾出世 千鹤不禁摇头 想起了莫问天 以莫问天的天赋 若是再给他一百年的时间 说不定能够为青云宗 再培养出一尊武帝来 如果连莫问天 都在这场大战中陨落了的话 那青云可就真是后继无人了 师尊 弟子一直未曾见到师弟 不过 以师弟的天赋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道玄倒是没有什么不满 对于莫问天的天赋 他也有些佩服 当然 更多的是羡慕 如果不是莫问天 他应该毫无疑问 是青云宗的掌教继承人 罢了 千鹤叹息一声 有些心灰意冷 说完便朝着祖师祠堂走去 如今 青云到了这个地步 他是青云的罪人 他要前去向祖师谢罪 没想到东方前辈这么强 陆尘摇了摇头 最终缓缓收回了目光 虽然他没有出手 但却让他见识了一下 什么叫做巅峰强者的实力 这几十年来 他的修炼速度十分之快 特别是在了解到 大部分天才的修炼速度之后 说实话 陆尘心里膨胀了 甚至觉得自己一品见地 就能够硬汉九品五帝 但从东方浩轩 与这几位五帝的交手来看 显然 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五帝之间 每一个小境界差距都宛如天倩 这个时候 敌运道还是其次 重要的 还是对这方天地的领悟 能不能掌控 那神秘的天地法则 譬如东方浩轩 施展神剑玉雷真诀 这就是属于天地法则的一部分 否则的话 便是东方浩轩 再如何强横 也绝不可能以意敌似 当然 这其中 还有着青云子祖师 当初留下的青云秘法的关系 看来 自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距离无敌 还十分遥远 至少现在 光是魔教的几位九品五帝 单打独斗之下 陆尘也不一定能够取胜 而且 陆尘也不知道 这些修炼了数千年的五帝 有没有什么强大的底牌 怎么样 小流氓 谁胜了 林雪薇站在一旁 先前大战之时 她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清 不由恼火 如今好不容易看清 却是什么也都没有了 但看陆尘的表现 分明能够看见 由此可见 陆尘比起她的实力来说 要强出数倍不止 她都已经如此妖孽了 而陆尘 简直就像是一个怪物 林雪薇不由在心中吐槽 不过陆尘实力越强 她倒是越开心 倒不是因为其他 这样的话 她就可以和陆尘 掌相厮守下去 而不会受仙凡限制 算是两败俱伤吧 陆尘苦涩一笑 一想到东方浩轩的陨落 她就有些心酸 饶是像东方浩轩这种人物 也不能称之为无敌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无敌 这让陆尘十分迫切 想要提升自己 这实在太没有安全感了 那你可见到一个 身穿黑袍的人 林雪薇好奇问道 她也有些担心玄冰奶奶 虽然她不知道 玄冰鬼弟收养她的真正用意 但好歹也让她因此改变了人生 若非如此 她怎么会遇到像陆尘这样的人呢 而且 玄冰鬼弟抚养她成人 待她虽然不是很好 但她对玄冰鬼弟 却有十分深厚的感情 只是隐藏的叫声 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 心中只是渴求那一份 亲情的温暖罢了 玄冰鬼弟待你好吗 陆尘知道 玄冰鬼弟 是天鬼狱的两大狱主之一 而林雪薇 是天鬼狱的新圣女 并不意外 林雪薇如此发问 是她曾经收养的我 林雪薇如实道 哦 她没死 不过受了重伤 已经朝这边来了 陆尘朝着前方拢了弩嘴 林雪薇顺着陆尘的目光看去 果然 前方一道黑雾 已经急速朝着祖师祠堂的方向赶来 她有些惊讶地 看了陆尘一眼 没想到 陆尘居然连五弟的气息都能感知到 如果不是陆尘的古灵 做不了价 她甚至有些怀疑 陆尘是不是什么活了上千年的老怪物了 玄冰鬼弟速度很快 几个闪烁间 便已经来到了祖师祠堂不远处 她的感知里 突然出现两道熟悉的身影 不过 她却只是扫了陆尘两人一眼 并未停下 而是静止朝着后山禁地的方向去 与天书比起来 什么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陆尘眉头轻皱 猜出了玄冰鬼弟的意图 玄吉带着林雪薇 快速跟了上去 小辈莫要不识好歹 本帝劝你好自为之 速速退去 饶你不死 玄冰鬼弟很快便发现了陆尘跟了上来 黑雾下的脸 闪过一抹怒意 若非是陆尘 很像她记忆深处 那个罪恨同时也是最难忘的人的弟子 恐怕她会毫不留情地出手击杀陆尘 她还想依靠陆尘 找到南宫墨 从而问她一句 为什么 至于陆尘 为何会与林雪薇在一起 她也猜出了个大概 想必 这就是林雪薇心心念念 一直想要找到的陆尘了吧 倒还真是冤家路窄 她的弟子 她的女儿 如今居然在一起了 王本帝教你那么多年 可是 你居然丝毫没听进去 看来 你对我早就有所怀疑 你们妇女二人倒可真是有趣 玄冥鬼帝思绪急转 几乎一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不过 她心中虽已有杀意 却没有停下身影 她知道 星宿见地等人 虽然受创 但他们肯定知道 如今青云宗的情况 若是其他势力的五帝 得知东方号轩陨落的消息 很可能卷土重来 杀上青云 取走朱仙 小流氓 你干嘛 林雪薇有些交集 她可是十分清楚 玄冥鬼帝的脾气 陆臣此举 无疑会惹怒玄冥鬼帝 不过她十分疑惑 为何玄冥鬼帝 为何还没出手 难道是因为自己的关系不成 不过很快 她便摇了摇头 否认了自己的猜测 玄冥鬼帝无情无义 任何事情只看利益 不计后果 任何阻挡她的人 都得死 我想看看她要做什么 尽管心中有了猜测 但陆臣有些不敢确定 说实在话 若是可以 她并不想与玄冥鬼帝交手 不只是因为东方号轩的缘故 更是因为 她是抚养林雪薇的恩人 如果不是玄冥鬼帝 她恐怕这辈子 也遇不到林雪薇这样的女子 虽然因果关系十分奇怪 可这确实是陆臣心中所想 当然 若是玄冥鬼帝的目的是 天书役或者朱仙剑的话 她是不可能答应的 天书她好不容易才参悟到一半 怎么愿意拱手让人 陆臣不是小气的人 但大度的对象 仅限于她亲近的人 玄冥鬼帝显然不在此恋 而且 从玄冥鬼帝 对待东方浩轩的无情程度来说 陆臣并不觉得 她是什么好人 没有什么好感 能够将林雪薇 培养成一个 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陆臣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 玄冥鬼帝对林雪薇 是真心实意的好 她是感激玄冥鬼帝 但她能做的 最多只是不与她为敌 况且 幻月洞府内的天书 还是朱仙剑 都是清云宗的镇宗至宝 想必东方浩轩若是在 也不会愿意 让玄冥鬼帝驱走吧 就当是看在这几年的情分上吧 陆臣思来想去 最终还是下了决心 在祖师祠堂的三年 她与东方浩轩天天都碰面 虽未深交 却也熟识 这也算是一份难得的情意 若是不出手 那么清云宗断绝了传承 未来可就是真的没落了 便是出现了什么 精彩绝艳的天才 那未来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而且 若是朱仙剑这等兄弟神兵 落入魔教之手 后果不堪设想 会对她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自己的安全 那她也只有限制别人的实力了 所以 无论说什么 陆臣都有充足的理由 去阻挡玄冥鬼帝 可是 林雪威猜出了一点原因 可她只是觉得 陆臣身为清云的人 自然不会让玄冥鬼帝 染指天书和朱仙剑 况且 即便玄冥鬼帝身负重伤 但也是一个九平五帝啊 陆臣这才修炼不到百年 想要抗衡一个九平五帝 那未免也太夸张了 没事 不必担心 若是她不对那些东西有想法 我不会对她怎么样的 再怎么说 她也是你的恩人 陆臣摇头 若是全盛时期的玄冥鬼帝 她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此刻玄冥鬼帝 已经被东方浩轩施展的神剑 玉雷真爵重创 对她早已经没有了威胁 更何况 陆臣还有着龙龄凤皮衣 这种可以提升自身力量的神甲在身 玄冥鬼帝 似乎感受到了陆臣的决心 最终停下了身影 落在了幻月洞府外 东方浩轩平日所站的石桌前方 她知道 若是不解决到陆臣 她今天是取不走天书了 没过多久 陆臣的身影 就已经出现在了玄冥鬼帝的不远处 小贝 我看你斩杀青云弟子 不像是青云宗的人 难道你也是为了天书而来 玄冥鬼帝没有着急动手 第一次见到陆臣 她便看到 陆臣斩杀聂永安等青云弟子 这样的人 决然不会是青云弟子 否则的话 以青云宗严厉的门规 陆臣早已死了无数次 即便是陆臣 凭借申法速度 侥幸逃离 也不可能在东方浩宣的眼皮子底下 藏在青云宗 所以她觉得 陆臣正是趁着魔教宫山的时候 来到了青云宗 想要趁乱夺取天书 陆臣是南宫末的弟子 知道青云宗有天书 并不奇怪 是 陆臣并不否认 呵呵 看来你果然是他的弟子 我今天可以饶你一命 你走吧 玄冥鬼帝呵呵一笑 似乎早已都在他的意料当中 能够听到天书二字 还能如此镇定的人 世上能有几个 不 这句话 应该是我对你说的 天书是青云秘宝 你身为青云太上 却做出这种事 如何面对众多青云祖师 陆臣摇头 目光坚定 而陆臣这句话 落在林雪威与玄冥鬼帝的耳中 却是在他们心中 引起了轩然大波 青云太上 玄冥奶奶全会是青云太上 难怪她会知道 这么多青云秘星 甚至知道 如何破解换月洞府的禁制之法 只是 她为何会这样做 林雪威直到此刻 才知道 玄冥鬼帝真正的身份 这对她来说 简直不可置信 回想起 曾经玄冥奶奶教导她的话 她觉得 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 她一时间正住了 突然有些迷茫 甚至连前面陆臣那一句狂妄的话 都被她下意识地忽略 你怎么知道 是东方浩轩告诉你的 黑袍下的玄冥鬼帝 虽然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但能想象得到她的震惊 这个世界上 能够知晓 玄冥鬼帝 是青云宗三位太上之一的 就只有两人 一个已经死了 另外一个恐怕也死了 唯一的可能 就是东方浩轩了 看来 是东方浩轩发现了 你是她弟子的身份 玄冥鬼帝想明白了这一切 突然平静了下来 就算被人知晓 她的身份又如何 她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陆臣知道玄冥鬼帝误以为 自己是那位传说中的 天下第一件南宫墨的弟子了 也懒得否认 不过 你可知道 害死你师尊的 正是青云宗 玄冥鬼帝冷笑着说道 一双黑雾笼罩的毛子 死死地叮嘱陆臣 想要看看 陆臣得知这个消息后 会有怎么样的表情 震惊 愤怒 怨恨 懊恼 可是 她等了许久 也没发现 陆臣的表情有什么波动 黑袍下嘴角的笑意 顿时凝固 你难道不震惊吗 东方浩轩骗了你 他杀了你的师尊 为了青云宗杀了你的师尊 玄冥鬼帝的声音 有些尖锐 她无法理解 南宫墨的弟子 为何会如此镇定 难道他早就知道这件事 南宫墨已经告诉他了 南宫墨原谅了青云宗 和东方浩轩 他怎么可以 我为了他复仇 精心策划了这么多年 就这样被他放弃了 他真的一点也不恨青云宗 玄冥鬼帝黑袍下的身子 在颤抖 他发现自己完全不懂 那个男人的心思 也正是因此 他才会选择别人吧 那又如何 陆臣没有解释的打算 他虽然未曾见过南宫墨 只是听说过 关于他的一个个传说 让他对这个天下第一剑 甚是好奇 不过 他觉得 东方浩轩 之所以出手斩杀南宫墨 很可能也是南宫墨自己的意思 否则的话 天下第一剑这么好杀 陆臣有些不相信 其实 他是相信东方浩轩的为人 虽然接触的不多 但陆臣第一个感觉就是 东方浩轩 不会那样做 只是当年之事 他没经历过 也不好评判 可恶 南宫墨 你对任何人都这么大度 那你为何不对我大度一次 玄冥鬼帝 再也无法压制心中的暴怒 此时此刻 愤怒已经浇灭了 他所有的理智 他费尽心力 为南宫墨 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到头来 都是自己 在自作多情罢了 他不再说话 鬼影迷宗不施展 已经朝着陆臣宫来 如今他找不到南宫墨 那就杀他一个弟子 能够得到南宫墨的真传 若是死了 想必他会很痛苦 很绝望吧 而且 他不相信 南宫墨交出徒弟后 会不在他的身上 留下一点什么 他若是知道自己的弟子死了 难道他还不会第一时间来 到时候 一笔账一笔账 他都要和他算个清楚 算个彻底 哈哈 想到这里 玄冥鬼帝 不禁笑出了声 只是笑声 十分讽刺 小心 你先去一旁 陆臣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对方虽然受伤 但好歹也是九平五帝 他还没有狂傲自大的资本 在玄冥鬼帝出手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感知到了 当下将林雪薇挡在了身后 背后太极阴阳的异象升腾 无数剑气在寝刻间 就已经凝聚成器件 直指玄冥鬼帝 斩 陆臣一声轻贺 数万器件诞生的那一刻 在陆臣的心念催动下 就好比有着数万个陆臣同时挥剑 每一招每一事都各不相同 但每一招都蕴含着一股奇特的意境 万剑归宗 剑地 捏 玄冥鬼帝惊叫一声 有些不可思议 三年前 他见过陆臣出手 那时候的他 也不过才见胜境界吧 这才三年 就已经突破了间谍 别人突破这个境界 最起码 也得几百年吧 果然不愧是他看中的弟子 天赋着实不凡 不过 一个一品见地罢了 他还不放在心上 便是他受伤了 也有足够的把握 一招取胜 旋即他长边一挥 无数道边影浮现 迎上了陆臣的数万器件 空气爆炸的声音 接连不断地响起 空间在边影那股距离之下 都已经裂开了一个个猙獰的口子 宛如深渊巨兽 气剑与边影 在半空接触到了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 那看似强横的边影 却在气剑之下 竟是连一息都为敌等 直接破碎 数万气剑 破开重重边影 去世不减 再度朝着玄冥鬼帝的地方斩下 倒是低估你了 玄冥鬼帝微微诧异 不过却只是如此 因为刚才那一招 他并未使用权力 他没想到 入城一个一品见地 能够将万剑归宗 与剑意完美融合 光是这一击的力量 便是换上一个 普通的九品五帝 都不一定能够挡下 剑修的攻击力 可剑一般 当然 这最主要的还是 入城对于万剑归宗的把控 炉火纯青 妙到豪颠 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破绽 将万剑归宗的威力 发挥到了极致 这个状态下的入城 战力实在恐怖 玄冥鬼帝伸手 再度一边挥出 这一击的力量 他已经增加数倍 扑扑破 长边掠过 无数弃剑 尽数破碎 万剑归宗被破了 小流氓 你没事吧 林学威早就退到一旁 这种层次的争斗 他一个九品五皇 根本插不上手 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 九品五帝的玄冥鬼帝 即便是受伤 也绝非一品五帝所能抗衡 而且他知道 玄冥鬼帝并未使用权力 不过此刻 他却毫无办法 他很想开口 让玄冥奶奶放过陆臣 但他知道 以玄冥奶奶的性格 怎么会听他的 他很绝望 只恨自己 没有足够的实力 根本不能帮到陆臣什么 不愧为巅峰五帝 连受伤了都这么强 陆臣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同时心中微叹 这还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实战 没有什么对敌经验 不过 这也让他明白了 巅峰五帝的力量 究竟有多么可怕 他也不再保留 催动体内灵力 尽数灌注到衣衫之下的 龙鳞凤皮衣之中 而他的气息 也在此刻暴涨 三品 五品 七品 很快 陆臣就已经达到了 九品见地的层次 当然 这仅限于自身的力量 而不包括 对于境界的领悟 感受着身体之中 突然暴涨了几十倍的灵力底蕴 陆臣心中微微压抑 直到此刻 他才明白 为何五帝之间的差距 这么明显了 一个大境界所拥有的底蕴 差距几乎不可想象 也难怪那么多人 穷极一生 也无法突破五帝 即便突破了五帝 最终也都停留在一瓶五帝了 这其中突破所需要的灵力 绝非朝夕就可以做到 而且 若是没有高深的功法加以辅助 没有足够的悟性 则是更加无望高品五帝 陆臣原本以为 自己参悟了天书 不用十年 就能达到九品五帝的层次 但现在看来 是他想多了 即便有着天书 想要突破一个境界 也最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而且 这还是没有任何瓶颈的情况下 可想而知 越是修炼到高深的境界 就越为困难 而想要做到这一切 靠的不是其他 而是岁月的积累 小流氓 望着此刻气息突然暴涨的陆臣 林雪薇张大了红润小嘴 秋水般的美眸中 满是不可思议 难难道 九品见地 他没想到 陆臣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不到百岁的见点 还是九品 难怪这个小流氓 有底气跟上来了 林雪薇心中的担忧 稍稍弱了一丝 松了一口气 一个九品见地 倒确实能够拥有 与玄冥鬼帝一战的资格了 不过 他真的是传说中的天下 第一见南宫墨的弟子吗 林雪薇有些好奇 他自然听说过 南宫墨的传奇事迹 甚至有些钦佩 而陆臣是南宫墨的弟子的话 倒是让他挺开心的 原来你一直都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玄冥鬼帝同样很震惊 他就觉得 陆臣三年从剑胜突破见地 有些不可能 直到此刻 陆臣的气息完全爆发 他才知道 陆臣的真实实力 他虽然是九品五帝 感知非凡 可却也无法感知到 龙凌凤皮衣的存在 而且 即便不是如此 他也无法看穿陆臣的境界 唯一的可能 便是陆臣拥有掩盖气息的质保 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实力 想不到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修为 倒真是让本地意外 不得不说 若是让你成长下去 你倒是真有可能超过南宫墨那个狗贼 玄冥鬼帝 目光开始变得凝重 面对一位九品见地 他也不得不小心应对 若是平时 这种后生晚辈 他自然不放在心上 可现在 他已经受创 没有巅峰时期的战力 面对一个九品见地 他没有绝对胜算 他之所以 没有一下子 催动全力斩杀陆臣 便是如此 消耗越大 他在这青云宗 就越危险 他甚至有着猜测 南宫墨 会不会也在此地 若不是东方前辈 临死前 让我饶你一命 你现在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若你是全胜时期 我倒或许会拒你几分 但现在 陆臣微微一撇嘴 目光十分平淡 你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 哼 你倒是和他一般狂妄 只是 你还太嫩了一点 玄冥鬼帝 此刻已经明白 若是不杀了陆臣 恐怕今日是得不到天书了 他也不打算留守了 耗费了数百年的时间 他此刻 总算可以如愿 得到天书 一个不到百年的见底 能有多少对敌经验 万鬼是魂 玄疾 他也不再多说 手中幽魂边挥动 顿时自那长边之上 一个个争鸣鬼脸 自边中冲出 发出一阵阵刺耳的鬼嚎声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阵列排序 瞬间笼罩了陆臣 这一招 也是玄冥鬼帝 当初得到鬼修之法 时得到的一阵地级魂迹 他的悟性同样不差 数百年来 已经修至巅峰 修炼武技 也同样有着层次划分 入门 小城 大城 巅峰 圆满 每一门武技品阶 越高越难以修炼 绝大部分人 光是地级武技 连仓武都较为困难 而一些天资不凡的天才 依靠过人的悟性 才能从地级武技中 一窥奥秘 但这同样也需要 常年累月的积累 武技领悟的越精 熟练度越高 那么 同级别武技的威力 也是各不相同 当然 即便是同级别的武技 也有高下之分 这也取决于武技的精妙程度 和未来可发展的空间 毕竟创造武技的人 也同样有着区别 玄冥鬼帝 身为鬼魂之体 他最擅长的 自然还是魂力攻击 这万鬼是魂 也算是为他量身定做 十分契合 威力 也会大幅度提升 每一只鬼魂 都是他斩杀武皇以上的强者所凝聚 即便是鬼魂 也能拥有武皇以上的力量 如今 他操控着足足数万只 堪比武皇的鬼魂同时攻击 威力更是提升到了 地级巅峰的层次 陆尘 林雪薇感受到 玄冥鬼帝出手的那一刹那 再度惊呼出声 他没想到 玄冥鬼帝 居然如此重视陆尘 一出手 便是自己的成名绝技 他知道陆尘不弱 但他不知道 陆尘的真实抵御 也不知道 他面对这一招能不能挡住 心中不免担忧 陆尘望着穿透虚空而来的数万只鬼脸 心中凝重几分 旋即伸手一招 刷刷刷 进风四起 祖师祠堂空地前的一株株 参天古树 都是被一股力量给震得摇晃 无数树叶也在此刻速速落下 树叶飘落 摇摇晃晃 下一刻 无数的树叶朝着陆尘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 所过之处 连空间都被割出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宛如一片片锋利无匹的刀锋 无数树叶汇聚 挡在了陆尘的身前 下一瞬 陆尘并指为剑 朝着身前数万只鬼魂指下 无数树叶刷刷作响 调转方向 对准了那数万只鬼魂 哼 剑亦圆满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 万物皆可为剑 天资物性确实不俗 但想要破开 我的万鬼是魂 除非你施展出圆满的万剑归宗 玄冥鬼的眼中闪过金光 对自己的成名绝技 还是领悟了 剑亦圆满的九品剑底 这一招万剑归宗 在青云宗的四步地及五季之中 难度能够算是最高最难参悟的一步 但同时也是最弱的一步 因为万剑归宗 没有了那失传的一剑 陆尘的万剑归宗 看起来虽说无比熟练 已经修至炉火纯青 毫无破绽 可以看出 陆尘修炼这不见诀 花费了不少心思 甚至已经修炼到了 万剑归宗的巅峰 但他根本不惧 没有了那失传一招 陆尘没有任何胜算 这也是玄冥鬼帝的底气所在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便是这个道理 可是 当他这个想法 刚刚略过之时 眼前的荧幕 却让他面色大变 只见无数树叶飘零 每一片树叶都宛若刀锋 其上蕴含着一股奇特的意境 此刻的树叶 给人的感觉 不像是树叶 反而更像是一柄剑 还不是普通的剑 万剑归宗 陆尘心念一动 无数由树叶幻化的长剑 在半空中汇聚 最终形成一柄 由树叶形成的巨剑 巨剑之上 剑一汇聚 无数剑气喷涂 有些耀人眼目 此刻的陆尘 虽然站在那里 却仿佛有无数道身影 每一道身影 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施展着万剑归宗的美仪式 而后缓缓重合 汇聚为一 但在林雪薇的眼里 陆尘站在那里 根本没有任何动作 身上的气势 已经攀升到了一种极致 甚至笔之之前 他所感受到的 东方浩轩 施展神剑 玉雷真爵式的气息 还要强横 在陆尘的周身 无数无形弃剑 围绕着陆尘打转 看起来 陆尘就像是一柄 锋锐无匹的神剑 剑到的第二重境界 星剑合一 巨剑缓缓缓落下 还未接近 整个祖师祠堂的空地 都已经裂开了 一道数丈宽的缝隙 宛如军裂的深渊 祖师祠堂的灵阵 都承受不住压力 轰然破碎 这还只是余威 可想而知 面临着巨剑的玄冥鬼帝 是什么状态 首当其冲的 便是万鬼 世魂所化的数万之厉鬼 还未接触到巨剑 就已经被那喷发的剑气 给碾碎成了虚无 这是什么剑诀 林雪薇争大美眸 没想到 陆尘不仅连剑意领悟到了圆满 更是将这不堪比 地级功法剑诀 也修制了圆满 这等天赋 当时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 便是他被称为 千年来第一天才 面对着陆尘 连可比性都没有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喜欢上的一个小流氓 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他竟是一个绝世强者 这让林雪薇心中既开心 又难过 还有些酸涩 不过 更多的 他是兴奋 陆尘这么强 那应该能够战胜玄冥鬼帝了 什么 失传一招 被你学会了 你 玄冥鬼帝 在陆尘施展万剑归宗的那一刻 就已经陷入了呆滞状态 直到此刻 才缓过神来 连被称为天下第一剑的南宫墨 都无法参悟出的 那失传一招 全被眼前这小子给学会了 这怎么可能 玄冥鬼帝的内心 掀起了惊涛骇浪 也只有他知道 要想凭空在一部地级武器上面 感悟出东西 有多么困难 而且 还别说那失传一招 乃是整部万剑归宗 见绝的精华 这难度 甚至比起自创武器 都要困难 当年南宫墨为了领悟那失传一招 将自己关在后山 整整四百年 也毫无头血 而现在 居然被一个不到八十岁的人 就给参悟出来了 与此同时 祖师祠堂外 一道人影极虑而过 突然 他停下了脚步 目光整整望向后山禁地 看到了那一柄 有无数数页汇聚的一剑 万剑归宗 那位神秘强者 他竟然还在清云 墨问天 瞳孔微缩 十分震惊 而且 他还悟出了 足足四十七剑 在整个清云 唯有一川东超他一步 说起来 他还算路晨的半个弟子 他怎么也在 这下可麻烦了 玉佩中传出了魔族老祖的声音 他自然明白 那一招的意境之强 而且从眼前这一招万剑归宗来看 比起当初尤为甚之 绝对是剑地强者无疑 而莫问天 也不过才是五圣罢了 但下一刻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咦 不对 还有那个玄冥鬼帝也在 他们正在交手 两名巅峰五帝强者交手 避讳两败俱伤 看来 他们也是为了天书和诸仙剑而来 倒还真是热闹 走 问天 我们赶紧去 莫问天有些迟疑 老祖 那可是两名五帝 有老祖在 莫要怕 那玄冥鬼帝 身受重创 实在百不存一 而且 这名剑地的气息 也十分不稳定 看起来 似乎也已经重伤 关键时间 老祖还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魔族老祖宽慰道 全听老祖吩咐 都说了 自然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当下 他正准备前往后山禁地之时 后方连衣轻样 一道身影 自虚空之中走出 先是神色古怪的 望向后山禁地的 苍穹上横立虚空的树叶巨见 沿路震惊 但很快 他也发现了莫问天 强大的感知 也让他感知到了 莫问天的玉佩之中 刚才传出的 那一股残魂波动 还有着一缕隐约的魔戒 只是感知之下 便能让他觉得 有着一股不适之感 问天 你为何在此 千赫道长 目录金仪 沉申问道 魔戒 已经消失在历史上 不知多少年 但清云密典之中 却有着记载 他绝不可能认错 魔戒 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魔族更是人族的生死大敌 眼下这莫问天身上 居然有着魔戒存在 若不是他此刻突然来此 恐怕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也无法发现 莫问天玉佩的异常 不过他觉得 显然是这玉佩误导了他 毕竟莫问天 乃是他的清传弟子 他十分看好 否则也不会将他立为掌门继承人了 而巨大的树叶 巨见横空那一幕 也被清云宗大多数弟子收入眼底 有人在禁地交手 看来 有人是闯后山禁地被发现了 这些人倒真是贼心不死 趁乱想要偷到我清云至宝古剑朱县 那是万剑归宗 难道是 留下十臂的那位神秘剑帝 是南宫师叔祖 不会错 走 赶紧前去 助师叔祖一臂之力 看看到底是谁胆敢在我清云撒野 魔教胆大包天 我定要他们有去无回 无数清云长老弟子 议论纷纷 根本顾不得 先前大战还未痊愈的伤势 朝着后山禁地而去 他们没想到 魔教刚被击退 就有人 想要浑水摸鱼 同时 他们也想看看 被称为天下第一件的南宫师叔祖 到底何等威风 师尊 莫问天无比惊讶 难道自己早就被千和道长发现了 不过他很是镇定 没有露出任何异常 问天 你身上那块玉佩是何物 为何师尊感知到了一丝魔气的存在 你赶紧交给师尊 否则的话 你被魔气侵蚀 前途近毁啊 千和道长 倒是没有什么疑心 这数十年来 他对莫问天推崇备至 而且还派弟子查过来历 身份清白 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所以此刻 他并无半点戒心 甚至还有些担心 莫问天因此而受到影响 毕竟像莫问天的年纪 还未曾接触过这些东西 不知道 魔气倒也正常 若是让那玉佩中的魔气 侵蚀了莫问天 那可才是大麻烦 莫问天心中一个咯噔 下意识便有了杀人灭口之心 他自然知晓魔气 若是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恐怕 他会立马成为所有人族公敌 而且 他还拥有着魔族血脉 天下有名强者甚多 他可做不到天下无敌 否则的话 他也不必如此偷偷摸摸 来到青云宗 偷到天书了 问天 见得莫问天愣住 千和道长 眉头紧皱 脸上担忧更甚 没事 师尊 这块玉佩 是弟子之前下山斩妖除魔石 无意捡到的 师尊想要 弟子可以送给师尊 莫问天摇头 说着 将挂在脖子上的玉佩给取下 朝着千和道长走去 千和道长目光 一直放在玉佩之上 但却在此刻 未能发现任何异常 不由白眉伸索 他敢断定 他先前肯定在这玉佩之上 感受到了那一股极为淡薄的魔气 只是为何 现在却是什么 也发现不了了 他伸手接过玉佩 正要细细查看 突然面色大变 眼中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莫问天 捏 千和道长的话未说完 莫问天的手 已经没入了他的胸膛之中 原本千和道长 就已经身受重创 此刻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更是无法抵挡莫问天的偷袭 气息在一瞬间萎靡了下去 逆途 千和道长回过神来 双目怒争 想要汇聚身体之中 最后一丝力量 朝着莫问天拍去 但 他的手中 却停在了半空之中 迟迟未能拍下 师尊 本来我只想拿天书的 但你知道了 你不该知道的东西 莫问天缓缓摇头 眼中却没有任何波动 一颗滚烫的心脏 被他握在了手中 心血淋漓 破 莫问天狠狠一捏 整颗心脏 瞬间爆裂开来 扑通一声 千和道长的身子 重重倒地 至此 他的眼睛都是 睁得老大 莫问天擦了擦手 莫名感觉到 一股畅快之意 连体内的魔血 似乎都在此刻沸腾起来 他轻笑一声 笑声有着嘶哑 带着一丝疯狂 转身朝着 后山禁地而去 也在此时 后山禁地 由无数树叶汇聚的巨剑 斩落而下 崔库拉朽般 覆灭了足足数万只鬼魂 巨剑余微不减 继续朝着玄名鬼地 当头斩下 玄名鬼地没有去挡 他知道 这一剑 他挡不住 连他最引以自豪的万鬼是魂 在路程这一剑之下 绝招 若是绝招都碰不过 那便是输了 不过他却没有说话 目光冷冷注视着 那朝他斩下的巨剑 莫名有些熟悉 他如今已经魂体 并不拒死亡 只是有些可惜 直到最后 都未能再见那人一面 也无法问出那一句为什么 或许死亡 才能让他解脱 你走吧 巨剑横在了玄名鬼地的头顶 没有落下 但剑气已经将玄名鬼地周身 散发的黑色鬼物 给彻底压制 你你说什么 玄名鬼地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我答应过东方前辈 饶你一命 所以 今天我不杀你 若是你来日 再敢前来清云 那么 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路程没有收回巨剑 目光伶俐 若不是 答应了东方浩轩 他今日说什么 都不可能放虎归山 这样的女人实在可怕 他也不知道 若是放他离去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而且 路程隐隐觉得 玄名鬼地 有些想求死的意思 不然的话 以他的心机手段 或许还有底牌 也说不一定 另一边 青云七脉手座 带着一众青云弟子 来到了祖师祠堂外 掌教师兄 苍龙手座实力最强 已经是半步五地的境界 第一时间便感知到了 躺在血泊中的千鹤 顿时面色大变 一群弟子 直接愣在当场 如遭雷击 苍龙手座 一步跨越数十丈 转瞬间 就来到了千鹤的面前 将他抱起 掌教师兄 你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苍龙手座的声音 已经接近嘶哑 他有些不敢置信 是谁 如此大胆 其余个卖手座 回过神来 怒气冲天 是魔教妖人 他们那群五弟 恐怕又回来了 小竹风的静虚手座眼中 寒光影线 什么 那东方师叔祖呢 一群弟子文言大惊 纷纷朝着后山禁地的方向看去 看来这一次魔教是有备而来 先前的一战 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 他们的目的 很可能是青云宗的正宗至宝 古剑诸仙 青云宗弟子 懊悔不已 他们都大意了 而且 能够在三位太上长老眼皮子底下 斩杀千鹤长教 这得是多强的实力 莫非连魔教的那几位老祖 也出动了不曾 他们一直都未曾现身 所以 东方浩宣甚至都来不及诛杀其他妖孽 才会赶回后山禁地 所有人的心中 都是满满的疑惑 但是却无人能不回答他们 走 我们一定要为长教师兄报仇 苍龙手座换来道悬 让他照顾千鹤道长的遗体 直接朝着后山禁地的方向赶去 青云长教 在自家后山禁地陨落 此仇 不共戴天 所有人的脸上都没有畏惧之意 青云宗是他们的家 而千鹤道长 更像是他们的家主 如今一家之主都死了 他们根本无法镇定下来 一行人浩浩荡荡 朝着后山禁地走去 后山禁地 玄冥鬼帝正要说话 却突然神色一变 目光看向祖师祠堂的方向 入城也是同时望去 顿时一惊 他们皆是感受到了 千鹤道长 被一个武圣给偷袭致死 莫问天 陆臣依稀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当初在御清殿上 莫问天便是被各大卖主 争着抢着收入门下 最终被千鹤道长 说为清传弟子 后来更是让他成为了掌门继承人 这让他印象深刻 而此刻 莫问天居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师尊 陆臣十分不理解 莫问天 为何要这样做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根根 看来根本不用我出手了 青云宗已经没得救了 玄冥鬼帝因侧侧一笑 如今青云五帝静默 只有陆臣一人 只要他稍微散发一点消息出去 恐怕青云宗请客间 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到时候 看谁还能阻他 说完 玄冥鬼帝 深深看了林雪薇一眼 冷哼一声 也懒得多说 直接撕裂虚空而去 如今 有着陆臣在此 夺得天书的计划 显然是不成了 他必须得 等到一个更好的时机 至于林雪薇 让他此刻心中恨意更深了几分 养了几十年 居然养了一头白眼狼 果然 不愧是南宫墨的女儿 陆臣没有拦住玄冥鬼帝 他现在也不懂空间法则 即便懂 他也不会拦 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陆臣既然答应了东方浩宣 那他就一定会放玄冥鬼帝一马 他倒也不怕玄冥鬼帝离开后 能够翻出什么浪花 玄冥鬼帝此次身受重伤 不恢复个几十年 肯定不可能 如五帝这种境界的强者 一般情况下 很难受伤 一旦受伤 那必然是本源受创 极难调养 而玄冥鬼帝 不论是为了天书 还是朱仙剑 他都不可能将此事泄露出去 所以 如今青云宗还算是安全的 只是 这也让陆臣的压力 莫名大了起来 这一群家伙 老是盯着他的天书和朱仙剑 不放是什么意思 看来经过此事以后 他还得好好闭关一次才行 不过 现在 他还有一件事需要处理 想到这里 他转头看向来陆 坐在石凳上 静静等待莫问天的到来 小流氓 你没事吧 林雪薇见到两人总算罢手 急忙赶了过来 拉着陆臣 一直看个不停 生怕他受伤 没事 陆臣握住他柔弱无骨的御手 笑着摇头 心中流淌着一丝暖意 能有这样的伴侣 这修行路上 也不会太过孤独了吧 不过他催动万箭归宗 消耗确实不小 而且 龙凌凤皮衣 虽然能够增服他的力量 但同样 也会消耗他的灵力 与玄冥鬼帝一战 看似轻松 实则危险重重 还是太过薄弱了一些 而且 战斗经验也是十分欠缺 这一切 都是目前陆臣所面临的问题 他手中剑爵虽多 但自从剑一石壁被发现之后 他已经有很久没有练剑了 这些剑爵 都还处于刚入门的层次 对于一些普通武帝还好 但对付玄冥鬼帝这种巅峰武帝 那就是在小孩子面前过家家了 就好别 拿一个木棍戳大象 对方根本毫无知觉 武帝境界强的 不只是攻击 防御也同样如此 剑修之所以能够跨境而战 便是依靠强横的攻击力 强行破防 小流氓 你真的才不过八十岁吗 你都已经九品剑爵了 这下 林雪薇才问出了 自己一直想问的事 嗯 不过 我不是九品剑爵 我只是一品武帝 入城摇头 什么 不是剑修 一品武帝 林雪薇感觉自己的脑子 有些不好使了 不是剑修 能够领悟剑气剑意 不是剑修 能够施展这么强的万剑归宗 一品武帝 就更夸张了 那你是怎么做到 一瞬间突破到九品武帝的 林雪薇崛起了小嘴 有些不满意 陆成骗他 不过他也没有多问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陆成不愿说就算了 他也不会放在心上 他想要的 不过是想要和陆成在一起罢了 陆成自然没有骗他 也没必要骗他 严格来说 现在的陆成 虽然领悟了剑气剑意 甚至是触碰到了一丝剑欲的边缘 但他不能够被算作剑修 因为他根本没有与之性命交修的剑 剑修都有一柄属于自己的本命法剑 就好比星宿剑地 有着嗜血魔剑作为本命法剑 陆成直到现在 都未曾牵到一柄较为契合他的剑 而且也没有剑道功法 让他修炼 所以他一直都处于武者的范畴 倒也不是说 武者就不能领悟剑道中的剑气剑意这些 只是相对于剑修来说 武者的领悟难度 更高一点 剑修相当于走了一点捷径 而他能够悟到剑道中的这些东西 也全是他悟性过人罢了 数万年来 陆成还是第一个不是剑修 却能领悟剑气剑意的人 而且陆成觉得 剑修虽然强大 但却有很多弊端 他不能像前人那般 走剑修的路子 他想要试着 走自己的路子 比方说 剑修都要与性命交修 剑在人在 这一点 让陆成觉得不妥 他虽然喜欢用剑弹武器 但武器毕竟只是武器 最重要的 还是个人的实力 若是实力不足 剑在怎么厉害 又有何用 在陆成看来 那相当于剑的奴隶 如果真要是这样 绝对无法 看破真正的剑道 陆成要自己掌控 那一股力量 再强的剑 在他的手中 都要为他所用 而不是让他被剑摆布 陆成消化着心中的 这些感悟 稳固自己的根基 让他离二平五帝的境界 更近了一步 林雪薇站在一旁 识去的没打扰 他知道 陆成陷入了感悟之中 一场战斗之后 就是最容易 获得修行感悟的时候 这也是那么多的强者 伴上 他缓缓睁眼 莫问天已经来了 是他 林雪薇看到了莫问天 想起了当初 与莫问天交手的事情 你认识他 陆成意外 嗯 当初就是他打伤我的 而且 他好像是护龙山庄的人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就是护龙山庄 那个从未出过山庄 半步的神秘少庄主 林雪薇面色有些凝重 当初他被莫问天所败 可让他好奇了很久 陆成也同样惊讶 林雪薇的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 而且 林雪薇的天赋根谷 皆是上上之选 堪称绝世天才 这样的林雪薇 当初莫说是九平五尊了 便是五皇也能一战 可这样的林雪薇 居然败在了莫问天的手里 足以可见 莫问天的不凡 而且 莫问天能够被千鹤道长 破例升为青云宗的掌门继承人 可见 他的天赋根谷 护龙山庄吗 他来这里 难道也是为了青云的 正宗之宝 古剑诸仙 陆成也听说过护龙山庄 乃是神静皇朝的护龙一族 十分神秘 而且强大 可以说 神静皇朝能够传承数万年 道德如今 依旧稳坐江山 令八方臣服 有很大一部分功劳 都是护龙山庄的 传闻 护龙山庄之中 还有着好几十名武帝 只是 这个传言有些夸张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 毕竟天下的武帝都十分罕见 几乎好像神静皇朝的禁帝一般 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难以见到 禁帝龙年一面 所以 许多人下意识就觉得 武帝十分稀少 但陆成觉得 这个传言倒是真的 神静皇朝手中 掌握着绝大一部分资源 而且同样有着好几部天阶功法 想要培养出自己的武帝 并不困难 清云宗因为当年那一场正邪大战 损失惨重 宗门内无数强者陨落 据说可是陨落了足足十数名武帝 才会落得今日这般凄惨 所以 武帝强者并不罕见 罕见的是巅峰武帝 也就是已经无限接近于武神境界的人 这样的人 因为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人隐姓埋名 闭关修炼数千年呢 所以 若是突然冒出一大批武帝强者 陆成也并不觉得奇怪 倒是这莫问天 出身护龙山庄 居然还要假扮成 当初与他一般的遗孤 加入清云宗 倒是令他费解 不过现在看来 莫问天 显然是为了诸仙剑而来 想必莫问天 也猜不到 在这后山境地 还有着陆成的存在 居然是你 果然 莫问天见到陆成 第一时间就愣住了 满脸惊讶之色 他自然记得陆成 因为他每一段时间 都会来清云后山 途径祖师祠堂 自然能够见到那个 整天在祖师祠堂扫地的老者 陆成平日 虽然是一个老者 但他并未刻意使用幻影 改变容貌 所以 被一眼认出 也不奇怪 陆成倒是不知道这事 因为他的感知再强 也无法与武神境界的 魔族老祖相比 即便魔族老祖 眼下只是一缕残魂 但那也绝不是陆成 可以窥使得了的 经过短暂的惊讶 莫问天便认出了陆成 只是他没想到 平日里 一个打扫祖师祠堂的老头子 居然会是那位 留下建议石壁的建地强者 莫问天朝着四周打量了一番 却没有发现 玄冥鬼帝的气息 不由皱眉 他已经败退了 不过他现在身受重创 气息已经跌落至武帝一品 部族为律 赶紧杀了他 清云宗的人已经追上来了 魔族老祖的声音 适时在莫问天心中 响起 他虽然能够短暂援助莫问天 让他提升实力 但他毕竟只是残魂罢了 根本无法动用属于自己的力量 哼 没想到 留下建议石壁的 居然是你 看在曾经我学过一招万箭归宗的面子上 若是你此刻乖乖让开 我饶你一命 莫问天看向陆成 眼中闪过一抹忌惮 他并不知道 陆成先前与玄冥鬼帝交手的具体过程 只能从魔族老祖那里 得到一个大概的判断 若是巅峰时期的陆成 恐怕他此刻绝对没有其他想法 绝对不会暴露自己的实力 毕竟他曾领悟剑一石壁时 深刻地感悟到了 那一招的可怕 而先前 他也亲眼看到了 那惊天一剑 甚至比起东方浩轩施展的神剑 玉雷真绝都不弱 这还是东方浩轩 有着诸仙剑加持的情况下 已经足以看出 陆成真正的战力 有多么不凡 但现在 陆成只是一个一品剑地 能够从九品剑地 瞬间跌落到一品剑地 可想而知 受伤有多么严重 大部分武者受创 轻则受创 重则跌近 十分常见 甚至一些修炼根本不稳的人 到达一个新的境界后 偶尔也会跌近 陆成一下子跌落八个境界 那战力肯定也是大幅度降低 对他的威胁更小 不过他也十分小心 并不愿与陆成起冲突 他也觉得 陆成不是青云宗的人 没有必要 为了青云宗与他为敌 当初他与陆成一起来到青云山 陆成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突破到九品剑地 其天赋悟性 可见一斑 修炼速度 比起他这个拥有天书 还有着各种资源栽培的掌门继承人 都要快 所以陆成定然是有着奇遇 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天才的能力都十分不俗 特别对方还是九品剑地的情况下 他有些怕阴沟里翻船 毕竟他来此的目的 只是为了天书 而不是为了杀人 哦 可惜 我对你这种背叛失门的家伙 可没什么好感 恐怕今日你想走 也走不了了 陆成倾笑一声 笑容古怪 他知道莫问天不凡 可没有想到他的口气这么大 一个九品五尊 居然敢放言 绕过一位一品剑地 足足相差了三个境界 这得几个菜 才能喝成这样 是吗 莫问天嘴角一条 歪得离谱 玄机他的气息瞬间暴涨 九品五射 怎么会这样 难怪那么强 林雪薇目光震动 这才明白自己当年 为何会被莫问天打伤了 以林雪薇的天赋 在正魔两道之中 都是极为罕见 同辈之中还有敌手 也正是如此 林雪薇的胆子才会那么大 赶来清云宗 当初他被莫问天击败 还郁闷了许久 现在看来 原来莫问天是有所隐藏罢了 这莫问天倒还真是机缘深厚 如此年轻就有这番修为 不过一与陆成比起来 就有些不太够看了 剑圣与剑地之间 可不只是一个小境界的差距 林雪薇倒也不担心陆成的安危了 饶友兴致观望起来 隐藏的倒是挺深 莫沉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将目光落在了 他脖肩上的那一块 古朴龙形玉佩之上 心中了然 莫沉感知过人 当才莫问天气息波动 那玉佩明显也有着律动 看起来 那玉佩之中 必定有着古怪 看来这家伙 倒是有点机缘 挺有主角的范 不过可惜 我才是主角 莫沉摇头轻笑 若是对方是 东方浩轩这种巅峰武帝 他还可能会忌惮一下 但 眼前这人 不过一个五胜 越阶挑战不在话下 否则也不会年纪轻轻 就被立为掌门继承人了 面对只比他高一进的陆辰 他自然有着底气 不过莫问天 可不敢有任何轻视之意 即便他觉得 陆辰已经重创 我再说一遍 让开或者死 莫问天有些不耐烦了 够狂妄 我喜欢 陆辰也不再废话 伸手一招 生长在悬崖边的 一排排迎风飘扬的剑草 便已经拔地而起 在一道道 灵力无匹的剑气加持下 看起来威势无匹 似有万剑齐发的极势感 展向了莫问天 万剑归宗吗 巧了 我也会几招 让你看看我学的如何 让你死在万剑归宗之下 想必你也死而无憾了 莫问天虽然放着大话 但脸色却异常凝重 他自问 陆辰这一招 以气欲剑 他还没学会 不过陆辰身受重创 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 又有几层 他伸手一握 一柄金色长剑 出现他的手中 长剑一出 龙银声不断 这是护龙山庄的质宝 天龙剑 曾经护龙山庄 护卫神晋皇朝几时代禁帝 禁帝面其有功 特地寻来天下最好的炼器士炼制 无论是材料意 或者其他 都绝对是上上之选 比起星宿剑地的事 血魔剑 都只差一分那种与生俱来的灵性 不过这天龙剑中 封印了九头蛟龙的魂魄 也让其有了一点灵性 威力大幅增加 若不是遇到陆辰 他想尽快解决战斗 他也不会轻易拿出 只见莫问天一剑斩出 剑招精妙无双 妙到豪颠 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可循 与剑一石壁上的剑招 几乎一般无二 正是万剑归宗第一式 哦 一剑出 龙银声响起 似乎有九头蛟龙 自天龙剑之中冲出 威势震天 连整个幻月洞府的石壁 都摇晃不止 石桌直接炸裂 无数剑草 也在此刻斩下 与天龙剑碰撞在一起 当当当当 一声声脆响 接二连三的响起 看似柔软脆弱的剑草 却宛如神铁一般坚硬 与天龙剑相碰 也没有被轻易斩断 莫问天在这一股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后退了足足数十丈 落在了万丈悬崖边上 差点就要掉下去 不过 剑草也在此刻失去了最后的力量 碎成一片 掉落在地 你 没受伤 莫问天此刻心中只剩亥然 从刚才那一击的威力来看 陆成哪里有半分重创的样子 他也知道 陆成施展的是 万剑归宗第三百多招的其中一事 不过此刻由陆成施展起来 威力比起在剑一石壁上 显然更为圆融 能够凭借一根草 都能抵挡住他这极品零件 可想而知 陆成的实力到底有多么变态 不过 他依旧不明白 为何跌落了八个境界 陆成依旧如此可怕 看来是老祖感知错误了 他并没有受创 如果我猜得不错 他身上应该有着 短暂增幅自身实力的一宝 魔族老祖的声音响起 他来历非凡 见多识广 知晓这些并不奇怪 只是他十分好奇 什么级别的一宝 居然能够让一个一拼五帝 提升到九拼五帝的境界 而且 这还不算 更是凭此战胜了一个九拼鬼帝 饶视魔族老祖 见多识广 此刻内心也有些被震撼到 不过很快 他就觉得没什么 这也是那位鬼帝 身受重创 才会如此 莫问天十分惊讶 这世上居然有如此奇悟 居然能够增幅人的实力 而且相当于 直接增幅了一个大境界 他若是能够得到这个一宝 想到这里 莫问天的眼中 闪过贪婪之一 他如果能够成为九拼五帝 那这天下 哪里去不得 但很快 他就想到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 若晨拥有这等一宝 那他还如何是露晨的对手 不用怕 那种东西消耗极大 他已经使用过一次 短时间内 不可能再度施展 魔族老祖 莫问天的面色瞬间变得难看至极 想不到自己居然被露晨如此看清 哼 不过仗着剑爵之威罢了 我不过是没有时间钻研罢了 否则的话 迟早超过年 莫问天冷哼一声 莫问天冷哼一声 他被露晨打退 倒也没看清 没有什么 因为他的心思本就没有一直放在剑意石壁之上 否则以他的悟性 怎么可能会被一川东超过 不过是他 还有其他的D级武技要修炼罢了 问天 不要耽误时间 他的灵力消耗十分严重 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强 快点杀了他 取走天书要紧 玉佩中的魔族老祖 却有些不耐烦了 他如何看不出莫问天 有些争强斗狠的意思 莫问天露晨两人应当算是同一辈 露晨也不过大他几岁罢了 莫问天见到露晨境界比他还高 还能领悟万剑归宗 心中自然不服气 有着一较高下的意思 这才会使用万剑归宗对付露晨 结果很显然 他连万剑归宗的皮毛都未掌握 连剑意也不曾领悟 自然不可能以此战胜露晨 莫问天郑重点头 也不废话 若是让露晨趁着这段时间恢复了灵力 那他到时候胜算又要降低几分 不过他觉得 露晨虽然天赋很好 但他同样不差 况且他有天书 只是露晨 恐怕再也看不到那一天了 九龙霸天诀 莫问天一声长啸 自他体内 无数金光暴涌 金光之中 还有着屡屡黑色的魔气流转 这才是他修炼的天书功法 所产生的灵力 九龙霸天诀 是护龙山庄最强横的地级武技 修至巅峰 能够换出九头真龙 破坏力极为惊人 无数金光汇聚 在莫问天的头顶 瞬间汇聚成九条十分庞大的金色巨龙 青云山脉中的灵兽 感受到这一股气息 纷纷跪伏在地 仿佛在恐惧着什么 血脉压制 令得万寿臣服 这是莫问天将九龙霸天 绝修炼到了巅峰的迹象 已经蕴含着灵性 诞生了一丝龙威 看起来宛如真龙在世 威灵天下 是九龙霸天诀 护龙山庄的人 怎么会在此点 正在朝着后山禁地 赶去的一众青云长老 望着天空中的巨龙 眼中露出疑惑 看来这一次 盯上我们青云宗的人不少啊 不过幸好 有师叔祖在 不会出什么问题 一群弟子议论纷纷 并不是很担忧 青云宗 还有三位太上坐镇 别说护龙山庄了 哪怕是神境皇朝的禁地清灵 也不可能立敌三位太上 有点东险 入城目光也微微一宁 这莫问天的实力 倒还真的不弱 而且 他现在的灵力损耗 确实很大 施展万剑归宗这种绝招 所消耗的灵力十分庞大 以他一品见地的修为 也最多施展一次完整的 气腹之中的灵力 就会被消耗大半 所以他之前都会施展 最不好费灵力的招式 不过 入城还有着诸多底牌 倒也不倔 早就准备好的十几枚回灵丹 被他一口吞入腹中 一股十分庞大的药力 瞬间被他吸收炼花 化作自己的灵力 他迁到几十年 别的不多 但要这些东西 那肯定是最多的 在入城的眼里 甚至有些垃圾的意思 毕竟 见得多了 会下意识地觉得不值钱 但若是这个想法 被其他人听到 恐怕会破口大骂 丹药 呵呵 莫问天也发现了这一幕 嘴角不禁发出冷笑 看来陆成果然是消耗巨大 否则也不至于 吞付这么多的丹药了 什么那是什么丹药 九品回灵丹 一下子吞付十几颗 而与莫问天不一样的是 魔族老祖 此刻则是震撼 他开始怀疑起陆成的来历 九品丹药 每一枚都十分珍贵 堪称天价 便是在他以前那个地方 也可以说是 有价无市 而此刻 在这个世界 居然有人直接把九品丹药 当糖豆吃 他能炼化得了吗 他都不怕自己的根基损坏吗 这是魔族老祖的心中 最大的疑惑 常言道 是要三分毒 丹药自然也是要 先不说 九品丹药的药力 有多么庞大 寻常人能不能撑得住 若是吞服多了 丹药中的杂质 也会残留体内 被身体根基造成影响 看来 他走投无路了 想以死向搏 魔族老祖心中肯定道 但他不知道的是 系统奖励的丹药 都是纯度达到了极致的丹药 根本没有任何的杂质 自然无法影响陆草的根基 否则的话 这么多年来 陆草的根基 早已经毁掉了 陆草的目标 可是五道巅峰 怎么可能不会在意自己的根基问题 而且 陆草本身 或许是体质特殊的关系 他吞服丹药 根本无需太多的炼化时间 几乎是入口即化 不过一期时间 陆草的灵力 就恢复到了巅峰 什么 莫问天与魔族老祖 包括林雪薇 察觉到这个变化 不由惊恶 哼 巅峰又如何 不过是一品剑地罢了 就在这时 莫问天的九龙霸天诀 也已经施展完成 一招轰出 回剑令 陆草刚刚恢复的灵力 瞬间被他催动至体外 挡在身前 这回剑令 是他千道所得 六星奖励九字 令剑绝 回剑令 则是他唯一一招防御的手段 这还是他第一次施展 九头无比庞大的黄金巨龙咆哮而下 声音震耳欲聋 虚空站立 下一刻 就已经来到了陆草的面前 但 很快 就停住了 停在了陆草的面前 再也无法寸进 这 挡住了 莫问天吃惊 他这一招 可是催动他体内的全部灵力 能够被陆草轻易挡住 呼 林雪薇吓得拍了拍胸口 这一招的威力 实在是太过强悍 幸亏当初莫问天 没有施展这一战对付他 否则他绝对挡不住 他不由地看向陆草 仔细看去 能够看到 在陆草的面前 隐隐有着一层层连衣波动 将那九头巨大的金龙拦住 无法寸进 而那一层层连衣 竟是一柄柄由无形的灵气所汇聚的气件 气件转动 在陆草的面前区域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剑盾 正是这个剑盾 挡住了九条金龙的攻势 破剑令 陆草再喝 面前的剑盾瞬间爆开 化作一柄柄气件冲出 没入了九头金龙之中 扑扑扑 自金龙体内 爆响声不断 宛如黄金胶筑的金龙身体表面上 不断出现一个个巨大的空洞 依稀可见一柄柄气件翻腾 暴剑令 陆草心念再动 无数气件在顷刻间炸裂 气件炸裂 恐怖的冲击波席卷 那横梗虚空的九条金龙 也在此刻寸寸崩碎 化作虚无 斩天令 陆草一连施展九字箭令绝 根本无需停顿 如必指使 无数爆开的气件在破开金龙的瞬间 再度合拢 在半空之中 形成一柄巨大的气件 气件斩下 仿佛将苍穹 都给劈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 这所有的一切 都发生得极其快速 肉眼根本无法看清 当莫问天反应过来的时候 巨件已经斩下 面对这一件 它根本没有任何抵挡之力 它甚至感觉到了一丝死亡的气息 让它心底发寒 稳住心神 让我掌控你的身体 魔族老族也知道 这一件绝对不是武圣能够抵挡 当机立断道 虽然这样做的代价十分巨大 甚至会影响莫问天的根基 不过是到如今 它也不得不如此了 若是莫问天陨落 它这残魂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翻身机会 更别说找到天无神女 报仇雪恨了 莫问天早已经陷入了呆滞 它没想到 露晨的实力居然如此强大 短短一瞬间 就能破开它引以为傲的九龙霸天绝 甚至还能施展出 如斩天令这般强大的攻势 不过很快 魔族老祖掌控了他的身体 只是一瞬间 莫问天的气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一双眼睛变得无比的深邃 甚至有着一种高高在上 俯视一切的感觉 只见莫问天伸手一抓 根本无需动用什么灵力 便是将露晨施展的斩天令凝聚的气剑 给抓在了手中 旋即狠狠一握 碰 气剑裂纹遍布 轰然破碎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 这么强 露晨眼帘微缩 他能感知到 此刻莫问天的变化 自然明白 此刻的莫问天 早已经被人所掌控 只是他没想到 那玉佩之中 居然藏着一个其他人的魂魄 而且 从这人出手的方式来看 已经脱离了那种技巧上的东西 完全是凭借自己 对于境界的感悟 大道至极 化繁为简 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都是白扯 足以可见 眼前这人 肯定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露晨甚至觉得 莫问天此刻给他的感觉 并不像一个人 反而更像是一个神 或者说是魔头 至少 这种力量 绝对是超出了露晨目前的认知 即便是东方浩轩 都无法与此人媲美 莫问天一掌破除斩天令 目光冷冷注视着露晨 似乎想要将这个人的相貌 牢牢记住 露晨被那一眼看得遍体发寒 十分冰冷 仿若置身地狱 他几乎可以肯定 若是这人出手 无论他再怎么强大 都无法抵挡其一招 不过幸好 露晨知道 他这种状态 绝对持续不了多久 果不其然 那人只是扫了露晨一眼 并未朝着露晨追来 而是直接撕裂虚空 逃顿而去 只剩下一句魔鹰 不停回荡在露晨耳边 小贝 此次坏我好事 下次再见 本座必定让你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只是谁也没看到 在他离去的时候 还扫尸了一旁 陷入呆滞状态的灵血危一眼 露晨心神威名 有些后怕 他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比东方浩轩更为可怕的人物 这种层次的人 到底该有多强 看来 自己还是太过膨胀了 今日所见到的一切 都几乎刷新了 露晨对于实力的认知 原本他以为 现在的他 几乎无敌 但此刻才发现 他坐井观天如井大了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说的果然不错 这世界 不知何其广阔 若只是局限了自身的认知 那才真是最可怕的 不过这也给露晨提了个醒 若是下次再遇到这种对手 可千万不要小心大意了 若不是对方 有着一定的限制 恐怕此刻的露晨 已经陨落 露晨倒也没泄气 这让他更有了变强的欲望 旋即走到一边 发现了双目有些失神的林雪薇 雪薇 你怎么了 林雪薇茫然的看了看四周 看到露晨后一喜 心中满是后怕 我没事 你呢 那人好强 恐怕连大御主都比不过他 我当然没事 露晨摇头笑了笑 揉了揉林雪薇的脑袋 心中却觉得有一丝不对劲 却也不知道哪里不对 不过 听说起露雪薇提及的大御主 他倒是知晓一二 魔教势力之中 自然不乏各种强者 这大御主就是其中之一 如星宿见地这一辈的 也只是如千鹤一般 与东方浩轩这等人物比起来 就算是晚辈 当初数百年前那一场正魔大战 各大魔教的强者大部分陨落 也有不少如东方浩轩这种幸存下来的 若是那些人未曾因伤陨陨落 实力说不定 如今比起东方浩轩也不落多少 不过此次 魔教出动 这些强者并未前来 显然是伤势还未完全恢复 否则的话 清云宗还真不一定能够在这次危机之中存活下来 不过即便如此 如今清云宗的局势也有些岌岌可危 对了 你知道魔气吗 林雪薇突然问道 陆臣摇头 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祖师祠堂 即便出去迁道 也不会逗留许久 自然没有机会去翻阅那些什么典籍实际东西 不过听到魔气 陆臣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林雪薇瞧得陆臣不知 也开始解释起来 我以前在一本残缺的古籍上看到记载过 传说在很久以前 天下不止人族一种 还有魔族 魔族性格暴力 誓杀成性 乃是人族天敌 而且 魔族天生神力 肉身无比强悍 当初甚至有机会一统天下 不过后来被人族大能联手败退 魔族自此消失无踪 魔教也是因此得名 林雪薇以前十分好奇自己的身世 一直想要查询 关于诸仙剑的信息 无意间发现了这么一段秘心 魔族吗? 你是说那人是魔族? 陆臣也不蠢 林雪薇不可能无缘无故 突然说起这个 我在那人的身上 感知到了一丝魔气 林雪薇点头 表情十分凝重 魔气是魔族的专属 如同人族的血气一般 具有十分明显的标志 魔族吗? 与那天外来客 难道有什么关联不成? 陆臣不由地想到了东方浩轩 与他说起过的天外来客 以先前掌控默问天那人的实力来看 那人以前绝对是远超这个世界力量的极限 甚至与那位天外来客 都有的一拼 只是陆臣没有见过天外来客 自然也无从对比 难怪他也知道天书的存在 陆臣在此刻突然恍然大悟起来 天书出现这件事 已经历经了无穷岁远 经历过当初那一件事情的人 如今不是非生 就是都已经老死 所以陆臣敢断定能够知晓天书的人并不多 那么问天能够查到天书 就在青云宗 显然很不简单 陆臣悄悄留了一个心眼 将此事记住 陆臣一定会卷土重来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要不就留下来陪我吧 陆臣压下思绪 望向林雪薇 林雪薇先前的举动 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天鬼玉她肯定是不能回去了 所以陆臣想让她留下来 好啊 可是你好像不是青云宗的人 而且我是魔教的女魔头 青云宗的人知道了 恐怕会恨不得杀了我 林雪薇奄然一笑 笑容宛如荷花盛开 月光斑角结 不用怕 我保护你 陆臣将林雪薇揽在怀里 青云宗的人应该不会这么不识去吧 这个念头刚刚闪过 青云宗的众人就已经来到了 幻月洞府外的悬崖边空地前 大胆 你们是谁 居然擅闯青云宗 苍龙手座一马当仙 率先来到此地 先是打量了四周一眼 并未发现其他任何人的踪迹 只看到了相拥在那里的一对年轻男女 不由大怒 啊 她是魔教圣女强威女魔 一群青云弟子也跟了上来 见到陆臣二人 先是愣了许久 指着林雪薇的手指都有些止不住颤抖 双腿发软 声音颤抖 仿佛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情 什么 魔教妖人 大胆 受死 一众青云弟子极恶如仇 痛恨魔教早已经深入骨髓 此刻听到魔教的女魔头在此 哪里还能保持镇定 当即便是出手 准备就地格杀这个女魔头 为民除害 等一下 一川东眉头紧皱 喝退了众人 如今一川东可是七脉手座 分量很重 而且在如今青云宗没有长教的情况下 七脉手座便相当于青云宗的长教 他们说的话不容置疑 当下一个个青云弟子不得不止住身形 疑惑望向一川东 就连其他六脉手座也都是如此 怎么了 一失职 苍龙手座面色有些不悦 本来因为谢远山的缘故 他就有些讨厌一川东 此刻看到一川东为了魔教妖人说话 则更是不开心了 陆辰大哥 是你吗 一川东自从来到这里 目光就一直落在了陆辰身上 眼神十分复杂 他从小时候 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 就来到了青云宗 从那时候认识陆辰 自然见过陆辰年轻时候的样子 而且 一个人的相貌 无论再怎么改变 也不至于分辨不出 更何况 他们曾经那么熟识的情况下 他一眼就认出了陆辰 只是有些不确定 此刻的陆辰 是二十来岁的样子 与他印象中的老头子 形象差距很大 很显然 陆辰并没有老 只是装老罢了 陆辰一直都在欺骗他 一川东西有些酸 有些痛 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静静看着陆辰 他想要一个解释 而其他人 则是一头雾水 显然不太不明白 一川东在讲些什么东西 这个站在魔教女魔头身边的人 似乎与一川东认识 而且 关系还不浅的样子 不由的 众人联想到了谢远山 俗话说 有其父必有其子 难道说 一川东也是魔教妖人不成 不然 他们怎么可能认识 还和他们废话什么 杀了他们 一些青云弟子想到这里 不由怒火冲天 还不带陆辰说话 就已经疯狂叫嚣着冲了出去 倒也不难理解 他们刚刚才遭遇魔教宫山 无数弟子惨死 甚至连千鹤掌教都已经陨落 这让他们见到魔教妖人 如何不愤怒 住手 这次开口的 并非是一川东 而是小竹风首作《静虚道长》 静虚道长是一个看起来约莫三十多岁的美妇 皮肤白皙 风韵犹存 所有人都是将目光看向了静虚道长 难道他也与魔教有关联不成 不过静虚道长却不看他们 目光凌厉的扫视着陆辰二人 玄吉对着陆辰问道 我青云的太上长老呢 去哪了 此言一出 众多青云弟子才回过神来 想起来此的目的 玄吉连忙朝着四周望去 哪里有青云长老的踪迹 甚至连魔教众人也都消失不见 只剩下了这一对年轻男女 什么情况 无数人疑惑 但很快就有人给了他们答案 你是说东方浩宣前辈吗 他已经陨落了 陆辰觉得此事没必要隐瞒 即便瞒着 也只会让这群青云弟子因此膨胀 倒不如让他们接受现实 好好反思 强大自身 你胡说 不可能 太上长老何等人物 已经长生不死 怎么可能陨落 一众青云纷纷表示不幸 怒视着陆辰 在他们的眼中 东方浩宣已经活了接近万年 和长生不死 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存在 这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死 而且 东方浩宣一见重创魔教 让得魔教败退 这份实力 怎么可能说死就死 他们觉得陆辰是在诅咒东方浩宣 眼下杀了陆辰的心思都有了 至于那生前辈 他们也觉得理所应当 东方浩宣 值得起这两个字 甚至是陆辰的荣幸 小辈猖狂 休得胡言乱语 苍龙手作怒喝一声 已经出手 他的速度奇快 是在做所有人当中最强者 已经触摸到了武帝的门槛 他一抓探出 直奔陆辰咽喉而去 想要问清楚 是请来龙去脉 何必那么麻烦 他可是执法堂堂主 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虽然他也不觉得陆辰会知道这些 毕竟那可是五帝境界的交锋 怎么可能是眼前这两个年轻人看得懂的 哎 陆辰轻轻摇头 尽管知道会被误解 但他还是有些无奈 望着那奔来的苍龙手作 陆辰缓伸出了两根手指 向前一夹 便将苍老手作的手掌给夹住 让其无法动弹 苍老手作先是愣了片刻 有些不可思议 在他看来 眼前这个年轻人气息薄弱 甚至还没有身为五皇的灵雪威强 但却就是这随意的两个指头 就将他的公式化解 这个实力 看起来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他什么情况 无数青云弟子也都愣住 显然不太明白 为何已经身为五圣的苍龙手作 居然会被一个年轻人所限制 哼 苍龙手作闷哼一声 想要挣脱陆辰的手指 可他发现 即便自己如何催动体内灵力 陆辰的手 都仿佛一个巨前一般 死死地夹住了他的手掌 手掌都快要断裂 不客气了呀 陆辰知道对付这群人的最好办法 就是以礼服人 当然 这个礼不是道礼 是物礼 一群人见到苍龙手作被制服 正想要一起出手 听到陆辰的话 又不得不停下 陆辰的实力 显然不是他们看起来那么简单 难怪能够得到天下第一美女林雪威的青睐 当然 他们也想知道 陆辰到底要说些什么 但 还不待陆辰开口 却有人先说话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 难道你都是在利用我吗 一川东见到陆辰施展出来的实力 心中十分纠结与难受 他觉得陆辰很可能 与他那敬重的师尊谢远山一般 是因为朱仙剑 才可以卧底在青云宗的 故意接近他 故意掏他口风 他又一次感觉到了背叛的滋味 失望失落 席卷心头 不由的 他想起了那个教他剑法的神秘师尊 或许这世上只有他 才对他不会有所企图吧 一川东眼睛通红 望着陆辰 有着怨恨 陆辰眉头一皱 有些过意不去 川东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朋友吗 有些不识滋味 至少他也是将一川东 看作了自己的朋友 亦或者弟子 几十年的感情 亦师亦友 怎么可能那么简单 我没有利用你 我也只是想要活着而已 陆辰实话实说 是他 我想起来了 他是当年那个 与我一同败入山门的弟子 他不是被收入了通天峰吗 他也是个叛徒吗 人群中 有青云弟子大喊道 这个人 也是当年与陆辰一同加入青云宗的 被一位长老收入门下 此刻见到陆辰 与当年一般无二的模样 瞪大了眼睛 没想到陆辰居然会是魔教派来的卧底 在青云宗这么多年 都无人察觉 是他 听到那名弟子所说 其他六脉手作也都眉头紧皱 似乎在极力回想当年之事 对于他们这种活了上千年的人物 脑海中的记忆无比庞大 所以他们都会下意识忘记一些不必要的记忆 但此刻回想起来 顿时与当年那个站在玉清殿上 无人问津的青年身影重合 不由恍然大悟 只是令他们不解的是 为何当年那个根本没有任何 资质根谷的青年 之前那个整日待在祖师祠堂不问洪尘的老头 如今却已经步入了五帝的层次 难道真的是他们看走眼了? 不过此刻 显然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毕竟苍龙手作还被他捏在手中 可以说性命都在陆辰一念之间 他们即便知道陆辰的身份 那又能如何? 你想怎么样? 天元风手作紧皱浓眉 沉声问道 如今不见太上长老的踪影 他们当中也无五帝强者 面对陆辰根本毫无办法 他只能先虚以为蛇 等待着太上长老诛灭魔教邀人归来 到时候便是陆辰有天大能力 也插翅难逃 我不想如何 哦 对了 千鹤道长是莫问天杀的 而莫问天便是护龙山庄的少主 你们可要小心一些 莫要上当受骗 陆辰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们一番 免得莫问天回到青云宗 继续潜伏起来养伤 到时候他可就危险了 胡言乱语 你有什么证据? 问天心性品行皆是上上之选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欺师灭祖的事情来? 一位十分看好莫问天的长老质疑道 但此话若在其他六脉手作的耳中 却是宛如晴天霹雳 他们可是在先前见到过 护龙山庄的地级武技九龙霸天爵 只是不知道护龙山庄的何人 此刻听到陆辰所说 才明白过来 不过很快他们就觉得不对劲 不可能的 莫问天不过才武尊修为 怎么可能催动九龙霸天爵? 先前那位长老继续说道 依旧不幸 莫问天天赋不错 但之前那一招堪比武帝施展 莫问天一个武尊 如何能够做到? 哼哼 被蒙在鼓里 还要自欺欺人 莫问天可不是什么武尊 而是九平武圣 陆辰讥笑道 感觉这群青云中的长老脑子有些不好使 若不是看在东方浩轩和天书的面子上 他根本懒得理会这些人 什么?九平武圣?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相信 也有人怀疑 但更多的人 却是想知道陆辰的身份 我是谁? 我不过就是一个 看守祖师祠堂的杂役罢了 陆辰无奈 无数人无语 都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要装? 累不累啊? 能不能摊盘? 不过碍于陆辰的实力 却无人敢反驳 一个武帝 他们打不过 但这不妨碍他们觉得陆辰是魔教中人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会与林雪薇这个女魔头在一起? 难怪 难怪了 当初是你斩断了我的契机吧 放走了那个魔教妖人 我就说 魔教妖人 怎么当我清云宗 是毛如入无人之境 江玉衡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也在此刻豁然开朗 原来都是陆辰出手搞的鬼 而且他也能从林雪薇散发的气息感知到 当年就是林雪薇潜入的清云宗 怎么? 不相信? 陆辰瞧的这群人的目光 有些无奈 算了算了 不装了 摊牌了 其实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神秘见底 陆辰知道 若是不说清楚 这群清云宗弟子 不会相信自己的 他也不可能真的杀了这群清云宗弟子 这样的话 与他当初答应东方浩轩的事情 就有些被盗耻了 神秘见地强者 他就是那个留下建议石壁的男人 一个又一个消息爆出 让他们感觉脑袋有些迅运 就连戈脉手作也都是如此 目光震动 不可置信 还不相信陆辰无语了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 下一刻 陆辰松开手指 而后病止一点 无数剑气自他手中发出 隔着数百丈 将远处的一座无人山头给轰碎 世事万剑归宗第二世 大部分在建议石壁上参悟过的人 包括一些清云宗的长老 都认出了这一招的来历 忍不住惊呼道 这一招 对于他们来说 无比的熟悉 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陆辰收纸 继续伸手抱着林雪薇 大刺刺说道 无数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 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万剑归宗这一招 很能说明问题了 以这一招所蕴含的建议 与石壁上的如出一辙 甚至有有过之 在场众多清云的高层长老弟子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便是连一川东都不行 哼 胡扯 这建议石壁 可是南宫师叔祖留下的 那建议石壁就在那里 你在祖师祠堂 不也有时间去参悟 不过是悟性好罢了 当然 也有弟子不服气 哎 我说你小子 你他妈不去打铁 真是浪费人才了 陆辰有些生气了 怎么自己啥都做了 还有人不相信啊 你念念 你说 那什么南宫前辈留的 你见过南宫前辈吗 那弟子被陆辰问得哑口无言 那你说 南宫前辈悟出最后一招了吗 陆辰反问 悟出了 我肯定 南宫太上长老 绝对悟出了 先前难道你没看到吗 那一箭之危 惊天动地 不会吧 你不会真没看到吧 又有一个不服气的弟子 站出来了 哦 原来是这个啊 你早说嘛 我也会啊 陆辰无语 就在那几个杠金本金的钻牛角尖的弟子 又要开口反驳 甚至想要讥讽几句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周围突然变得静谧起来 似乎连风都已经静止 下一刻 他们便见到 飘零的落叶 花草 空中的异物 皆是停留在了半空之中 时间在此刻静止 吃 一声轻响 打破了静谧 而后 越来越多的破空声响起 无数事物 花草树木 甚至是石头 都在此刻 朝着陆辰汇聚而去 在其身前聚拢 形成一柄巨大的剑 自那剑身之上 还有着无比凌厉的剑气 散发着剑意 只是看上一眼 就觉得心中发寒 剑意圆满的禁剑 万剑归宗 那失传一招 先前那一柄横根虚空的剑 一切 清云太上南弓末 居然真的是他 无数人望着悬浮在陆辰头顶的那一柄剑 仿佛看到了无数道剑招施斩 一剑快过一剑 数万剑最后重合 汇聚为一剑 这正是那失传一剑 万剑归宗 可是他为什么 无数人也有不解 先前他们可是感知到了 此地发生了战斗 那么陆辰又是在与谁争斗 东方浩轩 还是莫问天 亦或者是 他们不明白 不过此刻 他们彻彻底底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陆辰有着斩杀他们的能力 尽管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陆辰不是什么好人 但陆辰没有对他们动手 那就说明陆辰绝对不是清云宗的敌人 此刻 他们不由庆幸起来 而且 这么久不见东方浩轩出现 让他们也不由的怀疑陆辰所说的是真的 清云太上 恐怕真的陨落了 几位卖主对视一眼 似乎都已经看出对方的心思 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黯然 唯一的太上长老都已经陨落 千鹤掌教死于非命 他们以为的南宫末师叔祖 竟是陆辰 如今的清云宗可真算是跌落到了谷底 只是一场大战 就已经将清云宗这种超级势力的底蕴 竞数耗尽 连一流势力都有些不如 他们不禁担心起清云宗的未来 当然 除了一川东 一川东在万剑归宗出现的那一刻 他的目光就已经呆滞 好半晌 他才回过神来 望着陆辰 目光复杂 陆辰感受到一川东的目光 转头望去 淡然一笑 怎么会是你 一川东差点哭出来 在他看到陆辰施展万剑归宗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陆辰的身份 万剑归宗第二世 在其他人看来 其实也就那样 但他知道 那个第二世 在座的清云宗弟子 能够施展出来的 也只有他一人 因为 那是他那位神秘师尊 在他脑海中亲口指导他的 比起在建议石壁上的感悟 更为深刻 也唯有他 才知道这一招来的来头 原本他还以为陆辰也同样受到了那一位的指点 直到他现在看到陆辰施展出万剑归宗 那最后一招 他才认定 陆辰就是那位一直教导他的神秘见地 这让一川东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 自己刚才还误会了陆辰 他现在十分纠结与自责 当然是我 不然 你以为以你那天赋 还有谁会愿意教你这些 陆辰洒脱一笑 但是不怎么在意 他很理解 一川东之前之所以那般的态度 也没放在心上 世尊 一川东直接单膝跪地 气不成声 他知道 如果没有陆辰 他绝没有今天 他不会领悟万剑归宗 不会在七脉会武上夺魁 也不会在斩妖除魔的时候 大放异彩 更不会被千鹤道长 提拔为青竹丰手作 可以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陆辰 他早就想报答那位神秘师尊 只是可惜 一直都不曾知道陆辰的消息 到现在 陆辰出现他的眼前 他这一生 师尊叫得十分自然 他将之前的陆辰 当成好朋友 但现在 他无疑已经将陆辰 当成自己的师尊 是陆辰给了他一切 此刻 他心中没有其他 只有感激 起来吧 陆辰微微摆手 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一川东托起 什么 师尊 他竟然是一手作的师尊 难怪一手作的进步 如此神速 青云众人也在此刻才明白 一川东之所以能够从默默无闻突然崛起 全是因为陆辰的缘故 不由感叹 还有些羡慕 能够被一位见地收为徒弟 可是十分难得的 天资根骨悟性品行 缺一不可 其他六脉手作皆是 微不可查的苦涩一笑 没想到 曾经被他们轻视的青年 短短几十年就已经达到了足够他们仰望的地步 实在不免唏嘘 呃 苍龙手作想要问下陆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却一时间还不知道陆辰叫什么名字 张了张嘴 尴尬无比 嘿嘿 见地大人不知道能不能告知本座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经过一番私存 苍龙手作决定还是以见地大人来称呼陆辰最为合适 他知道陆辰并非是青云宗的人 至于来历 他们也不得而知 不过修炼意图 达者为先 陆辰能够成为见地 已经能够让他们尊敬王 这一生见地大人并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青云宗 已经没有了自傲的资本 低声下气一点 也没有什么不好 其余青云弟子也是一脸渴望的望着陆辰 显然十分想知道 特别是关于东方浩轩与千和道长的事情 陆辰看了几人一眼 将自己看到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没有隐瞒 东方师叔祖居然为了青云做到了这一步 当众人听到东方浩轩为了挡住魔教四大魔地 硬生生将自己的死期提前时 不少人都是默然了下去 心中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自己会死 但谁又不愿活着呢 哪怕是一年 一月 一天 一刻 对于东方浩轩他们的心中只有敬佩 而后听到玄冥鬼帝就是青云宗的太上北明燕红时 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 完全没想到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不过陆辰倒是没有解释 免得给东方浩轩的光辉形象留下一个舔狗的黑历史 让他们自己去猜 后来陆辰逼玄冥鬼帝 更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虽然陆辰只是简单地说了一下结果 但众人不禁联想到陆辰那一件开天的气势 让他们无限挠补了起来 差点就将陆辰奉为神明 对方那可是青云宗的太上长老啊 堪比东方浩轩南宫墨的存在 北明燕红同样是成名许久 丝毫不弱于他人 甚至是天赋悟性 比起两人来说也都不差的 而就是这样的九品巅峰五帝 却被陆辰给逼退 可以想象陆辰的实力究竟多么可怖 这一下所有的青云长老弟子 纷纷不敢再抬杠了 这实在是太猛了 惹不起啊 而后陆辰又讲起了千鹤道长的死因 这莫问天真是十足的白眼狼啊 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往我平日还对他那么好 我真是看错人了 莫问天居然会对长教下手 长教对他真是如同亲儿子一样 真是令人失望 竟然骗长教 搞偷袭 年轻人不讲武德 可恶啊 他往我还那么喜欢他 真是所托非人啊 什么 你也是被莫问天骗了 莫问天个渣男 我恨死他了 我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其实师妹 我也不错的 滚 不出意外的 莫问天所做的事情 引起了青云众人的唾气 不过他们一想到 接下来青云宗即将面临的局面 所有人的面色 都是忍不住黑了下去 原本好好的一个正道领袖 不过一天时间 就已经沦落为了二流势力 甚至是三流势力 而且 青云宗中质保众多 若是被有心人知道这些消息 那么 青云宗又将面临怎么样的危机 他们根本不敢深思下去 见地大人 既然你与东方师叔族有着一点私交 还希望见地大人 看在东方师叔族的面子上 接任掌门之位 为我青云宗做主 苍龙首座皱眉深思了许久 最终做出了这个决定 依陆成所说 他与东方浩宣关系 应该不会太差才对 能够让东方浩宣深交的人 绝对是值得信任的 如今 恐怕也只有陆成 能够拯救青云宗了 只要陆成存在 再给青云宗几百年时间 他们未必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弟子出来 所以 他想要陆成接任掌教之位 是啊 见地大人 接任掌教之位吧 其他五脉首座也纷纷拱手 唯有一川东没有说话 他知道 自己的师尊淡泊名利 不禁女色 想要陆成接任掌教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请见地大人接任掌教 青云宗所有的长老弟子 也在此刻纷纷单膝跪地 声若红中 传遍了整个青云后山 掌教 我可没兴趣 你们自己挑人来当吧 陆成摇头拒绝 没有理会众人 直接离开 只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给众人 林雪薇愣了片刻 没想到青云宗这群人 这么快就被陆成给制服的服服贴贴 心中一乐 跟上了陆成的步伐 见地大人 一众青云弟子面面相去 皆是看出对方眼中的无奈 有些不知道说些什么 六脉首座张了张嘴 叹息一声 没有陆成 青云宗现在实在太难了 不过 当苍龙首座看到陆成前往换月洞府之时 顿时眼睛一亮 见地大人没有走 所有人闻言忘取 果然发现陆成并不是离开青云宗 只是进入了换月洞府而已 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陆成还会留在青云宗 对于他们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他们这些人也明白 陆成能够再开启换月洞府的禁止 肯定是东方浩轩的意思 自然不会担忧什么 连东方浩轩都承认了 他们还能说什么 众人原本已经绝望的心中 此刻充满了庆幸 没想到到了最后 居然会是一个整日看守祖师祠堂的人 救了青云宗一次 让他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林雪薇俏皮跟在陆成身后 很快就走进了换月洞府 这就是朱仙剑吗 望着依旧斜插在高台上的巨剑 林雪薇眉眸微眨微眨 露出惊异神色 不错 你之前是为了她而来 陆成点头 好奇问道 嗯 不过这柄剑的凶煞之气太浓了 林雪薇有些不解 玄冥鬼帝显然知道 朱仙剑蕴含如此强大的凶力之气 为何还要叫自己前来夺取朱仙剑 林雪薇不觉得 以自己的实力 能够压制住这股凶力之气 很显然 玄冥鬼帝很可能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想法 离她远一点 这股凶力之气入体 很可能会影响心智 你现在实力不足 更容易被影响 要不我先带你前去青云前山 找个地方住下吧 陆成警惕说道 你呢? 林雪薇反问 我要在这里修行一段时间 我感觉我快要突破了 陆成道 这股里有天书的存在 天书可是一本奇书 共有五卷 据说有鬼神莫测之能 你现在修炼了什么功法啊? 林雪薇并不知道 陆成修炼了天书 只是想告诉陆成 想让她找到 玄冥鬼帝梦寐以求的天书 能够让的玄冥鬼帝 都如此重视的东西 那决然不简单 她知道 玄冥鬼帝 绝对不会善把甘休 迟早有一天 会为了天书再度回来的 而那个时候 已经恢复到巅峰的玄冥鬼帝 可不是陆成轻松就能击败的 除了玄冥鬼帝 还有那个护龙山庄的少庄主 这两个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更何况 莫问天背后 还有着护龙山庄的存在 所以 她很希望陆成能够变得更厉害 她就会少一些担忧 而陆成 目前正式见地修为 再想突破 也绝对不是意识 天书这么神奇 绝对远超天剑 若是陆成 能够得到一卷天书 那会让陆成的修炼速度 得到质的飞跃 知道 我现在就在参悟天书 就在这边 陆成没想到 林雪薇居然会对她如此坦白 心中很开心 也不想隐瞒 对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不能坦诚相待的话 她自己心里那观也过不去 那就好 我就不去了 这样吧 那你好好在这里修炼 我在这里待久了 总是会觉得头晕晕的 很想睡觉 我先出去了 林雪薇扶着额头 声音有些微弱 怎么了 陆成走过去扶住她 但还不带林雪薇开口 她就已经晕过去了 看来是她修为太低 抵制不住朱仙剑这股凶利之气 历劫了 陆成沉吟了片刻 旋即抱着林雪薇 朝着木屋方向走去 将林雪薇安置在木屋之中 静静等待着她醒来 距离青云宗数十万里的 一座古城之中 一大批落荒而逃的魔教众人 汇聚在此 咦 玄明呢 怎么还没出来 蓝不成被东方浩轩载了不成 星宿见地 坐在软塌之上 正在调膝 当日她被东方浩轩那一招给重创 直到现在 依旧未能恢复过来 按照她的估计 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恢复 不过 经过了震惊之后 他们才后知后觉的 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东方浩轩以普通人的修为 强行施展青云密法 自身肯定也会重创 也就是说 他们当时根本没有必要逃 他们现在几乎可以确定 东方浩轩施展了那一剑之后 肯定无力再战 只是当时 他们见到森罗摩地 被一剑斩杀 心中有了巨异 生怕如同森罗摩地一般被斩杀 如今再度汇聚在一起 他们就是想卷土重来 好报此仇 魔教四大势力联手 被青云宗打得落荒而逃 这要是传出去 他们这些人 还有什么颜面回去 不过 正当他们准备杀回去的时候 发现玄冥鬼帝还未出现 这不由得让他们起了疑心 按理来说 玄冥鬼帝乃是最后一个被攻击的人 虽然会受伤 但不至于陨落 怎么会这么多天都未曾出现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 这一下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没有足够的信息 若是贸然前往青云宗 万一遇到了其他两位太上长老归来 他们恐怕就没有那么好运逃出来了 无论如何 他们都得万分小心 不敢轻举妄动 就再次等待了起来 如果玄冥鬼帝真的没有出来 那么他们也只有就此作罢 狠下心 吃了这个亏了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他们也不急于一时 回建帝 并未见到鬼帝从青云撤回 一位魔教长老恭敬回道 行吧 本帝知道了 十日之后 撤 是 与星宿见地一般作响的 还有摘星花地 同样下了撤退的命令 如今的青云宗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们摸不准 而且千鹤不死 朱仙剑还存在 风险极大 如果千鹤也像东方浩轩那般 催动朱仙剑 那他们又该怎么抵挡 全盛时期都挡不住 别说现在他们伸受重创了 几经思考之下 魔教众人还是放弃了卷土重来 杀回青云宗的打算 至少他们没有恢复实力之前 是暂时不会对青云宗有其他的想法了 见到魔教两大超级势力都已经退去 魔教其他势力自然也是如此 很快 魔教几大超级势力就已经退去 回到了西边荒漠 休养生息起来 这一战 他们同样损失不少精锐 这个消息 也是被其他正道势力得知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谁都没想到 青云宗居然真的抵挡住了魔教四大势力的攻势 他们也没人见到当时的事情经过 只是以为青云宗的三位太上出手 抵挡住魔教攻势 并且斩杀了森罗摩帝 在他们看来 正道领袖的底蕴果然深不可测 这也让他们收起了对青云宗的那一点小心思 只要青云三位太上不陨落 那么青云宗就永远吻压其他超级势力一头 当下不少超级势力纷纷派出了自家年轻一辈的天才 前往青云宗庆贺 为了缓解之前没有出手相助的尴尬 甚至此事还传到了神进皇朝当今禁帝的耳朵里 得知青云宗大败魔教 禁帝大喜 赐下了十分丰厚的赏赐 一时间青云宗的声望比起之前更为强盛几分 更是坐实了天下正道领袖这个名头 一处荒凉的乱葬岗 好一个正道领袖 不知道等你们知道青云宗只是一只只老虎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会作何感想 一身黑袍的玄冥鬼的站在一处孤坟之上 冷冷一笑他从青云宗一路奔头 来到了这片极西的荒芜之地 一路上也是听到了如今发生的许多大事 而如今的每一件大事显然都与青云宗有关 带着本地恢复过来 倒要看看你们如何拦得住我 陆成 敢坏我好事 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一想起陆成坏了他数百年来的精心计划 玄冥鬼帝就有些咬牙切齿 对陆成的恨 甚至快赶上了南宫墨 说完他便化作一团黑雾 直接融入到面前的孤坟之中 消失不见 另一边 护龙山庄 一个头发披散 面色苍白 看起来宛如一个厉鬼的青年 正颤颤巍巍朝着山庄走去 少主 你终于回来了 这么多年你都去 山庄门口处的护卫 见到这人 仔细打量一番 认出了此人正是莫问天 滚 莫问天一挥手 打断了那位护卫 亮亮呛呛朝着山庄内走去 问天 你放心 只要找到十种奇药 你的根基老祖有办法恢复的 魔族老祖的声音响起 之前他强行占据莫问天的躯体 动用了那股力量 虽然威力无穷 但莫问天始终只是一个武圣 根本无法承受那股反噬之力 他虽然不曾受伤 但却因此根基受创 若是没有奇遇 这辈子都只能止步武圣了 真真的吗 莫问天听到这个消息 眼中的茫然 一扫而空 十分惊讶 听到魔族老祖肯定的答复 莫问天更是激动非常 咬牙怯刺道 他好了 清云宗 神秘见地 你们都给我等着 呵呵 不过其中一种奇药 十分难寻 而且在那神秘的蛮荒之地 莫问天无所谓道 只要我能恢复 不管什么代价 我都不在乎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否则 我死不瞑目 少庄主 庄主找你 却在这时 一位护卫匆匆来此 莫问天自然知道 他爹是想询问他天书的事情 朝着山庄正愿而去 也只有莫问天知道 他们这一代 其实都是流淌着魔族之血 只是大部分的血脉 都十分稀薄 只是到了他这一代 突然发生了反祖现象 血脉精纯 是魔族王脉 十分高贵 若非如此 魔族老祖也不会竭力培养他 爹 找我有事 莫问天来到大堂 看向了坐在守卫 不怒自威的中年人 此人正是护龙山庄的当代庄主 莫孝云 莫孝云 当代十大强者之一 巅峰五帝境界 成名甚至在星宿建帝之前 堪比青云三大太上长老 问天 可找到天书 莫孝云发现 莫问天此刻的狼狈样子 忍不住皱眉 脸上闪过一抹怒意 爹 问天无能 被人挡下了 莫问天低下了头 倒也不怪你 那魔教此次派出的几位五帝 实力本就不强 遇上青云三位长老 自然是毫无胜算 你应该再等一段时间再出手的 不过倒是让我好奇的是 东方浩轩竟然会放过那几位魔帝 莫孝云皱眉深思 十分不解 在他看来 以四位魔教五帝的实力 在东方浩轩的手中 根本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 为何却如此 爹 此事非你想的那样 莫问天知晓 莫孝云猜错了 当下将当日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诸仙剑竟有如此神威 果然不凡 恐怕连神境皇朝中的那柄承载黄运的天子剑 也无法与之媲美 莫孝云忍不住惊叹 而后皱着眉头道 只是 这东方浩轩的大县已经还有好几百年 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普通人 对于这一点 他百思不得其解 就连莫问天也是不知道 不过 拦住你的那名神秘剑底 是什么来头 你可知晓 莫问天摇头 他并不知晓陆成的来历 只知道他一直隐藏在祖师祠堂 十分低调 此人能够在祖师祠堂伪装成一个普通人数十年 看起来也不像有野心的人 难道他也知道天书的存在 他莫非是当年那一场天下浩劫后 八大家族的后人不成 否则的话 他怎么会知道天书的存在 莫孝云如何也想不到原因 他自然不可能以为此事是东方浩轩告诉陆成的 这种秘密 谁会轻易告诉别人 不过不论如何 此人恐怕已经得到天书了 绝对留不得 莫孝云眼中闪过冰冷沙翼 爹 要不我们现在就派山庄的五帝前去覆灭青云宗 莫问天提议道 不急 如今禁帝对我已经有了疑心 不能有任何动作 我们潜伏这么多年 为的就是得到皇室呢 莫孝云摇头 否决了莫问天的提议 他这一盘棋下得很大 一步错步不错 如今好不容易有着得到三卷天书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因小失大 在他看来 青云宗那卷天书 他势在必得 早已是他囊中之物 你先下去吧 好好养伤 需要什么 爹都会为你寻来 带得莫问天离去 莫孝云的眼神才变得犀利起来 禁帝啊禁帝 这大好江山 你做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该让位了 魔教 孙罗殿 什么又是青云宗 东方老儿 你敢杀乌尔 青云宗 青云宗 当年南宫莫展本尊一手 今日东方浩宣竟斩乌尔 此仇不共戴天 若非本尊此刻处于闭关关键时间 定要你们青云宗满门为吾尔陪葬 大殿极深处 突然传出一道惊人的怒吼 所有森罗殿的人 听到一声怒吼 都是忍不住心头一跳 感觉到了一股极致的杀意 这一股气息 比这森罗魔帝还要强横 他们皆是知晓 这一位才是如今森罗殿最强之人 森罗老祖 当年若非森罗老祖被南宫莫所伤 恐怕早就突破那最后一层屏隐 达到了那传说中的神仙境界 随着青云宗大败魔教四大势力的事情流传而出 青云宗的声明再度恢复了巅峰 已经坐实了天下第一正道的位置 几乎无人再敢反对 四位巅峰五帝 不知多少普通五帝 数十万魔教弟子都未曾攻下青云 这份战戒 可是十分傲人 不少正道势力也纷纷派人前来青云拜访 但皆是被青云宗拒绝 连山门都未曾进入 让得其他势力 还以为青云宗因为他们不援助青云宗而被系上了 但如今青云的声势接近达到了巅峰 他们更无丝毫不满 只得善善退去 当然 事实并非如此 只是完全因为如今青云内部空虚 损失惨重 七脉手作不愿让其他势力知晓 青云如今的内部情况罢了 以这些正道势力的嘴脸 不难看出 若是他们知晓如今青云的境地 恐怕第一时间就会冲上青云宗 抢夺朱仙剑 倒也因为如此 青云宗的情况突然变得好了起来 至少给了他们充足的时间 来培养自己的新鲜血液 经历了莫问天此事 青云宗对于招收门徒这件事 变得格外慎重 几乎是层层排查 定要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待得东方浩宣 与千鹤掌教等众位青云祖师的临位 进入祖师祠堂之后 青云也换了一个新任掌教 国不可一日无君 青云宗自然也不能没有掌教 在陆臣拒绝之后 七脉手作 原本是打算让陆臣的弟子一川东 百接任青云掌教这个位置的 但是一川东选择了拒绝 将这个位置 让给了青云 如今仅剩的掌教继承人 道玄 道玄虽然资质不如莫问天 但其心性品行方面 却是远超莫问天 而且 有着七脉手作 和一些青云长老的带领下 青云宗开始恢复了起来 原本一场大战 青云宗除了青云后山之外 几乎没有完好之处 好在青云弟子同心协力 渐渐的 青云宗又恢复了往日的恢弘气派 而陆臣 则是整日待在青云后山 除了苍武天书和修炼外 便是每日陪着林雪薇 过起了两人生活 十分甜蜜 日子十分充实 他也借着当日的战斗 成功突破到了五第二品 一川东也正式败入陆臣门下 成为了陆臣的第一个正式弟子 时不时有空也会教导一二 一川东的进步也十分神速 陆臣也在青云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 去找寻了东方浩轩所说的那位后人 好巧不巧 这人正是当年与陆臣一起在小竹峰沐浴过的东方西月 原本陆臣还想拒绝此事 毕竟实在是太尴尬了 更何况林雪薇还在此地 如果翻车了 那可就完完了 但东方浩轩的直系血脉 大多数都在之前那一场大战中陨落 只剩下了东方西月一位 这让陆臣无语了许久 思来想去 自己既然答应了东方浩轩 只得勉为其难将东方西月收入了门下 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弟子 并且教了他一套清廉剑诀 说起来陆臣其实倒也不怎么尴尬 毕竟东方西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陆臣知道 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 必须得烂在心里 否则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就这样 时间匆匆而过 五年后 陆臣总算参悟了 幻月洞府十壁之上的天书 在五地境界 能够五年突破一个小境界 不得不说 陆臣的天赋实在可怕 而这段时间 林雪薇在陆臣的超高悟性的指导 和一枚破圣丹 成功突破了五圣境界 速度同样不比陆臣慢出多少 一川东与东方西月 在陆臣每日炼制的丹药加苦修下 也一一步入五皇之境 这个速度 让得许多清云宗的人 都是羡慕不已 这五年 陆臣一直都在幻月洞府之中迁道 并未得到什么超过七星的奖励 皆是较为普通使用的东西 又是十年过去 陆臣凭借着一颗地丹 接连突破两个境界 直接到达了五地五品 还有系统提供给他的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年 陆臣千道得到了一次极为稀罕的奖励 九星奖励先天剑谷 先天剑谷 顾名思义 生来就是未剑而生 拥有剑谷者 便能达到剑心通明的状态 无论是修炼 还是感悟关于剑的东西 都能达到极致 这对于陆臣来说 可是难得的好东西 这些年来 他一直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 一些剑诀武技 已经被他落下 但有了先天剑谷 可以让他学习剑诀的过程极大幅度的缩减 短短一年时间 陆臣就已经将千道得到的所有剑诀 全部修炼至了圆满 别的五地 哪怕是巅峰五地 一辈子能够领悟一本地极武技 并且修炼到圆满 就已经是十分了不得的成就了 而陆臣却是学习了足足上百种地极武技 这其中的差距 简直无法以道理计 只是唯一让陆臣为难的是 他目前境界太低 施展地极武技这样的绝招 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消耗 这一百种武技 他最多施展十几种 就已经达到了自身极限 面临灵力枯竭 除非他能够达到九平五地 那时候自身灵力就不会受到限制 几乎是随心所欲 天地间的灵气任由他操控 又是几年过去 陆臣有着千道所得到的各种修行资源 总算是突破到了八平五地 距离陆臣再次闭关二十年后 一处荒凉的墓地 杂草丛生 月色凄冷 一群人影正在黑暗中奔行 他们的手中抬着一具具尸体 突然其中一人停下了脚步 喂老牛你怎么了 快点啊别磨磨唧唧的 在其身后一位壮汉不耐烦地催促 他还想着丢完尸体回家 和老婆睡大觉呢 呃有有鬼啊 听到老牛的话 那位壮汉不屑哼了一句 转头看去 老牛的双腿止不住颤抖 心中更为不屑 果然是刚来的 干他们这一行的 胆子小可不行 就在他正准备开口安慰的时候 前方一道黑色影子掠过 壮汉一行人纷纷倒地不起 没有了声息 黑雾落下 显现出一个黑袍身影 他伸手一抓 将众人的魂魄 尽数吞噬 哼 五十年了 本地总算恢复了 路晨嘿嘿嘿嘿 一连串刺耳的笑声 传遍整个木林 阴风吹过 黑雾也消失在了此地 护龙山庄 一处密室之中 四周悬挂着脑袋般大的长明石 在下方血池里 盘坐着一个长发披散的青年 问天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痛苦 你一定要守住心声 魔族老祖的声音响彻在密室中 回音不断 老祖放心 我一定能挺过去的 莫问天眼中闪过一抹坚定神色 一想起被路晨一箭击败 他的心中就有一种屈辱的感觉 他一定要亲自斩掉路晨 以路晨的鲜血来见证自己的魔道之路 问天 那小子回你根基 只要你恢复过来 护龙山庄的宝龙一族就交给你了 莫笑云面露期盼之色 面色严肃说道 莫问天可算是他最出色的儿子了 还拥有着梵祖血脉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到时候别说这神境皇朝 整个天下都将是魔族的天下 听到保龙一族 莫问天眼中不可避免闪过一抹热浅 保龙一族是护龙山庄最为神秘的组织 能够成为保龙一族的人 最少也都是五帝的修为 是护龙山庄为保护禁地而花费极为巨大代价而培养的 只是如今 保龙一族早已经被莫笑云以魔血控制 不再为禁地卖命 若是能够掌控这样一股力量 他几乎不用吹灰之力 就能覆灭青云踪 不过路程 他还要亲手击杀 才能消除心头阻挡他的那块大石头 当下他缓缓闭眼 血池中的水宛如主沸一般 朝着他的体内疯狂涌动 而他的心脏处 一滴极为浓郁的黑血在这鲜血的引导之下 缓缓挥入莫问天的血液之中 让得莫问天的血液 也在此刻变得漆黑如墨 而他的身体 也在这黑血的冲刷下 变得极为强横 十种一宝所蕴含的庞大能量 也在此刻被莫问天尽数吸收 随着时间流逝 他的气息也在此刻不断攀升 他自小修炼 在青云中的五十年也没有停止修炼 早已经步入九平五圣的境界 如今底蕴早已充足 而且他身负魔族王室的血脉 被魔族老祖以魔族秘法激活 很快 莫问天就跨过了困扰了无数人的门栏 突破到了五帝境界 只要突破了五帝境界 那么 只需要足够的时间与资源 便可以成就九平五帝 只不过 因为天赋资质的不同 所需要的时间也各不相同 神晋皇朝 帝都称 皇宫 金鸾殿上 一位身穿明黄色龙袍的中年男子 端坐守卫 静静听着下方一位公公的汇报 陛下 已经查出来了 那玄冥鬼帝便是当年那个失踪的北明燕红 中年男子气宇轩昂 不怒自威 周深引有龙气环绕周深 此人正是神晋皇朝当今禁帝 十大强者之中最强的存在 修炼天下最强功法 太皇经 据说修制极致 可引天地气韵加深 与天地同寿 北明燕红 当年那一场死战 他居然没死 禁帝眉头一紧 颇有些不太理解 当年那一场正邪大战 他本想借此机会 削弱各大超级势力的实力 以稳固自身的统治 清云宗自然也在此练 只是他没想到 除了那几位受伤的魔帝之外 北明燕红居然也还活着 至于东方浩轩 他倒是不怎么在意 一个超级势力 有两个九平五帝 就已经足够了 不足为惧 回陛下 五十年前 魔教攻打清云宗 也是玄民鬼帝策划 那公公继续说道 此人名为曹正阳 是禁帝心腹 深得禁帝信任 在整个朝堂之上 曹公公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 其实力也颇为不俗 同样是巅峰五帝 修炼奎花宝典 倒是有意思 那男公默 为了那个来历不明的魔胎入了魔 被东方浩轩斩杀 北明燕红 恐怕还被蒙在鼓里 所以 一直想要杀东方浩轩报仇 呵呵 禁帝微微一笑 十分满意 那魔胎可曾找到 神进皇朝 屹立不倒十几万年 对于当年那一场争斗 自然更为了解 除了天外来客与天书之外 他还知道 有一个魔头 与那天外来客大战 最终两败俱伤 纷纷陨落 才阻止了这个世界的浩劫 没有被毁灭 而那一次 还有着一个魔胎出现 禁帝觉得 这魔胎 倒是个潜在的隐患 毕竟来自天外 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统治 所以 他几千年来 一直都在打探 关于魔胎的消息 回陛下 未能 曹正阳道 不过 陛下 据探子来报 当年那护龙山庄的少庄主 莫问天潜入青云 如今已经回到护龙山庄了 哦 那他得到青云宗那卷天书了吗 禁帝有些意外道 禁帝 身为神静皇朝的帝皇 自然有着专门的情报组织 连莫问天都能打探得到的消息 如何能瞒得住他 只是没有人知道 早在无数年前 神静皇朝 就已经集齐了两卷天书 青云宗那一卷的天书原本 就早已在皇宫之中 奴才不知 不过护龙山庄 最近动作频繁 四处收集齐针 不知是何用意 曹正阳道 护龙山庄 呵 莫笑云以为本地会被其他藩王牵制 真是笑话 不过是演戏罢了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静帝冷笑一声 莫笑云那些小动作 他早已心里有数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暂时不动他罢了 看来是时候来一次大清洗了 这一场戏 希望不要太过无聊才是 幻约洞府之中 一股极为庞大的气息 冲天起 风云色变 电闪雷鸣 整个青云山脉 所有异兽匍匐在地 感受到那一股惊人的气息 不敢动弹 那是九平五帝的气息吗? 难道是那位建帝大人 又突破了? 青云弟子纷纷举目望向后山禁地的方向 眼中有着震动 这四十几年来 几乎每隔几年 他们都能感受到青云后山之中 会突然传来一股突破的波动 即便是见过多次 此刻也不免内心震撼 短短不过五十年 那位建帝大人 就已经直接从一品建帝 突破到了九品建帝的地步 这实在让他们难以想象 这份天赋 放眼天下 谁敢说能够超过陆臣? 这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不过所有弟子 此刻心中只有着欣喜 陆臣虽然不承认是青云宗的人 但将近百年 他都未曾离开过后山一步 足以可见 他对青云的依恋 如今 青云宗换长教的消息 已经陆续被各大势力得知 正是处于极为尴尬的境界 此刻 陆臣突破到九品五地 无疑会让青云宗声势 恢复到以往那种地步 呼 百年时间 终于九品了 太难了 陆臣站起身 长呼一口气 周深的气流 都随着他的呼吸而震动 连续闭关了整整二十年 此刻的他 已经步入了这个世界的最高境界 九品五地 只是如今刚晋升 底蕴还有些不足 还未能达到巅峰五地的层次 不过 陆臣能够在短短百年 就突破到九品五地 已经超过了所有人 至少在修炼历史上 是没有人达到过这个地步 陆臣抬眼看了一眼 换月洞府外 直接穿透了虚空 看到了门外站着的两人 一穿东与东方西越 咦 雪薇呢 他怎么不在 陆臣有些好奇 以往每次他突破之后 第一个出现的必定是林雪薇 而此刻 林雪薇居然不见了 陆臣心中闪过一丝不妙 抬手一划 面前虚空便已经破碎 他击身而入 心念一动 就已经出现在了换月洞府门口 如今步入九品 他已经感悟了天地法则的力量 能够做到撕裂虚空 瞬息千里 只是 这个手段也有一定的风险 若是战斗过程中动用 所在空间被敌方攻击破坏 很容易出现空间塌陷 到时候 就会流入虚空之中 虚空之中十分危险 即便是五帝强者 落入其中太久 也极难生存 所以 大部分五帝在战斗时 不到生死存亡的时刻 不会使用这个手段 实在是太过冒险了 世尊 一川东与东方西越 见到陆臣出现 立马攻身行礼 一川东五十年过去 虽然还是青年模样 但变化却是十分明显 虽然看起来依旧憨厚 不过眼中也时时闪烁金光 显然不像当初 一路走动 明阳四方 倒是东方西越 一如十八少女 一头乌黑长发 清冷如月 一副生人物净的模样 看起来十分的高冷 不过陆臣却知道 这东方西越 实际上很调皮 很黏忍 经常跟他撒娇 陆臣每次见到东方西越 都会很头痛 会不由自主 想起当年那一段不堪的往事 或许 这就是做贼心虚吧 他也只能在心里吐槽东方浩轩 让他不当人啊 陆臣不去看东方西越 那崇拜的目光 朝着一穿东点头 问道 你们师娘呢 师娘说 要给你一个惊喜 东方西越连忙跑上来 笑嘻嘻 搂着陆臣的手臂 丝毫不避坏 呃 什么惊喜 陆臣感受到手边传来的柔软触感 手臂略微有些僵硬 不着痕迹走到一边 避开了东方西越这个黏人惊 他也不知道 若是东方西越 知道那件事的话 会是什么表情 恭喜见地大人 晋升九品 清云宗新任掌交道玄 与其他六位卖主也 早已经来到了幻月洞府外 道玄接任掌门 得到了灵力灌顶 如今修为也在九品五圣的境界 现在的他 看起来倒是有几分上位者的气质了 七位卖主 则依旧停留在五圣境界 原地踏步 毫无寸境 每一个大境界 都是一道门槛 十分难以跨越 嗯 陆臣随意应付了一句 便朝着山下走去 他想看看 林雪薇会给他什么惊喜 很快 他就来了熟悉的祖师祠堂的木屋旁 一切如旧 没有任何变化 陆臣站在原地 有些恍惚 他来到这里 已经整整百年了 百年时间 他总算达到了自己当初的目标 而且 如今还有着美人作伴 两个懂事的徒弟 一切都是 显得那么美好 他微微一笑 朝着木屋内走去 推开门 就看到了林雪薇 林雪薇正在忙着摆弄桌上的韭菜 嘴角挂着甜甜的酒窝 露出迷人的微笑 他一袭黑色衣裙 眉眼如画 夫若宁知 仙姿动人 一如当年 眉眼不可方物 宛如天仙下凡 只是此刻 还多了一分为人妻的那种贤惠 呀!你怎么这么夸? 林雪薇发现了陆臣 大吃一惊 手上动作停了下来 这是干嘛? 陆臣好奇 你不是整天嚷嚷着喝酒吗? 我看你都闭关了二十年 可怜你一次 让你喝一回 怎么样?算不算惊喜? 林雪薇眨巴着眼睛 睫毛青颤 明念动人 陆臣失笑 他其实倒也不喜欢喝酒 只是来到这个世界 他总是会不自觉想起往事 好在这个世界的酒 与之前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让她多少有些怀念 或许 这也是唯一相似 并且值得她怀念的地方了 只不过 林雪薇却不愿意让她喝酒 每次都会和她争吵 对此 陆臣无奈得很 只能偶尔偷偷喝上一点 没想到闭关二十年 林雪薇居然会主动让她喝酒 陆臣将林雪薇拥入怀中 淡淡发香 让她不自觉沉醉 阔别二十年 两人的心都在此刻跳得厉害 远处一些青云高层见状 轻渴两生 离开了此地 东方夕月一脸失落 别了别嘴 心不甘情不愿地走远了 你娶我吧 好不好 林雪薇闭上了眼睛 轻声说道 好啊 陆臣没多想就答应了 这也正是她所希望的 如今 安全已经有了保障 她还有什么可以奢求的了 至于五道巅峰 她觉得在此地 依旧可以登陵 即便是无法登陵五道巅峰 但能与一个相爱的女人在一起 什么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结婚生子 这是陆臣现在的愿望 十分朴实无华 什么名语力 她其实看得很淡 否则的话 她也不会拒绝青云掌教这个位置了 一直以来 她如此努力修炼 不过是为了更好的活着罢了 现在 她的目标总算达成了 林雪薇闻炎 翘脸一红 点起脚尖 轻轻吻了上去 寒月当空 繁星几颗 突然间 空穴来风 落叶速速落下 夜风拂过门窗 发出啪啪的声响 远处孤上 参天古树屹立不倒 坚韧不拔 山峰傲然 龙雾笼罩 看不清虚实 深谷中 深不可测 流水缠缠 涌泉相报 晶莹的露珠 划过树叶 滴落在凌乱的草地之上 日复一日 日出日落 十日时间在指缝中悄然流逝 世界突然安静了 日子悄然过去 三年光阴转瞬即逝 朝阳出生 陆臣从木屋之中走出 伸了个懒腰 此刻的她 看起来精神百倍 意气风发 气息深烈 宛如一个普通人 但她身上隐隐散发的那一种气质 却是让人觉得 此人十分不普通 陆臣来到祖式祠堂 先是给东方浩轩点上香烛 然后才开始打扫起来 二十几年来 她的心境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此刻她就像一潭湖水 古井无波 深不可测 扫着扫着 陆臣突然兴致大起 伸手一握 挥舞其手中扫把 一朝一世 十分的缓慢 不再追求精妙与速度 也不追锋力与力量 只是普通的挥动 但 原本普通的扫把 此刻在她的手中 却宛如一把剑 没有剑芒 没有剑气 没有剑翼的剑 看着其实就是扫把 但却又不是扫把 陆臣将这些年所学的剑招 一一施展 没有动用任何的灵力 只是普通的花架子 也就是招式 看起来很普通 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陆臣施展完一套剑诀 又施展下一套剑诀 所有的剑诀 在她的手中 都变得普通 像是一个初学之人 而每一次施展完一套剑诀之后 陆臣发现 自己已经全部忘了这些剑诀 天外飞仙 夺命十五剑 甚至是万剑归宗 也都被她禁数遗忘 林雪薇也在此刻 从木屋中走出 望向了祖师祠堂前 那道慢吞吞的身影 此刻的林雪薇 只是身着简单的一套衣裙 掩盖着她动人的曲线 发丝轻轻散落 少了几分稚嫩 多了几分妩媚 又误了 林雪薇看着此刻陆臣的状态 难难道 这五十几年来 她每日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陆臣练剑 陆臣的剑法 从最初的完美华丽到纯熟快狠 都是她看着过来的 她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同时修炼这么多步剑诀 而且都能修炼至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此刻看去 陆臣似乎没有施展以前的任何一招 只是普通的挥舞 没有任何的章法 甚至有些无际可循 又有点像小孩子玩木棍 随心所欲 但林雪薇觉得 这个时候的陆臣 整个人仿佛都已经消失 只剩下了扫把 在那里舞动 剑修的第三重镜 神剑合一 人与剑合 心与剑合 神与剑合 剑修的三重镜 已经被陆臣给彻底地领悟 此刻的扫把 就仿佛陆臣的精气神 只是普通的扫把 却宛如一件不可一世的神兵 而后 林雪薇便见到 在陆臣的周身 发生了一点点改变 剑一开始生成 在陆臣周身三尺 宛如一片真空地带 在陆臣剑下 是一缕 又一缕剑气生腾 每一缕剑气 都宛如一柄神兵 剑玉 林雪薇心头微动 认出来了这个变化 到达五帝境界 感悟天帝法则之后 就可以创造 属于自己的法域 法域之中 便是五帝的世界 五帝便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也只有法域 才可以对抗法域 这也是为何五帝之间 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差距的原因 当初千和道长 便是领悟了法域 只是可惜 星宿剑地 也接触了剑玉的一点皮毛 更是掌握着嗜血魔剑 这种伪神兵 是也 千和道长才会落败 当然 法域也有强弱之分 每个人对于天地感悟不同 所创造出来的法域 也各不相同 有的人法域以此计算 有的以仗为量 法域面积越大 自然是威力越强 之前的千和道长 所创造出来的法域 也不过方圆十丈的面积 此刻的陆臣 也才只有及时长短 但很快 林雪薇便发现 陆臣的剑玉随着他的挥动 所过之处 皆是会留下剑玉 短短不过一息 整个祖师祠堂前的空地 都已经成为了陆臣的剑玉 一些飞鸟掠过此地 直接就被那无形剑气 给割裂成了粉末 林雪薇稍稍退后了几步 这剑玉威力太强 若是贸然踏入 会直接被剑玉中 带有剑意的剑气攻击 以他现在的实力 可没有办法对抗法域 陆臣双目紧闭 依旧在感悟 他感觉自己的时间在疯狂倒退 回到了出生 回到了数百年前 回到了数万年前 回到开天辟地的那一刻 回到了鸿蒙混沌之中 他觉得自己现在像是一个婴儿 四周是朦胧的一切 看不清虚实 而他体内的先天剑骨 也在这种状态之下 与他完美融合 他觉得自己全身任何一处 都是剑的存在 这个时候 他对于剑 突然有了一种其他的感悟 对于天地 也有了一丝明目 所有人生老病死 都会历经一个过程 周而复始 反复循环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大道 大道自然 这就是天地的规律 也是天地运转的本质 任何人从出生到结束 不过是回到了一种最初的状态罢了 又开始 又结束 生生不息 他默然睁眼 两缕剑芒 自他眼中透射而出 眼前的混沌 都被这剑芒 给劈开了一道缝隙 一切 变得清楚了起来 而他现在所在的位置 却已经处在了青云后山的山巅之上 整个青云后山 都成为了陆成的剑芒 囊括了接近数十万丈 在这剑芒之中 陆成便是主宰 剑芒仿佛是陆成身体的一部分 只要他心念一动 便可决定 剑芒内所有人的生死 这是他开辟出来的天地 这剑芒 嗯 叫做无敌剑芒吧 陆成思索了一下 回想起最初来此地的目标 那时候的他便是渴望着无敌 而此刻 他领悟剑芒便以此为名 他心念一动 剑芒消失 不少青云后山的一些灵兽 此刻早已贪婪在地 在之前 剑芒笼罩他们之时 他们是真真切切感悟到了死亡的威胁 系统 我要签道 这一次感悟 陆成也花费了整整十几日 如今醒来第一件事 几乎是下意识地 就说出了签道 整整百年 他早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冰 恭喜宿主在换月洞府签道成功 获得九星奖励朱仙剑 朱仙剑 陆成一愣 没想到连续十几天不签道 一签道 就来一个九星奖励朱仙剑 他原本正想趁着自己目前达到了九品剑地去取一下朱仙剑的 只是那过程可能会比他想象中困难许多 毕竟若是朱仙剑那么好取 当年青云子祖师又怎么舍得将这种神兵留在此地 现在看来 倒是省去了他许多麻烦 避免了让朱仙剑认主的这个过程 陆成手一挥 朱仙剑就从系统空间之中取出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原本巨大的朱仙剑 在此刻变得不过普通常见大小 上面的血纹依然存在 其中还蕴含着无比浓郁凶煞之气 与当初陆成所见到的一般无二 陆成可以肯定 这就是幻月洞府中的那柄朱仙剑 不过此刻 陆成却没有感觉到一丝一毫的凶力煞气涌出 更没有神兵反噬的迹象 陆成手握朱仙 原本想识一下剑的威力 但是一想到朱仙剑的威力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果他猜得不错 若是他全力催动朱仙剑 恐怕整个青云宗都得被夷为平地 陆成将朱仙收起 而后朝着幻月洞府之中走去 果然 幻月洞府之中的凶煞之气 早已经消失无踪 而那石窟高台上 已经空空如也 只剩下了一根根水桶粗大的铁链 依旧留在原地 倒也不错 我也不会白拿你们的朱仙 陆成倾笑一声 心中的一个心愿被完成 他此刻很满足 而后他来到刻有天书的洞府之中 望着那一块石壁 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没有毁掉 这天书是奇书不错 但很多时候 没有强大的实力 这些东西 只会给青云宗带来灾难 他不可能一辈子留在青云 也不可能守护青云一辈子 思来想去 他觉得毁掉天书 也没人知道 无法解决根本上的问题 倒是有些掩耳盗铃 哎 谁叫我欠你们几个人情呢 那就帮你们培养几个武帝出来吧 陆成倾探一声 只能如此打算了 只要青云宗拥有着守护质保的能力 一如东方浩轩那般 天下又有几人敢觊觎这些质保 细细 小流氓 恭喜你啊 领悟监狱了 林雪薇依偎在陆成怀中 笑细细说道 看得出来 她真的很开心 多亏了你啊 陆成感叹道 流氓 林雪薇脸一红 狠狠揪了陆成一把 痛得陆成哀忧直叫 当然 这是陆成装的 两人像往日一般嬉笑着玩闹 没有一丝逆味 小流氓 林雪薇突然变得正经起来 嗯 怎么了 陆成心中突然一跳 莫名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如果以后 我变得你不认识了 你会怎么办 林雪薇的声音有些低落 怎么突然这么说 陆成不解 我也不知道 我总感觉 自从进入幻月洞府以后 我脑海中 就会莫名其妙 多出一些混乱的记忆 陆成现在是林雪薇最信任的人 她有什么心里话都会对她说 不会有什么隐瞒 而且她觉得 这绝对是不好的事情 记忆 陆成明媒 连忙查探了林雪薇一次 发现她并未有被人夺赦之类的迹象 也找不到哪里出了问题 我感觉我快要死了 林雪薇突然道 怎么可能 你别瞎说 你是不是听我讲狗血故事讲多了 别乱带入 那都是别人编的 陆成心一跳 连忙安慰道 不不是 我感觉不会错的 我怕有一天我会忘了你 林雪薇摇头 眸中闪过一丝黯然 陆成还要说话 一根玉纸放在了她的嘴边 本来 我是打算 与你就这样白头偕老 共度余生的 我也知道 你会为了我放弃一切 不去争名夺利 看待世间繁华 可我现在觉得 我有些不配 你不应该这样 我也知道 你的心 其实也不全在我这里 你还想着 窥探武道巅峰 别解释 我都知道 你每次都会去往祖师祠堂 看望东方前辈 虽然你是怀旧 但其实你更多是为了提醒自己 五帝并不是极限 你不能就此安逸下去 陆成沉默不语 果然 最懂他的人 还是他 他现在虽然不入九品五帝 但他觉得远远不够 毕竟莫问天的玉佩中的那个老爷爷 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还有那天外来客 已经飞升的青云子 这一切都说明 现在的他 还不算无敌 他想无敌 也不是为了其他 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 而不被影响罢了 只是这一切 都被他很好的隐藏了起来 但还是被林雪薇发现了 我其实也有一个心愿 你知道吗 林雪薇一笑 笑颜如花 露出两个可爱的酒窝 陆成没有说话 他其实不太懂 他本来也不太懂女人心思 也没有任何怀疑 他以为林雪薇的心愿 就是单纯与他在一起 若是往常 此刻的林雪薇肯定会生气的 跳起来与露晨比划一番 但现在他很平静 林雪薇也没有怪他的意思 继续说道 我已经尽可能说服自己 只要和你在一起 就什么也不去想 什么也不去做 但我很矛盾 你知道吗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一直想得到朱仙剑 我想知道我的身世 我想找到我的爹娘 小时候 我没有爹娘 流落街头 成天挨饿 被人欺负 被人嘲笑 差点冻死 我很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那么狠心 要丢下我 为什么我是没有爹娘的孩子 自从遇到你之后 你还记得吗 那次我差点被人发现 躲在你的木屋里面 你不怕我 你的眼神很干净 很平静 没有惧怕 我就知道 你和别人不一样 从来到青云 我每天都让自己不努力去想那些事 我告诉我自己 只要有你就足够了 但现在 我感觉我 我想去找我的爹娘 我陪你去 陆成一直都在静静的听 第一次开口 毅然决然 林雪薇摇头 不 我不要你跟着我 陆成沉默了 她知道 林雪薇很可能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她怕自己 真的忘了陆成 忘了最初的那些美好 她不想因为自己记忆丢失 彼此间变得陌生 那样肯定会让陆成更加煎熬 你放心 小流氓 如果我找到了爹娘 我还活着的话 我还什么都记得的话 我会来找你的 林雪薇又笑了 只是眼睛已经红了 但却没有泪水掉下来 我不在的话 你也要努力啊 不能偷懒 不能喝酒 不能看别的女孩子 嗯 我希望冬回来 你的愿望也达成了 嗯 到时候我们就去天涯海角 吃好吃的 喝好喝的 玩好玩的 去天下任何一个地方 做一对神仙眷侣 好不好 陆成闭上了眼睛 她不敢开口 心中有些难受 应该阻止她吗 这是她的心愿 相爱本就是自由 而不是束缚 陆成闭上了眼睛 凉酒后睁开 声音有些哽咽 嗯 你去吧 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你回来清云 都能看到我 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等你回来 我们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突然觉得自己 有些没有用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 说到底 还是自己的实力不够 连林雪薇身上 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 嗯 我会的 林雪薇给了陆成一个拥抱 而后没有停留 走下了清云 陆成没有去看 她讨厌分别 距离林雪薇离开已经三个月 陆成最初的一个月 都是 将自己关在木屋之中 没有离开半步 一川东与东方西月 得知林雪薇离去的消息 也没有来打扰 他们知道 陆成不会因此堕落 一月后 陆成走出了木屋 虽然看起来有些许憔悴 但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川东 叫其他卖的手坐过来 陆成吩咐一川东说道 这几个月 陆成想了很多 林雪薇的状况 她并不了解 或许达到神仙之境 才能够解决林雪薇的异样 找到她混乱记忆的根源 按照林雪薇之前所说 要想达到传说中的神仙境界 恐怕只有找到其他三卷天书 五卷天书 亏神之谜 她如今拥有两卷 其他三卷天书 还没有一点头绪 千到五十年 也没有再得到其他天书 她已经决定离开青云去找天书了 不过她知道 在这之前 一定要让青云宗 拥有足够的自保之力 玄冥鬼帝 莫问天 护龙山庄 各大魔教正派势力 他们都对青云虎视眈眈 只差一个导火线 就能引爆青云危机 如今的青云宗 已经折腾不起 而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让她在这里苦等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 等待着青云宗的五帝成长起来 她等不了 所以 也若是能够自己指点一下这些五圣 说不定很快就能突破到五帝 她领悟监狱之后 对于天地 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这些感悟 对应在修炼意图 也十分重要 一些人一辈子无法突破一个境界 就是她无法理解下一个境界的奥秘 若是有着人体点 进步的速度 也会十分快速 当然 这一定得是名师 就比如说 神晋皇朝 有一位帝师 就是专门培养五帝的 他对于境界的理解 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 他可以针对不同的人 不同的修炼方法 给予不同的提点 让这些人豁然开朗 完成突破 为神晋皇朝 培养了不知道多少五帝强者 可以说 护龙山庄 是神晋皇朝的左手 那这位帝师 就是神晋皇朝的右手 正是两者结合 才让神晋皇朝 在这中途 雄霸了几十万年 十分恐怖 放眼天下 便是一些超级势力 也没有几个 能够超过十万年的底蕴 可想而知 神晋皇朝 到底有多么强大 得知益川东的传唤 几位首座 皆是第一时间 放下了手中的事情 赶来了祖室祠堂 陆臣如今是一位九品建帝 更是清云宗唯一的支柱 他们不得不慎重对待 陆公子 陆臣觉得 建帝大人这个称呼 不太合适他 就让人改口了 几位首座低着头 心中有些忐忑 他们听说了林雪薇离开的事情 如今陆臣突然唤他们前来 难道也要离开了吗? 如果清云宗没有了陆臣 后果他们根本不敢想象 自从五十年前那一场大战之后 他就跟他关你 开始屡屡试探了起来 有陆臣再还好 但陆臣若是离开了清云宗 坐吧 陆臣躺在木屋前的藤椅上 随意说道 不知陆公子唤我等前来 有何事吩咐? 苍龙首座 问出了几人心中的疑惑 陆臣没有回答 反问道 你们在五圣境界卡了多少年了? 几人闻言 面面相去 有些不明所以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他们虽然曾经天赋不错 但到了五圣境界 光是天赋 已经远远不足够了 他们加入清云宗 已经接近上千年 自小就在清云 年少时意气风发 横扫年轻一倍 但随着年岁增长 心境发生了一丝改变 导致如今足足数百年 都未曾窥到 那一丝五地的门槛 嘿嘿 陆公子 老夫在八百年前 就已经九平五圣 我也接近快七百年了 俺也一样 妾身五百年 一个个手座面露羞愧 一想到陆臣如今的境界 他们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陆臣既然问了 他们只能如实说道 陆臣点了点头 倒也不意外 这其实是这个世界 绝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而往往 也只有极为少数的个例 才会如陆臣这般 一飞冲天 这样的人 无意不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少之又少 修炼意图 本就如此 有些人或许生来天赋好 但中途历经了一些事情 导致他的心境变化 而后在修为上的提升 也会发生改变 有些人运气好 有着特殊的机缘 突然一鸣惊人的事情 也是经常发生 所以修炼 其实也并不往往是修炼 更为重要的 还是修心 修炼好比登山 红尘纷扰 总会不可避免 带来许多烦恼 成为心中的石头 阻碍了自己的发展 让自己走了弯路 甚至有些忘了初心 半途而废的人 也不在少数 陆臣百年来 一直待在青云后山 心境一如平常 也不会受外界干扰 所以 他的目标明确 一直都是山巅 从未动摇 也以至于 他的修炼速度 比之绝大部分人 都要快出无数倍 又好比莫问天 在魔族老祖的悉心教导下 他自己的目的 也从未改变 十分明确 所以注定成就不会太低 除此之外 就是功法原因了 陆臣拥有两卷天书 如今的修炼速度 比起拥有一卷天书的莫问天 还要夸张 更何况 陆臣还有着炼丹术 可以有很多的资源供他提升 根本无需担心 这些 法财屡地 几乎陆臣每一样 都远超别人数倍 虽然陆臣没有师尊 但他的悟性逆天 甚至能够举一反三 这个旅 就比起别人更为重要 也不会担心自己走岔了路 你们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问我 陆臣并不知道 他们此刻面临的问题 自然无法帮助他们提升 苍老手作己人文言 顿时大喜过望 有一位见地 愿意为他们指路 那可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这也不是说 任何一位见地 都能有着这样的资格 就好比千和道长 他修为虽高 但他的路 与别人走的路不同 不轻易指点别人的原因 陆臣如今已经是见地 虽然没有走过 苍老手作己人走的路 但他凭借自身悟性 目光长远 早就看到了 这条路上其他的路 避免了自身走的弯路 自然也能知道 他们哪里出了错 可以让他们 不会在分岔路上迷茫 陆公子 我为何感觉自己的修为 明明达到了武圣的巅峰 就是无法感知到 那层屏障 应该怎么办 苍龙手作心中震动 陆臣能够在短时间内 突破见地 可绝不是天赋那么简单 他第一个就提出了问题 让得其他手作的目光 都是有些不满 这个好办 你只是太过急功近利了 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很快就能突破 陆臣直接说出了答案 苍龙手作文言 眉头紧皱在了一起 认真思考起来 陆臣这一句话 本来很平常 但落在他心中 却是掀起了惊天骇浪 他确实太过急了 看着以往的一些同辈 就已经快追上了他的步伐 他如何不急 也正因此 让他心境乱了 心一乱 就找不到对的门了 我这里有一套静心法 你好好参悟 心静了 门就开了 陆臣拿出一本千道得到的御简 丢给了苍龙手作 多谢陆公子 苍龙手作连忙结果 静下心来 参悟起御简内的内容 陆公子 我对这修炼功法的这里 还有一些不太了解 静虚手作也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陆臣将静虚手作所修炼的御虚道法 完完整整看了一遍 然后给他讲解其中的意思 不过这个意境 还是得靠他自己去领悟 这些小问题 对于陆臣来说 并不困难 实际上 修炼也并不难 只是很多人 容易钻牛脚尖 一不小心就陷入了死胡同 就好像身在此山 不知如山面目 陆臣就相当于开了一个上帝视角 自然能够清晰分辨出他们的问题所在 六脉手作 纷纷将困扰他们的问题提出 皆是被陆臣一一解答 陆臣的回答 让他们有些豁然开朗的意思 眼前的雾霾都似乎消散 清晰了许多 就这样 六脉手作 整日都待在祖师祠堂外进修了起来 中途遇到问题 也会提问 陆臣很耐心的解答 当然 偶尔也免不了责骂 因为在陆臣眼里 这几个家伙 实在是太笨了 说了都听不懂 一个问题问几百次 时间匆匆而过 一年后 祖师祠堂 空地前 轰 突然 一股突破的气息 自苍龙手作身上轰然爆发 苍龙手作 终于找到了那一丝突破的契机 并且成功突破五胜 迈入了五地层次 又是几个月过去 六脉手作接二连三的突破 纷纷达到了五地的地步 多谢师尊不吝赐教 苍龙手作都快哭出来了 时隔八百年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还有机会突破到五地 这实在是让他兴奋莫名 此刻 他已经俨然将陆臣当成了他的师父 陆臣摆了摆手 不再一说道 别叫我师尊 你们这点天赋 入我门下 那不是给我丢脸吗 几个手作脸一红 但却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 这还不算什么 突破了最难的那个静观 在陆臣的指点下 他们以后的路 也不会迷茫 甚至是十分通坦 只要有着时间的积累 他们很快就能突破到更高品的五地 小境界的难度 比起大境界来说 可要简单了 不知多少倍 一个一瓶五地而已 瞧你们开心的 这几枚丹药给你们 自己退下去练化吧 陆臣从系统空间 拿出自己抽空炼制的九品丹药 丢给了几人 死 这是什么丹药 其中蕴含的药力这么强 整个神境皇朝 除了药王谷之外 恐怕只有皇宫里面 那位御用的帝丹师 能够炼制出这种品质的丹药 是陆公子 这丹药你是 苍龙手作己人 看见陆臣拿出的丹药 倒吸了几口凉气 有些不敢置信 九品丹药 也被称之为帝丹 极为珍贵 对五地都是有着极大的弊 每一枚帝丹放在外面 都是有价无事 甚至堪比临兵 可如今 陆臣直接就拿出了六枚 这 而且 他们可知道 陆臣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待在青云后山 未曾离开 哪里来的帝丹啊 难道是 他们想到了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但很快被他们否定 但陆臣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们直接无语 九品丹药而已 瞧你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只要你们能吸收完其中全部的药力 可以随时来找我拿 不过 自己得备材料 陆臣毫不留情打击道 这种丹药 他系统空间里 都已经摆了好几座小山 全都是地级丹药 这对他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根本不放在心上 就好像地上的石子一般常见 这些年来 他时常也会遇到修炼瓶颈 每当无法突破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炼制丹药 他的悟性不错 加上系统奖励的炼丹典籍 十分不错 他早在二十年前 就已经晋升为帝丹师了 而且炼制出来的丹药 达到了极品帝丹 没有丝毫杂志的丹药 被称之为极品 这种丹药 比起普通的帝丹 无论是效果还是价值 都要高出好几倍不止 陆公子 难道还是帝丹师 几人听到陆臣的话 直接呆志 天下间 帝丹师的数量极为稀守 比之五帝都要罕见 每一个帝丹师 不论走到哪里 都能成为座上宾 受万人敬仰 哪怕是青云宗这种超级势力 所供奉的炼丹长老 也只是一个七品炼丹师罢了 苍龙手作几人这才知道 陆臣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这还是人吗 不过幸好 陆臣是自己人 否则的话 他们恐怕连睡觉都睡不安稳 一个帝丹师的号召力 实在太恐怖了 曾经就有一个超级势力 想要帝丹师为他炼丹 惹怒了帝丹师 那帝丹师一声令下 百位武帝十万五圣分支踏来 直接将那个超级势力 给移为了平地 可想而知 一个帝丹师的人脉 有多么害人 而现在 青云宗居然就有一个 这让他们觉得十分兴奋 多谢陆公子赐丹 苍龙手作 几人接丹药的手 都在发抖 可见他们多么激动 这种帝丹 便是他们欺迈手作的身份 平日也是难得一见 整个青云宗 也不过几枚这种丹药 而且还都是存放在那里 关键时刻就己所用 丹纹 不 是丹云 天元峰手作仔细打量着手中的丹药 突然眼帘一缩 师生惊呼道 在他手中的丹药上 还有着一缕缕云朵般的纹路 看起来极具美感 这就是丹云了 所谓丹云 便是丹药达到一种极致 产生质变时才会产生 而这种丹云的作用 不但能够将帝丹的药力增幅几倍 还能永远使得这丹药保持不流逝灵气 即便保存数十万年都不会出问题 若说丹纹只是丹药达到极致的代表 那这丹云 可以说是超越极致的代表 市面上 一枚带有丹纹的丹药 不论是极品丹药 都会被炒出天价 远超其本身价值的百倍 而一枚丹云的丹药 更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若是他们活了这么久的岁月 此刻他们都感觉脑袋晕晕的 这实在太震撼了 想不到 陆成居然能够炼制出 拥有丹云的地品丹药 而且还就这样送给他们了 其他几人也连忙检查起自己的丹药 若是没有丹云 那比起天元峰手作的丹药可就太亏了 想不到这家伙的运气这么好 若不是他们已经相熟了数千年 恐怕他们恨不得直接抢过来 哎 我的也有 我也是 死 随着一番检查 几人惊恶地发现自己手中的丹药 居然也有着丹云 这一下 几人都傻了 连空气都差点被他们吸霉了 经过好久的震撼 他们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将丹药推回给了陆成 陆公子 这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们不能要 是啊 陆公子能指点我等 我等已经感激不尽 这丹云的丹药 说不定能让你在短时间内 就突破到巅峰见地的层次 虽然他们心动不已 但这丹药 他们觉得给他们炼化 实在是太过浪费了 陆成如今虽然迈入了九品见地 但根基还未稳固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稳固根基 而且九品五帝之间 也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一个刚迈入九品五帝的人 与迈入九品五帝数百年的人比起来 差的就是底蕴 远没有达到这个世界的极限 唯有达到这个世界的极限 才能被称之为巅峰五帝 说起来 当初的星宿见地等四位魔教五帝 才能算是巅峰五帝 而吸收了青云数百山峰中 地底灵脉的灵气 加持自身的东方浩轩 加上诸仙剑这等神兵 可以称之为半步五神的存在 所以陆成要想达到那个地步 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显然 这些丹云地丹 陆成更为合适 给你们就拿着 这玩意儿 我多的是 如果非要客气 那我就不给了呀 自己看着办 陆成没想到 这几人居然还矫情起来了 不由得一乐 心中倒是觉得这青云宗的人 似乎还算不错 他这话可是没有说错 陆成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每一次练丹 随便一练 都能练出其他练丹师 一辈子求都求不得的丹云 几乎每一枚都是如此 甚至 他自己练的丹 比起系统的 还要好一些 陆成不知道的是 他在练丹这方面 本身就是拥有天赋的 或许这就是 上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 还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若是当初陆成没有系统 投留下山之后 说不定也能有着机缘 接触到练丹这方面的姿势 即便如此 他也能依靠这个本事 混得风生水起 呃 苍龙手作几人面面相去 有些无言以对 却又无法反驳 不过他们 显然没有将陆成的话当真 拥有丹云的帝丹多的是 当大白菜啊 他们只觉得 是陆成因为东方浩轩的关系 才会对他们这么好 既然如此 那就多谢陆公子刺丹了 此番情义 我灵须莫尺难忘 纠结了好久 天元峰灵须手作 咬牙将丹云帝丹收下 心中更是记住了陆成的恩情 这不只是丹丹的刺丹了 迟早天人五衰而陨落 突破了五帝 不但让他们寿命延长了数千年 更是有望窥探九平五帝 在他们的心中 陆成就好比他们的在世父母一般 给了他们心声 多谢公子刺丹 其余手作也都齐声道谢 眼中有着浓浓的感激 想不到当年被自己等人嫌弃的那位青年 已经达到了这种高度 甚至还能以德抱怨 对他们如此之好 这让他们心中十分愧疚和懊悔 如果当年 他们将陆成收入门下的话 现在的自己又该是什么样子 只是可惜 人生没有如果 永远不会重来 通天风 御清殿 丙长轿 四大超级势力派人前来青云拜访 是否让他们进山 下方一名青云弟子正在汇报 道玄身着掌门服饰 头戴与官 相貌堂堂的他 看起来更多了几次出臣气息 他的修为如今也达到了五圣之境 气息浩瀚 不过此刻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 近几十年来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在青云宗附近的几大超级势力 都会派人前来青云拜访 道玄的心思还算缜密 自然明白 这些人前来青云的真实目的 经历上一次大战 青云虽说声名达到了巅峰 但这几十年来 青云宗损失惨重 一直都十分低调 连众多正派势力举办的各种大会 都会缺席 这让许多势力已经起了疑心 各大势力很想知道 当年那一场大战 青云宗损失到底有多惨重 所以不停想派人前来打听消息 只不过每一次都是被道玄给否决了 这一次已经是第三十几次了 继续谢绝吧 道玄沉思了好一会儿 若出一抹无奈之色 摆了摆手 可是掌教 他们这次说是来拜访东方太上 道玄正欲说话 突然门口一阵风吹过 七脉手作已经出现在了大殿之上 掌教失职 不如此次就硬了吧 苍龙手作神丸弃足 脸色红润 看起来十分兴奋 苍龙失书 这是为何 道玄不太理解苍龙手作的意思 各大势力的想法他如何不清楚 若是让他们知晓 青云如今的近况 恐怕分分钟就会翻脸 抢夺诸仙剑是小 说不定还会顺手覆灭青云宗 没有足够的实力 拥有质保便是如此 曾经不知道有多少超级势力 因此而被同为正派的势力给围攻 只要随便找个理由 便是覆灭了青云 外人又如何知道 所以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不让他们进山 可这不是长久之计 只包不住火 迟早有一天 会被众人发现端倪 但他们却没有丝毫办法 如今青云宗只有陆成一味见地 而且陆成会不会出手帮助青云 他们也不敢肯定 此事瞒是瞒不住的 既然他们想试探 我青云抵御 那就让他们来看看吧 苍龙手作脸上浮现一抹自信 苍龙诗书 道学面色一苦 他自然知道瞒不住 可那又怎么样 如今只有能拖一段时间 是一段时间 若是东方太上与千鹤道长 两位巅峰五帝陨落的消息 被人知晓 根本不用去想 结果都知道是什么样的 要不我去请见地大人出关吧 让他为我们压阵 道学提议道 不过他知道这个可能性 微乎其微 若臣看淡一切 一直待在青云后山 哪都不去 就像是一个远离世间的仙人 哪里会管这些事 这等小事 何须请见地大人出山 苍龙手作摇头一笑 身上五帝气息爆发 五帝 苍龙诗书 你不如五帝了 道学一阵惊恶 旋即便是兴奋 如今青云之所以示弱 便是因为没有五帝的存在 但是青云中多少还是有一些抵运的 虽说比不上巅峰五帝那般有威慑力 但好歹也是一个五帝 可是 兴奋归兴奋 可道学一想到 来人可是 四大超级势力 原本脸上的兴奋 消散无踪 青云宗 位于神境皇朝西南区域 在其附近 除了一些一流势力 和小门小派之外 还有着其他四大超级势力 能够与青云宗分庭抗礼 几乎每个超级势力之中 都有着最少好几位五帝存在 除了普通五帝外 其中更是有着两名巅峰五帝 这也是超级势力自身的抵御 苍龙首座虽然突破了五帝 但目前只是一平五帝 一个普通五帝 在超级势力面前来说 根本不够看啊 呵呵 苍龙首座自然知道道玄的意思 道也不挠 知道这个道理 其余五位首座见状 也同时暴露出自己的五帝修为 啊 这几位师说 你们这是都突破五帝了 道玄愣在了原地 有些不敢置信 他本身就身处九平五圣的境界 自然知道突破五帝有多么困难 五帝就是五道的最后一个门槛 天下一万生灵 绝大部分的人 都是被拦在了这个门外 其中不乏一些天赋异禀的少年天才 按照他的估计 若是没有意外 这几位师叔 这辈子恐怕都是无望五帝了 可如今 却是个个都已经突破了那个瓶颈 看到这一幕 道玄心中只剩下了兴奋 六位五帝 这个阵容 放在任何一方势力 都是极为少见的 而且 想要培养出一位五帝 不单单是天赋的问题 还需要极为庞大的资源 这也是各大势力极为缺乏五帝的根本原因 而现在 青云就有了六位五帝 想必其他各大势力得知了这个消息 也不敢对青云轻举妄动 更不可能有任何觊觎之心 谁都知道 只要突破了五圣到达五帝的那个瓶颈 跨过了那道困扰无数人的门槛 只需要有着充足的资源和时间 未来绝对会成为巅峰五帝 六位巅峰五帝 甚至比起之前的青云宗更为强大 道玄心头有些激动 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他似乎看到了青云崛起的那一幕 这些年来 青云宗就好像一个缩头乌龟 让他这个长教 当的可是十分憋屈 嗯 这还得多亏了见地大人的提点 几位手座纷纷点头 能够突破五帝 他们同样也很兴奋 什么 是见地大人 难怪这段时间 几位师叔都在后山 道玄恍然大悟 突然有些羡慕起来 长教失职也不必如此 见地大人说了 你天资不凡 只要根基底蕴达到极致 有什么疑惑 便可前去后山询问 苍龙手座笑呵呵说道 嗯 此事不及 既然如此 那就开山迎客吧 让他们看看我们青云如今的底蕴 免得一直被人惦记 道玄点头 强压心头激荡 如此看来 见地大人应该不会对青云做事不管 有着见地大人把关 即便是他们知晓 如今青云的近况 得知千鹤与几位太上陨落的消息 又如何 道玄的底气变得充足了起来 青云山门外 几匹人马正驻足在此 身穿不同服饰 精卫分明 这些人皆是来自青云宗附近万里的四大超级势力 藏风谷 新神功 问剑宗 苍生寺 与青云宗并称西部五大超级势力 原本整个神境皇朝西部有着六大超级势力 只是在五十年前那一战 伏魔剑派由于位居极西之地 与西边荒漠接壤 已经被魔教覆灭 如今只剩下了五大超级势力 这青云宗这次 难道又闭门不见吗? 藏风谷一位白发长老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哼哼 他若是不见 说明肯定有鬼 一位身穿蓝色衣袍的新神功长老冷哼道 难道真如传闻所说 东方浩宣与千鹤长教已经陨落 问剑宗的人背负着一柄重剑 眼中有着疑惑 阿弥陀佛 此事怕是八九不离十了 一位僧侣模样的老和尚单手竖掌 手上捏着一串佛珠 看起来像是一位得到高僧 唯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 苍生寺虽为佛门 但却无戒律 与修行人士一般无二 甚至心狠手辣的程度 比之其他人更有甚知 若是他们在闭门不见 那我们就攻上山去 问剑宗的那位背负重见中年男子 露出一口白牙笑道 这几人都是九平五圣的修为 在各自势力皆是有着不俗的地位 最起码也都是唐主 地位只比长教低上一分 而在这四大势力人马的中心处 还有着四位气息渊池的老者 他们闭目养神 对于周围人的谈论 网若未闻 这四人皆是巅峰五帝的层次 也是四大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四大势力此次派出如此阵容前来清云 可是听闻一道不得了的消息 那就是千鹤长教 与清云宗的三位太上已经陨落 听到这个消息 四大势力可就不镇定了 清云宗如今是整个正派魁首 声名远扬 之所以如此 还是因为清云宗内有着四位巅峰五帝的存在 但如今他们却得知四位巅峰五帝已经陨落 他们的心思也就活络了起来 谁都知道清云宗底蕴雄魂 传承上万年 还有着古剑诸仙这种神兵戾气 谁不想去奋一杯羹 谁又不想得到那柄神兵古剑诸仙 神进皇朝能够雄霸天下这么多年 除了自身实力 其实更为重要的 还是那柄能够承载黄运的天子剑 天子剑他们不敢想 但这诸仙剑他们又如何能不动心 这些超级势力得知 恐怕也会如他们这般 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距离清云宗最近最早得知这个消息 所有此刻他们全部汇聚在此 就是想得到清云宗的资源 抢夺朱仙剑虽然看起来十分和睦 可实际上彼此间也有着提防 大家都是同样的目的 都是竞争对手 若是让对方得到了朱仙剑 那么等待他们的便是与清云宗一样的下场 他们之所以还在此地等着 便是也不确定消息是否靠谱 这几位太上长老曾经与东方浩轩也交过手 也十分清楚东方浩轩的实力 只要东方浩轩活着 他们绝对没有半分胜算便是他们四人联手 估计也不是东方浩轩的对手 巅峰五帝之间也有着差距 人与人是不能一概论的 巅峰五帝也是如此 有些巅峰五帝一亿敌百都不在话下 而有些巅峰五帝打个普通五帝可能都费劲 这也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原因 如果清云宗真的闭门不见 那说明东方浩轩真的有可能陨落了 即便是没有陨落 很可能在魔教四位巅峰五帝的围攻下 也受了重伤 就在几大势力的人耐心达到极限的时候 一位年轻的清云弟子走出了山门 诸位前辈 长教有请 请随我来 几大势力的人纷纷对视一眼 看出彼此的疑惑 那坐在四大势力中心处的四位太上长老文言 也在此刻睁眼 深邃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清云宗居然敢接见 难道东方浩轩真的没死 不过他们既然来了 就不会轻易离开 也想趁此机会 看看清云宗的底蕴 只要稍加试探 不就知道了 还请带路 带着众人跟随清云弟子上山之后 一团黑雾才缓缓现身 望着众人的身影 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声 根根 几个老不死的 当初逼迫南宫墨也有 你们一份 如今便让你们一起陪葬 听说森罗老祖已经出关 恐怕这些势力 一个都跑不了 哈哈 陆尘便是你在如河墙 这一次 十几位巅峰五帝出手 难道你还能挡得了吗 敢足我计划者 都得死 雪薇 养你这么多年 也该到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玉清殿上 在大殿守卫 道玄端坐 面色平静 在其左手侧 七脉手坐分刺而坐 极大势力长老 纷纷入座 在其身后 站着各自势力的年轻弟子 四位太上长老一入座 随意扫了一眼 发现道玄居然坐在守卫 来接待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放心了不少 不出来迎接 咦 六位五帝 四位太上也察觉到了 苍龙手坐几人的气息 当即惊讶了起来 五帝数量起少 一些一流势力 最多也只有两个五帝 而一些超级势力 最多不过几位罢了 而此刻 青云中的手坐 都居然已经达到了五帝的层次 他们这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他们也没多想 六个无凭五帝罢了 还不值得他们躲在在意 若是他们出手 只是一招 就能重创六位五帝 很快 他们就闭上了眼睛 闭目仰神起来 他们这种层次的人物 根本无需与道玄这种后生晚辈客气 哪怕是千鹤在此 他们也同样如此 倒是其他的长老 仔仔细细地观察几人 目光中满是惊疑不定 诸位远道而来 道玄有失远迎 还请海涵 道玄微微一笑 不卑不亢说道 道玄失职 你师尊千鹤道长呢? 此次问见宗的带队长老 收起了打量的目光 并未发现千鹤的身影 不由发问 师尊他老人家已经驾河西去 如今清云已经由道玄接任 道玄如实说道 他的目光不经历 看像坐在那里 一直闭目仰神的四位其他势力的太上长老 眼中闪过一抹忌惮 他从这四人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极为可怕的气息 那是只有他师尊 才给他这样的感觉 巅峰五帝 道玄也没想到 这四大势力 此次居然会派出四位巅峰五帝出来 原本他以往只是各大势力的长老前来 可现在 显然是他们想多了 便是苍老首座几人突破五帝 也无法给这些人造成一丝危险 什么 千鹤道长他居然 众人面露错愕 不过内心却是狂喜 果然 千鹤都已经陨落 看来那消息 多半是真的 不过他们也不着急 不能太过明显的暴露来意 若是东方浩轩没死 那他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哎 不知各位前来清云 事有何事 难道是魔教又死灰复燃了不成 道玄微微叹息一声 岔开了话题 这倒不是 多年前 清云大败魔教 魔教已经销声匿迹数十年 多年未曾出现了 说起来 还得多亏了清云宗啊 这正道魁首之名 当之无愧 其他势力的人 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看起来 倒是真的是来祝贺一般 师叔谬赞了 诸杀魔教 乃我等正派职责 护卫苍生 更是我被修行人的毕生所愿 正道魁首 不过虚名罢了 不值一提 道玄客套一番 而后目光变得锐利了几分 望着四位长老说道 想必诸位前来 可不只是为了来夸赞 我清云一番的吧 各大势力的长老对视一眼 哈哈一笑 玄疾苍生寺的高僧率先说道 阿弥陀佛 自然不是 道玄师职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担当 平僧佩服 我等听闻当年一战 清云损失惨重 不知道清云恢复得如何 每当念及此事 都是十分痛心 只恨当年我苍生寺身陷危机 无法持缘 还望道玄师职 不要放在心上 还请道玄师职海寒 其余人也纷纷附和 身表歉意 道玄心头冷笑 但不动声色 道玄理解诸位师书 此事不必多提 道玄师职 千鹤道长曾与我等 也是交情颇深 可否让我等前去祭拜 藏风谷长老心中一动 开口说道 千鹤道长身为清云长教 死后灵魏定然放在祖师祠堂 若是前往祖师祠堂 那么肯定能够得知 东方浩轩是否陨落的消息 到时候 呵呵 不得不说 这些超级势力的长老 一个个活了几百年 心思也都十分细明 师尊喜欢清静 并不愿被人打扰 道玄猜测到了他们的意图 不过 抱着不给那位见地大人添麻烦的心思 他还是开口拒绝了 但此话 落在其他事例 长老耳中 可就不一样了 道玄此举明显是故意隐瞒 他们觉得 道玄看似镇定 实际上内心很慌 他很可能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了 怎么 莫非道玄是之一位 我等与千鹤道长上千年的交情 还不值得去送他最后一程吗 藏风谷的长老话语中 已经带来一丝怒意与责怪 颇有些以长辈身份压人的意思 道玄不敢 既然各位长老有这心意 道玄也不好拒绝了 道玄无奈 知道他们今日 恐怕不去祖师祠堂 不会善罢甘休了 只好往前带路 诸多事例长老对视一眼 有着得逞之意 不过却是更为警惕起来 他们知道 一旦得知东方浩轩陨落的消息 很可能就是他们开战之时 就连四位太上长老 此刻也不再懒散 精力十分集中 当然 他们心中也有诸多疑惑 道玄看起来不蠢 若是东方浩轩真的陨落了 那是决然不会让他们知晓的 难道东方浩轩还没死 这个念头在他们心中一傻而逝 即便东方浩轩不死 在四位魔教五弟的联手之下 恐怕也受了不轻的伤势 否则又怎么可能会是 如今这种局面 众人各自怀揣着心思 朝着青云后山走去 另一边 森罗殿 大殿上坐着一位身穿血红色披风的枯兽老者 老者浑身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黑气 只是看上一眼 就能让人迷失心智 此人便是森罗殿的老祖 森罗老祖 只是他的衣袖处 空空如也 按理来说 一位五帝强者 早已经能够做到恢复断肢的地步 绝不会出现残肢断臂的情况 也只有了解他的才知道 他这只手臂是被诸仙剑所斩 其上蕴含着一股极为浓郁的凶利之气 早已经将生机斩断 根本无法重生 公营老祖出关 下方 站着森罗殿一群较众 目光炽热 森罗老祖已经存活万年 实力深不可测 便是正牌之中 也没有几人能是他的对手 如今闭关五百年 其气息已经让人捉摸不透 看起来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早些年 森罗摩帝被东方浩轩一箭斩杀 森罗殿在魔教之中声势暴跌 处处受压 如今森罗老祖归来 必定可以带领他们重回巅峰 森罗老祖望着如今衰败的森罗殿 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若不是当年他受创 如今他早已经完成了统一大业 森罗殿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传令下去 所有魔教势力 顺我者昌 你我者亡 森罗老祖威严下令 魔气升腾 如今的他已经恢复了当初的实力 而且他的森罗摩点还有所精进 只要不遇上手持朱仙剑的南宫末 他有绝对的把握取胜 只是如今 清云宗声势暴涨 以他一人之力 想要覆灭清云宗还有些难度 清云宗可是有着四位巅峰五帝的存在 所以 他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一统魔教 老祖英明 千秋万载 一统天下 整个森罗殿有着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响起 令人神魂站立 护龙山庄 密室 血池中一个被鲜血结痂的身影盘坐 莫问天在此处已经修炼了多年 他体内的魔血也被彻底激发 此刻 他正在巩固自身的修为 咔嚓咔嚓 随着一声声破碎声响起 莫问天 身体外的血痂开始破碎 哼 一声巨响 所有血痂被这股冲击波给震碎 四散开来 莫问天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眼瞳 也在此刻变成了星红之色 十分骇人 他周身更是有着一团黑气萦绕 这是真正的魔族血气 比起森罗老祖来说 浓郁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莫问天的气息 此刻也达到了巅峰五帝的层次 这便是魔族血脉的好处 比之人族 可要强大了太多倍 莫问天站起身来 拳头一握 一拳轰在面前的石壁之上 通体由金刚石锁住的石壁 却在此刻裂开一道道 手臂粗大的缝隙 露晨 不知道现在的你 到了什么地步 放心 等我彻底熟悉了 这具完美的魔族肉身 接受魔族血脉传承后 我会一拳一拳将你打成血泥 希望 你可不要太弱才是 否则那样的话 未免也太没有意思了 莫问天遥望虚空 看向了青云宗所在的方向 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杀意十足 道玄带着四大势力的人 穿过一座座大殿 来到了通天峰的后方 而后朝着后山山腰祖师祠堂的方向飞去 诸位请跟我来 还请不要大声喧哗 道玄落在祖师祠堂下方的山路上 嘱咐着身后几人道 四位太上看都没看到玄一眼 目光直接逼逝青云后山禁地 不禁眉头一锁 他们并未感受到五帝的气息 这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是对方实力远超他们 已经容身天地 要么就是根本没有人 不过他们没有轻举妄动 小心翼翼跟着道玄前行 一切只要到了祖师祠堂 就能明白了 后山幽静 虫鸣鸟叫声不绝于耳 让人不由地放松自在 颇有世外桃源之感 若是在这等地方修行 恐怕修行速度也会快上许多 当然 这只是对于几位五帝来说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祖师祠堂外 经过多年前那一场大战 祖师祠堂已经翻新了一遍 看起来并不破裸 有一种庄严肃木的感觉 祠堂前的空地上 有些许落叶 有一个年轻人正在扫地 陆公子 道玄走上前 朝着陆成微微行礼 这一幕 让得四大势力不少人眉头微皱 这年轻人什么来历 能够让得青云宗掌教道玄 如此对待 原本他们以为 陆成只是一个青云宗扫地的杂役把了 但此刻 显然陆成的来历不简单 不过 当他们探测陆成的实力时 竟丝毫没有感知到陆成的实力 仿佛陆成只是一个普通人 陆成淡淡看了这些人一眼 朝着道玄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而后继续扫地 四位太上长老 眉头紧皱 完全不明白 陆成为何会给他们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 诸位前辈 随我来吧 道玄微微一笑 拱手引路 四大势力的人对视一眼 将心中疑惑压下 没有在意这个年轻人 在他们看来 或许陆成不简单 很可能是青云宗几位太上收的关门弟子 身上有着掩盖气息的至宝 所以 道玄才会对他如此尊敬 但他们并不能想到 一个古灵不过百岁多的年轻人 会是一位九平五弟 就算知道 恐怕他们也不会 怎么放在心上 毕竟他们此行 可是有着四位巅峰五弟在此 除非东方浩轩在此 否则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们 陆成看了几人的背影一眼 微微摇头 希望这群人不要太蠢 走进祖师祠堂 刚刚点燃不久的香烛 正在徐徐冒着青烟 四周十分干净 就连地面都是仙尘不染 显然刚刚打扫过 但四位太上的目光 却是一直落在那暗桌之上 上面摆放着青云宗历来的祖师灵位 其中有着三个刚星增上去的 青云宗第105代长教千鹤道长至灵位 青云宗第103代太上长老 东方浩轩道长至灵位 青云宗第103代太上长老 南宫墨道长至灵位 诸位长老 家师 道玄从一旁取来香火 正准备递给几位太上 却发现 几人此时周深 已经爆发出一股极为强横的气场 哈哈 果然 东方浩轩已经陨落 藏风谷的太上 长老大笑出声 当先一步 就跨出祖师祠堂 直奔青云后山进地而去 根本不用想 诸仙剑就在后山之中 其余三位太上长老 也不甘示弱 几乎是同一时间 就已经离开了祖师祠堂 四人一边奔走 还在一边交手 此刻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拿到诸仙剑 斩杀对方 各大势力其他的长老弟子 也在此刻交手起来 原本的联盟 在一瞬间被瓦解 变成了生死仇敌 有好几个反应慢的 都已经被对方 直接一掌给拍死 一时间 整个祖师祠堂内 大战爆发 停 要打给我滚出去打 就在众人准备拼死一搏之时 一道略带微怒的声音响起 直接将他们 全部给定在原地 让他们体内暴动的灵气 迅速回归到了气腹之中 无论他们如何催动 都无济于事 众人皆是恶然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事情 抬头望向那道手持扫把 正冷冷注视着他们的年轻人 是他出手了 无数人吞咽着口水 心中震动 他们如何也没想到 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 居然都未曾动作 就能将他们上百人给震住 其中还包括了十几位武圣 这份控制力量 已经接近掌控天地的五帝 难道 这位年轻人 居然是五帝不成 而且 这份对于天地力量的感悟 绝对不低于一些九品五帝 这是他们此刻心中的想法 汗水层层流下 已经早已经被打湿 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们有着感觉 自己的性命 全在对方的一念之间 他们已经不知道 多少年没有体会过 这种生死掌握在别人手中的感觉了 青云宗怎么还会有这等人物 把他们都给我丢出去 陆臣冷冷开口 若是这群人老老实实来上个香 他倒也不会为难他们 若是打坏了祖师祠堂 那他可就不能当做看不到了 说完这一句 他目光望向早已经朝着青云后山 禁地跑去的四位太上 扫把随便一扯 他的身影便容身虚空之中 果然没错 全真的是武殿 四大势力的人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在祖师祠堂扫地的 居然会是个武帝 他们有些无语 你一个武帝 跑来扫什么殿 不过他们根本来不及多想 道玄就已经出手了 这些人被陆臣所控制 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道玄一抓一个 将这群人像丢垃圾一般 直接丢下了青云后山 顺着山道滚下深谷 信空老秃驴 你来凑什么热闹 诸仙剑乃是凶煞之物 你等佛门修士 要来何用 半空中 藏风谷那位长老一声怒喝 一柄长剑飞出 一剑幻化成无数剑 整个天空 都是长剑 长剑刷刷落下 宛如剑雨一般 朝着苍生寺信空神僧斩下 焉天难 平僧取诸仙剑 只是为了让耳等免造杀业 你们尽早放弃吧 信空神僧面色不变 手中念珠破开 化作七十八粒佛珠 散发滔天佛光 在他身后 一道佛像突然出现 伸手一掌 将漫天剑影给全部击碎 无数青云弟子 皆是看到了天空上的这一场争斗 顿时大惊失色 什么情况 那不是天难剑帝吗 怎么打起来了 难道他们不怀好意而来 又是为了诸仙剑吗 不必担心 有剑帝大人在 这群人算什么 呃 这可是四位成名多年的巅峰五帝啊 剑帝大人 估计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且 剑帝大人早在五十年前 就已经能够打败玄民鬼帝 如今迈入九平五帝 天下谁是他的对手 哎 那时候 玄民鬼帝可是重伤啊 不一样 众人几乎不用想 也知道 这群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要做什么 一柄神兵的价值 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了 只是他们有些担心 陆成若是对上这四人 究竟胜算如何 四位巅峰五帝 一边打 一边朝着幻月洞府的方向一去 眼看着 就要接近幻月洞府之时 突然 在那山巅旁的石桌前 涟漪浮现 一道身影缓缓现身 陆成并不理会几人的打斗 直接坐在石凳上 饶友兴致的看了起来 四位五帝 显然也发现了陆成的身影 顿时心头一惊 这个扫地的年轻人 居然真的是五帝 不过他们 也没多加在意 五帝又如何 在他们这些巅峰五帝面前 根本就是垃圾 一招就能灭杀 若是平时 他们或许会直接出手斩杀陆成 但现在 他们皆是有着自己的对手 而且都还不弱 一时之间难以分出胜负 更不可能腾出手来斩杀陆成 藏风谷的燕天南与信空 已经交手了数百招 两道身影不停腾挪 闪现在天空各处 根本无人能够看得清楚虚实 哼 又是一招对碰 巨大的冲击波落下 将远处一处山头直接轰碎 两人的身影迅速拉开 忌惮地望着彼此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你的剑依旧这么强 信空一身僧袍已经有些散乱 与燕天南这种剑修对阵 他根本讨不到好处 最为主要的是 便是他修炼的佛门武技大多以平和为主 攻击防御都不强 而燕天南以弓带手 攻击力十分强横 让他颇为狼狈 喂喂 你们打够没 就在燕天南不屑时 陆成的声音突兀响起 四人皆是一愣 疑惑妄想陆成 四名巅峰五弟的战斗 你小子也敢插嘴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看什么 打够了就下来 算算赔偿 陆成毫不在意说道 下来 赔偿 四位五弟对视一眼 有些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在说什么 再说一遍 新神宫的老者率先说道 陆成摇头 看来你们不仅人老 耳朵也不好使啊 你们四个 总共出手4080招 毁掉青云山峰400多座 难道你们不打算赔偿一下吗 也幸好是没有人受伤 否则 我怕你们赔不起啊 听到陆成的话 几人的目光皆是有些古怪 这个家伙 到底在说什么 他凭什么敢向我们要赔偿 别说400座山峰了 没毁了你们青云 就已经是他们心词手软了 现在的年轻五弟 看来对自己都没有一个良好的认知啊 愣着干嘛 还不下来 非得要我亲自动手 陆成瞧这几人无动于衷的模样 颇有些不耐烦了 好大的口气 藏风谷的燕天南忍不了了 周深剑意不停汇聚 随手一剑啪披下 无数剑影 朝着陆成斩落而下 这一招并无什么招式 只是剑修十分普通的剑意攻势 在燕天南看来 对付陆成 根本无需什么地级武技 就已经足够了 就连其他三位五弟也是如此觉得 虽说他们彼此看不顺眼 而且还是竞争者的关系 但不妨碍他们承认燕天南的实力 藏风谷最出名的两位剑修 便是燕天南与燕藏风 燕天南是藏风谷的太上长老 而燕藏风是藏风谷的长教 燕藏风除了当年拜在南宫墨的剑下外 几乎没有拜计 在巅峰五帝之中都几乎无敌 甚至比起魔教的星宿剑地 还要强上几分 这也是为何藏风谷能够成为四大超级势力的原因之一 而燕天南却比燕藏风还要多 修炼了好几百年 其剑意早已经修至圆满 甚至在剑狱上也有了一丝感悟 莫说陆成了 便是随便换一个九平五帝来 都得在他的剑下受创 无数清云弟子虽然没见过燕天南 但看燕天南的服饰和他手中的那柄清风剑 就能知道燕天南的身份了 看着这位成名数百上千年的间谍朝着陆成出手 所有人都是不由自主的担忧了起来 陆成天赋确实不错 放眼天下无人能及 但天赋不代表战力 陆成的战绩实在太少了 所以 青云宗的人 包括道玄与六脉手作 都是担忧不已 也唯有一川东与东方西越 对于陆成有着一种莫名的信心 特别是在看到陆成那种遇事处变不惊 风青云淡的样子 更是如此 陆成依旧坐在原地 眼中毫无波动 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 这一幕 让得四位巅峰五帝更是不屑了起来 东方浩宣都已经陨落了 青云宗再无巅峰五帝坐镇 哪怕是有再多的普通五帝 对于他们来说 也不过是蝼蚁罢了 而这个年轻五帝 居然不想着逃命 居然还想阻止他们拿出仙剑 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然而 他们心中这个想法刚刚升起时 却发现 燕天南娜蕴含无数剑翼的长剑 硬生生的止在了半空 停在了陆成的前方 居然挡下了 四位巅峰五帝皆是有些不敢置信 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年轻人 好像根本没有动用什么力量 就直接挡下了燕天南这一招 青云宗的长老也都是面露金色 他们还以为陆成面对巅峰五帝时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呢 毕竟他们谁也没见到过陆成真正出手 如今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陆成与人交战 哦 一言不合就动手 这么没有礼貌 来而不枉非理也 试试我的剑 陆成眉毛一挑 伸手一握 燕天南发出的无数长剑 在请客间就已经破碎 而后 众人便见到 陆成抬手一指 指尖发出一道极为极为耀眼的光束 直接穿透了虚空 几乎是在瞬间 就已经来到了燕天南的面前 这是剑意 怎么会这么纯粹 这么凝实 在场众人 也只有四位巅峰五帝 凭借超强的感知 感受到了陆成这一击 他们觉得 陆成这剑意的意境 比起燕天南的更为伶俐 虽然看起来十分朴实无华 但其中所蕴含的那一种意境 却让他们心中发毛 有着一股浓浓的威胁 若是这剑意是朝着他们而来 他们也没有信心能够挡下 其他三位五帝都如此觉得 那首当其冲的燕天南则更是如此了 他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像是剑意 也不是剑 而是一种气势 一种天下无敌一往无前的气势 在这一招之下 他甚至连抵挡的心思都是薄弱了几分 自己的气势全被压制住了 燕天南心中惊骇不已 在一瞬间已经做出了反应 连忙将手中清风剑横在面前 试图抵挡陆陈施展的攻击 这柄清风剑算是藏风谷较为有名的剑了 在天下鸣剑榜上 也能排上前十 材料是十分罕见的万年玄铁所铸造 更是由地级炼气师耗费整整百年的心血 才断造出这样一柄鸣剑 无论是防御力 易或者是攻击力 以及增幅自身的力量等等 都几乎达到了完美 曾经的燕天南虽然败过 但他手中的清风剑却没有败过 他手中的气势也瞬间回涨 变得无比自信起来 陆辰这一招看起来很强 但却不是地级武器 他有自信挡下 当!陆辰的攻击落在了清风剑上 发出一声惊天巨响 响彻青云山脉 然而 还不待四位巅峰五帝松一口气的时候 一声声极为细微的声音突然响起 咔嚓咔嚓 众人心中一惊 抬头望去 看到了无比骇然的一幕 燕天南手中的清风剑上 随着一丝裂纹出现 很快便如珠网一般 蔓延至整个剑身 咔! 一声脆响 整个清风剑直接碎裂开来 一柄堪称帝兵的极品灵兵 直接被一击给轰碎成数百块 这是得多么强横的攻击力 燕天南瞪大了眼睛 满是不可置信 紧接着便是一股巨大的反振之力 自剑柄上传出 将他的身子轰退了足足数万丈 才堪堪停出身形 噗!燕天南吐出一口鲜血 心中只剩下了亥然 这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强? 这攻击力是巅峰五帝能够做到的吗? 不仅毁掉了他的清风剑 还让他受了不轻的伤势 现在 总可以下来好好谈谈了吧 陆成出完一招便依旧如之前那般坐着 一脸云淡风轻 自从领悟剑狱之后 他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出招的概念 已经回归了最初的本质 达到了反扑归真之境 再怎么华丽的剑招 也不过是催动力量的一种方式 韦德便是能够让对方捉摸不透 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在陆成看来 这样的剑招 只会影响自己出击的速度 只要自己的速度够快 攻击力足够强 哪怕不用招式 也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这是陆成融合了上百种精妙剑决后的感悟 取其长 取其短 只保留了最为精华的部分和要领 然后融会贯通 成为自己独特的武技 这也算是他的自创剑决 被他称之为无敌剑决 他的追求便是无敌 这是他武道的心境 追求无敌的心境 要的便是无人能敌 这一招的名字也十分简单 就是破剑决 破天下万物 无坚不摧 和一剑斩镜日月星的理念有几分相同 只要有着那一股毁灭的气势 服以极致的攻击力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防得了的 当然 陆成这一招看似普通 但旁人想要随手一指达到这种地步 那可就是痴人说梦了 这一招 不只汇集了陆成的精气神 还融合了上百步地极剑决的要领 旁人根本无法看出来 更别说领悟和施展了 四位五弟面面相去 心中有些打鼓 陆成那一招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连他们也不懂其中的奥妙 他们只知道 那一指之下 陆成仿佛容身天地一般 这是他们做梦都想达到的境界 天人合一 天下间 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巅峰五弟 恐怕一只手都能数出来 显然 他们低估了陆成 陆成竟然是一位巅峰见地 而且还领悟了天人合一 这个状态下的陆成 他们就算四人联手 也不能有任何胜算 除非陆成站在那里 让他们打 但这可能吗 四人皆是看出了 彼此眼中的震撼与苦涩 谁都没想到 青云宗居然还有这样一位巅峰见地存在 更让他们无法理解的是 陆成这个实力 不去争霸天下 扬名立万 居然窝在祖师祠堂 当一个扫地的 实在是让人想要骂娘 现在 这可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不过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他们又能怎么办呢 只希望陆成不要狮子大开口 赔偿要太多 他们也赔不起啊 四人最终收敛了自身气息 缓缓落在了陆成的前方 青云众人都是不解 怎么回事 这就不打了 他们眼力有限 自然无法感知到 陆成那平平无奇的一招 给这四位巅峰五帝 留下了多么深的阴影 不过 这对于青云宗还说 倒还是一件好事 五位巅峰五帝交手 恐怕刚刚恢复过来的青云宗 又会被毁一大半 说吧 你要怎么谈 新神宫的太上长老 阴沉着脸道 如今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陆成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他们根本连反抗的余地都是没有 只是从那一招 就能看出很多东西 到了巅峰五帝这个层次 自身的底蕴大多都已经十分接近 比拼的就是对于天地规则的理解 就好比那魔族老祖 掌控莫问天的身体之时 所动用的那一种力量 就是规则的力量 也正是那一击 让陆成有了一丝明目 只不过 这个规则的领悟 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强弱划分 但能够掌控那种力量的人 绝对远超一些没有领悟天地规则的人 阎天南极人虽然成名已久 却还无法领悟天地规则的力量 事已如今他们面对着陆成 连战斗的欲望都是没有 当年那一场正邪大战 他们也参与其中 是少数几个存活的人 自然知道 那一战领悟了天地法则的南弓墨 强到了什么地步 手持诸仙剑 宛如天神下凡 一剑斩杀上百名武帝强者 此刻的陆成 虽然不及当初南弓墨的威势 却也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 怎么谈 嗯 这个问题 我还得好好想一下 陆成故作沉思 让得四位巅峰五弟 心头直跳 他们也不确定陆成的脾气 如果陆成真的想斩杀他们 绝对不会太难 对于这一点 他们心知肚明 他们已经做好了被敲诈的准备 有些肉痛 但比起自己的性命来说 这些东西 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四百多座山峰 你们一人算一百座吧 陆成沉吟了片刻说道 这一百座 一座一年 你们就呆在青云中 好好守个一百年的山吧 什么 四位五弟 直接呆立当场 忍不住师生惊户 这是疯了吧 不过是 一座普通的山峰啊 充其量也不过才值多少 有没有一千两黄金 你就要我守山一年 算起来 那岂不是要让我们守个一百年 我特么堂堂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你让我给你守山 四位巅峰五弟皆是有些无语 在心中狂吼 嗯 有问题吗 陆成眉头一皱 四有些不愿 既然不想守山的话 那你们擅闯青云禁地 本尊可就要依照青云门规处置了 陆成的想法 其实也很简单 如今青云宗虽然多出了六名五弟 但他们才刚刚突破五弟的层次 根本没有什么威慑力 想要担当起 守护青云宗的重担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原本陆成还有些纠结 该怎么办 不可能自己真的 要等这群家伙 成长到巅峰五弟 才离开青云宗吧 恰好 陆成发现了 这四位送上门的巅峰五弟 他们四人虽然打不过陆成 但可是实打实的巅峰五弟 至少比起千鹤道长 要强出一线 而且还是足足四位 有着这四位在 青云宗 还有谁敢惹 更重要的是 这四位都是四大势力的太上长老 有了他们在青云宗 几乎相当于变相瓦解了其他超级势力的觊规 百年时间 凭借陆成赐予苍龙等人的递单 他们应该也能得到很大的进步 不说独当一面 最起码也能保证青云的安危吧 呃这 四位巅峰五弟有苦说不出 很想拒绝 但奈何别人拳头比自己大 他们不敢怀疑陆成的话 更不敢去赌 也没有与陆成搏命的心思 四大巅峰五弟 或许联手能够对陆成造成一定威胁 但他们没有把握击杀 他们活了数千年 十分怕死 否则的话 历经当年那一场正邪大战 也不会存活至今了 好吧 百年就百年 四位五弟纠结了好半场 最终还是咬牙道 百年光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对于他们来说 百年时间不过谈指一瞬间的事情 在哪里都一样 在青云宗也是修炼 而且 这里的修炼环境似乎还不错 反正也没有什么生命威胁 总不会魔教又突然杀上来吧 四位巅峰五弟 心中都是如此作响 好 很爽快 倒是很合我的胃口 敞开神功吧 陆成点头 这几人虽然胆小了一些 却也十分识趣 让他免去了许多麻烦 有着四位巅峰五弟 守护青云宗 他也能放心许多 神功 你要干什么 四人一惊 神功可是一个舞者的神魂居所 极为重要 是绝对不能被外人看到的 若是神魂受损 那想恢复可就太难了 不干什么 谁能知道你们会不会反悔呢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我种一个魂印 只要你们乖乖听话 那就相安无事 若是你们有其他什么想法 陆成笑明明说道 你不行 四位巅峰五弟 面色铁青 断然拒绝 魂印乃是控制神魂的一种手段 绝大数人都会这一招 这要是被种下魂印 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奴仆 生死都在对方一念之间 他们原本还想着 先蓄以为蛇 然后找个机会得到朱仙剑 只要有着朱仙剑 他们相信便是陆成 他们也有一战之力 但若是种下魂印 那可什么都没得谈了 他们只得乖乖在这里守护青云百年 若是陆成守信还好 不守信的话 估计一辈子都得搭在这里 而且 若是陆成中途陨落 他们还得跟着受到牵连 这可是他们无论如何 都不想看到的事情 哦 真的不行吗 陆成手指一挥 耀眼剑芒 再度浮现在手指之上 行行行 不过 你可得说话算话 看着陆成再度施展那一招 四位巅峰五弟 眼皮一跳 心中一个咯噔 连忙硬承下来 放心 说一百年就一百年 到时候 你们想留下我都不想要 陆成笑呵呵点头 只是这个笑容 让得几人心中更为苦涩了 当下 他们只好敞开神宫 任何陆成种下魂印 魂印一种下 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神魂 被一股若有若无的线牵引 只要露成一个念头 就能让他神魂俱灭 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私人无奈苦笑 这都啥事啊 诸仙剑没抢到不说 自己反而失去了控制 成为了别人的打手 这种感觉 简直比彻时还难受 就在几人谈论之时 苍龙手作几人 也已经朝着幻月洞府的方向赶了过来 他们虽然是五弟 但还没有掌控 能够撕裂空间的那种能力 面对着这四位巅峰五弟 他们可谓是无比忌惮 他们丝毫不怀疑 这四人之中 随便一人出手 都能够轻易灭杀他们 当见到这四人 朝着露成所在的位置落下时 众人心中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或许一对一 他们觉得露成有着绝对的优势 但四位巅峰五弟联手 他们也不确定 露成能不能够挡得住 他们虽然只是一瓶五弟 根本无法插手 这种级别的战斗 但露成对他们的恩情 可是莫尺难忘 即便不敌 哪怕陨落 他们也不会就此退缩 再不计 也能为露成创造一点逃命的时间 他们是抱着誓死的决心来的 可当他们来到此地之时 眼前的一切 却让他们有些怀疑人生 四个在天下 都赫赫有名的巅峰五弟 四个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成名数千年的老怪物 此刻在露成的面前低头苦笑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咋个回事 六脉手作摸了摸脑袋 有些不明所以 按理来说 露成出手 干扰了他们四人的对决 四人不是应该联手 与露成生死相搏一场吗 怎么都不动手 站在那里 好像犯了错的小孩子一般 不过 这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打起来 那就表示 还有着商量的余地 嘿嘿 陆公子 这是怎么回事 苍龙手作活得最久 最先缓过神来 干咳一声 朝着露成拱手问道 态度十分尊敬 燕天南等四位巅峰五弟发现 这六脉手作 居然也对露成如此客气 更加是摸不着头脑了 清云宗何时出现了这样一号人物 看起来与清云宗关系匪浅的样子 难道是隐居数千年的老怪物不成 众人心中满是疑惑 但却不敢问出口 不过此刻 他们算是明白了 这个年轻人的来历 恐怕十分不凡 甚至觉得 当初魔教攻打清云 说不定就有着这年轻人出手 才会让魔教败退 毕竟连东方浩轩与千和道长都陨落了 可想而知 魔教有多么强悍 可就是这样的魔教 也惨败退去 除了露成出手 他们根本想不到其他什么原因 才能够让魔教败退 失策了呀 想到这里 四人心中更苦了 若是早知道 清云宗还有露成这种强者在此 打死他们也不敢来抢夺诸仙剑 如今道好 卖身一百年 苍龙 你来得正好 这几位一时兴起 控制不住自己大打出手 自觉毁坏了清云的底盘 所以已经决定加入清云赎罪 成为清云的保守山长老 你好好安排一下 露成看向六脉手作 仿佛再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呃 众人皆是无语 神特么赎罪 他们怎么会相信露成的话 他们这几人 可都是其他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怎么可能愿意来做清云宗的长老 还是一个守山长老 他们觉得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他们却明白 这一定是露成的威慑力 看来自己等人还是低估了这位见地大人 六脉手作 心中不免感叹 原本以为几位巅峰五弟会大打一场 结果却是 如今简单就解决了 他们也不是笨人 肯定知晓 是这四位巅峰五弟感知到了露成的实力 从而被震撼到了 否则的话 四位巅峰五弟会这么乖巧 哪怕是东方师叔祖在此 也不一定有这个威慑力吧 这位见地大人 果然非凡啊 不过 这对于如今的清云宗来说 是好事一件 有这四位巅峰五弟的加入 正好解决了如今清云宗的高端战力缺乏的情况 而且 这四人所在的势力 正是如今清云宗最大的敌人之一 露成这一手 可以说 间接解决了清云宗的两个难题 实在是妙啊 六脉手作此刻 也不由得对露成更为钦佩了 实力超群也就算了 连智商都这么高 人比人气死人啊 而当四大超级势力的巅峰五弟 成为清云宗长老的事 落在清云宗弟子的耳中时 也是 引起了不少的议论 能够只凭借一招 就能让四位巅峰五弟服软的人 这天下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吧 这位见地大人 当真是清云宗的神仙 森罗殿 森罗老祖闭目斜躺在软塌之上 正在甲妹 回禀老祖 魔教数百势力已经尽数收服 天鬼狱的大狱主已经吊态 愿意臣服森罗殿 就是新秀剑派 临死不屈 唯有新秀剑帝一人逃了 夺命宫众人行踪飘忽 得到消息就已经消失了 殿外跑进一个弟子 连忙跪倒在地 森罗老祖缓缓睁眼 眼瞳之中闪过一抹阴冷寒意 冷笑道 逃 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老祖 要不要派人那森罗殿弟子开口 不必了 如今我森罗殿前所未有的强大 新秀剑帝不过一个小娃娃罢了 不必放在心上 他那柄嗜血魔剑本地迟早都能得到 还有青云那柄诸仙 呵呵呵 森罗老祖森然笑道 如今魔教尽归老父所有 立即召集我魔教所有强者 当年所有参与攻打魔教的势力 一个不留 只要收服天下 把生命禁区 本地说什么 也要进去看上一看 是 老祖 带得那弟子离去 一个身穿黑袍的人影才迈步走进大殿 在其手中 还有着一个造型华丽的锦盒 其上光滑流转 灵蕴十足 看其外表 就知道里面装的就是宝物 血明见过殿主 黑袍身影 朝着森罗老祖微微攻身 此人正是天鬼狱的大狱主血明老祖 当年他曾与森罗乃是同一辈的人 只是在那一战之中 受创极重 直到今日都未曾恢复 面对实力强悍 不可阻挡的森罗殿 他们只好臣服 血明 你倒是一如当年 十分实实物啊 哈哈 森罗老祖 哈哈狂笑 笑声中满是得意 曾经与他同起同坐的人 如今成了他的属下 这种优越感 让他十分享受 店主谬赞了 血明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平淡的笑意 森罗老祖冷笑一声 玄机目光望向了血明手中的锦盒问道 这是何物 这是当年 我在那场正邪大战时得到的一具魔手骨 想来对店主大有用处 所以特来献给店主 血明说着 这便是伸手打开了锦盒 在锦盒打开的那一瞬间 一股阴冷暴力的气息 瞬间席卷了整个大殿 让人不寒而栗 甚至有着一种杀戮的冲动 锦盒之中 一节手骨摆放其中 手骨上 蕴含着一股极为浓郁的黑气散发 虽然已经干枯 但无法让人怀疑 其中所蕴含的庞大能量 好浓郁的魔气 森罗老祖 瞬间来到血明老祖的面前 目光凝重地望着锦盒之中的手骨 在这手骨之上 他感觉到了一股极为纯粹的魔气 这比起他修炼的魔功所产生的魔气 可要精纯了不知道多少倍 他丝毫不怀疑 若是能够将这手骨之中的魔气吸收 他就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一种高度 这手骨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森罗老祖将手骨握在手中 越看越是满意 他能够感觉到体内魔气似乎都被压制 说话间声音之中有些激动 殿主这是从蛮荒古殿外得到的 血明老祖如实说道 蛮荒古殿 你是说多年前那个生命禁区的中心处 森罗老祖至今还记得 当年正邪大战的起因 便是为了前往生命禁区的中心处 相传在生命禁区的中心处 有着一处蛮荒古殿 能够窥探天外的秘密 而且在那一片区域 有着诸多的机缘传承 看起来像是一场大战的遗址 当初森罗老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 除了运气好之外 便是在其中得到了一卷魔修功法 只是可惜 生命禁区之所以被称之为生命禁区 便是因为在生命禁区方圆数百万里 皆是由一种魔器所笼罩 哪怕是巅峰五弟进入其中 也不得不小心应对 当年 数百位巅峰五弟 纷纷前往生命禁区 提前发生了大战 最终陨落了不知道多少强者 他们也不得不提前退出生命禁区 想不到 这血明老祖居然能够深入到那个地方 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难怪这手骨之中 蕴含着如此精纯的魔器 原来是来自生命禁区 当年一战 我走投无路之下 只得朝着身处而去 无意间找到了这截手骨 血明老祖虽然说得风轻云淡 但森罗老祖也能感受到 当时血明老祖面临着多么大的危机 难怪你如今只是鬼魂之体 原来在那一场大战中 你都差点陨落 血明老祖笑着点头 笑容有些平静 那次之后 也让他变得前所未有的冷静 连最痛苦的死亡 他都经历过 还有什么能够让他心境有所波动 很好 放心 当年你与本地虽然不怎么对付 但好歹也是相识多年 只要你全心为本地办事 这天下 迟早都是我们的 从今天开始 你便是我森罗殿的副殿主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森罗老祖没有在此世上多体 目光死死的盯着手中的手骨 眼中闪过一丝炽热 如今他缺了一臂 如果能够将这手骨融到自身 那他的战力也绝对会大幅度提升 到时候 即便是面对拥有天子剑的禁地 他也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想到这里 他再也急不可耐 想要试一试 你先退下吧 本地要融合这根手骨 铸店主马到攻城 血民告退 时间匆匆 又是三月过去 这段时间 又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先是魔教内乱 原本的魔教四大势力 被森罗殿一统的消息 也传到了青云宗内 这本来也不算什么 魔教内乱 正是众人渴望见到的事情 毕竟只有这样 才能让魔教 没有其他闲心 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这件事发生没多久 魔教又有动作了 森罗殿 整合了魔教大大小小数百个势力 实力空前强盛 几个月时间不到 已经朝着正派势力下手了 整个神境皇朝西部区域 已经有着上百个势力被覆灭 其中 还包括了藏风谷等超级势力 所过之处 皆是尸山血海 一些正派势力的强者 还因此投射魔教 当这个消息传到青云宗时 想要持缘 已经来不及了 原本四大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得知这个消息时 当即便要打算出山回到自己的超级势力 镇压魔教 可碍于陆成的原因 他们也只能放弃这个打算 炎天南 这该怎么办 信空神僧满脸焦急神色 站在通天风后山 遥望祖师祠堂的方向 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三月以前 陆成就已经下了命令 让所有人都不要前去青云后山打扰他 我怎么知道 如今主人还处于闭关当中 我们若是贸然打扰 出了事情 谁来负责? 炎天南本来性子也急 可现在 他却思虑的最多 陆成能够下此命令 显然是有要事 很可能就是闭关修炼 若是没有陆成 许可离开青云宗 可就算违背了当初与陆成的约定 他们谁也不清楚 陆成的脾气 万一陆成因为此事降罪 他们可就完蛋了 哎 只希望他们能够多抵挡一阵吧 只要等到主人出关 我们到时候去也不迟 新神宫的太上长老说道 事到如今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森罗殿 收服四大势力 想必他们自身 也是付出了不少代价 想要攻下我们四大超级势力 也得花费不少的时间 众人只能在心中暗暗祈祷 希望能够以四大超级势力 能够顶得住 毕竟四大超级势力之中 也有着一位巅峰五帝的存在 燕葬峰 茗玉 摇星辰 剑无痕 这四位长教 每一人都是当今天下有名的人物 想来也不会败得那么彻底 只凭借森罗老祖一个巅峰五帝 想要覆灭四大超级势力 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可是 天不遂人愿 一日便已被迫 四位巅峰五帝 一死一重伤 还有两人下落不明 通天风 郁青殿上 所有青云高层尽在此恋 还有四位其他超级势力的巅峰五帝 他们的目光 全部落在大殿中 那个浑身浴血的身影 藏风骨 燕藏风 燕葬峰此刻看起来很狼狈 整只右手从其壁而断 身上的衣袍早已经被染红 上面满是口子 能够看到衣衫下 那一道道争鸣无比的伤口 伤口上还有着一缕缕磨气生疼 看起来有些触目惊心 藏风 怎么会这样 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燕天南等人已经赶来了此地 目光中满是凝重 连忙从怀中拿出一枚疗伤丹 给燕藏风扶下 缓解着他的伤势 森罗殿杀上来了 根本无人能敌 燕藏风哪怕身受重创 此刻也是紧咬牙关 保持着神志清醒 难道是森罗老左 这么多年过去 他非但没有境界跌落 反而变得越来越强了 燕天南有些不解 当年那一战 他们也有参与 亲眼见到 南宫末断了森罗老祖一臂的画面 按理来说 一个巅峰五帝 受到重创之后 多半都会境界倒退 哪怕是一些人 有些极佳的疗伤胜药 最多也只能保持自己境界不迭 但其战力也会因此受损 可现在看来 森罗老祖非但没有实力受损 反而是有着精进 他们谁都清楚 燕藏风的实力 燕藏风不过五百岁 就已经成就了巅峰见地 一生挑战了数万名成名见修 只败在了南宫末的手下 便是燕天南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若是与燕天南交手 恐怕最多也只能与燕藏风交手十招 如果没有南宫末 他甚至可以称为天下无敌 可就是这样的燕藏风 如今居然落到了这般境地 森罗老祖的实力太强 我们还是赶紧离去吧 魔教的人已经快追来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燕藏风说出最后一句 已经晕死了过去 说起来 燕藏风算是极为倒霉的一个人了 但同时他又较为好运 此次魔教大举出动 绝大部分森罗老祖都没有亲自出手 直到遇到了燕藏风 燕藏风让森罗老祖觉得 此人身上很有南宫末的影子 为了报复当年断臂之仇 森罗老祖直接出手 便是将燕藏风的手臂给斩断了 燕藏风自知不敌 趁着森罗老祖不注意便是施展剑盾 逃离了藏风骨 才活到了如今 而其他三大超级势力 森罗老祖根本没有看上眼 便已经被雪民鬼地给炼成了血海 苍生寺的名誉主持 直接被自己的师弟给背后来了一击 当场陨落 其余两大超级势力的长教 也凭借着各自手段逃了出去 如今下落不明 至此四大超级势力全军覆没 整个神境皇朝的西部区域 已经有着九成的势力 陨落在了魔教的魔掌之下 这一次 比起五十年前那次 还要更为残忍血腥 各个古城都已经变成了一座座死城 这一路杀来 一些魔教修士 将一个个生灵炼制自己的法宝 增强着自身的实力 神境皇朝 皇宫 曹正韵正朝着端坐龙塌上的禁帝 汇报着魔教袭来的各种消息 陛下 这魔教是不是太过猖獗了 要不要派出神武军出手镇压 禁帝单手敲击着龙椅 发出咚咚的声音 他目光平静 毫无波动 仿佛这数百万人不是他的子民一般 任由其屠戮 跟他没有丝毫关系 良久 禁帝才缓缓停下 眼神深邃 这森罗老祖 倒是野心不小 居然完全不把当初与朕的协议 当成一回事 只是 如今正是关键时刻 想要铲除森罗老祖 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朕若是贸然出手 派出朕精心培养数百年的精锐 想必莫孝云也知道了自己的底牌 若是不出手 朕又会失去了铭心 可真是让人头疼 传朕旨意 让护龙山庄 派人前去剿灭魔教 平复磨乱 曹正韵眼睛一亮 是 陛下这一十二秒 可真是妙啊 靖帝微微摇头 笑容有些自嘲 哼 你以为莫孝云会如此听话吗? 正如此做 不过是安抚明星罢了 靖帝如何不知道 自己将皮球踢给莫孝云 而他最多做做样子 根本不会与森罗老祖正面冲突 西部沦陷 已是注定之事 他隐忍这么多年 一直让自己 显得十分弱势 为的就是等到一个彻底铲除护龙山庄的机会 护龙山庄自从神境皇朝建朝便已存在 其底蕴比起神境皇朝都已经不弱多少 整个神境皇朝几乎有一半朝臣都是护龙山庄的人 他若是贸然动作 很可能就会面临神境皇朝彻底瓦解的局面 被人取而代之倒是小事 就算险胜 也能让神境皇朝伤惊动骨 到时候 各大蜂王还能坐得住 北边的那一群蛮蚁还能忍得住 如今 他只能等 等着莫孝云自己露出獠牙 到时候 一个出其不意 来个嗡仲捉鳖 将护龙山庄一网打尽 想到这里 静帝微微输了一口气 这盘棋 一不错 满盘皆输 对了 可找到南宫墨的踪迹 曹正运一愣 旋即连忙回道 回陛下 卫仓 若是找到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将其抓回 据说当年 也只有他 前往了蛮荒古殿 朕很好奇 他在蛮荒古殿之中 除了魔胎之外 还得到了什么 难道这世上 真的有成神之法吗 静帝喃喃自语 眼中并无期待 他不想成神 他也知道 修炼太皇经的黄道气云 根本无法成神 他现在拥有着两卷天书 根本无法误统 所以也不抱有期望了 任何的帝皇 哪怕曾经再怎么强盛 到最后 也不过一死 他只想统治天下 创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 流明万古 流芳百世 永生在他的眼里 远远不及在自生活着的时间内 做出一件件 让人能够永远记住的大事 只不过 成神之法 显然会脱离他的掌控 威胁到他的统治 即便此事 很可能只是别人的传闻 根本不复存在 但他也不允许 别人拥有这个实力 谁都不行 这个世界 只有他 才能是唯一的主宰 护龙山庄 莫笑云望着自己手中的圣旨 露出一抹古怪的笑意 爹 经理说什么了 是不是与魔教有关 莫问天坐在下方问道 此时的他 经由觉醒魔族血脉之后 面色已经变得极为苍白 看起来有些病态 多了几分阴柔之气 但他周身的气息 已经变得极为恐怖 只是坐在那里 就有着屡屡魔气散发 他刚步入巅峰五帝没多久 对于自身的力量控制 还没有达到极致 无法像陆臣那般完全内敛 不过 这段时间 他接受了魔族传承 战力比起以往 更是强出了许多 整个护龙山庄 数十名五帝 估计也只有莫笑云 能够稳胜他一筹 不错 这禁地是想将这皮球踢给我啊 莫笑云冷笑一声 手中的圣旨 已经被他捏成了积粉 这森罗老祖 据说实力十分不凡 比之当年更为强横 便是宝龙一族出动 想要拿下他也不简单 爹 让我去吧 如今孩儿实力大增 整天与这些家伙对练 根本无法提升自己 莫问天兴致勃勃腰战 他接受魔族传承以来 每天都有护龙山庄的巅峰五帝 与他陪练 原本巅峰五帝 凭借自身的实力与战斗经验 还能勉强压制莫问天 但随着莫问天的提升 如今莫问天对上十个巅峰五帝联手 也能游刃有余 魔王一族的血脉传承 给他带来的十分巨大的提升 按照魔族老祖的说法 如今的莫问天 即便是去往他以往 那个世界 年轻一辈之中 也绝对没有一人能够是他的对手 也唯有那些王族中的老怪物 能够凭借血脉优势 勉强压制莫问天 爹正有此意 以你如今的实力 这天下哪里去不得 莫笑云满意地看着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 满是笑容 魔族一脉 想要生育十分困难 特别是王族一脉 他有上千个妾室 努力了数千年 也不过才莫问天这样一个儿子 足以可见其难度 这也让莫笑云对于莫问天十分宠密 从小都不会让他受到半分委屈 如今看到莫问天有此成就 身为他爹的人 自然是开心得很 不过 这森罗老祖的目标乃是青云宗 你倒是可以趁此机会 去拿下青云宗的那一卷天书 至于森罗老祖 留他一命 爹 这是为什么 莫问天显然不知道莫笑云的打算 有些不懂 这森罗老祖出世 定会引起天下震动 这么轻松杀了他 天下如何乱得起来 此事就留给金帝去头痛吧 只要天下一乱 哈哈哈 神进皇朝的诸王 还会如此安分吗 还有那北方的一群蛮夷 他们肯定也会趁此机会 进攻神进皇朝 到时候 神进皇朝四面楚歌 等他们两败俱伤 我们再来一个湖底抽星 这天下就该姓莫了 到时候 你便是皇子 爹 我可不想当皇子 听老祖说 外面的世界大得很 浩瀚无垠 此地不过弹丸之地 我要威压万族 成万族主宰 莫问天自信满满说道 这也是魔族老祖 对他的期望 好志气 可惜爹老了 没那么大的野心了 在这里就已经足够了 你能做到那种地步 爹很欣慰 很自豪 莫笑云感叹道 不过 爹你放心 这天下迟早都是爹你的 算是孩儿送你的礼物 莫问天虽是魔族 但也有着自己的感情 将亲情看得十分重要 嗯 你有这份心 就已经够了 此次你想要带多少人前去 莫笑云点头 三人足矣 莫问天傲然道 他对于自己现在的实力 可是十分自信 按照魔族老祖的说法 这天下 没有一人能够是他的敌手 森罗老祖 根本不被他放在眼中 至于陆成 更是如此 五十年时间 他觉得 陆成能够提升到九平五帝 就已经是他 莫问天高估了陆成 更别说陆成在这么短的时间 能够达到巅峰五帝了 他能有着这样的提升 完全是因为 魔族老祖 来自天外的魔族灌顶秘法 还有魔血 和十种珍稀宝药的庞大能量 而陆成呢 哪怕是青云宗 将所有的资源 都给陆成使用 估计陆成充其量 也只是一个九平五帝罢了 更何况 如今的他 还领悟了一成天地规则的力量 现在他遇到陆成 只需要一拳 甚至不动用魔族传承 他都能轻易取胜 这就是莫问天的自信 就这样 莫问天随意挑选了三位 宝龙一族的巅峰五帝 就已经赶往青云宗了 另一边 一处破败的古城中 林雪薇走在有些荒凉的古街上 脸上十分淡然 四周早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一些货郎 还没来得及拿走的货物 掉在地上 风车唐人掉落一地 望着熟悉的古街 林雪薇心中有些触动 曾经的他 便是在这里 被玄冥鬼地捡走的 魔教又出来了吗 不过以小流氓现在的实力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林雪薇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颇有些无奈 若是她有的选择 她真的不愿意 就此离开青云 离开陆陈 可是她觉得 若是自己不离开 有一天 肯定会对陆陈造成伤害 至于原因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她的直觉和预感 很快 她便感觉到脑海一痛 一幅幅陌生的画面 交织在脑海之中 让她痛苦不堪 雪薇 根本递走吧 却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出一道熟悉的身影 林雪薇捂着头 转身望去 哼 本帝可是跟你了许久 想不到 你还挺念旧的 玄冥鬼帝冷笑一声 自从林雪薇下山不久后 她就已经追了过来 你在我身上动了手脚 林雪薇诧异 心中警惕大气 否则的话 她怎么可能会被玄冥鬼帝发现 哼 原本是有 不过 被你那个想好的给抹除了 本帝也没想到 你居然会下山来 更没想到 你居然会来这里 倒是挺巧的 看来 本帝猜得一点没错 你一直都在 怀疑自己的身世 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都是为了做给我看的 乖乖跟本帝走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可以饶你不死 你果然一直都是在利用我 林雪薇的声音变得很冷 眼睛死死的盯着玄冥鬼帝 原本因为陆辰 她始终觉得自己对于玄冥鬼帝 心中多少还有些愧疚 但现在 她内心最后那一丝恩情 都已经断绝 哈哈哈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你的身世吗 你跟本帝走 待的事成之后 本帝会告诉你一切 也算是完成你最大的心愿 玄冥鬼帝 根本不在意林雪薇的态度 刺耳的笑声回荡在古街之上 你以为我 还是当年那个一个馒头 就能骗走的小女孩吗 林雪薇毫不留情地冷笑道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如果不是本帝 你早就已经饿死了 哪里还有什么强威女魔 什么天下第一美人 更不可能有你林雪薇了 玄冥鬼帝也不着急 如果林雪薇不是自愿 想要以林雪薇那举世难得一见的魔心道骨体质 去承载朱仙剑那一股凶利之气 效果会大幅度降低 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吗 呵 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将我当成一个工具 感恩 难道你忘了 是你教会我无情 看来这些年 你的变化很大啊 连本地的话都敢忤逆了 早就和你说了 情之一字碰不得 你瞧瞧你现在 玄冥鬼帝知晓 一个女人一旦动了情 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 她突然有些后悔 让林雪薇潜入青云宗了 你不还是一样 想必你每日站在天鬼渊前 默默念叨的南宫墨 也是你的心上人吧 林雪薇毫不失弱说道 同时手心一番 一张灵符已经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你 找死 玄冥鬼帝听到南宫墨的名字 黑袍下的脸变得争鸣无比 咬牙切齿 黑雾涌动间 已经朝着林雪薇笼罩而去 看来林雪薇已经铁了心 只有将她抓住 再将她的记忆全部清除 再让她乖乖成为朱仙剑的容器了 她曾在青云宗时 无意间在一卷古籍上看到过记载 魔星道古乃是天下最为罕见的体质 虽然修炼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 但却是能够包容万物的特性 所以 玄冥鬼帝知晓 以林雪薇的躯体 绝对能够容纳朱仙剑 相当于一副完美的剑鞘 这样的朱仙剑 没有了凶利之气 可以让她轻易让朱仙剑认住 黑雾的速度奇快 转瞬间 就已经来到了林雪薇的面前 如今的林雪薇只是九平五圣的修为 想要抵挡住巅峰五帝实力的玄冥鬼帝 根本没有半分可能 玄冥鬼帝自然也是这样想的 甚至还有些留守 她怕伤害到了这一具天生的容器 可是当黑雾刚准备将林雪薇给包裹时 林雪薇的身影突然消失在了眼前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嗯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原本信心满满的玄冥鬼帝发现这一幕 突然变得惊异不定 一个闪身 就已经来到了先前林雪薇所在的地方 她不过是九平五圣的修为 怎么可能撕裂空间 不 不对 不是撕裂空间 根本没有任何的空间波动 这是缩地成寸 直尺千里的秘书 她怎么会这等诗传秘书 玄冥鬼帝望着这一切 有些怀疑人生 她本以为捉拿林雪薇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可没有想到 一个九平五圣 居然在她巅峰五地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而且 连一丝追查的踪迹都是没有出现 可恶 玄冥鬼帝撕裂了空间 将方圆百里都给追查了一个遍 都没有发现林雪薇的踪迹 发出愤怒的吼声 好半场 她才冷静下来 目光重新看向青云宗的方向 林雪薇啊 林雪薇 跑 能跑得掉吗 如今你的相好 马上就要遇难 你能忍得住吗 迟早 你都会落在本帝的手上 即便你无情无义 只要本帝得到天书 达到传说中的鬼神之境 本帝也能轻易掌握朱仙剑 就是不知道 大哥她如今安排的如何了 一处无名山谷 林雪薇的身影突兀出现 她先是打量了四周一眼 而后才悄悄松了一口气 想不到小流氓制作出来的灵符 居然这么强 恐怕已经达到了九品的级别 居然连玄名都无法察觉 林雪薇刚才使用的 并不是什么缩地成寸的秘书 只是单纯的盾符 只不过这盾符 出自陆辰之手 通过通天路锁炼制 无论是品质还是级别 都是上上之选 比起巅峰五帝 撕裂空间传送的距离还要远 原本陆辰是将这些盾符 留着自己跑路用的 但林雪薇突然要离开 陆辰就将自己这么多年制作的灵符 全部交给了林雪薇 否则的话 陆辰怎么会放心 让林雪薇一个武生到处跑 小流氓 你可一定要小心 不过 我相信你 林雪薇望着青云宗所在的方向 在心中纠结了许久 最终还是没有打算回到青云宗 她知道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就算回去青云宗 也无法帮到陆辰什么 反而会让陆辰因此分心 更为重要的是 她知道陆辰领悟了监狱 整个天下 能够对陆辰造成威胁的人 并不算多 她对陆辰有着十足的信心 这般想着 她清理着脑海中 刚好恢复了一些的记忆画面 记忆画面中 在苍穹之上 两座庞大无比遮天蔽日的宫殿 再不停地发出毁天灭地的宫鸡 一座通体散发着黑色魔器的古殿 满是阴森刺骨的寒意 一座是遍布着金光的仙宫 看起来仿佛是天外之物 每一道宫鸡都能令天地色变 远超巅峰五帝所能发出的宫鸡 最终两座古殿轰然相撞 纷纷掉落在了大地之中 两久 他才睁开眼睛 目光转头望向了遥远的西边 在那里是魔教所在的无边荒漠 荒漠之中 是令所有生灵闻风丧胆的生命禁区 那里有些无边的魔器肆虐 低于五帝修为的人 只要进入其中 就会丧失心智 从而变成指知杀戮的魔物 为什么那边有一种力量在呼唤着我 我是从那里来的吗 林雪薇的目光中有着疑惑 他犹豫了两久 最终缓缓朝着无边荒漠的方向行去 魔教入侵的消息 也在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已经传开了 大批大批逃命的难民 已经离开了神静皇朝西部区域 朝着更为靠近神静皇朝中心区域赶去 整个神静皇朝西部区域 空空如也 仿若无人之地 如今 只剩下了一个清云宗 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 在清云宗不远处的一座古城中 此刻无数逃难的人涌入了此地 将整个城几的那是水泄不通 各种各样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此刻 在一处酒楼中 不少人谈论的话题都是与魔教有关 诶 吃完这一顿赶紧跑吧 是啊 如今四大势力竞数沦陷 只剩下了一个清云宗 估计也挡不了几天 这可说不定 还记得五十多年前那次魔教来西部 不也被清云宗打得落花流水 说不定这一次也是一样 清云宗毕竟可是正道魁首啊 抵运深不可测 清云宗抵运是很不错 可我听其他势力说 清云宗上一次也是损失惨重 很有可能 连十大强者之一的千鹤长教都是陨落了 啊什么 连千鹤长教都陨落了 那清云宗还怎么挡得住啊 是啊 而且我听说这一次魔教可是全力出击 而且连消失整整五百年的僧罗老祖都是出来了 上一次魔教来袭 可没这一次魔教丧心病狂 我所在的那座城足足数十万人 却我一个人逃出来 唉 为什么禁帝还不派出神武军来镇压魔仲啊 唉 山高皇帝远 恐怕等神武军来 早就已经打完了 逃吧逃吧 小命要紧 希望清云宗不要像其他势力那样 连一天都挡不住 在酒楼之中 一个角落的木桌上 正趴着一个人 听到四周的议论 他突然睁开了眼睛 站起身来 此人是一个老头儿 身穿破烂的布衣 头发凌乱到打结 满脸胡须 已经垂到了脖子 看起来有些不休蝙蝠 和乞丐无意 四周的酒客见到此人 都是不可避免的露出嫌弃的神色 不愿与他靠得太近 老头儿也不在意其他人的目光 望向清云宗的方向 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怀念 心中有些担忧 孙罗那个老魔头又出现了 看来他已经恢复了 千禾那小子居然陨落了 唉 孙罗老魔头又必已经断了 即便五百年过去 实力也应该强不到哪里去吧 要不要回去看看 老头儿想到这里 忍不住自嘲一笑 有师兄在 我担心个什么鬼 说完 他又拿起酒杯 满上之后 一口饮尽 胡须上都被酒水打湿 很快 几壶酒 就已经被他喝光 他又趴在桌子上 继续呼呼大睡 魔教已经到了青云山脚下 准备攻山了 我们快走啊 突然 客栈中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所有人闻言 皆是心惊肉跳 也顾不得吃喝了 连忙收拾着一些贵重的物品 夺门出 很快 一座大城 就已经空空如也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客栈老板哀叹一声 颓然坐在柜台前 有些无精打采 老板大约七十来岁 一辈子都这里 凭借这个客栈 生活的也算滋润 魔教来袭 无数人流离失所 无家可归 可他舍不得这里 舍不得这个 他活了一辈子的地方 他宁愿死 也要死在这里 他只希望 青云宗能够像五十多年前一样 击退魔教 但他知道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五十年前那一场大战时 他还只是个二十岁的青年 当时他也逃命了 后来回来的时候 听起在青云宗做长老的亲戚 说起过那一战 不止青云的长教 千鹤道长 就连青云的太上也都一并陨落 若不是突然出现一位见地大人 恐怕青云宗早已失守 可如今 魔教的威势 比起五十年前 更有甚知 连五百年前就已经出名的森罗老祖 都是出现了 森罗殿如今一家独大 比之五十年前的四大势力联手 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如今的青云 只是一个直老虎罢了 如何能够挡得住 凭借一位年轻的见地大人 就想抵御森罗殿 这显然是痴心妄想 不过 他也不想逃了 死就死吧 离开了这里 他也迟早是要死的 他已经看开了 他站起身 开始收拾着一片狼藉的客栈 喂 醒醒 快醒醒 客栈老板发现了 还睡在角落的老头 不由提醒到 这位老头 他见过很多次 没有说话 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 每次一来 就会在这里喝上一个多月 醉得不省人事 老头记得客栈老板的声音 迷迷糊糊睁开眼 问道 怎么了 又没有酒钱了吗 不是 魔教要攻上青云了 你还是赶紧逃命去吧 客栈老板无奈一笑 这家伙 死到临头 还记得酒钱 可真是个酒鬼 哦 这么快吗 那你咋还不走 老头儿颇有些意外 这个消息刚传出没多久 没想到森罗殿 就已经到了青云宗的山门外了 哎 老了 不想动了 客栈老板苦笑一声 放心 不会有事的 青云宗传承这么多年 一个区区森罗殿算什么 老头儿满不在意说道 就要继续呼呼大睡 哎 今时不同往日 是啊 青云宗如今不比以前 千和道长先去不说 连太上长老在那一站 都已经陨落了 连其他四大势力都挡不住 青云宗就更加不可能了 你呀 赶紧走吧 客栈老板叹息道 什么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老头儿闻言 疼得一下站起身来 原本已经浑浊的眼睛突然金光暴射 声音之大 连客栈老板都被吓了一跳 当然是真的 我一个叔叔就是青云宗的长老 他说的还能有错 客栈老板没想到这老头儿这么大反应 倒也不奇怪 老头儿没有再问 开始朝着客栈外走去 他步履还有些量强 看起来好像随时都会摔倒 客栈老板看了一眼老头儿 没有说话 微微摇头 老头儿走出客栈时 遥望远处那高耸入云的青云山脉 眼中满是自责与悲戚 不停地喃喃自语道 师兄 你真的已经陨落了吗 都是师弟的错 师弟害了你呀 下一刻 老头儿一步踏出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离开了这一座古城 朝着青云山脉的方向赶去 客栈老板并未发现这一幕 依旧在自顾自收拾着客栈 一边收拾 一边叹息 青云山脚下 此刻汇聚了无数的魔教教众 数百个魔教势力 统统被森罗殿收服 如今的魔教 看起来比起五十年前那次更为震撼人心 站在山顶望去 能够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头 甚至有些看不到镜头的意思 这个人数 是青云宗弟子的好几倍 而在魔教的最前方 有着一座无比奢华的黑金龙椅 森罗老祖坐在黑金龙椅上 眼目微垂 享受着这种万人簇拥的感觉 在其身旁 站着一批气息雄浑的魔教强者 其中最为强大者便是雪明老祖 已经是巅峰五帝 除此之外 还有着几位其他一流势力的九品五帝 和几十位一品五帝 这些人 都曾是魔教势力的长教或者老祖 如今都已经被森罗殿彻底收服 在这群五帝的身后 还有着足足有着上千名武圣 以及上万名武皇 至于武皇之下的武尊更是多不胜数 这番强大的阵容 便是神进皇朝的神武军 恐怕也不过如此 在青云宗的外围 已经催动了护山大阵 光木引现 五十年间 在陆城的帮助下 这护山大阵 比起当初 防御力更强了许多 道玄等人站在山巅 隔着光木 遥望魔教众人 眼中满是凝重 魔教这次的实力 比起五十年前 虽然少了两名巅峰五帝 但却多了两位老祖级别的人物 同为巅峰五帝的情况下 森罗老祖显然比起燕天南这些太上长老更为恐怖 一亿敌二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 魔教还有如此多的五帝强者 此刻 所有人心中都不可避免地涌现出一抹巨异 就连燕天南等巅峰五帝 面色也是无比凝重 见地大人还未出关 我们定要竭力抵挡 为见地大人争取时间 只要见地大人出关 魔教不足为惧 道玄知晓大战之前 最继军心不稳 只得如此安慰 果然 一众青云长老弟子文言 原本惧怕的心思也是弱了不少 那位见地大人的实力 他们看在眼中 能够让得燕天南四人乖乖留在青云中 可想而知 那位见地大人有多么可怕 便是森罗老祖再怎么强 只要遇上见地大人 他们也有着绝对的信心 只是如今 见地大人正处于闭关之中 他们能够做的 只有抵挡住这群魔教妖人 若是让他们打扰了见地大人的闭关 后果不堪设想 而在青云山脉远处的一处孤峰上 四道身影凭空出现 诺问天站在前方 身穿一袭黑色的香精长袍 长发竖冠 看起来俊逸无双 他眼神深邃 一眼便能看到数千里外的一切 哼哼 魔教这次的声势 倒还真是好大 那森罗老祖的气息倒也不弱 甚至比起当年的东方浩轩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青云宗这一次再劫难逃 少庄主 要不要我们现在去取天书 在其身后 一位宝龙一族的巅峰五帝开口道 他们这些巅峰五帝 都是被莫笑云用魔族血液炼制的丹药控制 这忠心程度 比起魂印还要强大 倒也不怕他们叛变 所以任何消息 他们也是知晓一二 不急 这样一场好戏 怎么能错过呢 莫问天摇头 我倒要看看 那神秘见地路程 如今有没有资格与我交手 若是 他连森罗老祖都打不过 那他也不配 让我记住了 是 那宝龙一族的巅峰五帝知道 而是确实有这个资格 魔族血脉 果然非同凡响 哼哼 这小子 居然前往蛮荒谷殿 还得到了老祖的一节魔神谷 难怪已经达到了接近半神的层次 不过比起你来 还差了许多 玉佩中 魔族老祖突然冷笑出声 哦 老祖 你是说森罗老魔头右手的那一节手谷 是老祖当年残留的 莫问天倒是疑惑不已 嗯 不错 当年老祖与天巫神女大战 老祖肉身被毁 散落一地 那生命禁区 不过是老祖的一身魔气所化罢了 魔族老祖提及到天巫神女时 声音中充满了无边的怨毒 若非是他肉身被毁 如今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魔族最重视的就是肉身 可以说 魔族修炼的一切根本 都是为了肉身 鬼修炼魂 武修炼器 魔修炼体 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发挥出来的实力也大有不同 魔族老祖虽然肉身强横 但神魂却不强 若不是他当年有着其他手段 恐怕连这一缕残魂都要烟消云散 那天巫神女到底是什么来头 莫问天心中不由疑惑 连魔族老祖已经是魔神的存在 居然都能被成这样样子 那那位出手的天巫神女 岂不是真正的神仙 她不过是天族的神女罢了 当初老祖在这里发现了天书的踪迹 恰巧遇到来此的天巫神女 大打出手 若不是她有着一招造化神诀 老祖未必会败给她 不过 以她刚刚成神的境界 强行施展天族的血脉进法 自身肯定也会重创 比起老祖也好不到哪里去 莫问天文言点头 心中对着天巫神女更为好奇了 不过 这也让她更向往强者之路了 连魔神的魔族老祖都差点生死到消 她这个巅峰五帝 有些不够看啊 问天 此次是了 等你参悟完两卷天书 就可以潜去那生命禁区 找到老祖那些的魔神骨骸 荣于自身 到时候 你的实力 说不定能够真正的踏入魔神之境 找到完整的天书后 只需要找到离开此界的通道 便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只要回到魔族之中 以你的天赋成为魔主 只是时间问题 就可以用魔神血池为老祖重塑身躯了 魔族老祖 早就将一切给莫问天 规划得十分完整 只要莫问天 按照他的路走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差错 魔什么 呵呵 有点意思 莫问天仿佛已经看到了 自己魔灵天下的那一天 心中无比向往 老祖放心 如果没有老祖的话 问天也绝不会有今日这番成就 到时候 肯定会为老祖重塑磨身 完成老祖的心愿 青云山脚下 无数魔族强者摩拳擦掌 望着那覆盖青云山脉的护山大阵 眼中有着跃跃欲试 破阵 一声长啸响响起 无数魔族强者 纷纷出手 开始攻击着青云宗的护山大阵 一波接一波的攻击 不停落在大阵的光幕之上 层层连一荡漾开来 但护山大阵 却丝毫没有破除的迹象 看起来防御力十足 见地大人说 此阵乃是小周天星斗大阵 以日月星辰为阵眼 吸取日月精华为大阵补充能量 生生不息 循环不止 便是十多位巅峰五帝联手 想要破除 也绝对不是一件难事 希望能够多坚持一段时日吧 道玄望着不断裂开 又缓缓合拢的灵阵光幕 星也跟着提了起来 他也不知道 陆臣的布置灵阵的手段具体如何 更没有测试过 这护山大阵的防御力 在他看来 无论陆臣多么精通灵阵 难道还能在百年间 提升到建帝的层次外 同时间修丹道与阵道 丹道与阵道 虽然不算旁门 却也极为耗费时间 甚至比起修炼 还更为耗费心力 他知道陆臣很不简单 但百年内成为建帝的同时 还成为了帝丹师和天阵师 那就未免太过夸张了 灵阵分九品 九品堪比地级 而布置出九品灵阵的人 往往也被称之为天阵师 在每个超级势力 都有着天阵师所布置的护山大阵存在 这也是每个势力最后的防线 防御力极为强横 当初 清云宗的护山大阵 能够在魔教那么多强者出手的情况下 还能坚持了半个月 足以看出护山大阵的重要性 所以他只能期望 这护山大阵能够多撑一段时间 若是陆臣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内出关 那清云的危机也算是瓦解了 如果不能 以清云宗如今的阵容 对上这数十万魔教较重 恐怕付出的代价 比起上一次还要更为惨烈一些 清云宗已经折腾不起了 经受不住这种消耗 想不到那位居然还精通灵阵 燕天南等四位巅峰五帝 听到道玄这句话 心中则是更为震撼了 这段时间 他们多多少少也听闻了一些关于陆臣的传闻 知晓了苍龙等六脉手作 皆是在陆臣的体点下 成就了五帝 更是赐了他们帝丹 也得知了陆臣很可能是帝丹师的身份 他们眼光毒辣 一眼便看出这灵阵的不凡 最起码也是九品临阵的范畴 现在看来 陆臣不但是帝丹师 甚至还是一位天阵师 这让他们心中更为苦涩了 好家伙 我们苦秀了接近数千年 也不过才巅峰五帝 可陆臣呢 百年的时间不但成为了见底 还是一个帝丹师和天阵师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 他们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 或许跟着陆臣 也不全然是一件坏事 均不见多少巅峰五帝 为了一枚帝丹 争抢的你死我活 为了让帝丹师 出手练制一枚丹药 还得陪着笑脸排队 如果他们跟着陆臣 以后练丹的时候 也无需那么麻烦了 虽然他们是巅峰五帝 修为达到了九品 但修为远远没有达到这个世界的极限 同样还是有着自己的需求 想到这里 几人的心思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原本他们只是决定在青云中滑滑水 等着一百年的时间过去 便是得知魔教覆灭他们四大势力后 他们心中对魔教的仇恨值同样不低 可这与他们为青云卖礼是两码事 四大超级势力已经覆灭 如果他们费心费力保住了青云 那么未来根本无需多说 青云宗可就真正的是 这片区域当之无愧的霸主了 他们想要东山再起也绝非一事 所以在魔教攻山的时候 他们肯定不会全力以赴 一定也要让青云宗损失惨重 到时候他们才有着机会东山再起 哪怕陆臣问责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理由 那就是森罗老祖太强了 打不过 但现在他们已经决定要全力出手 保住青云了 这样的话 或许能够得到那位的好感 说不定那位心情好 还能赏赐几枚帝丹 也说不定 能够巴结一位帝丹师 对于他们未来重建势力 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不过一想到森罗老祖的实力 众人心头的火热 也被渐渐浇灭了许多 让他们回归到了现实 不论其他 森罗老祖能够一击重创烟葬风 断其一臂 这个实力可以说 已经十分强横了 他们两位巅峰五帝联手 或许能够与森罗老祖周旋一段时间 但对方还有不止一位巅峰五帝 以清云宗如今的实力 实在是有些不堪入目 无论是五帝的数量 还是五圣五皇的数量 比起魔教的人数 都相差了不止一大截 哪怕他们能够拖住森罗老祖 清云宗的人也挡不住 他们也只能期望陆城能够早日出关了 否则的话 清云宗很快就会像其他势力一般 被轻松攻破 到时候 不但清云宗会成为尸山血海 还有背后 那一群无辜的平民 也要遭受魔教的屠戮 甚至是闭关的路程 也会受到影响 这灵阵是谁布置的 清云宗还请来了手段 如此高明的灵阵师 想不到在这方平级之地 还有着如此高明的布阵手法 还真是卧虎藏龙啊 魔族老祖也感受到了 小周天星斗大阵 声音中有些意外 这等防御的灵阵 便是他之前所见到过的灵阵 能够与之相比的 也没有太多 不过防御再强 又有何用 带得能量耗尽 也迟早会被迫 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但很快 魔族老祖也不纠结这个了 有着森罗老祖这等人物存在 九品灵阵在他的手中 也不过是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 随手可破 难道是他 莫问天不知道为何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路程 不过 这个想法只出现了一瞬 就被他摇头否决了 路程的天赋确实不错 百年内成就见地 比起他这个 拥有魔族血脉的人 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路程还能在修炼的时候 分心砖研阵道 那也太离谱了 很快 哪怕是上千位武皇强者 同时出手攻击大阵 也未能破阵 甚至后来 魔教还派出了所有武圣 外加庶名武帝 但都无济于事 这护山大阵 比起五十年前来说 防御显然是更强了 如此状况 让得不少青云弟子 心中的难抹担忧 也是微微减弱了几分 还不待青云弟子高兴多久 森罗老祖便已经下令 让得所有武帝强者 一起出手 全力破阵 如此 又过了一月 魔教众人全力出手的情况下 青云宗的护山大阵 依旧坚不可摧 毅力不倒 丝毫没有被破除的迹象 甚至一如当初般 连一点薄弱的迹象都未产生 这样的一幕 让得众多魔教强者 头痛不已 前段时间 他们攻破其他四大势力的护山大阵 只用了短短不到半日的功夫 而如今 都已经两个月过去了 青云宗的大阵 却依旧如此 他们不由想知道 这青云宗的护山大阵 到底是何人所布置 防御力怎么会这么可怕 这么多的强者 甚至是五帝都参与其中 都无法攻破 这青云宗的护山大阵 就好像水一般柔和 不论 你用多大的蛮力 撕开多大的口子 渴不到片刻 就很快恢复如初 而且 似乎这大阵 有着用不完的能量 哪怕是整个青云山脉中的灵气 全部加起来 也不可能维持大阵运转这么久吧 这样的所有魔教的教众 都有些无计可施了 他们觉得 哪怕是自己等人在此地打上的一年半载 恐怕也破不开青云宗的护山大阵 这大阵倒是精妙 难道是那位传说中的前级道长 所不知 森罗老祖坐在黑金龙椅上 望着眼前的光幕露出思索的神色 他还从未见过防御如此强悍的灵阵 恐怕连皇城中的护城大阵也不过如此吧 不过 他的耐性也在此时到达了极限 他如今已经违背了 当初答应禁队不出荒漠的约定 恐怕禁帝已经派人赶往这边了 若是拖得久了 形势对他极为不利 他现在虽然融合了魔谷 实力早已经飞昔比 但护龙山庄和神武军的实力都不容小却 神晋皇朝的底蕴更是让他有些忌惮 他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与禁帝叫板 森罗老祖目前只想占据西部区域 好生休养一番 他也试探一番禁帝的态度 看看这么多年过去 神晋皇朝的真正实力到达了何种地步 若是势不可为 他大不了退回西边荒漠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攻占这么多势力 森罗殿如今的资源累积 也已经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地步 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培养出一大批强者出来 到时候卷土重来 便是神晋皇朝 也拿他没有丝毫办法 而且他这魔神手骨其中的能量 他目前只能吸收极少一部分化为以用 虽然只是一丁点 却也让他超出了巅峰五地的层次 不难想象 若是他能够将这魔神手骨完全融合 彻底吸收其中的能量 他的实力又该暴涨到何种地步 让开 一群废物 想到这里 森罗老祖已经决定亲自出手了 是 殿主 魔教众人连忙让开一条路 低着身子 连看都不敢多看森罗老祖一眼 森罗老祖要出手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挡得住 青云宗众人此刻的心也是揪得紧紧的 这两个多月来 他们一直都是提心吊胆 生怕护山大阵被迫 但好在的是 由陆成布置的灵阵出乎意料的强横 比之当初青云宗的护山大阵强出了不知道多少倍 唯一让他们担心的是 陆成还是没有出关的迹象 这让的不少青云高层觉得 陆成很可能是在闭关冲击那一个境界 上一次陆成闭关了整整二十年 这一次他们也不知道会是多久 如果陆成不出 护山大阵一旦被迫 青云宗将很快被魔教给攻占 此刻见到森罗老祖出手 所有人的心都是提到了嗓子眼 传闻中的森罗老祖 已经活了接近万年的老怪物 与青云的太上长老东方浩轩是同一代的人物 如今再度出现 其实力又该有多么可怕 他们当初见识过东方浩轩的一箭之威 不难想象 森罗老祖的实力恐怕也差不到哪里去 他们也不确定 这固若金汤的护山大阵 能不能挡住森罗老祖 也就在这时 森罗老祖出手了 无边魔器自森罗老祖身体之中爆发 很快在半空之中形成一个遮天巨掌 一掌拍下落在光幕之上 连整个光幕都是凹陷了下去 所幸的是 护山大阵并未被森罗老祖一掌直接破开 但青云众人的脸色却是在此刻大变了起来 因为他们见到 一直以来 从未有任何薄弱迹象的大阵 在此刻暗淡了几分 显然 无论防御多么强横的大阵 在绝对的攻击之下 都无法保持原样 如果森罗老祖再度出手 用不了多久 大阵就会彻底被破 殿主威武无双 神功盖世 天下无敌 反观魔教那边 无数人见到森罗老祖出手的一幕 欢呼声震耳欲聋 隔着数千里 都能听到这震天动地的咆哮 真是废物 融合了本魔神的魔骨 感觉十分丢脸 堂堂魔神的手骨 其中蕴含多么庞大的能量 莫说是九品的灵阵了 便是神级阵法 魔族老祖也有信心 一掌破枝 可此刻落在森罗老祖的手中 居然是这副模样 让他觉得分外耻辱 呵呵 区区一介繁体 如何能够承载 老祖你的力量 莫问天鹰侧侧一笑 此人倒是挺小心的 他并没有完全融合魔神手骨 否则光是其中的那一股魔神气息 就能将它彻底吞噬 想要完全发挥出魔神手骨的威力 必须得有魔族血脉和强悍的肉身 待得利用完它 一定要将魔神手骨取回 老祖为你铸就不灭魔神身 咦 魔族老祖话刚说完 突然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金怡出生 怎么回事 老祖 莫问天还从来未曾见过魔族老祖 如此慎重的样子 连忙问道 我刚才感知到了一股半神的气息 此地居然还有如此人物 倒还真是卧虎藏龙 看来那森罗此次遇到大麻烦了 魔族老祖的声音变得十分凝重 那一股气息便是他掌控莫问天的肉身 也最多与之持平 再拿 莫问天心中有些惊疑 他如今可还没有达到半神的层次 他知道 半神境界 是这个世界的巅峰存在 便是在外界 这样的人物 也能独霸一方 他若是面对半神层次的人物 可没有半分胜算 所以此刻 他不得不小心起来 此人刚刚潜入青云 不必担心 有老祖在 半神亦可展之 听到魔族老祖如此自信的话 莫问天这才放心下来 经历了上一次的事情 他已经变得格外的慎重 任何一丝一吼 对他不利的因素 他都要排除 若是再度阴沟里翻船 那他绝对无法接受 青云山 通天风 一处山道上 一道人影 突兀闪现而出 落在地面之上 看其模样 正是之前出现在古城酒楼的那一个 身穿不一的邋遢老头 六百多年了 老头目光深邃 望着四周寂陌生又熟悉的一切 喃喃自语 他走一步都会停下来许久 对于外界魔教宫山都没有放在心上 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 他的眼中 只有着眼前的花花草草 每过一段时间 他都会不由自主的 发出一声叹息 在一处桃树下 他足足在那里站了好几天 他想起了数千年 自己出入青云时的模样 那时候的他 还是个稚嫩的少年 眼前 还有着一男一女 也在与他一起谈经论道 几人说说笑笑 气氛十分融洽 兴致来时 少年还会取出一柄剑 来一段剑舞 少女娇笑声不断 宛如银铃 不绝于耳 一旁的少年 眼中闪过落寞之色 但很快恢复笑容 这一切 都被五剑少年看在眼中 他心中知晓 却很无奈 画面消散 桃花已经落满了他的肩头 一切 都仿佛是在昨日一般 良久 他才睁开眼 看向了青云后山祖师祠堂的方向 漫步而去 他仿佛真的像是一个老人 没有动用任何的手段 就是凭借角力在走 走的速度不快 但却很稳 即便这山宛如绝壁 他依旧如履平地 他走下了通天峰 来到了后山脚下的深谷 还未登山 他的目光就已经变了 他感觉到 自己走进了一处极为特殊的区域 四周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极为强横的剑域 这种波动剑域 数十万丈的剑域 有点夸张啊 老头儿神色一宁 一下子就感知到了 这特殊区域是何物 什么时候 清云宗出现这样一位精彩绝艳的剑修 倒是有点意思 老头儿喃喃自语 继续漫步而行 四周的剑域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他也不担心会被这件狱中的剑域所伤 他顺着山道而上 每走一段路 四周的剑域就会浓郁几分 而在剑域的中心处 他更是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气势 那是一种一往无前 天下无敌的气势 好家伙 全在悟道 老头儿更是来了兴致 没想到 居然有人能够在剑道上悟出新的东西 他这一辈子 只对一剑是感兴趣 那就是剑 所有与剑有关的东西 都能让他痴迷 如果说 星宿剑地未剑入魔 那他则是未剑痴狂 剑痴 眼前此人的剑道 与他所理解的剑道 显然完全不同 剑道与剑修不一样 不是修炼 而是剑道 这悟道悟的 就是剑的真谛 什么是剑 剑为何悟 每个人的道都不同 理解也不同 哪怕是五道 在一万人的眼中 也有一万条不同的道 这也决定 每个人未来的路是不同的 他顺着山路 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 那一座孤零零的祖师祠堂外 看到了悟到的那个人 原本他以为 这个人最起码也得有个五百多岁 出乎他的意料 眼前这个人的古灵 不过才百多岁 百多岁 就已经成就了剑底 这让他微微有些动容 这份成就 已经远超当初的他了 只不过 眼前的这个人 似乎并没有发现他 依旧在扫地 伴随着他每一次扫下 他身上的气势 就会强上几分 而在其周身 剑气则更为浓郁 围绕着他 不停打旋 将其保护在其中 老头儿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着 目光中有些疑惑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有人误见到的时候 手中拿的不是剑 拿一个扫帚 都能感悟见到 剑心通明 万物皆可为剑的意境 还已经达到了 神与剑合的第三重景 倒是难得的一块蒲玉 老头儿猜测出了一点端倪 这剑意很纯粹 看起来没有一点攻击性 但却充满着一股霸道 天下谁能与我为敌的气势 老头儿闭眼 细细感知着 这一股剑意 脸上有着赞赏之色浮现 只是可惜 想要误出剑道的真谛 还差一点东西 无敌剑道 没有对手 如何无敌 老头儿对剑的理解 不可谓不强 一下子就看出了 露晨目前所面临的窘境 既然你能在青云宗 想必也是我青云之人 那我就来帮你一把 帮你摸剑 助你悟道 老头儿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黄牙 只见他伸手一招 地上一节枯枝 已经落在了他的手中 他的精气神 似乎在这一刻攀升到了极致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自身的气势也摇身一变 不再是那个邋遢的老头儿 而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剑底 他手中的枯枝也不再是枯枝 而是一柄天下无双的剑 蕴含着一股杀伐之意 这是属于他的剑意 杀伐剑意 在他的周身 在他处身的剑狱似乎受到挑衅 也急剧收缩 很快与老头儿的剑狱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从高空看去 仿佛两个巨大的圆形剑狱将两人包裹其中 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老头儿率先出手 一剑刺出 这一剑看起来速度极为缓慢 但只是在一瞬间 就已经刺破了虚空 转瞬间 就已经来到了露晨的面前 露晨原本还在扫地 下意识就抬起扫帚 横扫而出 挡住了那一节枯枝 好 老头儿大喝一声 手中枯枝再变 再度挥出 这一次 他已经没有试探 枯枝看起来像是直接刺出 但似乎有着无数节枯枝朝着露晨刺去 直接将露晨所有能够防御的角度都给封死 这一剑 是他的成名剑 万剑归宗其中的一招 长红贯日 但令老人意外的是 露晨根本没有任何防御的想法 再度挥出一扫帚 以弓带手 看起来极为普通的一招 却是硬生生的将他的长红贯日给全部结下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没有任何的招数可言 看起来浑然天成 自成一体 咦 他怎么会知道万剑归宗的破绽 老头儿心中惊疑 又是一剑挥出 没有任何的剑气剑意 但空间已经被枯枝给割裂 他已经动用了一丝规则的力量 加持在枯枝之上 没有令老头儿失望 果然被露晨给挡下 这一下 他的心中只剩下了震撼 看来他也学过万剑归宗 还领悟了天地规则 老头儿眼神变得凌厉 不再留守 他已经知道 自己小瞧了这个年轻人 这样的自己 还不配让对方出剑 他一下施展了足足数百招 每一招都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质色之感 万剑归宗的招式在他的手中 已经登峰造极 毫无破绽 若是换上一个巅峰见地在此 恐怕只需要一招 他就能要了对方的性命 可是 面前这个年轻人 毫无意外的全部挡了下来 好小子 居然已经开始脱离了招式的范畴 既然如此 那老头子也不藏着掖着了 老头儿终于发现端倪 但神色更为振奋 时隔五百多年 他总算遇到了一个能够在剑道上 能够与他一分高下的人了 老头儿不再出剑 但他的剑狱已经朝着陆辰压迫而来 原本他还有些担心伤到陆辰 但现在看来 陆辰绝对不是第一天迈入剑地的境界 还领悟了天地规则 这样的陆辰已经够资格让他认真对待 所以此刻 他打算真正的出手 也只有这样 才能让陆辰在战斗之中获得更多的感悟 对自己的剑道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只有领悟了属于自己的道 才能突破最终那一层屏障 达到那传说中的剑仙之境 五帝之上便是陆地神仙 如今的他就是半部剑仙 比之五神还要强出不少 他的称号正是当今的天下第一剑 南宫墨 南宫墨的剑狱十分凝实 他已经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领悟了剑狱 这么多年过去 他的剑狱早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 堪称完美 剑狱对碰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波动 但南宫墨的剑狱刚一接触到陆辰的剑狱 便感觉像是有着无数道剑气朝着他斩击而来 每一道剑气都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意境 南宫墨黑笑一声同样不甘示弱 立即催动剑狱之中的剑气与陆辰的剑气碰撞在了一起 剑狱的对碰不像是招式上的对碰 反而更像是意念间的对碰 剑狱像是一个世界 而剑狱主人就像是世界的主宰 在这个世界里他便是一切的造物主 这是两个造物主之间的博弈 每一道剑气都蕴含着自己对于剑道的理解 看起来不像是剑 而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灵 有着自己的意志 每一个生灵都包含着造物主这一生的历程 只是短短几夕之间 两人就已经对碰了足足数千次 这小子怎么对于剑的感悟会这么深 每道剑气都蕴含着不同的意境 这是得需要从多少部地级剑觉之中才能领悟出来的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剑诀 难道都是自创的不成 越是交手 南宫默就越是心惊 从陆臣的剑狱之中 他感受到了不止一种地级剑诀的波动 而且每一种地级剑诀 都似乎已经被陆臣领悟到了其中的精髓 威力极为强横 他在使用万剑规宗的情况下 应对起来还颇显棘手 若非是他的经验足够老道 好几次都差点败下阵来 这就是剑狱的特点 拥有法狱之后 自己的一切武技、法术 都会容身剑狱之中 虽说陆臣之前达到了无招圣有招的境界 但拥有法狱之后 就能够将地级剑诀容身剑狱之中 让得自己的剑狱每一处都是地级剑诀 极大增加法狱的攻击性 若是陆臣的剑狱 只要陆臣心念一动 便能立刻催动地级剑诀应敌 这种手段 已经远超了绝大部分的巅峰五帝 所以 一个拥有法狱的巅峰五帝 即便是面对十几位普通的巅峰五帝 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而且 陆臣所拥有的的剑诀数量繁多 而且每一步剑诀的品质都是极高 其中的意境与威力也十分恐怖 什么?是那失传一招 又是一击对碰 南宫末认出了陆臣剑狱中施展出了万剑归宗的最后一招 心神震撼之下 自身剑狱直接被陆臣的剑狱击 天下第一剑 败了 南宫末活了接近上万年 从十几岁加入青云宗以来 就开始接触剑 对剑可以说是一剑钟情 甚至是超过了一切 这么多年 从他年少成名 名扬天下 对敌何止数万次 但他从未长一败 他没有败 他的剑也没有败 但在此刻 他却是败了 还是败在了一个只有百多岁的年轻剑修手上 南宫末一身未见痴狂 成名剑诀便是万剑归宗 但他却始终没能领悟万剑归宗那最后一招 这也几乎成为了他的心结 这五百年来 他一直都游离在红尘之间 为的就是感悟万剑归宗那失传一招 可如今 他亲眼见到有人施展出那失传一招 如何能让他不震撼 不过 他却丝毫不在意 败在了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手上 他也不再出剑 连忙收敛法御 就地盘坐起来 在刚才与陆成的交手当中 他自身也有着很多的名误 此刻 他也有了误道的契机 只不过 他并非是误见到 而是在打算将自己这一生的感悟尽数融合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剑诀 南宫墨没有出手 陆成也没有出动反击 如今的陆成已经陷入误我两望的状态 他对这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情 这只是他的剑语 只是凭借自身对于周围的感应 自主发出的应对而已 不过 这个过程 却是能够被他清晰地得知 反馈到 他对于自身剑到感悟之上 有着南宫墨帮他磨剑 他原本有些陷入停滞的误导 却在此刻有了极大的精进 他似乎已经隐约触摸到了那层屏障 就在这时 陆成周身的剑语全部收拢 其中的剑气朝着陆成的身体之中倒灌而入 经由他的四肢百孩 其今八脉 最终汇入到他的气腹之中 陆成的气腹极为广阔 宛如无垠虚空一般 剑气缓缓游离在气腹之中 突然似乎有着一种牵引之力 将陆成的剑气全部吸纳在了气腹的中央处 而后缓缓凝聚成一个剑的胚胎 这是剑道的种子 剑胎 只有剑道达到极致 领悟了剑道的真谛 才会诞生出属于自己的剑胎 而此刻 陆成也算是真正的迈出了那一步 达到了传说中的剑仙之境 只不过 凝聚剑胎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 只要剑胎完全凝聚成功 那么陆成便可称之为真正的剑仙 成为修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剑仙之境的人 哼 青山山脚下 一声巨声响彻 森罗老祖再度出手 一掌拍在了青云宗的护山大阵之上 原本就已经暗淡的大阵光幕更是显得摇摇欲坠 连续十天 由森罗老祖亲自出手 哪怕这小周天星斗大阵防御力再如何强横 也有些支持不住了 护山大阵的能量目前已经不足以维持这等高强度的防御消耗 五十年来的积累 总算消耗一空 咔嚓咔嚓 光幕之上 一道道裂纹开始涌现 而后在众人的目光下 层层破碎 破了 总算破了 无数魔教众人早就已经叙事待发 等的就是大阵破除的那一刹那 根本无需森罗老祖开口 一群魔教教众已经冲入了青云山脉之中 怎么办 还是破了 建帝大人还是没有出关吗 道旋望着破碎开来的光幕 心头有些焦急 朝着一旁的一川东问道 师兄 后山还没有动静 师尊应该还在闭关当中 无论如何 都要挡住这群魔教妖人 不能让他们打扰师尊 一川东跟着陆程这么多年 耳濡目染之下 此刻也显得临危不乱 十分沉着冷静 嗯 师兄明白 道旋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了 青云弟子听令 全力应战魔教妖人 一声夹杂灵力的声音 传荡在了青云各风之上 所有青云长老弟子 早就已经做好了应敌的准备 这些年来 经过上一次魔教宫山之后 青云宗的弟子们 也没有丝毫懈怠 几乎无时无刻不再修炼 为的就是提升自己 这五十年 不少经历过当年那一场大战的弟子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成长 一些慕名而来 加入青云宗的弟子 也在这种氛围下奋发图强 实力皆是不弱 此刻听到道旋的话 无数青云宗弟子 反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 显得热血沸腾 他们相信 当年青云宗能够赶走魔教 如今 依旧可以 道旋望着一众汉不畏死的青云弟子 心中微微有些苦涩 转头望向燕天南等巅峰五帝 面带诚恳道 还请几位前辈 助我青云一臂之力 实直不必客气 魔教妖人 覆灭我们宗门 此仇不共戴天 我们怎么会坐视不理 虽然他们只是因为神宫之中的魂印 而不得不留在青云宗 但他们 好歹也是四大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不论是灭门之仇 还是讨好陆臣 他们都有不可能坐视不理 虽说面对森罗老祖 他们也没有什么必胜的把握 但他们 已经决心放手一搏 苍龙等 已经迈入五帝的手座 也已经蓄势待发 一场阵魔大战 很快就拉开序幕 哼 不过如此 森罗老祖收手力 并未急着攻上青云 这十几天 他不停歇地攻击大阵 自身也是有着 一些消耗 而且 如今的青云宗 五帝强者尽数陨落 在他的眼里 不过是土鸡娃狗罢了 还不值得他亲自动手 你们抓紧时间拿下青云 尽快找到朱仙所在的位置 是 血鸣等五帝纷纷应道 一个闪身朝着青云山上飞去 数十万魔教弟子 涌入青云山脉之中 很快就已经与青云弟子 交战在了一起 青云弟子人数虽手 但各个身手不凡 而且气势充足 即便是以一敌二 也能不落下风 但魔教之中 也有不少少年天才 所过之处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弟子对弟子 长老对长老 五圣对五圣 几乎每一个人 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对手 互相牵制 半空上 青云宗的一众五帝 也对上了魔教的诸多五帝 咦 不是说青云 没有五帝了吗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 苍龙那老小子 居然突然五帝了 还有灵虚那狗贼 想不到靖虚 你也突破了 魔教一众五帝 显然都认识青云宗的七脉手作 当即一个比一个吃惊 他们可是知道 突破五帝有多么困难 若非是他们修炼魔教的功法 能够以各种歪门邪道 来助自己突破五帝瓶颈 否则 他们一辈子 也不可能突破到五帝 而此刻 苍龙几位手作 居然在五帝境界卡了数百年的人 全突破了 这如何不让他们吃惊 下方 谢远山站在五圣的阵容之中 发现了苍龙等人的实力 面色更是闪过一抹极度 他卧底青云数百年 从小都被森罗老祖安排在了青云宗之中 从一个无名弟子 成为七脉手作 曾经好几次 他都想过弃暗投名 但无奈 他被魔教掌控 喂食了是心丹 如果没有魔教的解药 根本活不下去 原本以他的资质 即便是在七脉手作之中 都能排名前列 有希望突破到五帝境界 但此刻 其余六脉手作皆已突破 世尊 别来无恙 一川东再度见到了谢远山 目光已经十分平静 老八 你已经五圣了 谢远山望向一川东 一眼看穿了一川东的修为 眼皮子直跳 他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徒弟 居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能够突破到五圣境界 已经赶上了他 他忽然觉得 这呆了数百年的青云宗 突然变得好陌生 自己与这世界格格不入起来 开始怀疑起来人生 不错 世尊 念在你为青云宗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回头试案吧 不要再助纣为念了 一川东对于谢远山多少还有些情谊 不论谢远山如何对他 他都无法忘记施恩 他觉得谢远山并不是什么大恶人 还有着回头的希望 哼 少来说教 就让为师看看 你如今有何能耐 谢远山面上不可避免地浮现一抹目意 话音未落 就朝着一川东攻去 一川东叹息一声 心中有些无奈 只好提见挡下 下手多有留情 另一边 东方西越以一人之力独占多名魔教实力 达到了九平五圣的长老 一手清廉剑爵被他施展的登峰造极 甚至堪比陆臣当初 让得那几位魔教五圣难以招架 节节败退 这小女娃哪里来的 怎么会如此强 倒是和那东方浩轩有几分相似 莫非是她的后人 不少魔教五弟站在高空 都是发现了东方西越的身影 不由皱眉 原本他们以为 青云宗只是强弩之末 根本没有任何抵挡能力才是 可如今打起来才知道 青云宗的实力比起当年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即便是人数劣势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不落下风 这比起其他四大超级势力来 简直强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果然不愧是正道魁首 看你们的气息 也不过是刚步入五地罢了 若是你们实相 归顺我们魔教 说不定店主还会赐个你们长老一职 如何 血明老祖 站在众多五地前方 目光平淡地望着苍龙手座等人 并未急着动手 任何一个五地 对于一方势力来说 都是极为难得的战力 若是能够收服 肯定要比直接杀了更为划算 魔教妖人 废话少说 苍龙手座脾气火爆 眼睛里熔布的一点沙子 怎么会可能投诚 看来你们对我魔教的实力一无所知啊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血明老祖微微摇头 不再多说 其身后的一些魔教五地已经站了出来 足足有着十数名五地 这些人都是已经活了数千年 与苍龙手座等人皆是同辈人物 曾经也是一流势力的长教 除此之外 还有着好几位九平五地 虽然位置巅峰 可也是出名已久的人物 森罗老魔头呢? 叫他出来 就凭这几个垃圾五地 还不够打大 燕天南也在此刻出现 扫视了人群一眼 并未发现森罗老祖的身影 不由大叫道 燕天南 你居然会在青云宗 难怪就说 覆灭藏风谷的时候 没有见到你 一些五地认出了燕天南 目光有些凝重 燕天南也是一位见地 虽说不如南宫墨 与燕藏风星宿见地这些人 但也是一位强者 实力不俗 信空老秃驴 剑一蓝 星神老祖 你们怎么啊? 戒烟天南之后 其他三大势力的太上长老 也相继出现 让的魔教一众五地 都是有些错愕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为什么四大势力的太上长老 会出现在青云宗 最初 他们覆灭四大超级势力的时候 还以为这四个老家伙 已经陨落 没想到 居然这么多年过去 却还活着 如果有着这四位巅峰五地在此 此事无疑会变得棘手起来 不只是这些魔教五地 他已经出名 与他也是同时代的人物 而且实力不相上下 但经过五百年前那一场大战 他为了前往蛮荒古殿 实力大损 如今还未完全恢复 想要与这几人交手 必败无疑 根本没有丝毫胜算 哼 想不到当年那一战 你们居然没死 星神宫的星神老祖冷哼道 言语颇有些不屑 显然对这些魔教的老熟人 并没有什么好感 哼哼 你这老不死的都没死 我们又怎么会死呢? 如今星神宫已经不复存在 就连姚星辰都已经逃命去了 你何必再富于顽抗 乖乖归顺魔教 还能有一条生路 若是森罗老祖出手 你们想要后悔 可就晚了 魔教几位九平五弟 也有些不甘示弱 试图说服星神老祖等人 想得倒是挺美 覆灭我星神宫 有你们一份吧 乖乖受死 你们几个一起上 老祖我一人足矣 星神老祖 听到星神宫 面色再度阴沉下去 也不再多说 怒喝一声便是直接对上了好几位九平五弟 魔教几名五弟虽然境界高深 但根基虚浮 与星神老祖这种稳扎稳打修炼上来的巅峰五弟 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苍龙手作等一瓶五弟 也各自迎上了魔教的一瓶五弟 每一个人都能独占好几位 分为了好几个战团 血鸣老鬼 多年不见 看看你有没有长进 烟天男伸手一招 取出一柄较为普通的上品零剑 他的清风剑 之前被路程毁掉 如今只能以其他剑作为替代 这也会让他的战力降低不少 你的清风剑呢 血鸣老祖看出了端倪 宜然不惧 大手一挥 一片血海便已经浮现 朝着烟天男压了过来 对付你 可还需要清风剑 烟天男自然不会说实话 一剑辟出 直接将血海一分为二 很快就已经来到了血鸣老祖的境前 血鸣老祖面前 红色光幕一闪而过 身形已经消失 出现在了数百丈外 躲开了烟天男这一剑 你的实力跌落得挺惨 烟天男一笑 一击交手 他已经摸清楚了血鸣老祖的底细 也不停留 施展身法 很快就追上了血鸣老祖 苍生寺信空与剑一栏也没有歇着 各自找上了几位九平五帝 站在一起 一时间 清云山脉无论天上地下 全部都是战场 时不时就有惨叫声响起 鲜血横飞的画面闪过 清云宗在各方面都占据上风 将魔教打得节节败退 比至上一次魔教攻山的惨烈相比 这一次 清云宗显然准备得更为充分了 就连魔教的众人也有些不理解 为何清云宗的整体实力突然变得如此强大 他们并不知道 这五十年来 陆成抽空的时候 都会将清云宗的功法加以改善 并且改得简单易懂 让许多人原本不理解的东西 都变得简单了许多 修行起来也没有了太多的瓶颈 进步提升神速 而且 陆成在多年前 还在清云广场讲过一次道 更是让他们受益匪浅 大多数清云宗的人 不论是长老还是弟子 都在那次讲道之中获益良多 对于修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修炼意图 若是有着名师指路 他们会少走很多弯路 而陆成 则就算是他们的名师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让整个清云宗如今的实力大幅度提升 空前强大 连一些普通的长老弟子都是如此 就更别说 由陆成亲自教导的一川东 与东方西越了 一川东一剑斩出 万剑齐发之下 无数剑气 直接将谢远山的防御破开 斩在了谢远山的胸口之上 一道猙獰的伤口浮现 没想到 你居然变得这么强了 谢远山止住身形 摸了摸身上的伤口 眼中有着金色 没想到五十年过去 那个呆头笨脑的小徒弟 今日居然能够重伤他了 他此刻的心情可谓是无比复杂 这还得多亏了师尊你 若不是当年你的魔教卧底身份被揭穿 我也不会被罚看守祖师祠堂 一川东击败了谢远山 并没有任何的成就感 心中只有着一丝愧疚 不过他说的倒是实话 如果不是谢远山 他也不会被罚看守祖师祠堂 那么他也不会在祖师祠堂 受到陆臣的指点 更不可能有着今日这般成就 所谓因祸得福 大概就是这种吧 其实也是因为陆臣 才让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阴暗的那一段时期 祖师祠堂 谢远山有些不解 一川东变得这么厉害 和祖师祠堂有什么关系 难道是得到了祖师的传承不成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遇到我现在的师尊 一川东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神色 念及旧情 我不想伤你 你不必多说 你难道以为今日青云还挡得住吗 东方浩轩陨落的消息早已经传出 如今的青云不过是强弩之末 你天赋不错 败入魔教 未必不可以大展拳脚 谢远山打断了一川东接下来的话 呵呵 魔教 魔教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你非要执迷不悟 一川东嘴角泛起冷笑 自己被屠村的那一幕还历历在目 这辈子谁都可以投靠魔教 唯独他不行 谢远山也不再多说 再度与一川东站着一起 也罢 师尊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有任何的留守 一川东深吸一口气 知道今日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善终 也不再心慈手软 全力硬敌 一手万箭归宗施展的炉火纯青 将谢远山压制的死死的 不过谢远山好歹也是修炼了上千年的人物 经验老道 虽然看起来颇为狼狈 却也没有受太多的重伤 一时间有些难以决出胜负 更难分生死 祖师祠堂外 南宫墨缓缓睁开了双眼 一缕金光自他眼中暴摄而出 他整个人的气息在一瞬间变得极为的圆润 像是容身天地一般 虽然他看起来只是一个百多岁的老人 但任谁也不敢有丝毫小觑之意 想不到 我苦苦追寻了多年的见到 竟然在一个年轻后辈身上悟到了 南宫墨看了一眼 依旧在凝聚见他的陆陈 眼神颇为复杂 原本他是抱着指点后辈的心态 与陆陈交手 谁能想到与陆陈交手的过程中 居然见到了自己苦思冥想多年的那失传一招 几乎是在一瞬间 他内心的那一处屏障就轻轻破碎 他对于剑道上的领悟更为精进了 不难想象 南宫墨未见痴狂 曾在脑海中推演过无数次那失传一招 对于万剑归宗更是有着自己的理解 此刻他领悟的并不是万剑归宗 而是属于自己的路 他从陆陈的身上感受到了一条新的路 这一条路也不是陆陈的路 而是属于他自己的路 他将自己多年在红尘中摸爬滚打的感悟 和自己的一生经历尽数结合 领悟了属于自己的红尘剑道 只是他还没有达到凝结剑胎的地步 毕竟他还只是刚刚悟到自己的道 而陆陈是一直都在道上 他虽然败给了陆陈 却也因祸得福 南宫墨收回目光 缓缓站起身 看了一眼正在大战的青云前山 微微一探 朝着祖师祠堂内走了进去 祠堂之中 比起往日来说更为干净了许多 虽然有些灰尘 香烛已经燃尽 但看得出来 经常有人会来此祭拜 南宫墨一眼就看到了 那立在那里属于东方浩轩的灵位 他点燃香烛 跪在了蒲团之上 紧紧闭上了眼睛 师兄 你还记得吗 五百年前 我年轻气盛 想要将魔教一网打尽 手持诸仙 自认天下无敌 可谁能想到 我居然被诸仙剑反噬 变成了屠戮生灵的魔头 若非关键时间 我求你杀了我 我还不知道 物性也不高 但你的根基和对武道的执着 是我所钦佩的 师兄你知道吗 可就是那一件 我知道 让师兄 你自己有了心魔 若非如此 恐怕你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都是师弟不好 都是师弟的错 燕红师妹她爱她也为了我 牺牲了自己 可是师兄 我并不喜欢她 我只想与剑为伴 我很对不起她 也对不起你 我也想弥补她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 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 那样的话 我 我害了你们啊 我一直都没脸来见你们 师兄 师弟一直有件事想和你说 你可知道师妹她 她已经变成了鬼羞 她为了我失去了肉身 失去了数千年的道行修为 我知道 你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会十分难过的吧 可是 你若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师弟的心意 师弟也会很痛苦 这些年来 我很煎熬 我试过让他死心 想让他放弃这段感情 我恢复之后 就离开了他 我假装归隐山林 结婚生子 可他却将他们都给杀了 可笑的是 我知道这件事后 我连找他报仇都不敢 是他让我活了下来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怪他 更不可能亲手杀了他 师妹她也是个可怜人 她应该恨我 师兄 你还记得吗 当年 我们前去蛮黄古殿 为了阻止魔教的计划 我在蛮黄古殿中 捡到的那个魔胎 你觉得 师弟是想用他来得到朱仙剑吗 那师兄 你误会了 那小女孩乃是极为罕见的魔心道骨 一正一邪 前途不可限量 甚至有望神仙之境 若是能够引上正途 未来一定会是我正道巨拨 将他送回青云 可惜那次我喝醉了 小女孩也失踪了 师弟又做了一件蠢事 希望师兄能够原谅我 希望那小女孩没有死 也没有落入魔教之手 南宫默哽咽的声音 徐徐在祖师祠堂之中响起 声音十分低沉 此刻的他 不像是活了接近万年的老怪物 反而更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正在委屈的向大人 坦白着自己做过的错事 他将往事一一述说 将潜藏内心数百年的秘密 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他觉得自己的心 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 祠堂中 香烛依旧燃着 青烟徐徐 烛火摇燕 南宫默跪在蒲团上 头低得很深 也不敢抬头去看那灵卫一眼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他所造成的 相案之上 灵卫上 东方浩轩那几个大字 似乎也闪烁着光 静静听着眼前这个邋遢老头的字语 沉默中 似乎有着沉重的叹息声响起 青云山脉 大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各种强横攻击 层出不穷 散发的光芒要人眼目 山体建筑不停倒塌 原本的青云山 在此刻再度变得狼藉起来 四处都是残垣断壁 轰鸣声 厮杀声 喊叫声 各种声音不绝于耳 几乎每时每刻 都有着人陨落 宛如狮山血海 一副地狱场景 哼 一声爆裂之声响起 一位魔教的一平五帝 一个不小心 被苍龙手作一击拍落云颠 将下方一座临峰 都给砸出了一个巨坑 阎臣四起 其余几位青云宗的首作 也是处于上风之中 以一敌三都不在话下 云颠上 问剑宗的剑一兰 手持一柄巨剑 一剑将魔教三位九平五帝 给轰得吐血倒退 剑一兰也是一位剑帝 不过问剑宗主修重剑 与藏风骨大有不同 藏风骨更重剑法上的技巧与精妙 招式讲究华丽 而问剑宗讲究极致的攻击力 大开大合 霸道无匹 是一柄极品零剑级别的重剑 名为无风重剑 虽然无风 但攻击力却是首屈一指 没人能够挡得住问剑宗的剑修施展出的一剑 剑一兰成名数千年 虽然战绩不算多么夸张 但名声却是不弱 此刻 面对魔教三位成名已久的九平五帝 也是没有半分压力 每一次出剑 都能让对方叫苦不迭 稍有不慎 被这无风重剑的剑气刮到 很可能就会直接失去战斗力 信空神僧手持佛珠 身上佛光大量 面对同是三位魔教九平五帝 也依旧占据上风 佛教最重修心 佛光更是被称之净化之光 对于阴森的魔器有着天然的克制 几乎一场战斗下来 都是信空神僧压着三位魔教五帝打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能彻底取胜 新神老祖手中的武器 名为星辰帆 其上有着数万颗星辰图案 每一颗星辰图案之中 都汇聚了星辰之力 攻击防御为一体 每一次挥动 都能将一位魔教五帝打得吐血败退 而阴天南手持长剑 长发飞扬 闪现在天空各处 与雪明老祖激战 打得昏天暗地 空间不停塌陷 可以看出 阴天南的实力 确实稳稳压制着雪明老祖 雪明老祖 虽然是鬼魂之体 但面对阴天南的剑气 也是无法抵挡 稍微动作慢上一点 都会被剑气重创 魂体都会消散一小半 最顶尖的战场胜负 一言可知 有着四位超级势力的巅峰五帝出手 清云宗几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而苍龙等六脉手作 也是不甘落于人后 凭借稳固的根基底蕴 将魔教众多五帝打得落花流水 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幕落在不少清云宗的长老弟子眼中 更是让他们热血激荡 更加汗不畏死 攻势凌厉 尽数取得上风 一时间 胜利的天平已经朝着清云宗的方向倾斜 若是如此下去 清云宗很快就可以轻松取胜 一盘散沙 比起其他势力都不如的呢? 怎么完全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一些曾在五十年前 参加过那场大战的魔教弟子 更是心头凝重 显然没想到 这短短五十年 清云宗弟子已经成长到了这一步 这种提升的速度 甚至比起他们魔修都相差无几了 若不是他们吞服了魔教控制人的是新丹 恐怕此刻早已经忍不住退去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 清云宗并不是什么软柿子 可是一根硬骨头 想要啃下去 哪里有那么简单 没想到 五十年不见 清云宗这一辈出了这么多出色的弟子 看来上一次大战 让他们很受启发啊 莫问天嘴角挂着淡淡笑意 目光平静说道 又有何用 人族虽为万物领长 但十分依赖悟性 比起我魔族来说 差距简直不可以道理计 魔族老祖不屑道 况且 森罗老祖都还未出手 这些小角色也决定不了战局 莫问天点头 表示认同 武者间的厮杀 永远取决于巅峰战力的对决 森罗老祖的实力 如今清云宗何人能敌 如今虽然看起来清云宗取得了上风 但只要森罗老祖一出手 局势立马就会改写 一个森罗老祖 就足以牵制住清云宗所有的巅峰五帝 到时候 其他五帝所到之处 肯定失衡遍野 清云宗谁人能挡 只是莫问天很期待 曾经清云后山那位神秘剑帝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似乎是感知到了魔族老祖的话 森罗老祖 此刻也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眼便已经将整个清云山脉的战况 尽收眼底 不过他却没有任何的愤怒 出奇的平静 对于他来说 魔教之人 不论优势还是劣势 都无法改变最后的结局 至于魔教弟子 死不死什么的 他真不放在心上 死了那就是自己实力不足 废物本就该死 森罗老祖望向半空之中 巅峰五帝的战场 露出一抹冷笑 一拍黑金龙椅 身形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半空中 燕天南意气风发 打得血明 老祖左逃右窜 又是一剑斩下 急风斩 剑翼迅即如风 无数剑气 朝着血明老祖四周斩下 让得血明老祖 根本避无可避 燕天南如何不知道 孙罗老祖还未出手 从一开始 他就没有任何保留 攻势从未间断 想要取胜 他不能依靠陆尘出关来拯救世界 只有依靠自己的实力 去寻找突破口 他喜欢将机会把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讨厌那种不确定性 为今之计 只要尽快斩杀巅峰五帝 再解决九平五帝 到时候 森罗老祖便是出手 他们四位巅峰五帝联手 也不是不能敌 此刻 他刚好找到了一个血明老祖的破绽 这一招藏风谷的绝学 傲视剑诀 同样也是地极剑诀 他虽然不如燕葬风 未能将傲视剑诀 领悟到圆满之境 但威力也不是血明老祖能够抵挡 如今 血明老祖 已经被他消耗得差不多 这一剑只要落下 便能将血明老祖重创 从而斩杀 无数蕴含着疾风剑译的剑气 宛如光雨一般 覆盖了大半的天空 将血明老祖所有的退路都是封死 避无可避之下 血明老祖血童中闪过一丝微怒 若非是他还有着其他的目的 他已经忍不住暴露自身了 可是 面对燕天南的攻势 他又不得不等 就在血明老祖心中纠结之时 面前的剑语光幕 突然只在了半空之中 再也无法寸进 森罗那老魔头 血明老祖心头一喜 也不再做抵抗 只要森罗出手 他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这一场大战 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 都还未可知 只要带着关键时刻 他取得朱仙剑 到时候 森罗老祖也不是他的对手 他只希望 这个时候 血明鬼帝已经找到了朱仙剑的容器 所有人都以为 血明老祖放弃抵挡之时 燕天南的攻势 突然被一种无形力量给挡住 令得无数人心头一跳 森罗老魔头 你总算肯出手了 燕天南面色凝重 他曾经也被一个人 以这种方式阻挡过 这是天地规则的力量 比起法御来说 还更为强横 哈哈 云颠之上 空间涟漪闪动 满身魔气的森罗老祖突然出现 一身新红色的披风 看起来宛如魔中恶鬼 让人最为在意的是 他此刻的手已经复原 而且 整只右手看起来 还散发着一缕缕漆黑如墨的魔气 令得天地间的温度 都是降低了许多 当所有人看向这只手臂时 都不由得心头发毛 那是来自骨髓之中的厌恶 你的手 燕天南曾经去过生命禁区 见识过魔气的厉害 可在森罗老祖的右手之上 再度感受到那一股气息 心中多了一丝警惕 那一股魔气 可以说是所有武者的克星 任何人被那股魔气侵蚀 都很容易心智大乱 甚至比起诸仙剑侍主 还要更为严重 当初 不少巅峰五帝进入那生命禁区后 由于吸收了太多的魔气 从而突然失去理智 变成杀戮的机器 这是真正的魔气 而不是形容魔教的那种魔气 我的手 根根 怎么 燕天南 很惊讶吧 没想到我的手被南公墨斩断了 还能恢复 森罗老祖也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开始细细打量 仿佛看像一个绝美的美人一般 目光之中满是火热 燕天南没有说话 其余五帝在森罗老祖出现的那一刻 也已经自觉地停下了手 他们皆是明白 有了森罗老祖存在 无论他们打生打死 都无法左右最终的局势 所有人的目光都有些疑惑 在场的九平五帝 都是经历过那一场正魔大战 自然见识过南公墨大发神威那一幕 被诸仙剑这种神兵斩断了手臂 还能复原 显然是他们没想到的 根根 不过 你们也不必知道了 现在本殿主给你们两条路选择 第一条 老老实实归顺我森罗殿 或者本殿主还能饶你们一命 并且让你们成为我做下护法 森罗老祖收回目光 漫不经心 看了四位巅峰五帝一眼 缓缓说道 说完 他有转头看向苍龙手座等人 至于你们 若是归顺 依旧如往常一般 该做什么 继续做什么 第二条嘛 便是死 给你们五息时间考虑 声音响彻整个清云宗 无数清云弟子 听到森罗老祖的话 微微愣神 手中的攻势也慢了几分 魔教弟子也趁此机会抽身而退 悄然松了一口气 即便他们人数众多 但与清云弟子争斗起来 却难以招架 他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一言不发 收剑而回 退到了天空高处 与几位手座站在一起 谢远山的目光复杂 嘴角有着苦涩 自嘲一笑 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想要我们投诚 绝不可能 苍龙手座第一个表态 他不是没想过先借此答应 为陆臣闭关争取时间 但他知道 森罗老祖不是三岁小孩子 没那么好骗 魔教从来不听承诺 也不信承诺 他们信奉强者为尊 有着自己控制别人的手段 释心丹就是最好的办法 只要答应了森罗老祖的话 想要加入魔教 就必须吞服释心丹 每一年若是没有解药 就会万重释心而死 而且光是以青云宗人的性格 都是凝折不弯 想要跪下来求饶 那都是不可能的事 至少 苍龙手座不是这样的人 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也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身为名门正派自居 将民生看得更为重要 他们宁愿站着死 也不会跪着生 没有一个人愿意投诚 更何况 在他们内心深处 还有着那位未出关的见地大人 只要等到那位出关 或许一切都能迎刃而解 他们知道 陆成能够一招震慑燕天南等四位巅峰 这个实力便是对上森罗老祖 也不是没有任何的机会 更何况 如今青云宗也有四位巅峰五帝 连打都没打过 光凭森罗老祖一句话 就想让他们认输 那必不可能 森罗老魔头 少说那些没用的 打过再说其他的 本帝倒要看看 你这五百年 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见一篮率先动手 手中无风重剑直接挥出 只见天空之中 一道巨大的剑影光束浮现 像是放大了无数倍的无风重剑 骑上剑芒吞吐 所过之处 空间不断裂开 发出痴痴声响 这一招的威势 惊天动地 随着剑一篮出手 燕天南几人也没有站着看戏的打算 各自将自身的成名绝学施展 对付森罗老祖这种强者 其他的招式已经不怎么管用 他们想要试试 如今森罗老祖真正的实力 若是森罗老祖只是恢复到了五百年前的实力 那他们联手也有着一定胜算 一道道光红突兀出现 见盲佛光星辰 遮天蔽日 朝着森罗老祖微压而下 仿佛天都要踏了下来 无数人见到这一幕 不由的想起了 当年那五位巅峰五帝交手时的画面 只不过那时候 是东方浩轩一人对阵四位魔教五帝 如今是森罗老祖一人 对阵四位正派五帝 形势调转 不知道结局是否也会如此 雕虫小剑 森罗老祖眼中尽是轻蔑 丝毫没有将燕天南四位巅峰五帝 联手发出的攻击放在眼中 周身魔气沸腾 自他脚下 无数的魔气翻涌 将整片天空都给染成了墨黑色 这是森罗老祖领悟的法御 森罗魔狱 魔狱之中 充满着一股阴冷暴力的魔气 只要进入魔狱的范围 便会被那一股魔气侵蚀 便是巅峰五帝也难以抵挡那一股浓郁的魔气 若是不小心被魔气进入体内 自身的灵力就会被那股魔气沾染 实力会大幅度减弱 如果说剑修的剑狱是充满了攻击性 那么森罗老祖的魔狱则是充满了破坏性 也在此刻 燕天南的攻击也齐齐到来 落入了魔狱之中 魔狱中 无数的魔气汇聚 形成一个个巨大的魔气巨人 一巴掌便将燕天南等人的攻击尽数摧毁 看起来抵挡得十分轻松 你居然也领无法御了 燕天南等人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失声道 他们几位巅峰五帝实力不弱 自问有资格与森罗老祖一战 但那显然是之前的森罗老祖 看来这五百年来 森罗老祖并不是单纯的在恢复自身 他已经领悟了自己的法御 拥有法御的五帝 实力可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即便是他们四位巅峰五帝联手 想要击败森罗老祖也绝非一事 这也是当初他们见到陆臣动用天地法则之时 会那么乖乖的认怂的原因 只要掌控了天地法则 那么领悟法御就会更加容易 毕竟法御也算是一个自身的小事件 与天地法则有几分相似之处 领悟法御的强者极为罕见 天底下能够成名的强者 也只有极少数人领悟了法御 可见法御的稀有度 不错 你们三人现在归顺还来得及 至于你吗 本殿主这辈子最讨厌的 就是用剑的了 所以你必死无疑 森罗老祖一脸胜券在握 也根本不慌 燕天南等四人即便联手 也不可能阻拦他分毫 他现在可不单单是领悟了法御 还有着魔神手骨的加持 实力已经超越了巅峰五帝 他只要一出手 清云宗随时都能化作一片废墟 他口中的三人 自然信空神僧三人 燕天南并没有被他计算在内 因为他每次看到燕天南 都会不由自主想起南宫墨 想起当初南宫墨手持诸仙 随意断他一臂的那一幕 从那一天开始 他对于剑修就特别憎恨 所以对于所有用剑的人 他都没有任何的好感 怎么办 信空神僧几人对视一眼 神色异常凝重 显然 他们还是低估了森罗老祖的实力 如今便是他们四人联手 恐怕也最多与森罗老祖周旋一段时间 想要取胜 无异于痴人说梦 但如今以清云宗的状况 即便他们牵制住森罗老祖 魔教其他的五弟对着清云宗的弟子出手 那也绝对是狼入羊群 根本用不了多久 清云宗就坚持不住了 还能怎么办 若是让这个老魔头出手 恐怕清云宗 顷刻间就会被毁灭 只能拼一拼了 只希望他们能够多坚持一段时间 等到那位剑帝出关 应该能与森罗老祖一战 烟天南神色有些无奈 但是到如今 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 他们也只有将最后的希望 寄托于陆臣的身上了 他们相信 以陆臣领悟了剑狱的境界 对上森罗老祖 也不是没有胜算 到时候 他们腾出手来 魔教根本不足为惧 森罗老魔头 就让我们来领教一下你的法御 三人凝重点头 转瞬间就已经赢了上去 分为四个方位 将森罗老祖给围在中央 各种强横武器 不停自他们手中发出 境界差距过大 他们也只有以弓带手一条路可选 若是让森罗老祖出手 他们还不一定能够挡住 随着森罗老祖五人交手在了一起 原本魔教的一些武帝 瞬间在此刻腾出手来 不怀好意的 看向清云宗的七脉手作 而一些魔教弟子 见到森罗老祖一意敌武 还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心中战意大增 再度与清云弟子交手在了一起 少了巅峰武力的牵制 魔教的一些一平武帝也疼出手 不停地对着清云宗的一些武圣出手 不过一炷香时间 清云宗这边的一平武圣 就已经陨落了好几位 重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局势几乎是在一瞬间逆转 魔教取得了绝对的上风 清云宗节节败退 哪怕他们的个人实力再怎么强 面对突然加入战局的一些武圣武皇 他们也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只能避其锋芒 四散而逃 看起来十分狼狈 通天风清云广场上空 道玄悍然出手 强行将几位魔教的九瓶武圣给击退 身上已经有了些许的轻伤 则则 清云宗已经没落如斯了吗 竟然由一个九瓶武圣来当掌教 三位一瓶武帝从高空落下 加入了这一场战局 望着道玄露出阴侧侧的笑意 道玄没有说话 脸部紧紧绷在了一起 他能够成为清云宗长教 自然天赋物性都是极佳的 若是面对几位九瓶武圣 他凭借自身强悍的抵御 还有着一点取胜的可能 如今多出了三位一瓶武帝 那他必败无疑 道玄瞄了一眼天空上的战场 那里四位巅峰武帝不停出手 牵制着森罗老祖 但很显然 看起来十分的吃力 落败只是时间问题 只要一路出了颓势 很快就会被森罗老祖找到破绽 一一击破 想不到 最终这一天还是要到来 我开始有些理解 东方师叔祖了 道玄微微一叹 眼中有些无奈 若是有的选择 他根本不想死 他才活不过两百多年 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没有去做 但每当他的目光 扫过清云山脉各处战场时 都有着不少的清云长老弟子 被一招轰成血渣 心中更是一痛 罢了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道玄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狠狠咬牙 下定了决心 只是牺牲他一个人 这样也不算是辱没了清云宗 除魔未到的名声 哈哈哈 被吓傻了吧 几位一平五弟瞧得道玄的样子 不禁吃笑道 如今魔教威势正猛 不出一天时间 他们便能彻底攻下清云 所以此刻格外的轻松 先前被苍龙几位手座压着打 他们也在此刻 总算能够出一口气了 击杀清云宗长教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他们排面绝对十足 名声大噪 也有着在魔教之中吹嘘的资本 一川东一路上不停激战 即便面对着几位一平五弟 也显得游刃有余 不落下方 他见到三位一平五弟 找上了道玄 第一时间便已经朝着通天风赶去 原本被压制的死死的几位魔教五弟 感受到灵力的攻势突然消失 不禁愣了半晌 发现一川东居然逃了 心中不解 但很快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大笑道 哈哈哈 他灵力不足了 一个武圣如此施展 威力如此强大的帝极武技 早就料到 你有这一天 不用怕 给我追 一川东根本没有去管身后那几位追来的五弟 游龙细风不施展 一步跨出 已经出现了 在视线的尽头 很快 一川东就已经来到了通天风上 见到了道玄 被三位五弟好几位武圣围着的画面 师兄 一川东直接一招 万剑归宗施展 无数剑气 穿透了虚空 朝着三位五弟斩去 闪 突然起来的攻击 让得三位五弟微微一愣 不过他们好歹也是五弟 感知不弱 立马便是察觉 连忙轻贺一声 三位五弟轻而易举躲开了一川东这仓促的一击 但几位五圣可就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了 剑气刷刷落下 将几位五圣的身体给直接洞穿 没有了声息 小子 你找死 三位五弟没想到一个五圣居然能够施展出如此精妙的第击武器 只是一瞬间就能秒杀好几位五圣 不过 这却让他们更为愤怒了 一川东一击出手 没有任何停留 转瞬间 就已经来到了道玄的身旁 陈生问道 道玄师兄 你没事吧 道玄眼皮子跳了跳 旋即大喜 没有想到一川东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一川东出手 没想到一川东已经将万箭归宗领悟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说刚才这一击有些偷袭的成分在里面 那几位五圣没有反应过来 还未撑起自己的防御才会如此 但这同样也说明是一川东的时机把握十分精确 师爹 你帮我拦住这些人一刻钟 行吗 道玄心中根本来不及思考其他 连忙说道 一川东迟疑了一下 不知道道玄要做什么 但还是点头硬道 行 师兄你放心 虽说他如今只是五圣境界 但他可是剑圣 攻击力最强的剑圣 所以面对五帝也能有一战之力 更何况 这几十年 陆臣对他的教导也没有落下 可以说 如今的他 面对一平五帝 根本没有任何悬念就能取胜 只是想要彻底斩杀五帝 还是颇有难度 更何况 对方不只是一名一平五帝 也在此刻 原本追随一川东的几位五帝也已经到场 嘴角挂着一丝轻面 小老鼠 看你往哪里跑 师爹 你能坚持多久 道玄望着这跟来的几位五帝 心中不禁闪过一抹担忧 原本此地就已经有着三位五帝 此刻再度来了四位五帝 可就是足足七位五帝 他也不确定一川东能不能够挡得住 一川东的面色同样凝重无比 越境以一敌漆 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吃力 不过既然道玄问了 他还是如实说道 应该能坚持半个时辰 道玄心中一惊 但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目光深深凝视着一川东 那师爹 猖狂 一川东二人的对话 自然被对面的几位魔教五帝听在耳中 不由吃笑出声 他们承认一川东确实很强 即便是以一敌似也能占据上风 但如今可不是四位五帝 而是整整七位 七位一平五帝 哪怕你是剑修 想要阻挡我们半个时辰 简直是天荒夜谭 一川东缓缓转头 握紧了手中的剑 一言不发地望着魔教七位五帝 眼中闪过一丝浓烈的杀意 周深的杀伐剑意 也在此刻尽数地爆发 此刻的一川东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人 而是一柄剑 人剑合一的状态 下一刻 他举剑而动 周深的气势再度一变 仿佛手中剑 亦是心中剑 心剑合一 五十年来 一川东对于剑道的感悟 也达到了第二重 他一剑斩出 仿佛漫天都是密密麻麻的剑气 眼前的空间都是被展开 发出扑扑的声响 瞬间笼罩了七位五帝 地极剑绝 这小子底蕴到底多么雄厚 施展这么多次地极剑绝 好像也没有任何的消耗 先前与一川东交过手的几位五帝 忍不住亥然 没想到一川东与他们相战了这么久 还能施展出地极剑绝 实在令他们不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川东可是陆臣的首徒 身上的丹药会少吗 更何况 一川东施展的 并不是消耗最大的万剑归宗最后一招 说起来 消耗其实也并不多 他自身根基稳固 敌韵十足 自然不会出现 灵力枯竭的情况 七位五帝不敢有丝毫大意 连他们都还未参悟地极武器 面对地极剑绝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这种威力的剑绝 服以剑修极致的攻击力 足以能够让他们重创 道玄望着这一幕 心中稍稍安定了下来 一川东果然不愧是那位剑帝大人的徒弟 这样的话 也给了他充足的时间 他也不说话 缓缓闭上了眼睛 手中硬绝不停转动 这是青云宗历代长教和太上 必须学会的引剑绝 施展引剑绝 配合掌门腰排 控制青云大阵 连接后天的八方封锁临阵 从而引出幻月洞府内的古剑诸仙 只是道玄修为太低 并无法向东方浩宣那般信手粘来 需要整个人精气神合一 状态达到完美才可以成功 这个过程 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 而如今 他正是需要一川东 来帮他创造这个机会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几乎每分每秒 都有着青云宗弟子陨落 面对着远超他们数个境界的敌人 数十万青云弟子 根本无法阻挡 有些弟子 连逃命的机会都是没有 便被一击斩杀 但这些青云弟子 即便是死 也没有求饶 一些境界修为稍高一点的弟子 凭借着灵活的身法 勉强躲过一劫 不过 也被魔教强者追杀 整个青云宗大部分的山峰 此刻都已经被魔教禁术占领 便是青云七脉的主风 也失守了六脉 好在的是 这个时候 有着青云宗的诸多长老站了出来 以青云合击之阵 勉强抵挡着魔教的追杀 让得更多的年轻弟子 朝着通天风的方向赶去 那里是青云宗目前 唯一还未被魔教占领的地方 所有的青云弟子 朝着通天风赶去的同时 目光也时不时看向云巅上 那一片巨大的魔狱 心中不停期盼着 现在的他们 已经不觉得 那位见地大人 能够在此时出关了 他们只希望 这四位被陆臣 安排留在青云宗的巅峰五帝 能够击败森罗老祖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挽救如今的青云宗 青云宗一路奔逃 很快全部就汇聚在了通天风 通天风上 暂时还未魔教弟子出现 只有几位五圣五帝 正在上空与青云宗的强者交手 他们同样也是看到了 一川东义一嫡妻的一幕 而另一边 东方西越也不落下风 栗战数名五帝 保护着青云宗的弟子撤退 郁青殿前 道玄正在不停捏着尹剑绝 额头已经有着细密的汗珠留下 终于在某一刻 道玄整个人的气势 达到了一种圆容的境界 尹剑 道玄心头一喜 低贺一声 手捏剑绝 朝天一指 但 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道玄心头疑惑 他明明是按照尹剑绝的方法催动的 不可能出错 这可是青云子祖室留下来的尹剑绝啊 难道朱仙剑不剑了 魔教趁着宫山之际 潜入了魔教后山 可是剑帝大人还在闭关 道玄心头的打扰可是十分危险的 所谓法财吕帝 这个吕便是道吕 也可以被称之道友 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般舞者闭关 都会找自己的道吕来为自己护法 若是自己修行上出了差错 那么道吕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不对 从而出手阻止 免除走火入魔的风险 也同样 道吕可以防止一些不知情的人 擅自打扰别人闭关 不然 有些人正在误导 被突如其来的打断 那可是杀了那人的心 都有 打断是小 走火入魔 那可真是无药可救 清则修为倒退 直接跌进 众则神允倒消 灰飞烟灭 可想而知 闭关被人打扰 有多么危险 开天眼 道玄想到这里 心里已经凉了半截 连诸仙剑都换不出来了 说明后山肯定有人潜入了 在道玄看来 清云宗守不住没关系 他觉得 只要有陆臣在 未来清云宗也不至于断了传承 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但陆臣这种巅峰见地 若是出事 那么清云宗可就真是全军覆没了 这五十年 陆臣也为清云宗付出了不少东西 所以在道玄的心中 陆臣的地位几乎和太上长老无异 他是决然不愿见到陆臣出事的 道玄立即施展清云宗的天眼秘术 首决一影 在眉心处 一道神光爆发 璀璨无比 直接射透了虚空 落在了幻月洞府的石洞之中 他不敢直接窥探陆臣所在的区域 若是万一没有魔教前去 打扰了陆臣 那可就是乌龙了 他要确定一下 朱仙剑还在不在清云宗 此刻在道玄的脑海中 倒映着幻月洞府的景象 石库之中 八方封锁大阵依旧存在 如水桶粗大的铁链依旧灵力十足 就连灵阵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洞府之中也没有任何的禁止被破坏 只是在那石台之上 原本已经插在那里的古剑朱仙 却是已经没有了踪影 这谁干的 怎么做到的 真的是魔教前了进来 道玄直接差点瘫倒在地 心已经凉了半截 朱仙没了 魔教果然施展了这一招 声东击西 他们从始至终的目的 都是为了朱仙剑而来 没有了朱仙剑 他也无法催动清云宗的最后那一道底牌 朱仙剑阵 他的实力依旧是个武圣 根本做不到如东方浩轩那般 拥有改写战局的能力 谁就在道玄的天眼术即将消失之时 却突兀发现在那幻月洞府门口 出现了一团黑雾 只是可惜 以道玄如今的境界施展天眼秘书 对于自身的神魂力量消耗也极为庞大 无法坚持太久 更是无法看清楚那团黑雾究竟是什么 果然是魔教 可恶 难道清云宗真的就要这样覆灭了吗 连见地大人都要陨落了吗 此刻一众清云宗的弟子也纷纷走上了清云宗的广场 见到了此刻颇有些狼狈的道玄 纷纷跪倒行李 不必多礼 道玄摆了摆手 看着眼前这群伤的伤 残的残的清云弟子 我们该怎么办 一位领头的清云宗长老强称着伤势问道 道玄心中苦笑 但面上却异常镇定 沉默了两久才缓缓开口道 如今也只有等了 你们先出手帮川东守座 众多武圣级别的长老文言 神情一暗 不过很快便恢复原样 如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若是连他们这些长老都无法保持镇定 那这些清云弟子更是如此了 他们必须得保持 不论怎么说 如今的清云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他们将目光投向半空 一川东正与七位武帝交手 不过此刻的一川东 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了 被七位武帝联手 打得节节败退 身上的道袍已经沾满了血迹 看起来十分凄惨 不过一川东能够以九品武圣的修为 与七位一品武帝交手这么久而不败 已经让了许多清云宗的人动容 来到通天风的一众武圣长老不再犹豫 纷纷出手 试图帮助一川东缓解压力 清云宗的武圣长老虽然不如七脉手作的战力 可好歹也是活了上千年的人物 此刻联手之下 也能牵制住几位武帝阻碍他们的攻势 让得一川东有着喘息的空间 夜幕降临 一片漆黑 往日的星月都不见了踪影 幻月洞府一团黑雾闪现而出 落在了洞口外 露出一道黑袍身影 黑袍人转头看了夜空上最高处的战场一眼 在那里 森罗摩帝正被燕天南等四位巅峰武帝牵制 黑袍下似有冷笑声传出 他也不多想 转身直接朝着幻月洞府之中走去 洞府石门上的静置灵阵似乎对他起不到任何作用 他随手一点便能准确的控制静置 看起来十分轻松 好像走入了自己的家一般 很快 他就来到了幻月洞府摆放朱仙剑的石洞之中 那一双冰冷的眼瞳中难得显露出一抹火热 筹划多年他终于要得逞了 但当他看清楚石洞内的一切时 目光瞬间变了 嗯?朱仙剑呢? 怎么会不见了? 黑袍人的声音之中充满了诧异 以及不可置信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为何摆放在这里几百年的朱仙剑会突然失去了踪影 这种凶利神兵还能被其他人给取走 哼 朱仙剑岂是那么容易拿走的 一旦出了幻月洞府 想必很快就会被全天下的人追杀 看你有没有那个能耐守得住了 不过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朱仙剑 而是即便是朱仙剑在此 他也束手无策 没有一些特殊的手段 这天底下没有人能够掌控那一股凶利之气 他已经知晓了朱仙剑的威名 谁都不会想见到朱仙剑出世 化身为魔 屠戮众生的那一幕 所以他并不担心有人取走了朱仙剑 取走朱仙剑的那人恐怕很快就会被戾气反噬 杀心四起 四处为乱 最终暴露在世人面前 全天下的人都不会允许这样的隐患存在 到时候必然会成为天下公敌 当年 东方浩轩也是受不了诸多名门正派人士的口诛笔伐 而不得不对南宫莫出手 他很清楚掌握朱仙剑的后果 这也是朱仙剑为何能够在青云宗存放数万年 而没有被其他宗门抢夺的原因之一 也只有青云子祖室留下的八方封锁大阵 才能压制住属于朱仙剑的那一股戾气 否则这样的一柄神兵 天下谁人不想得到 也只有魔教的人 才不会畏惧天下人的异样眼光 敢与天下为敌吧 也好 朱仙剑出世 天下必将大乱 恐怕他们还不知道 朱仙剑沾染的生灵鲜血越多 威力就会越强 只要等我得到天书 成就鬼仙 再抓到血微那丫头 朱仙剑上的封印彻底复苏 这天下还有谁敢拦我 南宫墨 你给我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找到你 让你后悔你当初的选择 哈哈哈哈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狂笑出声 而后目光落在四周的八卦阵门之上 只是一眼便已经破除了大阵 走进了天书 他曾经有机会参悟天书 但那时候的他 心思并不在这上面 所以 他并没有来这幻月洞府闭关参悟 他的心里 只有着那个人的存在 他觉得 这世上的一切 甚至都不如那人的一张侧脸 什么天书 在他的眼里 不过是浪费自己的青春 他宁愿多陪在他身边 哪怕只是一分一秒 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入了十世之中 望见了那一面光秃秃的石壁 他虽然痴情 但并不是傻 自然知晓 天书就在这石壁之上 他缓缓伸出手 一柄漆黑的匕首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朝着石壁缓缓割了下去 碰 通天风上空 七位武帝再度出手 一击将一川东打下了高空 重重掉落在青云广场之上 黑钥匙扑就的地板纷纷炸开 砸出一个十几丈宽的深坑 阎尘飞散 一群联手的青云宗武圣长老 也都被打得吐血倒退 气息在瞬间就萎靡了下去 虽说一川东战力非凡 在一开始 攻势迅猛 让七位魔教武帝叫苦不迭 但七位魔教武帝熟悉了一川东的手段之后 很快就选择了防守 打算消耗一川东的灵力 他们实力本就不弱 联手防御之下 便是一川东的地级剑决 再怎么强横 也无法轻易破开七位武帝施展的防御 此消笔掌之下 一川东的灵力也已经枯竭 他的体质不比路程 便是单要管够 但无法及时炼化其中的药力 转化成自身灵力 也无济于事 此刻落败 也是在所有人的预想之中 一失叠 道玄连忙走上前 将依旧鲜血淋漓的一川东从坑中爆起 声音之中满是焦急 早就已经到此的青云弟子 也各个面色惨白 不由将目光望向了云巅上 五位巅峰五帝的战场 除了各种绚烂光华 闪耀夜空之外 他们根本看不到其中的具体战况 哈哈 就凭你们四人 也想剖开本殿主的魔月 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和你们玩了 几百年了 一点掌镜都没有 真是让本殿主失望 既然你们不愿归顺 那便去死吧 却在这时 一声大笑声 传遍了整个青云山脉 震耳欲聋 令得无数青云弟子毛骨悚然 黑暗中似乎有着无数魔音响起 而后便听到一声接一声的惨叫声响彻 所有人举目望去 便是惊骇地见到 原本与森罗摩地大战的四位巅峰五帝 宛如断翅的鸟一般从高空坠落 中途撞断了一座又一座山峰 最终重重掉落在地 被山峰掩埋 生死不知 哈哈 既然你们冥完不灵 那也别怪本殿主不给你们机会了 杀 一个不留 随着森罗老祖下达命令 无数魔教教众汇聚在了一起 此刻已经到了通天峰山脚之下 眼见四位巅峰五帝都已经落败 他们信心更是十足 沿途所过之处 原本坚守的青云宗长老等人 联手布置的防御被瞬间击溃 陨落当场 魔教教众所过之处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空气中都是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通天峰上 青云弟子 望着那逐渐逼近的魔教众多五帝 满心绝望 此时此刻 他们所有的依仗 都已经没有了 而那位见地大人 依旧未能出关 今日 青云宗恐怕要步上其他四大超级势力的后尘了 就在魔教众人 全部抵挡通天峰山巅的青云广场之时 一道沉重的叹息声 突然在众人心中响起 让得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自己的动作 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仿佛在这一刻 时间都似乎停止 夜 祖师祠堂内 香烛已经燃尽 一片漆黑 南宫莫跪坐在蒲团之上 缓缓抬起了头 说完了所有的心事 他似乎轻松了许多 黑暗中隐约能看到 他那双眼睛不再浑浊 变得有神了起来 他一声轻叹 似乎是吐出了一口浊气 而后站起身 朝着香岸上的一众灵位 深深攻下了身子 默默居完躬 他转身而出 大步朝着门外走去 走出门外 他看了一眼 依旧在门外扫地的陆成 陆成似乎并未察觉到他的存在 依旧处于悟道之中 此刻的他 早已精神飞天外 宛如身处一片无垠虚空 自己也不再是个人 而是一枚种子 虚空中 有着无数的溅气 朝他汇聚 被他吸收 强大着自身 不停反复 循环不止 悟性当真可怕 南宫莫轻叹一声 眼中有着赞许 也有些羡慕 他从小以来 不论是在同辈 还是长辈的眼中 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被众人奉为万年难得一剑的绝世天才 短短不过百岁 就已经败尽整个天下的同辈天才 又两百年 已经能战败老一辈的强者 又一百年 他挑战天下 无数成名已久的剑道强者 魔力自己的剑道 最终被奉为天下第一剑 他是上一个时代的传奇 是整个天下公认的天下第一剑 哼哼 从今天开始 现在 你便是天下第一剑了 男公默呵呵一笑 笑容中有着一股自傲 他也没想到 自己的不败战绩 居然会被陆尘给终结 如果不是此刻 清云宗正遭遇为难 他说不定迫不及待与陆尘交手一番 当然 他其实也希望 自己能够在陆尘清醒过来的状态下 与陆尘一战 那样的陆尘 显然更具有挑战性一些 他挑战陆尘 也不是为了夺回天下第一剑的称号 他只是单纯的想要验证自己的剑道 比之陆尘的剑道 到底如何 其实对于这个称号 男公默自己 当然也是十分有成就感的 只不过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他对这些虚名 已经有些无感了 现在的他 看透了红尘 看透了生死 对任何的一切 什么正邪对立 什么爱恨情仇 什么悲欢离合 他都看得很淡了 再也不是当年那一个 极恶如仇 意气风发的少年了 如果不是因为东方浩宣的缘故 或许他现在连清云宗的事情都不想管 他现在只想喝酒 这般想着 他将腰间的酒葫芦摘了下来 多久 男公默嘖嘖一声 一脸陶醉 而后转头望向通天风前 目光突然变得凌厉起来 想必师兄生前 恐怕最大的心愿 就是清云宗能够传承下去吧 师兄 这个心愿 我会帮你完成的 男公默洒然一笑 笑容变得灿烂了许多 他终于可以为那个从小 谦让着自己的师兄 做一件事了 这让他十分满足 说着 他一步跨出 朝着通天风之上赶去 而此刻 通天风众人还未反过神来 刚才那一声叹息 实在是太让人惊悚了 令得他们毛骨悚然 他们感觉 那声音的主人 似乎能够一个念头 就让他们魂飞魄散 呵呵 终于舍得出现了 千里外 魔族老祖的声音 悠悠响起 不过很快 他的脸色突然大变 这是他这股气息 他居然能够感悟到 见到的真谛 剑嫌? 此人是何人? 魔族老祖的声音 充满了诧异 他没想到 居然在此地 还能遇到一位剑嫌级别的人物 他可是见过世面的 活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见过了不知道多少大场面 可是 即便是在外界 他都极少见到剑嫌的存在 而他此刻 居然在这种他认为的平级之地 见到了一位剑嫌 可想而知 他内心之中 该有多么震撼 剑嫌? 难道是那一位 真的是他回来了? 莫问天则是更为惊异了 他可知道 这个世界上 原本可是没有什么神仙的 如果不是这个魔族老祖 偶尔会给他讲述了一些 极少部分外面的世界 他恐怕都不会相信 这个世界上会有神仙 此刻听到魔族老祖的话 他第一时间便是震惊 紧接着想起了那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天下第一剑 南宫墨 哦 难道就是那位传得沸沸扬扬的南宫墨吗?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活着? 而且 还突破到了渐仙境界 魔族老祖有些不太理解 他跟着莫问天这么多年 自然也听说过南宫墨的名头 在六百年前 那一场惊天大战 南宫墨被东方浩轩斩杀 就是心之肚明 莫问天早在来清云宗的时候 就已经打听到了这个消息 原本魔族老祖 对于南宫墨并不放在心上 一位九品剑地罢了 若是放在外面 也不算罕见 至于天下第一剑 外界有名的剑修也不少 若是对上 南宫墨未必真的能胜过他们 但此刻 他察觉到南宫墨身上那剑仙的气息 则就不一样了 外界剑修不少 但成就剑仙的人 可是趋值可数 谁都知道 剑修的难度 本身比起其他修士来说 就要难出无数倍 走剑道 在外人看来 简直就是一条绝路 无数人想要成仙 都会选择其他的路 不会在剑修上面死磕 毕竟 剑修这一条路 不仅难 而且上限极低 从古至今 有无数大能飞升上剑 但却没有一位 乃是真正的剑仙 老祖 那我们怎么办 莫问天人晕了 本想做黄雀 结果突然冒出来了一个剑仙 他虽然自信 可不是膨胀 自己几经几两他 他还是很清楚的 面对一个真正的神仙 他哪怕有一条命 也干不过呀 除非他能成就魔神 才能与南宫墨 有一战之力 但显然 现在的他 还不具备这个资格 有着南宫墨存在 他已经有了跑路的念头了 神仙都出来了 这怎么打 打个屁呀 没得打 不过他觉得 魔神老祖 或许有一定的手段 毕竟魔族老祖来历不凡 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手段 也不一定 咦? 不对 他好像只是感悟了剑道的真谛 还未结出真正的剑胎 呼! 还好 不是剑仙 魔族老祖 凝神细细感知 很快悄然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宫墨的身上 并未发现神仙境的标志 道种 人的修行意图 万法同归 到最后最终的目的 都是神仙 神仙境 长生不死 羽天奇兽 想要成为神仙 便是对修行的感悟达到极致 反扑归真 从而凝聚出独属于自己的道种 道种十分难得 数十万巅峰五帝之中 恐怕也只有几百人能够凝结出道种 而每一位 无不是在某一条修行道路上 站在最高处的强者 只有拥有了道种的人 才能被称为神仙 道种只要不被毁灭 便可不死不灭 当初魔族老祖便是凭借道种 让自己的残魂顿逃 逃过一劫 只要让他恢复本源之力 的确亦可重生 只是想要恢复到巅峰时期的实力 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是剑仙 莫问天愣了片刻 心中那一抹忌惮 但也算是稍稍减弱了一些 只要未能凝结道种 便不能算是真正的神仙 此刻的他 按照我们那里的说法 叫做半步神仙境 魔族老祖也似乎松了一口气 若是南宫墨真的是神仙境界 那么他就算凭借残缺的道种 掌控莫问天的身体 也根本不可能是一位剑仙的对手 也只有他巅峰时期的时候 才有可能轻松击败南宫墨 那老祖可有信心 墨问天试探问道 虽说他未能成就神仙境 想要斩杀他 还是没那么容易的 但拜他 却是不用吹灰之力 魔族老祖自信满满说道 他曾是魔神 即便是在神仙境界之中 也是佼佼者 他的感悟和手段 又怎么能是南宫墨这种半步神仙能够比拟的 更何况 还有着莫问天这样好的魔族躯体 供他遇使 但南宫墨好歹也是半步神仙境 境界越高深 想要斩杀的难度就越大 一般来说 五帝的恢复能力都比较夸张 除非是一些本源受创的重伤 几乎不用多久 就能自行恢复 更何况半步神仙 而且 大多数的五帝 见到打不过 他也不会生死相搏 刘德青山 再不愁煤柴烧 这种道理 他们如何不懂 一个五帝想跑 哪怕是半步神仙 想要追上斩杀 也极为困难 除非是提前布置好 封锁天地的大阵 听到魔族老祖的回答 莫问天嘴角又浮现起诡异的笑容 只要局势还在掌控之中 那么最后的赢家 必定会是他 另一边 谁? 森罗老祖最先反应过来 周身的魔器翻涌 已经做好了防御姿态 从那一道声音之中 他也感觉到了一丝威胁 而此刻 无数人也开始反应过来 不停朝着四周望去 试图寻找那发生之人 是剑帝大人吗? 剑帝大人 终于出关了吗? 几乎所有的青云弟子 脑海中都在回荡着这个问题 在他们看来 能够让得森罗摩帝如此重视的人 除了在青云后山祖师祠堂闭关的那位 剑帝大人以外 青云宗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魔教众人则是一脸警惕 不敢再有丝毫动作 连架在青云弟子脖子上的刀 也迟迟不敢落下 这也让得那位青云弟子逃过一劫 回过神来 连忙向后逃去 装神弄鬼 怕什么? 给我杀! 一位魔教九平五圣 仔细打量了周围许久 都未发现什么动静 有些恼羞成怒 放声大喊道 一众魔教弟子犹豫了片刻 心中的警惕也是去了大半 再度朝着逃走青云宗弟子杀去 可就在这时 突然间 他们似乎是感受到了一股冰凉的气息 顿时抬头望去 看到了他们这一生最后的画面 夜空中 无数璀璨的光束 携带着无边的剑意 倒映在了每一个魔教弟子的眼瞳之中 急速放大 只是瞬间 大部分的魔教弟子 连惨叫声都未发出 眼中的神采渐渐淡去 直接没了声息 倒在了血泊之中 可以看到 在他们的脖子上 多出了一道如丝般的血线 密密麻麻的光束 宛如箭语一般 遍布着通天风上 不少魔教弟子 试图抵挡 可他们的防御 却依旧宛如纸壶一般 直接就被洞穿 倒在了地上 鲜血直流 就连一些武皇强者 也皆是如此 只有武圣武帝 凭借着周边好几人的合力防御 才堪堪挡住这一击 但还是受了不轻的伤势 一场大战 仅存的数十万魔教弟子 在此刻 直接被灭了一大半 这一切 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突然陨落 心中惊疑片刻 玄疾大喜 所有人都以为 是那位剑帝大人出山了 这等强悍的剑意 除了那位剑帝大人 还能有谁 哼 想不到青云宗 还有巅峰剑帝存在 别躲躲藏藏的了 出来吧 森罗老祖的面色很难看 倒不是因为魔教弟子损失惨重 而是因为 刚才便是连他 都未看出 那出手的人到底在何处 而一群魔教弟子 听到森罗老祖的话 不由奇怪 青云宗 虽然还有神秘剑帝存在 不只是森罗老祖 与魔教诸位五帝 就连道玄长教 七脉手作 无数青云长老弟子 也都是目录七代的 望向通天风后方 那位传说中的剑帝大人 总算出来了 他们原本都已经绝望了 没想到关键时刻 剑帝大人 居然真的出关了 这让他们心中 对于那位剑帝大人的感激和敬畏 更为浓烈了 几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所有人 表情都是十分振奋 师尊总算出关了 东方西月白皙的俏脸上 闪过一抹如是重负 他身上的月白色衣裙 也早已经沾满了血迹 一场大战 他斩杀了无数魔教弟子 他虽未如一川东一般重伤 可却也消耗不清 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师尊 一川东眉头紧皱 脸上浮现一抹喜色 他捂着胸口 强忍着伤势 想要站起身子 但剧痛 让他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牵动伤口 又流出大片血迹 染红了他的手作衣袍 不过他却不管不顾 继续强撑着站起 道玄反应过来 连忙将他扶起 目光火热地望着后方 所有人都等待着 那一道身影的降临 仗剑红尘已是颠 有九平步上青天 游心细抖弄日月 醉卧云端笑人间 突然 一声长笑响起 笑声朗朗 回荡在天地之间 传进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所有人皆是一乐 而后他们便见到 一个穿着破破烂烂脏兮兮的灰色布衣的老头 踏空而来 老头头发散乱 满脸胡须 宛如乞丐般的糟老头子 手握一个酒葫芦 他每一步迈出 都跨越了数十丈 宛如太空漫步般 落在了通天风御清殿的穹顶之上 老头翘着腿 斜躺在殿顶上 提着酒葫芦 仰头大口灌酒 任由酒水打湿衣衫 却不管不顾 丝毫不在意众人的目光 不是见地大人 他是谁 难道是见地大人找来的帮手不成 又是一位见地大人 在场的青云弟子 也是愣神了好伴上 望着那个邋遢老头 并没有认出他的身份 不过他们都知道 刚才的叹息与公鸡 显然都是出自刚才这人之手 从刚才那种程度的公鸡来看 最起码也是见地修为 否则无法做到这种程度 青云可没有其他的见地 他们也无法联想到 是南宫末 毕竟南宫末 已经失踪了整整六百年 就连道玄都未曾见过南宫末 更别说一些青云宗的弟子了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一定是陆臣叫来的见地大人 保护青云宗的 毕竟燕天南等四位巅峰五帝 也是如此 叫来一位见地守护青云宗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一下 众多青云弟子 都是无比振奋起来 青云宗有救了 而一群魔教弟子 则是一脸警惕地 望着殿顶上那道身影 周身的防御 已经催动到了极致 刚才南宫末那一招 让他们现在都还心有余悸 他们不敢保证 若是南宫末再度出手 他们还能不能挡得住 就连一些五帝也都是如此 眼中满是忌惮 森罗老祖 眉头紧紧锁在一起 自从南宫末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感觉到了一股极致的威胁 也只有他才能感觉到 南宫末此刻的实力 已经不是普通的巅峰见地 甚至比起如今的他 还要墙上几分 他目光死死盯着南宫末 突然眼睛一亮 似乎和脑海中记忆深处的那道身影重合 顿时脸色大变 整个人变得暴怒无比 是你 南宫末 森罗老祖的声音不大 但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 所有人听到这个寄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再度愣住了 南宫末 南宫末难道是 是南宫师叔祖吗 南宫师叔祖居然还活着 他回来了 清云宗的众人努力回想着 最终总算是记起了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 而七脉手作除了一川东以外 其余的六人差点哭出来 苍龙拜见师叔祖 靖驱拜见师叔祖 灵驱拜见师叔祖 灵驱拜见师叔祖 认出来了南宫末 虽然此刻的南宫末看起来十分的邋遢 与他当年意气风发的时候 简直不是一个人 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依旧被他们认出来了 清云帝第106代掌教道玄 拜见师叔祖 道玄心神激荡 连忙朝着南宫末拱手 原本因为朱仙剑丢失 心中的担忧也渐渐弱了下去 南宫师叔祖回来了 那朱仙剑一定是被他取走了 有着朱仙剑的南宫末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曲曲魔教 还无法阻挡南宫末 早在千年前 南宫末就已经成为了天下第一剑 如今消失600年 剑道上的造诣 比起当年肯定只高不低 呵呵 南宫末又喝了一口气 瞥了众人一眼 呵呵一笑 没有多说 什么 他就是南宫末 那个失踪了600多年的天下第一剑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全还活着 魔教众多五帝五圣 也在此刻后知后觉的师生教导 无他 天下第一剑 给他们魔教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简直可以说 将魔教给定在了耻辱柱上 当年南宫末一人一剑 斩妖除魔 横行天下 可以说 魔教之所以会潜藏在西边荒漠数百年不出 全是眼前这个男人造成的 每当回想起这个男人的名字 他们就觉得 在被人反复编尸 一旁 四位巅峰五帝也在此刻从地底钻出 模样狼狈 先前他们四人联手 在森罗老祖手下重创 全是他 他们看了一眼南宫末 心绪翻涌 眼神复杂 没想到 南宫末居然还活着 他们可是亲眼见到东方浩轩一剑斩杀了南宫末的 不过此刻 他们却没想那么多 南宫末出现了 那么清云宗也应该有救了 不过他们还有些担心 毕竟与森罗老祖交过手 他们知道 如今的森罗老祖 早已经今飞昔比 而六百年过去 南宫末呢 果然是他出现了 老祖 你说他们交手 谁会赢 莫问天早有猜测 一点也不意外 那森罗 凭借魔神手骨的力量 才勉强达到半神层次 空有一身实力 但却并未感悟到 魔道的真谛 魔族老祖 声音平淡响起 一句话就已经点透了 我明白了 老祖 莫问天点头 森罗老祖不能死 关键时刻 他还要出手 救下森罗一命 否则这天下不乱 会浪费很多时间 南宫末 你来的正是时候 新仇旧客一起算 森罗老祖 因为南宫末出现 而变得异常的震怒 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冷静 当年他与禁地达成共识 用记忆天下众多巅峰强者 前往生命禁区 为得便是削减超级势力的实力 就在计划将成之时 也正是南宫末出手 斩落魔教无数强者 更是断他一臂 不仅让他计划落空 更让他本源受创 若非有着奇遇 恐怕如今的他 早已经老死 对于南宫末 他可是恨之入骨 原来是你 果然是贼心不死 当年算你好运 今日还敢前来轻云撒眼 南宫末瞥了一眼森罗老祖 便很快收回目光 又喝了一口酒 漫不经心说道 南宫末这番态度 让得清云宗众人心中大定 他们相信有南宫末在此 就会如五十年前那般力挽狂澜 清云宗最终也不会负面 南宫末的话落在森罗老祖的耳朵里 则让他变得更加的暴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本殿主早已经超越了巅峰五帝 你还以为你能够打败我吗? 可笑 森罗老祖气急返笑 一张脸在夜色的笼罩下变得更黑了 嘿嘿 森罗老魔头 你还是对自己没有自知之明啊 你现在老老实实退去 老夫可以饶你一命 南宫末默然一笑 笑声有些轻蔑 他刚领悟了红尘剑道 第一次出剑 他并不想浪费在森罗老祖的身上 他觉得森罗老祖不配 用剑要有仪式感 至少南宫末是这样觉得的 根根 看来你入魔烧坏了脑子 也好 让我来看看 你如今到底有何底气? 说出这种话来 森罗老祖额头轻轻抱起 被一再蔑视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果断出手 一掌拍出 无边魔器环绕 在半空之中 汇聚成一个遮天蔽日的魔器手掌 原本就漆黑的夜幕 变得更加伸手不见五指了 魔器手掌瞬间成形 一股恐怖的压力自天而降 所有人都感觉呼吸困难 仿佛是有一座神山压了下来 让他们体内的血液 都是止不住暴动 这就是森罗老祖真正的实力吗? 好强 无数人感受到这一股重压 心中无比骇然 他们无法怀疑 若是这一掌拍下来 恐怕整个通天风都得被拍成废墟 有点意思 看来这六百年 你非但没有修为倒退 反而有着精进 难怪这么有底气 南宫墨望着这遮天魔掌 眼中并无多少波动 倒是来了一点兴趣 手中酒葫芦一扔 无数酒水倒出 在他意念控制之下 变成了一柄水木长剑 酒葫芦中的酒 似乎有着倒不完的酒水 很快水木长剑 就已经变得有着数十丈长短 宛如一柄巨剑 水剑之上 蕴含着一股极致的剑意 所有人看上一眼 似乎都能从那剑意中感受到一种沧桑 仿佛跃进了人世间的繁华 最终归于平淡 这种剑意 无数人喃喃自语 目光有些失神 想起了自己的一生 心头不免怅然若失 你这不是杀伐剑意 森罗老祖并不受剑意的影响 面色却是大变 他知道 南宫墨成就剑意时 乃是杀伐剑意 可如今他感觉到 这水木长剑上的剑意 根本不是杀伐剑意 难道这六百年 南宫墨悟出了更为强大的剑意 哈哈 南宫墨洒然一笑 也不解释 并止成剑 向前一指 巨大的水木长剑 划破了虚空 直接朝着半空中的遮天剧长斩去 破 只是瞬间 水木长剑便已经划破了遮天剧长 天地间的压力 瞬间轻松了许多 森罗老祖大害 没想到南宫墨随意一剑 就能破开他苦修多年的森罗魔掌 而且看起来 南宫墨似乎还未动用权力 长剑破开魔掌 去世不减 再度朝着森罗老祖逼近 剑意虽不伶俐 但所过之处 一切都仿佛停止 转瞬之间 便已经来到了森罗老祖的境前 森罗老祖连续施展十几道防御 试图抵挡着南宫墨的攻击 但水木长剑似乎根本不具魔器 甚至连森罗老祖的魔狱也都不具 速度没有减缓半分 森罗老祖面色大变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自己的魔狱 被人如此轻松破开 他知道 很可能南宫墨已经领悟了天地规则 这一剑便是一个世界 比之法御来说更为强横 规则更为完善 才会如此 逼不得已之下 森罗老祖只好举起魔神手骨 无边魔器涌入其中 瞬间 一股阴冷的恐怖力量充满了他整个右手 他一拳轰出 迎上了水木长剑 碰 惊天爆炸声响起 一股恐怖的冲击波扩散开来 将四周的一些参天高峰都给震断 通天峰上 无数人连忙寄起防御 抵挡着这一股冲击的余波 破 水木长剑硬生而破 重新化作点点酒水 散落漫天 而森罗老祖也在这反阵之力下 身子不断倒退 体内的气血也是翻涌不休 这一招虽然落了下风 但却没有受重创 咦? 倒还有点实力 男公默有些诧异 没想到自己的一剑居然会被森罗老祖挡下 意外看了森罗老祖一眼 但这一眼 便让他原本淡然的脸上布满了金蓉 他发现 原本森罗老祖应当空空如也的右手处 多出了一只被魔器覆盖的手臂 被诸仙剑斩断的任何东西 都会被断绝生机 哪怕是巅峰五帝也无法幸免 森罗老祖绝对不可能长出第二只手臂来 而且 他从这只手臂上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波动 那是六百年前在生命禁区时所遭遇到的魔器 而且 这魔器比这生命禁区的魔器还要精准许多 难怪你不但能够恢复 还提升到了如今的境界 看来全是这魔壁所为吧 看来今日是留你不得了 男公默知道 生命禁区的魔器对于人族修士来说 可是真正的克星 当年他们就因此 才会打算前去生命禁区 找到魔器的根源 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隐患 但后来却发生了那种变故 让他们只得作罢 这森罗老祖手上的右臂 不难想象 若是森罗老祖完全被这魔器侵蚀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此刻 男公默难得慎重起来 人与人的争斗 他可以不管 但人与魔的争斗 他却不能置之度外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坚守的底线 好大的口气 森罗老祖森然一笑 知道男公默看出了端倪 心中杀意更为浓烈 他如何不知道这个道理 若是这个消息传出去 恐怕他立马就会成为天下公敌 其他三个大域的强者不顾一切都要来斩杀他 在超级势力中流传着一句话 那就是任何与魔有关的东西 杀无赦 此魔非魔教的魔 而是魔族 森罗老祖如今还未完全吸收魔神手骨之中的力量 还没有傲视天下强者的本事 是也 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他绝不可能留下火口 男公默缓缓站起身 将手中糊落挂在了腰间 变得慎重起来 自那手骨之中 他也感觉到了一股非凡的力量 他觉得这个手骨的主人 生前一定是什么不得了人物 其实力肯定是真正的神仙一流的超级强者 这种强者的遗骸所蕴含的能量 已经超乎他的想象 他不得不慎重对待 也幸好 这只是一节手骨 森罗老祖并不能发挥出完整的实力 否则的话 便是他也策手无策 他知道 只要斩杀了森罗老祖 再将这魔神手骨毁了 一切问题都将解决 想到这里 男公默第一次认真了起来 随着他站起身 在其周身 无数的无形器件环绕在他的周身 让他整个人的气势变得空前强大 在别人的眼里 此刻的男公默不像是一个人 反而是一柄剑 一柄宝金风霜的古剑 所有人都见到 男公默缓缓闭上了眼睛 心中有着不解 但唯有一些眼力过人的强者 才发现 此刻的男公默已经出手 无形的剑气汇聚 剑意如海洋 整片天地仿佛都是男公默 谁也不知道 哪个是真的男公默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御 这是规则的力量 每一个男公默 都像是一柄剑 都施展着不同的剑招 每一招的精气神 剑意都已经达到了巅峰 蕴含着一丝天地的规则 万剑归宗 万剑齐发 时间仿佛都在此刻静止 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状态 当男公默的气势 酝酿到极致之时 万剑也自男公默的身后发出 数万个男公默同时出剑 蕴含着天地的智力 展向了森罗老祖 森罗老祖面对着突然起来的一剑 表情凝重到了极致 不敢有丝毫大意 右手的魔骨也被他举起 体内的魔气疯狂朝着魔骨之中涌去 他有着感觉 若是不动用那一种力量 他会在这一剑之下陨落 哪怕他如今已经拥有了半神的力量 也依旧如此 男公默也是半神 而且是领悟了天地规则的半神 找到了自己的道的半神 森罗老祖自己 虽然掌控了一部分天地规则 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 还没走到尽头 他能有这样的成就 全是靠着魔神手骨所赐 面对男公默的攻击 他也没有把握能够挡住 这男公默道真是个人物 魔族老祖黑笑一声 语气虽然不怎么好听 但可以看出 他对男公默的评价很不错 能够在这方平级之地达到这种地步 便是魔族老祖自己 他也觉得不可能做得比男公默更好 也只有他经历过这一段过程 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么的艰难 老祖 我们要不要出手 莫问天倒是不关心男公默的成就 他觉得男公默这一招弱势弱下 可以既然你不想让森罗死 那就让他多活一段时间 男公默现在处于天人合一的状态 他的真身根本没有半分防御 只要找到真身 随时可破掉他这一招 魔族老祖见多识广 自然知道如何破解半神的手段 就在莫问天正准备动手之时 魔族老祖突然叫住了他 等等 怎么了老祖 看来有人比我们要先动手了 先不着急 况且青云宗那位神秘间谍还未出手 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境界 这一场戏还没完呢 魔族老祖应策策笑道 是老祖 莫问天点头 不过他觉得 陆成现在的境界绝对没有他高 他六岁开始在魔神老祖的指导下修炼 花费十年时间参悟完天书 进入青云 五十年成就九平五圣积累底蕴 一举冲破五帝 花费几年时间才彻底稳固自身根基 达到巅峰五帝 陆成进入青云宗还是个普通人 而且过了修炼的最佳年龄 哪怕有着奇遇让他一飞冲天 如今接近六十年 恐怕也不过六平五帝 即便是陆成天资过人也最多不过九平五帝 说实在的 他对陆成根本没有半分忌惮 他不过是想看着陆成道心崩碎的画面 来住救自己的魔道之路 领悟自己的魔道 这般想着他顺着魔族老祖感知的方向看去 想要知道到底是谁 会在这种情况下对南宫墨出手 通天风玉清殿前 一团黑雾突兀出现 落在了大殿前方 几乎在场所有人 包括一些五帝 此刻都被南宫墨的那一件威势所震慑 还处于一种奇妙的状态之中 也唯有他不受影响 此人正是刚从幻月洞府走出的玄冥鬼帝 玄冥鬼帝取得天书后 便已经打算先行离开 但却无意间听到了几人的对话 也听到了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名字 他站在垫顶 目光正正望着前方那道熟悉的身影 心中不由得涌上一抹酸处 他很想哭 可他哭不出来 你终于舍得出现了 你果然又是骗我的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一直骗我 玄冥鬼帝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个男人老是要骗他 骗他说他不爱他 骗他说他结婚生子 骗他说他感悟到了非生气迹 可他明知道这都是骗他的 他还是选择了相信 他希望这不是谎言 希望他说的都是真的 可当谎言揭穿的那一刻 他突然觉得心口有些脚痛 可他明明又没有心 还是能感觉到痛 突然他变得无比的愤怒 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目光也在此刻充满了怨恨 变得无情 他握紧了手中的黑色匕首 一个闪身 便已经出现了数万个南宫墨的前方 他根本不用去找 也知道哪个是真的南宫墨 他的一切都已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灵魂里 怎么可能找不到 怎么可能会认错 他的匕首很快 很锋利 很果决 毅然决然 转瞬便已经到了南宫墨的脖肩 很辣无比 若是这一匕首下去 定能让这个半步见线的男人消首陨落 南宫墨此刻处于天人合一的状态 对此毫不知情 即便知道 他也无法腾出手来反抗 一剑出 再也无法收回 此刻的他应该是北明艳红 北明艳红的匕首停下了 他望着那个伤他千次万次的男人 在最终有机会杀了他的时候 他却忽然下不去手了 他明白 自己有多恨他 也就有多爱他 他所努力的一切 都不过只是为了再见他一面而已 哪怕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他构建数百年的心理防御 就已经彻底崩溃 他的手一软 无力垂下 匕首也从手中滑落 却在这时 一边突生 一道血红色的身影急速掠过 结果掉落的匕首 毫不留情的朝着男公莫刺下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得北明艳红面色大变 他正处于一种毫无防备的状态 可当他发现这一幕的时候 已经以最快速度行动了 但是对方也是巅峰五地 速度同样不慢 短短不过几丈的距离 却像是天欠一般难以跨越 大哥不要 他眼中倒映着那道血色身影 却已经来不及阻挡了 北明艳红的声音激进嘶哑 撕心裂肺 但那道血色身影仿若未闻 手中的匕首速度反而加快了几分 眼看着就要一刀 直接将这个负了他妹的男人给销售 血明老祖的心中充满了莫名的快意 都是因为他 才害得自己的妹妹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和他一般变成一个人不仁鬼不鬼的怪物 当 却在这时 一道寒光影线 直接系在了那一道漆黑的匕首之上 血明老祖心中惊疑 手中的匕首有些不受控制的偏移 已经偏离了原本斩杀南弓墨的路线 他心意狠 不顾那继续朝他斩来的一剑 匕首再度刺出 刺向了南弓墨 与此同时 半空之上 森罗老祖的魔神手骨 也与南弓墨施展的万剑龟宗 碰撞在了一起 碰 无边的魔气与剑意互相消融 无形的冲击波不断扩散 连空间都被挤压到变形 破 森罗老祖最终还是承受不住 蕴含天地威压的无边剑意 一口漆黑的鲜血喷出 气息尾米了大半 而万剑龟宗去世不减 朝着森罗老祖斩去 森罗老祖眼中 倒映着那成千上万道南弓墨的身影 心底不禁生出一抹绝望 他能够清楚地感知到彼此之间的差距 由南弓墨施展的万剑龟宗 已经超越了他的认知 他想躲 但却被天地威压给震设在原地 根本无法动弹 他只能站在那里等死 另一边 玉清殿穹顶之上 咦? 黑暗中 似乎有人发出一声惊疑 显然他没想到 血明老祖居然会使用以命换命这种方式 不顾一切都想要杀掉南弓墨 匕首最终还是刺进了南弓墨的小腹 但那一柄血红长剑 也同样深深地刺进了血明老祖的胸口 却没有鲜血流出 只有一缕缕黑雾不停溃散 虽然未能阻止血明老祖 但这一剑 却让血明老祖的匕首停了下来 血明老祖拼尽全力向前刺去 但那一柄剑硬生生止住了他前进的势头 是血魔剑 阴云 你来倒什么乱 血明老祖认出了那柄剑 不由大吉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星宿见地阴云居然会从中作梗 让他的目的无法得逞 这让他十分愤怒与不解 堂堂天鬼域的大御主 却是这种背后伤人的小人 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 黑暗中一道爽朗的声音响起 一位身形魁梧男子撕裂虚空 挡在了南弓墨的面前 不懈地望着血明老祖 你多管什么闲事 你不是很想覆灭青云宗吗 不是很想杀了南弓墨吗 为什么 血明老祖忍不住咆哮道 看得出来他此刻出离的愤怒 不错 我是很想杀了南弓墨 但他必须得死在我的手上 你还不配 星宿见地手中是血魔剑一用力 直接将血明老祖给击退了老远 血明老祖忌惮地看了一眼星宿见地的手中剑 强忍着魂体被迫的剧痛 也不再胡乱动作 南弓 北明燕红也在此刻赶了过来 第一时间便已经来到了南弓墨的近前 望着那一柄还插在他小腹间的匕首 眼中满是忧色 咔 随着他话音刚落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而后三人便见到 仿佛整个天地都宛如镜面一般破碎 咔嚓咔嚓之声不绝于耳 而南弓墨整个的气势也宛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迅速萎抿了下去 南弓 北明燕红连忙接住倒下的南弓墨 声音已经哽咽 血明老祖健壮 忍不住大笑出声 他最终还是成功了 一旁的星宿见得叹息一声 神色有些无奈 他还是来晚了 从得知魔教攻打青云之时 他就已经朝着这边赶了 他觉得东方号轩陨落 南弓墨一定会出现 所以他打算来与南弓墨光明正大的战上一场 没想到一来就见到南弓墨被血明老祖偷袭的一幕 只可惜他还是来迟了一步 半空之上 那蕴含成千上万道见一见招的南弓墨也层层破碎 化作虚无 消散不见 森罗老祖额头已经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仍心有余悸 随着这一股意境破去 所有人也从茫然中惊醒 举目望去 发现森罗老祖依旧屹立不抖 而南弓墨却是倒下了 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所有青云弟子心中不自觉涌出了一抹不好的预感 南弓师叔祖 道玄一个闪身 已经朝着玉清殿垫顶飞去 七脉手作也紧随其后 南弓 北名燕红已经气不成声 紧紧地抱着南弓墨 黑袍下的身子不停颤抖着 师妹 你来了 好久不见 南弓墨缓缓睁开了眼睛 看向了那一张陌生无比的黑袍人影 却十分熟悉 身上的痛兜似乎被他遗忘 他微微一笑 只是笑得十分苦涩 南弓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北名燕红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不由大喜 反复查看着南弓墨 我没事 南弓墨从北名燕红的怀抱中挣脱 缓缓站起身 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雪明老祖没有说话 而后将目光落在了新秀剑帝的身上 抢笑道 多谢了 如果不是刚才新秀剑帝出手 他已经行神俱灭 这是他第一次施展这一招 他很清楚被人打乱的后果 新秀剑帝撇了撇嘴道 是你命好 而且本帝也不是为了救你 森罗那狗贼 灭我新秀剑派 此仇不共戴天 本帝来不过是想取他狗命罢了 所谓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现在我们勉强算是朋友 不过 带得此事过去 本帝还得杀你 这天下第一剑是本帝的 南公墨笑着摇头叹息一声 我已经不是什么天下第一剑了 你找错人了 不是天下第一剑了 听到南公墨的话 新秀剑帝愣了片刻 不过也没放在心上 以为南公墨只是在装逼 不想和他打找的借口 没有放在心上 石书祖就在新秀剑帝 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道玄等人也在此刻赶来 目光担忧的看着南公墨 没事 南公墨摇头 蜡黄的脸上露出和善的微笑 此刻的他像一个慈祥的老人 说完 他转身看向森罗老祖所在的方向 他知道危机还未解除 说再多都是无用 你们都去后山吧 石书祖 那位不是在 道玄一惊 不知道南公墨此言何意 若是贸然前去 不是会打扰到那位建帝大人闭关吗 无妨 如今也只有他能救你们一命了 石书祖只能尽全力拖住森罗老魔头 能挡多久 石书祖也不知道 南公墨摇头 他自然知道如今陆臣的状态 提醒道 你们进入后山 不要有任何攻击的念头 便不会有事 切戒 石书祖 那你 道玄等人感觉到南公墨此时的气息 比起刚出来之时 已经大不一样 更是看到了南公墨小腹处 那物字流着鲜血的伤口 心中笼罩了一层浓浓的哀伤之意 难道东方石书祖陨落了 南公石书祖也要如此吗 但是到如今 他们也别无选择 所有长老弟子 随我走 道玄咬牙下令 转身朝着青云后山的方向而去 青云众人虽然不解 但却还是跟了上去 一众魔教五帝发现了这一幕 正打算追上去 但很快就被赶过来的燕天南等四位巅峰五帝拦住 他们气息虽然违靡 但好歹也还是巅峰五帝 很快 两方五帝再度对峙在了一起 互相牵制 但魔教五帝众多 四位巅峰五帝已燃重创 根本无法牵制住所有五帝 也有不少五帝带着众多弟子 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 朝着青云后山追去 青云宗已经无人能够分心阻拦魔教众人 只得放任前去 哈哈哈哈 谢明 做得不错 森罗老祖发现了南公墨受伤 一眼就看出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虽然他也很奇怪 为何谢明没有受到南公墨的意境影响 但此刻显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淡淡扫过星宿见地与北明燕红一眼 并未在意 他之前虽然差点陨落在南公墨的剑下 但他并未中创 反观南公墨 此刻本源受创 气息每一秒都在跌落 即便有两位巅峰五帝联手 他也不惧 最终还是他 笑到了最后 多谢店主夸赞 这只是血明愤怒之事 血明老祖平淡一笑 强忍身上的剧痛 看向北明燕红 燕红 还不快走 大哥 北明燕红十分纠结 一个是最亲的人 一个最爱的人 燕红 你都忘了北明家族的使命了吗 还不快走 血明老祖 不可能让北明燕红与森罗老祖为敌 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大哥 我 师妹跟你哥走吧 南公墨却在此时开口 他心中并无任何责怪之意 连他的命都是北明燕红给的 他也明白 血明老祖此刻的苦衷 可是 多谢你救我一命 师兄很感激你 让师兄有机会 了却了毕生心愿 追寻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但 我们不合适 这条命你想要 随时可以拿去 南公墨的声音很平静 目光也从未离开森罗老祖半步 捏 北明燕红 感觉喉咙像是被针扎般难受 有千言万语 却说不出口 血明老祖见此机会 果断出手 一击直接将北明燕红给打晕 带着他离开了此地 回到了森罗老祖的身后 南公墨静静地望着这一幕 没有说话 南公墨 现在看你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驶出来吧 森罗老祖哈哈大笑 魔气翻涌间 已经朝着南公墨压迫过来 这家伙变得好强 星宿见地 面对着一股压力 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知道 森罗老祖不简单 但没想到 居然会如此恐怖 甚至让他觉得 森罗老祖 比之当日的东方好轩 也不弱上多少 呵呵 可要小心了 别被他魔气沾染 南公墨淡笑一声 提醒一句 不顾自己的状态 便直接冲天气 剑气环绕周身 迎上了那滔天魔气 他要为陆臣争取时间 拦住森罗老祖 只要陆臣悟道完成 那么他的任务 也就算完成了 南公墨接见 星宿剑得犹豫了片刻 将手中嗜血魔剑丢了出去 南公墨回头望来 意外地看了星宿剑第一眼 结果是卸魔剑 原本整个人周身的剑意 也在此刻强横了几分 好剑 南公墨大笑一声 他修剑道 并非是不用剑 只是在他使用过 朱仙剑这种神兵之后 他觉得 没有任何一柄剑 能够配得上它 他才不屑用剑把了 而如今 是血魔剑这种伪神兵在手 虽说不比古剑朱仙 却也能极大幅度增加他的战力 让他能够多坚持一段时间 星宿剑地望着半空中 不断碰撞的两道身影 苦涩一笑 他知道 自己这一辈子 恐怕都无法胜过南公墨 取代天下第一剑的称号了 他转头看向另一边 燕天南所在的方向 而后朝着那边掠去 想不到 你们也会成为森罗狗贼的走狗 星宿剑地望着面前熟悉的几位魔教武帝 吃笑一声 在燕天南等人惊讶的目光中 直接与众多武帝交战在了一起 以一敌十几位武帝 也丝毫不落下风 燕天南等人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 若是真的强行动手 一个不小心就会陨落 如今有着星宿剑地帮他们牵制这群魔教武帝 他们也有着时间开始恢复自身 道玄一行人顺着山道 玉空而行 很快就来到了后山山脚之下 便停了下来 青云宗仅剩的人静在此列 他们感受到了前方那一股若有若无的剑意 心中一鸣 诸位长老弟子听令 进入后山 不可施展任何攻击 剑地大人正在闭关 可不要惊扰了他 道玄沉声说道 罕见的严肃 是 众人纷纷硬道 而后不再遇空 直接徒步朝着后山山颠走去 魔教众人速度并不比青云宗的人慢 很快就已经追了上来 不过他们并未停下身形 打算继续遇空 想要将青云宗弟子斩尽杀绝 扑扑扑 可当他们刚一进入后山范围 便惊愕地发现 四周似乎有着无数无形剑气 朝着他们击射而来 他们还没有任何的反应 便直接被那无数剑气给洞穿了防御 直接掉落在地 没有了声息 青云后山 咦?你们看 奔逃的青云宗弟子 一边逃跑的时候 回头发现了众多魔教弟子 从半空陨落的一幕 不由惊呼出声 所有人回头望去 看到了夜空那一道道绚丽的法宝 不停从高空掉落的画面 宛如流星坠落 这让的众人心头大喜 难道是见地大人出手了? 南宫师叔祖说的果然没错 赶紧走 一众青云弟子 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速度施展到极致 朝着青云宗的祖师祠堂方向走去 不如其来的攻击毙命 宛如断吃的鸟一般 跌落下深谷之中 好半上才发出一声声沉重的坠地声 小心!有埋伏! 魔教人群之中 一位九平五弟率先回过神来 大鹤出声 同时周身灵力涌动 已经在身外布置了一层密集的防御 其余人惊骇之余 也连忙记起防御 将手中的兵器牢牢握在了手中 我们下去 徒步追 那位五弟发现了前方奔跑的青云宗众人 自知不能在玉空而行 连忙命令道 不再朝着他们攻击而来 这让得他们不由的松了一口气 此地有些怪异 好像不止有灵阵 小心一些 那五弟表情明重 感知到四周有些一些不对劲 只能如此猜测到 不过他觉得 这很可能是青云宗最后的防线了 青云宗的强者要么重伤 要么陨落 如今最强者也不过一平五弟 只要不被灵阵所伤 他有着自信 以一人之力便可覆灭所有青云宗余孽 魔教众人一路小心翼翼朝着山巅行去 速度放慢了无数倍 生怕再有突如其来的攻击 让得他们殒命 不过好在的是 这一路行来 他们极度小心 再也没有触碰到任何的灵阵禁止 这让得他们不由稍稍放心了许多 青云宗众人皆是负伤 此刻赶路之下 更是消耗巨大 没多久 就有不少重伤的弟子坚持不住了 前面就是祖师祠堂 我们先在那里歇歇 苍龙手座带着几个负伤的弟子走在前方 朝着祖师祠堂的方向走去 咦 见地大人 当所有人来到祖师祠堂外的空地前时 都发现了那一道依旧在扫地的身影 不由惊讶 噓 小声一点 见地大人正在悟道 道玄连忙摆出噤声的手势 生怕这群人惊扰了路晨 所有青云弟子 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巴 一些重创的弟子 连痛呼声都是弱了下去 咬牙强忍着 道玄等青云高层 隔得老远细细打量了路晨好扮 才发现路晨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他们 不由惊讶 不过道玄也没有打扰路晨的意思 而是悄悄吩咐下去 让众人先就地恢复起来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他们也不确定 路晨什么时候能够清醒过来 也不打算往后姗姗颠去了 如果就让路晨在这里误导 被魔教众人发现打断了 那可就不妙了 所以他已经决定 守在这里 若是魔教等人赶过来 他们哪怕拼死一搏 也要护住路晨周全 而魔教众人的速度明显慢了许多 在接近黎明时分 他们才来到了半山妖处 在那里 魔教之中 有人发现了祖师祠堂外 围坐在一起的青云宗弟子们 不由大喜过望 九平五帝为首 当先朝着祖师祠堂掠取 速度快到极致 他们追来了 青云宗众人也发现了魔教的身影 心中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担忧 他们早在之前的战斗中都已经负伤 此刻走到半山妖 更是耗费了不少的力气 已经走不动了 才被迫在祖师祠堂前打坐恢复 没想到魔教的人 似乎能够知道他们的位置一般 如复古之躯一般 穷追不舍 这么快就已经追了上来 不必惊慌 一定不要让魔教等人 打扰到见地大人误导 道玄身为青云长教 第一个站出来 望着那匆匆而来的九平五帝 眼中满是凝重 苍龙等人七脉手作 和东方西月等青云宗 还有战力的长老也纷纷起身 严阵以待 怎么 走不动了吗 魔教九平五帝大笑出声 笑声中有着嘲弄 像是戏弄老鼠的猫一般得意 他早就知道 这群青云弟子走不远 所以从不担心 九平五帝 苍龙手作等人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 脸色更是难看了几分 若是一平五帝 他们还有一战之力 对上九平五帝 那可真是连一点胜算都没有 就连三个小境界 对于他们来说 就已经十分棘手 更别说足足八个小境界了 不过一想到身后还在悟到的陆成 他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他们不可能将陆成暴露在魔教众人的眼前 连南宫师叔祖都已经败了 陆成就是他们最后唯一的希望 若是能够等陆成悟到成功 青云宗就能够活下来 就凭你们几个一平五帝 也想拦住我 魔教五帝轻蔑扫了青云宗众人一眼 声音中充满了不屑 咦 这小姑娘不错 她的目光扫过众人时 发现了人群中亭亭玉立的东方西月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 留她一命 其余人一个不留 她冷冷下令 四周魔教众人早已经叙事待发 听到命令就已经冲了出去 其中还包括了好几位一平五帝 就在苍龙手座等人准备动手之时 却突然感觉身后一阵凉风吹过 睁开眼时 前方不知何时多出了一道身影 陆成手持扫帚 似乎还是处于一种莫名的状态 但此刻魔教几人动手 下意识便引起了陆成的注意 他处于悟到之中 无敌剑道 正缺的便是对手 南宫墨虽然帮助过他一次 但显然还不够 而此刻 刚好有人送上门来 助他磨练自己的无敌剑道 陆成现在虽然走出了那一步 找到了自己的道 但这一条路还不够踏实 不够稳固 随时都有崩散的可能 所以陆成一直都处于悟到的状态之中 不敢轻易结束这种状态 只有不停的战斗 才能让他这一条路上的经验变得充足 变得夯实 就好像武道的根基一般 一样需要沉淀 成仙的过程便是让得自己的无敌剑道种子 成长发芽 结出属于自己的无敌剑胎 从而与话飞仙 而这个过程则需要无数的对手 成为他的踏脚石 这些战斗的经验 变成种子的养分 最终助他一步登天 你是谁 那几位一平五弟 发现了手握扫帚的陆成 眉头一皱 手中的攻势突然停了下来 在陆成的身上 他们感觉不到任何的灵力波动 但却又给他们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 就连那位九平五弟也是微微愣住 仔细打量起陆成来 地同闪烁 想要将陆成给看穿 但可惜的是 他发现陆成深邃的好似浩瀚虚空 永无止境 根本无法让人看透 见地大人 青云宗众人先是一惊 而后狂喜 关键时刻 见地大人总算出手了 不过很快 他们便紧紧皱眉了起来 他们发现此刻的陆成 似乎还是处于悟道的状态 若是陆成悟道的时候被打扰 那他们可真是万死难辞其咎 对于一个舞者来说 悟道状态多么难得 他们比谁都清楚 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若是悟道被打断 后果很严重 没能敢悟道 东西还是小事 最怕是走火入魔 修为倒退 神允道消 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此刻 他们也别无他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 在心中默默祈祷 希望见地大人不要出事才好 哈哈哈哈 居然还是在悟道状态 就这也想阻我魔教 显然 魔教众人也发现了此刻陆成的状态 丝毫没有将陆成放在眼里 或许陆成身上那一股无形的气息 会让他们有所忌惮 但现在 陆成处于悟道状态 他们还有什么 可畏惧的 悟道之人最怕就是被打断 他们此刻心中已经想着 如何打断陆成的悟道了 连他们一辈子都求不得的悟道机缘 此刻看到有人在自己面前悟道 这种感觉 让他们难免嫉妒 若是能够破坏陆成的悟道 他们心中的那种满足感 绝对会最大化 这般想着 数位魔教一平五地已经果断出手 手中那祭炼无数生灵所炼制的血炼法宝 已经在此刻散发出一股令人神魂战力的波动 似乎有着无数的冤魂在嘶吼咆哮 一道道血红的攻击 照亮了祖师祠堂外的空地 将整个祖师祠堂附近都给染成了一片血色 看起来宛如地狱血海一般 见帝大人 清云宗弟子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师生惊惑 他们也知道陆成的实力 若是陆成处于清醒状态 他们或者根本不会有丝毫担忧 但此刻 川东和东方西月第一时间便已经准备冲了上去 心中只剩下担忧 川东失地 东方失妹 不要劫 先看看 但道玄挣扎几下以后 还是出手拦住了他们 他脑海中不停回想着南宫墨对他说过的那句话 他觉得南宫墨肯定见过陆成 而且能够给出那种提示 显然不是没有道理 他虽然不能确定 但对于南宫墨的话 他还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道玄此刻 想要赌一把 况且 对方有着九平五地压阵 便是阻止了 又能如何 最终的结局 依旧无法改变 倒不如趁现在看看南宫墨所说的话 是否是真的 从刚才魔教出手的动作 将陆成吸引过来之时 他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不行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师尊陷入绝境 哪怕是死 我也要死在师尊的前面 一川东一如既往的倔强 丝毫不顾身上的重伤 若非是苍龙手座拉住了他 恐怕他早已经冲到了最前方 与魔教众人交手在了一起 师兄 师尊能够感应到外界 也不是毫无感知的 我们先等等看 几个一平五帝 想要斩杀师尊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若是师尊不敌 我们再出手 绝不会让师尊出任何问题 东方西越带眉微醋 倒是冷静下来 分析着利弊 听到东方西越的话 一川东也开始冷静下来 但目光依旧止不住担忧 正正望着那道 依旧在扫地的路程 与此同时 魔教几位一平五帝的攻击 也在众人 那不仁与期待的目光中 来到了路程的近前 魔教众人的眼中 甚至闪过一抹得意与残忍 眼看着那一道道血红色的攻击 就要落在路程的身上之时 突然 路程举起了扫帚 向前轻轻一扫 似乎时间都在此刻静止 那魔教众人所发出的 看似强横无比的攻击 却硬生生停在了原地 像是被冻结一般 再也无法寸进分毫 咔 紧接着 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下 那一道道攻击 开始碎脸 碎成积粉 散落开去 这 那位九品武帝显然没想到 路程为什么会突然出手 而且还能挡住众多一品武帝的攻击 眼中满是疑惑 全挡住了 真的挡住了 见地大人 果然能感知到 青云宗众人则是悄悄松了一口气 汗水都是止不住滑落 后背已经凉了大半 肖长老 怎么办 几位一品则更是一脸猛逼 他们出手 可是没有丝毫留守 就这样被路程如此轻描淡写挡住了 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 此刻也拿不定注意 只好将目光看向了那位九品武帝 被称为肖长老的九品武帝 名为肖杰 曾经也是一个一流势力的太上长老 比东方浩轩低上一倍 实力不然不如巅峰武帝 却也在九品武帝之中先有敌手 之前在与众多巅峰武帝的战斗中 也没有受重伤 足以看出他的实力 肖杰从小缺爱 生性多疑 性格有些畸形 曾因为误会自己妻子 与自己称兄道弟的直交通女干 愤怒之下 将这对狗男女以极端的方式斩杀 并且以魔教的阴毒手段 将两人的魂魄 祭练在自己的极品灵兵罗刹枪之中 可以看出此人有多么多疑 所以此刻 见到陆辰这古怪的动作 心中更是惊疑不定 等等 先不急出手 肖杰冷眼望着陆辰 眼中有着一丝不确定 伸手拦住了 还欲再度出手的魔教众人 随着魔教众人停手 他们也发现 陆辰又恢复了之前的那种扫地的状态 变得更为不解了 他还在悟道 肖杰本以为陆辰遭遇了攻击 很可能已经被打断了悟道 从而苏醒 但现在看来 之前陆辰所发出的攻击 显然只是无意之举 并没有被先前的攻击所影响 很多人在悟道的时候 都会有奇思妙想 出现这种情况 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足足沉思了好半上 才最终再度命令到 刚才只是意外 一起出手 全力攻击 意外吗? 青云宗众人也听到了肖杰的话 也十分不确定 如果刚才真的是巧合的话 他们的心中都变得忐忑起来 几位一平武帝对视一眼 也都看出了 彼此眼中的后怕与疑惑 看着陆辰如此轻描淡写 就将他们发出的攻击给阻挡 他们的心中 说不害怕是假的 所幸的是 陆辰一击出手 很快又变成了之前那副样子 没有任何出手的意思 这让他们放心了下来 他们听到肖杰的命令 再度运转体内灵力 准备施展自己最为强横的攻击 要一击击杀这位 看起来神秘无比的年轻人 所过之处 空气都被蒸发 大地都在颤抖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那一道 依旧在扫地的身影 他们很想知道 到底是不是巧合 还会不会出现 与之前相同的一幕 在众人的注视下 铺天盖地的攻击接踵而至 来到了陆辰的面前 却在这时 以陆辰为中心 一股剑意抵挡开来 在他周身形成一片极为独特的区域 所有的攻击 刚一步入这片区域 便好似牛入泥潭 无法动弹 众人感觉到 似乎在陆辰的周围 就好像凭空多出了一个世界一般 还不带众人反应过来 那十几位出手的一品武帝 便感觉到 从那个世界里面 一股极致的剑意 朝着自己攻击而来 令他们神魂都是止不住的站立 在这一股意念之下 他们连抵挡的勇气都已失去 扑扑扑 一道道蕴含着圆满意境的地极剑招 自陆辰周身发出 速度奇快无比 宛如穿越了空间 直接洞穿了 刚才出手的 那十几位一品武帝 寂静 无比的寂静 所有人都正正的望着这一幕 浑然不敢相信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在悟道吗 怎么还能发出攻击 可他明明还是在悟道状态啊 不只是青云宗众人不理解 就连肖结等魔教的人 也十分疑惑 很快 一大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才后知后觉发现 这位看似普通的扫地杂役 居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根本未曾动作 无声无息之间 就已经斩杀了十几位一品武帝 甚至 连那十几位一品武帝 连防御都来不及施展 那可是武帝啊 这种实力 便是放在一流势力之中 都可以成为一方长教 可此刻 却被人一招秒杀 武帝有多强 他们不是不知道 哪怕是一位九品武帝 想要斩杀一位一品武帝 如果那位一品武帝足够的警惕 想要被斩杀 也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更别说是一击秒杀了 而且 这还是十几位一品武帝 同时被秒杀 魔教众多弟子 此刻眼中只剩下了惊骇 腿肚子都有些抽筋 连天下第一剑南宫墨 都已经出来了 青云后山 居然还隐藏着这样的人物 这实在是让他们想不通 剑狱 肖杰认出了刚才路程的手段 满脸警惕 声音都拔高了好几个分贝 他身为九品武帝 自然知道 剑狱的领悟有多么困难 就连星宿见地这种人物 也不过才领悟到一点皮毛 而此刻 在青云宗后山祖师祠堂前扫地的一个年轻人 居然能够领悟剑狱 这对于他的冲击有多大 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 而且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年轻人还是处于悟道的状态 很显然 他刚才都是无意识的自动攻击 连自动攻击 都能在瞬间秒杀十几位一品武帝 这个实力 他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至少他知道 换成是他 他绝对做不到这种程度 别说现在了 哪怕是再给他一百年 不 五百年也绝对达不到这个地步 念及至此 肖杰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心思 他知道 现在的陆成很不好惹 他本就多疑 此刻心中战意已经去了大半 二话不说 直接便是催动身形 朝着来路奔逃而去 留下一众面面相去的魔教弟子 可是 他的脚步还未走出多远 陆成似乎有所感应 手握扫帚 直接一个闪身 天涯咫尺不施展 直接追了上去 这 道玄等人 纷纷呆置在原地 张大了嘴巴 有些不明所以 显然 他们也没见过 有人误到是这样误的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 有人误到在别人攻击下 还能做出反击的 反击也就算了 还能追出去的 这一切 都颠覆了他们 对于修行的认知 不过 他们也很快便不再纠结此事 开始不怀好意的 看向了对面那一群 还在瑟瑟发抖的魔教弟子 如今魔教众人之中 诸多五弟陨落 九平五弟已经被陆成追着跑了 他们也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危了 根本无需道玄开口 众多青云宗弟子还有着战力的人 纷纷冲上前去 与魔教众人站至一起 魔教众人现在群龙无首 加上刚才陆成给他们的震撼太过强烈 以至于现在还有些心不在焉 面对着青云宗众人的攻击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被灭只是时间问题 陆成此刻处于一种极度玄妙的状态之中 他感受到消洁的气息 让他心中的战意大增 十几位一平五弟 还不够资格让他魔剑 这种对手对陆成来说 就好比一个满级强者去新手村屠杀小怪一般 所获得的经验是不停的加一 他所需要的 能够为他凝聚无敌见到的对手 最少得是像消洁这样的九平五弟 所以陆成在感知到消洁逃离之后 几乎是下意识就在第一时间追了出去 这是来自于谷子的渴望 就好像一个被关押了数十年的犯人 看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少女一般 什么情况 消洁发现了身后穷追不舍的陆成 眼皮子直跳 有些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个人悟到追着跑 陆成的速度还不慢 眼看着就要追上他 他的心中可谓是酸涩无比 他突然很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去青云后山 招惹到了这样一个怪物 陆成的速度施展到极致 很快便已经追上了消洁 挡去了他的去路 饶命 英雄 消洁吓了一跳 心中一苦 在陆成隐隐散发的莫名压力下 知道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直接跪在了地上求饶起来 哪里还有半分九平五弟强者的风范 他知道面对陆成这种强者 连撕裂空间逃跑都是做不到 如果陆成直接出手攻击空间 他也绝对活不下来 然而陆成目光平静 似乎根本都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 抬手就是一扫帚挥出 朝着萧杰攻去 萧杰只感觉自己面前的 并不是扫帚 而是无数柄饱含剑意的长剑 直接封锁了他所有的退路 是你逼我的 求饶无果 萧杰在生死之间 那一股血性也是被激发 连忙换出自己的血练法宝罗刹枪 体力灵力毫无保留的 灌注到罗刹枪之中 枪身之上 顿时血光大放 看起来威势十足 说起来 这柄罗刹枪来历不凡 出自一位八品炼器师之手 当年他以那位八品炼器师的妻女为妖邪 才白嫖到了这么一柄极品灵兵 伴随着他征战多年 旗下已有无数王魂 其中还有着他的妻子兄弟的魂魄在其中 两位武圣强者的魂魄 让得罗刹枪的威能更是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让他几乎所向披靡 他能有如今这个地位与成就 说起来与这罗刹枪密不可分 萧杰眼中闪过力色 催动灵力的同时 也唤醒了罗刹枪内的那两个五圣神魂 整个罗刹枪发出一阵阵刺耳的音波 若是换作一个普通武帝在此 听到这音波攻势 就会神志混乱起来 可陆臣却仿若未闻 手中的扫帚毫不留情斩下 当一声脆响响起 紧接着 萧杰便见到自己那柄堪称无价之宝的罗刹枪 却在寝刻间破碎 直接断裂成为了两劫 血光顿时散尽 变成了一堆废料 而其中的两个神魂也在此刻冲出罗刹枪 逃离了那个封锁他们几百年的牢笼 不过 却因为失去了罗刹枪的那股力量 他们的魂体也在此刻尽数崩散 萧杰眼中望着这一幕 面色有些痛苦 陆臣手中的扫帚毫不留情的屁下 没有丝毫地停留 直接将萧杰给一分为二 一位九平五帝陨落 那自罗刹枪中逃出的两道冤魂 看到这一幕 似有如是负重之感 消散前时 望着陆臣的身影 眼中有着一丝感激 陆臣目不斜视 目光直直看向了通天风上空的战斗 在那里 森罗老祖 依旧在与南弓墨交手 无边的魔气与剑气不停对碰 打得天昏地暗 空间不停破碎 随时都有坠入虚空的可能 尽管战场是在云颠 但一些冲击波还是落下 落在青云中的山峰之上 炸裂开来 此时的南弓墨 手持是血魔剑 瘦小的身子里 有着无数的剑意灌注其中 每一击都能焊天动地 森罗老祖手中的魔神手骨 散发出浓郁至极的魔气 每一次挥拳 都能将南弓墨的攻势瓦解 并将南弓墨打抵不断节节败退 可以看出 此刻的森罗老祖 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南弓墨虽未半步见先 可他在施展天人合一的一招被重创 自身本源消散 境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跌落 如今已经快接近巅峰五帝的层次 时间越久 他应对起森罗老祖来 就更显得吃力了 甚至连握着嗜血魔剑的手 都在微微颤抖 也好在他战斗经验丰富 对于剑道理解极深 所以 此刻面对已经达到半神的森罗老祖 还有着余力抵挡 若是随便换上一个巅峰五帝 即便是东方浩宣 恐怕也无法接森罗老祖识招 由此可见 南弓墨的实力强到了何种地步 哈哈 看你能坚持多久 我便要让你遭受断壁之痛 即便我今日不杀你 相信天下强者知道 你这个天下第一剑还活着 恐怕也会抢着要来杀你 森罗老祖狂笑出声 他终于做到了 能够抱当年血仇 解开心中欲结多年的心结 说着 他便是一拳直接轰出 面前的空间都是被他轰出一个大洞 周遭一切 很快便被那恐怖的虚空裂缝给吞噬进去 森罗老祖与南弓墨战斗的过程中 也渐渐熟悉了这一具魔神手骨 对于其中的力量掌控也变得自如了许多 他的力量也随之暴涨 达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地步 他觉得这魔神手骨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 如果等他完全掌控了这其中的力量 这天下还有谁是他的对手 甚至他已经想到了前去蛮荒谷殿 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魔神遗骸 若是他能够全部得到 他是真正的神仙 也奈何不了他 蕴含着浓郁魔气的拳头 在瞬间就已经来到了南弓墨的境前 感受着那拳头之上蕴含的恐怖距离 南弓墨面色更为难看了几分 他紧了紧手中的嗜血魔剑 一剑刺出 拳剑相碰 巨大的冲击波扩散开来 通天风上 无数剑柱硬声倒塌 破 南弓墨一口鲜血喷出 手中是血魔剑直接脱手 身子在这一股巨大的冲击下倒退不止 森罗老祖一击出手 却并没有任何停手的意思 再度栖身而上 又是一拳轰出 他的目标是南弓墨的右臂 这是南弓墨拿剑的手 他要斩断南弓墨的手 让他也尝尝自己当年的断臂之痛 南弓墨身子不停倒退 气息萎靡到了极致 此刻的他再度重创 气息已经到达了九平五地的境界 瞳孔中倒映着越来越大的魔神手骨 南弓墨缓缓抬起手 想要做最后的反抗 可他还未举起 一股剧痛传来 让他的额头青筋爆起 在刚才那一击对碰之下 他的手已经受了重伤 使不上任何的力气 眼看着那一拳即将砸在他的右臂之上 南弓墨的眼中却是异常平静 他已经历经过一次生死 早就将一切都已经看透 生亦和爱 死亦和苦 他能够在临死之前感悟到红尘见到 他的心愿已了 只是可惜 在临死前 他不能完成东方浩轩的遗愿了 想必即便是下去了 见到东方浩轩 他也会觉得没脸见人 他不再看森罗老祖 转过头看向了青云后山 他想要看看 那位天赋异禀的年轻人悟出来没有 青云宗都只有靠他一人了 不过他知道 只要陆臣一旦悟出 森罗老祖 绝然不会是陆臣的对手 咦 怎么不见了 南弓墨的感知 蔓延到了青云后山 发现了还在厮杀的青云宗众人 却并未见到陆臣的身影 不由心头疑惑 哈哈 森罗老祖猖狂的笑声 不停回荡在高空之上 眼看着一拳 就要打在南弓墨的手臂之上时 一把看似普通的扫帚 横在了两者的中间 嗯 森罗老祖眼神波动了一下 颇有些意外 居然连他都没察觉到有人靠近 说明来人实力不弱于他 能够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 出现在此地的 就连在场诸多巅峰五帝 都还没有人能够有这个能力吧 更何况 这还是两位远超巅峰五帝之间的战场 下一刻 他便看到了那位手持扫帚的年轻人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嗯 好纯粹的建议 此人是谁 为何从未听说过此人的名头 青云宗 还有这号人物 森罗老祖 长眉威宁 十分疑惑 而像是一柄剑 这不是那种人剑合一的状态 反而更为的奇妙 甚至连他都有些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仿佛是他无法理解的一个境界 他就觉得 陆成像是一柄风锐五匹的出窍剑 充满了一股天下无敌的气势 而他所到之处 则就像是一个世界 充满了剑意的世界 任何人只要接近那个世界 仿佛都会被那股无敌的气势所设 居然是在误导 森罗老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心中惊疑更甚 不过 他已经出招便不可能收回 他虽然感知不到陆成的真正实力 但他却有着自信 一把扫帚罢了 能够有什么危险 只需要一拳便能破掉 他如今可是半神 在这个巅峰五帝便能称雄的世界 他自认自己几乎天下无敌 又有什么能够阻他 更何况他的力量在魔神手骨加持之下 已经重于万军 莫说是扫帚了 便是极品灵兵 他也有足够的信心 一拳轰碎 而且陆成还是在误导状态 这种状态 不被人打扰都已经是好事了 虽然还来送死 可是下一刻 森罗老祖的拳头 还未接触到扫帚的时候 面色就已经变了 他感觉到自己的拳头 进入到了一片无比辽阔的剑意世界当中 而在其中 有着无数道充满剑意的剑招朝着他展来 其中便有他十分熟悉的万剑归宗 这一招 他先前已经领教过了 正是南宫墨在天人合一的状态下施展的那一招 只不过 眼前这个年轻人施展的万剑归宗 比起南宫墨 威力反而要更强一些 给他的威胁更为浓烈 除了万剑归宗以外 他还感受了不下百种不低于地极剑决的波动 无数种地极剑决在这股意境的加持之下 显得更为丰锐 仿佛有一种破镜天下万物的霸道 先前森罗老祖 就已经在南宫墨的剑下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而此刻 他更是感觉自己半步踏入了鬼门关 无数剑决在他拳头轰入之时 就已经朝着他那只满是魔器的魔神手骨斩下 一招接一招 硬接不暇 短短一瞬间 便有着数十万道剑招斩在了魔神手臂之上 当当当 森罗老祖惊骇见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魔神手骨 居然在这般攻势下 直接被斩出了一道道拇指粗细的身痕 要知道他曾经可是试过 即便是极品灵兵 都无法在这魔神手骨之上留下哪怕一点痕迹 可此刻 却在这个年轻人的剑决之下 划出了如此深的痕迹 这让他的心中则是更为恐惧了 他直到此刻 才后知后觉的明白 眼前这个人 很可能也是一位半步见先 与此同时 在森罗老祖一拳击退南弓墨的那一刻 星秀剑帝等五帝也早已经停止了对拼 燕天南等人更是停止了打坐 直接站了起来 眼看着森罗老祖 就要一拳轰在南弓墨的手上时 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连他们这群巅峰五帝 都是未曾发现 那道身影是如何出现的 好强的剑椅 比南弓墨那家伙似乎都要强 难不成他也到了那个境界不成 星秀剑帝眼中闪烁着光芒 望着陆臣的背影 充满着炙热的战意 他没有因为陆臣的实力而有所忌惮 这种强大的对手 反而更让他兴奋 主人 燕天南等人认出了陆臣 神情顿时无比激动 想不到 在这个关键时候 陆臣总算是出关了 他们早已经被种下魂印 称呼陆臣为主人 虽然是无可奈何 但自从得知 陆臣不但是一位巅峰剑帝以外 更是一位天阵师和地丹师之后 他们对于陆臣则多了一丝认同 一个百多岁的巅峰剑帝 潜力有多大 他们四人自然是无比清楚 在那个时候 他们就觉得 陆臣很可能会完成 当年青云子完成的飞升壮举 成为第二个飞升上界的神仙 对于他们活了这么久的老家伙来说 这一辈子什么都已经享受过了 唯一没见过的 或许就是飞升了吧 他们心中对陆臣有着很大的期待 也想见证一下陆臣飞升 若是能够从中悟到一点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 也绝对是受益无穷 说不定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参悟神仙境的奥秘 达到长生不死 对于森罗老祖的实力 他们看在眼中 倒是丝毫不担心陆臣的安危 他们都与陆臣交过手 只晓陆臣能够领悟天地法则 这个实力已经足够与森罗老祖叫板 而且陆臣从闭关之中走出 实力肯定更为强横了 主人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在悟到吗 悟到怎么会主动出来 但很快 阎天南等人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不由变得焦急起来 倒也不是因为其他 只是因为陆臣种下了魂印 掌控着他们的生死 若是陆臣陨落 那他们也得跟着陨落 他们现在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悟到是好事不错 但现在显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难道是陆臣悟到的时候 感知到了南宫墨有危险 才会提前出来 他们很不解 陆臣为何会是这种状态 不只是他们 莫问天与魔族老祖也同样不解 他终于出来了 莫问天看到陆臣的那一瞬间 情绪就不由的变得激动起来 仿佛五十年前 陆臣一剑击败他的那一幕 还历历在目 陆臣就好像一个梦魇一般 一直存在他的心里 他之所以如此努力修炼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就是想要找陆臣报仇 他等这一天 等了足足五十几年 如今他终于再见到了那个人 见贤 魔族老祖则是扼然了许久 才忍不住失声惊呼 莫问天觉得这句话自己好像听过 也不太理解 魔族老祖为何会如此失态 他当然不会认为 魔族老祖是在说陆臣 难道南宫墨在这关键时刻 领悟了剑道不成 问天 我们赶紧走 魔族老祖再也无法镇定 连忙催促道 原本他见到南宫墨没有凝结出道种 多少还有些侥幸 半步神仙 他倒也不是不能打 但当他感受到陆臣身上 那一股道种的气息时 他已经彻底没有了战意 这是真正的剑仙 虽然他不知道为何短短50年 多年前的那一位异品剑底 就已经成就了剑仙之境 这修炼速度 比起拥有魔族王室血脉的莫问天 还要恐怖 实在是太离谱了 饶食他活了这么久 哪怕是在外界天才如云的世界之中 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妖孽的人 此刻 他心中只有跑路的念头 他知道 遇到陆臣这样的人 没有半分胜算 老祖 为什么 南宫墨不是受重伤了吗 怎么成剑仙了 莫问天抬头望去 发现南宫墨此刻 依旧是一副尾米的样子 哪里有半分剑仙的样子 莫问天有些不解 他还想着冲出去就一下森罗老祖 然后再将陆臣给击败 看着他跪在自己面前求饶的样子 他自然是不愿意就此离开的 不是南宫墨 是那个神秘间谍 他凝结出道种了 成就剑仙了 赶紧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魔族老祖的声音变得很急促 恨不得一巴掌将莫问天给拍死 只是可惜 他只是一缕残魂 若是莫问天不主动放开神功防御的话 他连夺射的机会都是没有 更别说主动掌控莫问天的身躯了 什么 老祖 你是说他成为剑仙了 这怎么可能 魔族老祖的话 宛如晴天霹雳一般落在了莫问天的心上 让他正在当场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他根本无法相信 陆臣的修炼速度比他还快 短短50年 陆臣就能够成就神仙之境 说好的神仙之境 那么难的呢 难道都是在忽悠我不常 不 不可能 他绝不可能成就剑仙 莫问天眼睛变得通红 不停摇头 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老祖 你看他好像毫无意识 莫问天这才认真打量起陆臣 隔着数千里 他也看出了 陆臣此时的状态有些不太正常 连忙出声道 咦 好像是 他还在悟道 他难不成想直接凝结剑胎 成就天仙不成 魔族老祖也从最初的慌乱中惊醒 不过很快便是疑惑 神仙境在上界并不是尽头 如今的陆臣 陆臣只能算作是陆地神仙之境 在神仙之中 也只是最低级的神仙 在陆地神仙之上 还有着天仙的境界 寓意是飞升的神仙 如果陆臣能够做到那一步 便会直接白日飞升 而剑胎便是天仙境界的标志 此刻 陆臣已经凝结出道种 居然还在悟道 显然是打算直接凝结剑胎 当魔族老祖看出了陆臣的打算之后 便是更觉得不可思议 即便在上界 想要直接从悟道 凝结道种 再到凝结剑胎 最起码也得花费上千年闭关 才有可能做到 而此刻 陆臣居然想一步登天 哼 这是个好机会 若是能够破除他的悟道状态 他便会跌落神仙境 赶紧出手 不能再拖了 魔族老祖当机立断 连忙说道 是 莫问天神情振奋 有了魔族老祖的话 他变得更为自信起来 眼中更是浓烈的嫉妒与杀意 他可是魔族王室的血脉 连他都还没成神 凭什么陆臣能够直接成就神仙 另一边 啊 数万剑招同时斩下 直接将森罗老祖的魔神手骨 给彻底斩断 森罗老祖的手臂再度被吹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 声音穿透了天地 而陆臣没有半分停手 反手再度一扫帚扫出 无数的竹枝宛如利剑一般风锐 直接洞穿了森罗老祖所有的防御 将他给刺了的对穿 捏 森罗老祖瞪大了眼睛 有些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都已经半神了 还会败得这么惨 不是半不见现 森罗老祖嘴里喃喃吐出几个字 直接死前的最后一刻 才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眼前这个年轻人 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神仙之境 否则的话 不可能一招便能取他性命 只是可惜 他明白的有些太晚了 破 扫帚抽出 森罗老祖吐出一大口黑色魔血 直接掉落了云颠 重重砸在地上 将一座山头 都给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魔血不停流出 整个山头都化作了一片焦土 魔咽不断翻腾 居然达到了那个境界 南宫墨 一直在陆成的身后 将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也知道 现在的陆成 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 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界限 这战斗力 有些夸张啊 一招就秒杀了一位半神 真是个怪物 南宫墨忍不住摇了摇头 身上的本源一直在流逝 气息也十分违靡 可他依旧在笑 什么情况 而下方 星宿见地一众人 还有些不明所以 从他们的视角 只是看到了一个画面 那就是森罗老祖出拳 然后被陆成一扫帚 直接洞穿 十分简单直接 没有半点花哨 但他们却知道 这一战绝对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般简单 森罗老祖可是半神啊 连南宫墨都能压着打 这个实力不可谓不强 换作他们 可能连与森罗老祖交手的资格 都是没有 由此可见 陆成到底强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更为重要的是 陆成还是处于误道的状态 一个半神 被一个还在误道的人 给一招秒杀了 他们也没想那么多 悄悄松了一口气 毕竟森罗老祖 还是陨落了 如今 他们的安危 也算是有了一定的保障 血鸣老祖目光闪烁 扫射四周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不甘 此次魔教的计划 显然是又失败了 诸仙剑 他又得不到了 就在他打算撕裂空间 打算离开此地之时 一道身影 直接撕裂空间 手持一柄金黄巨剑 龙音声响彻 朝着半空中的陆成斩了下去 夜空之中 空间涟漪闪动 莫问天手持天龙剑 一剑斩下 龙音声响彻天地 九条巨大的金龙破空而来 朝着陆成的后背 狠狠斩了下去 这一切 发生得十分突然 在场众人 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莫问天的出现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想要驰援已经晚了 不过 当他们察觉到莫问天的气息时 也算稍稍松了一口气 因为巅峰五帝罢了 还不值得他们为陆成担忧 只是他们有些不太明白 这个巅峰五帝 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 明明陆成刚才已经一招斩杀了 森罗老祖这种半神层次的强者 你一个巅峰五帝 还要来送死 哪怕是偷袭 估计也讨不了什么好处吧 陆成斩杀完森罗 自身的盗种再度凝聚了几分 若是那时可以发现 在陆成的气腹之中 由剑气凝聚的一柄糖豆大小的剑形种子 静静躺在气腹的中心处 只是看起来还有一些虚幻 还没有完全达到实质化 他背对着莫问天 那横跟虚空的九条九龙似乎被他完全忽视 连回头的意思都没有 一个巅峰五帝 已经还不足够让他重视 甚至连魔剑的心思都是没有 直接被他无视 哈哈 果然 莫问天见状 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意 显然 陆成处于误道状态 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无法感知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不出手抵挡 可当莫问天 心中刚闪过这个念头时 那九头金龙却突然止住了 落下了身形 停在了陆成身后一丈处 保持着一种扑下的姿势 无论莫问天如何催动 那九头金龙都无法前进半分 仿佛前面有着一堵墙 挡在那里一般 剑狱 莫问天也察觉到了 此刻的陆成周深 不知何时 已经多出了一片无形的剑狱 他的九龙霸天诀 根本无法破开陆成的剑狱 扑扑破 陆成的剑狱 也在九条金龙落下之时 仿佛受到了挑衅一般 自主地发出了无数道剑狱 朝着那九条金龙斩去 这些剑狱每一道都是地级剑狱 由剑狱施展出来的剑狱 威力比之地级剑狱 还要强横好几倍 只是瞬间 便已经将莫问天施展的九龙霸天 绝给破除 剑气去世不减 再度朝着出手的莫问天斩下 怎么会这样 莫问天大惊失色 没想到处于悟道中的陆成 还能有自动反击的能力 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面对着无数袭来的剑狱 莫问天感觉皮肤都有些刺痛 这些剑狱 已经远超了巅峰五帝的层次 而他若是凭借巅峰五帝的防御去党 绝对会被瞬间破防 如森罗老祖一样陨落 念及至此 莫问天不敢大意 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连忙催动体内那一滴精纯至极的魔血 魔血沸腾 瞬间席卷了莫问天全身 让他整个的气息再度攀胜 这是魔族的一种血脉传承秘数 名为魔神变 可以短暂提升自己的实力 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血脉越强 魔神变的威力就会越强 莫问天的气息很快就超越了巅峰五帝 比起先前的森罗老祖也不弱多少 这已经是他能够达到的极限 不过在莫问天看来 这已经足够了 他将天龙剑直接收起 浑身上下都变不着魔气 体内的骨骼都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魔气 想不到护龙山庄的少庄主居然是魔族 南宫默等人也发现了此刻莫问天的变化 眼瞳不断收缩 有些不敢置信 他们如何也没想到 在这里还能遇到魔族之人 这魔气程度 甚至比至他们在生命禁区所见到的魔气也不弱多少了 这是真正的魔族 直到此刻 他们才开始在心中担忧起来 在许多年以前 人魔两族大战 魔族凭借天生肉身强悍 将人族打得节节败退 而且魔族的魔气对于人族舞者有着极为致命的影响 不但能够侵蚀舞者的灵力 还能侵蚀心智 使其同化 那一场旷世大战 持续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最终人族出现了四位先贤 联手抗衡魔族魔神 将其斩杀 才换来人族如今的安稳 时隔不知道多少年 魔族早已经销声匿迹 已经足有数十万年未曾出现 不少人甚至都以为魔族早已经灭亡 但此刻 他们却再度见到了那传说中的魔族 这如何不让他们心惊 而且 魔族凭借血脉与肉身等各种天赋神通 战斗力比之同境界的人族还要强出许多 虽说路程很可能达到了传说中的境界 但魔族给人族带来的阴影却是一直挥散不去 如今莫问天虽然看起来只是无限接近于半神的层次 但其战力 比之森罗老祖绝对要强出不止一星半点 现在他们也不太确定 路程面对此刻的莫问天能有多大的把握取上 无数剑气也在此刻来到了莫问天的境前 莫问天星红的眼瞳中闪过一丝傲然 身手一握 体内的魔器尽数被他催动 一拳轰出 面前的空间瞬间他陷了下去 这一拳的力量 比之森罗老祖借用魔神手骨看起来还要更为恐怖 魔器席卷出在莫问天身前形成一片防护区域 阻挡在了路程剑狱发出的无数剑气前方 扑扑扑 剑气凌厉 瞬间刺破了魔器形成的防御光幕 看似无比强横的防御面对路程蕴含极致的剑意 却宛如豆腐一般果然达到了剑仙之境 攻击力如此强横 莫问天面色也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他十分清楚自己如今的实力便是连森罗老祖 你不是他的对手 敞开神功 让老祖来 魔族老祖的声音适时响起 哪怕莫问天血脉再如何逆天 以巅峰五帝的实力也无法直接与一个剑仙对碰 这中间差了不知道多少个巅峰五帝 嗯 莫问天虽然心中有些不情愿 但见识过路程的手段之后他也明白 如今的自己不可能是路程的对手 也唯有借助魔神老祖 他才有可能取胜 若是强行抵挡 自己说不得会如森罗老祖一般被一箭击杀 无数剑气毫无阻拦地刺破了莫问天的防御 虽然暗淡了几分 但剑气却并未溃散 看起来依旧威势无匹 莫说烟天难等巅峰五帝了 便是南宫莫也觉得 这些剑气之上蕴含的那一种意境 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极致的威胁 若是这些剑气是朝着他们而来 他们绝对没有信心能够挡住 他们也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幸好那魔族的余念只是一个巅峰五帝 在这一箭之下 绝对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可当他们这个念头刚刚闪过 便发现那莫问天身上的气势再度一变 比之之前施展魔神变的时候 还要强盛好几十倍 怎么会这样 魔族余孽这么恐怖 星宿见地直接愣住 他感受到了莫问天的气息 在一瞬间就从巅峰五帝 直接攀升到了半神的层次 心头大害 而且莫问天给他的感觉 比之森罗老祖还要强出许多 就连先前的南宫莫 恐怕也比不过吧 原本他还觉得 史册上对于魔族的记载有些夸大气词了 但此刻看来 显然不是 甚至是有些点低了魔族 其余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心头不自觉多了几分担忧 魔族的半神与森罗老祖的半神 可不是一个概念 果然不愧魔族王室的血脉 所淬炼出来的肉身 比之老祖当年都不弱几分 若是能够成就魔神 想必一统魔族只是时间问题 魔族老祖再度掌控莫问天的躯体 较之五十年前那一次 显得更为满意起来 如今莫问天的躯体 已经能够承受他的力量 不会出现任何的反噬了 他冷眼一扫 那朝着他斩来的无数剑气 便已经止住了势头 直接破碎 魔族老祖曾是魔神 在魔神境界之中 也能称之为佼佼者 虽然未能凝结魔胎 化身天魔 但他几万年 对于天地规则的掌控 却是十分熟弱 在神仙境界 对敌的手段 已经上升到了规则对碰 谁能掌控的规则越多 领悟的越透彻 动用的天地之力就越多 那么 战力也就越强 森罗老祖如今的魔种破碎 并不完整 勉强算作半神 但他凭借对于规则的把控 半神之中 当属无敌 甚至连一些神仙境 他也不是 没有把握取胜 就好比陆成这种 刚刚步入见仙境界的陆成 若是换作平时 他想要战胜陆成 也绝对不是一见一事 还会有所忌惮 但此刻 陆成依旧处于那种悟道状态 这可是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就连他也没见过 悟道之中的人 能够有着自动攻击的手段 其实倒也不怪他 其实每个人悟道的时候 状态都不一样 陆成算是个奇葩 因为他悟的是无敌剑道 恰巧的是 这个无敌剑道 需要对手来磨砺 所以 此刻的他 对于战斗 反而是无比的渴望 不像其他人悟道 需要静心凝神 悟我两望 超然悟外 一旦被打扰 就会破除悟道状态 可以说 只要陆成不败 在无敌剑道的悟道状态 便不会被破除 直到他领悟出真正的无敌剑道 凝结出剑胎 或者主动结束悟道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可能 随着魔族老祖的气势暴涨 陆成也在此刻缓缓转过身来 那一双深邃的眸子 看向了魔族老祖 眼中有着浓厚的兴趣 周身还隐隐有着战意声腾 这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魔族老祖 被陆成的目光盯着 有些心底发寒 原本的底气 却是在此刻莫名弱了几分 他总觉得陆成有些不对劲 但他又说不出来 不过很快 他便将心里的杂念抛开 目光变得火热起来 只要击杀了神仙境 使用吞天魔弓吞噬了他的道种 我的魔种便能恢复如初 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也不必等着 莫问天成就魔神那一天了 魔族老祖心头思绪闪过 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从一开始 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打算 莫问天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罢了 他费心经历这么多年 自然不是单纯为了培养莫问天 他为的就是自己恢复魔种的那一天 也只有魔种恢复 他才可以滴血重生 这便是神仙境的能力 原本他还有着其他的计划 让自己恢复 但此刻 遇到了同为神仙境的陆成 他的想法也已经变了 只要吞噬陆成的道种 他便可以立地成神 所以今日 陆成非死不可 真是天助我也 魔神老祖大笑一声 手掌缓缓握拢 一股奇异的波动散发 似乎天地都在此刻 发生了一丝改变 这是什么力量 星宿见地等人 感觉在魔族老祖手掌握拢的那一瞬间 似乎有着一座座神山朝着他们挤压过来 就算他们是巅峰五帝 也无法抵挡这一股重压 破 原本就已经重创的燕天南等人 更是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气息直接萎靡到了极致 他不是莫问天 南宫莫眼中金光闪过 看出了一丝端倪 撑着疲惫的身子 强行落在星宿见地四周 自身剑欲撑开 强行抵御着这股压力 他虽然境界跌落 但对于天地规则的感悟 却依旧存在 好在的是 这股压力并非是针对他们而来 否则的话 南宫莫也无法抵挡 不过即便如此 南宫莫也抵挡得十分艰辛 身子不停颤抖 气息跌落得更快了几分 不是莫问天 那会是谁 星宿见地等人恶然 但显然 南宫莫也无法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咦 这股气息 怎么与蛮黄古殿那一股气息这么相似 难道是他 雪明老祖 躲在一边角落 今一出生 他曾经前往蛮黄古殿 在其中 不但得到了魔神手骨外 参悟了 他对于魔神老祖身上散发的气息 十分熟悉 记忆十分深刻 若不是这道气息 当年的他 也不至于会肉身被毁 如果不是在天书之中 得到了修神魂之法 他早已经神魂俱灭 更不可能活着走出生命禁区 他没想到 居然在此地遇到了那位 黎明未至 青云山外 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黑暗中 此刻关注着这场大战的人 也不在少数 接连传出一大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这些人 是来自神境皇朝其他区域的超级势力 派出来的强者 其中也有神境皇朝的强者 几个月来 西部区域发生的大事 自然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 在第一时间 他们就已经派人前来探查 想知道这一场大战的结果 这几个月 他们一直隐于暗处 并未任何出手的意思 哪怕是见识到森罗老祖的实力 他们也只是微微动容而已 见到南宫墨出现的时候 倒是引起了一阵轰动 直到此刻 见到陆成与莫问天出手 这群人才彻底被震惊 护龙山庄的少庄主 居然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 他才多少岁 就已经超越了巅峰五帝 那位悟到的是谁 为何连老夫 都觉得他充满了威胁 甚至比南宫墨还要强的样子 难道是见仙不成 青云宗出见仙了 不对 那莫问天 他今天看起来好像不是人 好浓郁的魔气 魔族 这是魔族的魔气 多年前 老朽在生命禁区见过 什么 护龙山庄少庄主 被魔族夺赦了 一件接一件的大事 让得这群各大超级势力的探子 有些回不过神来 连忙将这个消息 传回了各自的势力 而后下意识地 又退后了老远 到达了一个自己认为绝对安全的距离 才开始再度朝着云巅之上望去 魔族老祖出手 压力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让得南宫末等几位巅峰五帝 抵挡起来极为困难 而位于压力中心的路程 则是更觉得压力山大 原本周深的剑狱 已经在这天地规则的压力下 被极度压缩 只有这周深三丈的范围 不得不说 魔族老祖 曾经好歹也是魔神强者 即便在外界 也不是无名之辈 他对于天地规则的掌控 早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 领悟到了接近六成的地步 此刻 在这方天地规则更为薄弱的地方 他掌控的更为如意起来 即便是半神 但他的战力 却是不输神仙境 路程感受到这一股压力 心中却是一喜 这正是他所渴求的东西 也只有半神这种对手 才让他更有那种原始的渴望 路程体内道众 发出一阵波动 在他周身 环绕着一圈圈看不见的规则之里 无形之中 就已经将魔族老祖释放的压力 给尽数抵挡 下一刻 路程伸手一握 一柄似时飞 十四玉飞玉的诸仙剑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面对魔神老祖这种级别的对手 他已经没有必要藏桌 而且 使用诸仙剑 也能加速他的领悟 所谓剑到剑到 没有剑 还是差点东西 而当诸仙剑出现在路程的手中时 一股凶利之气 直接席卷而出 将整个青云山脉都给覆盖 直接出现了一大片精华声 那是诸仙剑吗 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中 此人到底是谁 青云宗 怎么还有这号人物 继青云子之后 青云宗 居然又出现了一位剑线 掌控了诸仙剑 那他岂不是天下无敌 诸仙剑出世 天下又要大乱了 诸仙剑 可是一柄不祥之剑 南宫墨 就是前车之剑 各大超级势力的探子 纷纷惊呼 连忙又将关于诸仙剑的消息传了回去 诸仙剑士官重大 若是诸仙出世 又不知道多少生灵会遭遇不幸 咦?他居然能让诸仙剑认主 而南宫墨则是发出一声轻疑 目光中有着不确定 他曾经想让诸仙剑成为他的兵器 但奈何 数百年来 他都未曾达到 对于诸仙剑可谓是无比的熟悉 但此刻 他却敏锐地发现 陆成拿着诸仙剑 似乎并没有被诸仙剑之中的那一股凶利之气影响 看起来 似乎陆成已经让诸仙剑认主 难道是因为他在悟到的缘故不成? 南宫墨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想要让诸仙剑认主 实在是太过困难 其中那一股凶利之气 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反噬 他只能猜测是陆成误导 这才让诸仙剑的凶利之气无法影响到他的心智 这就是诸仙剑吗? 星宿剑地等人望着古剑诸仙 目光之中也是充满了火热 对于这一柄传说中的神剑 他们早就想亲眼见识一番 青云后山 青云宗众人也在此将魔教教众禁数诛灭 道玄抬头 正好看到了陆成手持诸仙的那一幕 顿时恍然过来 有些哭笑不得 还以为是魔教妖人声东击西 取走了诸仙剑 原来诸仙剑早已经被陆成取走 不过他倒是没有多想 陆成如今可谓是青云宗的神 多年来不仅让青云宗提升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层次 还多次就青云宗于危难之中 别说诸仙剑了 哪怕是这掌教位置 他都愿意给 而且他觉得这诸仙剑很可能就是东方太上送给陆成的 在他看来 也只有陆成这种人物才有资格配得上这种神剑 在诸仙剑出现的那一刻 莫文天的脸瞬间阴沉了下去 变得无比难看 在诸仙剑剑身之中 他感觉到了自己那一缕残存的魂魄 当年他便是被诸仙剑一剑斩毁了入身 天巫神女为了毁灭他的魔种 将其大部分的残魂 都给封印进了诸仙剑之中 是以诸仙剑之中 才会有着如此大的凶利之气 只不过经由无穷数月 他在诸仙剑之中的残魂 早已经被那封印给磨灭了大半 如果不是他趁着同样重伤的天巫神女施展封印神诀之时 让如今的残魂逃顿 恐怕如今的他早已经神削到死 魔族之人 本就神魂不强 哪怕是成就了神仙之境 与同为神仙的人族比起来 差距不可计 而且 魔族根本没办法提升自己的神魂之力 所以即便如今他过去了这么久 残魂依旧没有半分改善 哪怕他将来恢复了魔神真身 修复了魔种 也依旧如此 实力依旧会大打折扣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不可挽回的重创 对于天巫神女和朱仙剑 他可是充满了极致的恨意 所以此刻 魔族老祖再度见到朱仙剑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的情绪也在难平静 给本魔神死 魔族老祖怒喝一声 周身天地法则流转 蕴含着一股玄傲的气息 只见他大手一挥 天地色变 宛如有一只遮天巨掌从天而降 直接朝着陆臣所在的方向拍下 这一掌蕴含着天地威势 也是魔族老祖对于天地法则的所有理解 他要一掌 直接击毙 处于悟道状态下的陆臣 若是换上森罗老祖前来 恐怕在这股威势之下 他连直起身子的勇气都是没有 只是一掌就能将它拍成肉泥 这就是真正的神仙竞强者的威势 远处 各大超级势力派出的九平五帝探子 都在这一股威势下感觉到神魂战力 似乎有一股死亡的气息弥漫心头 实在是太过恐怖 遮天巨掌一拍而下 转瞬之间 就已经来到了陆臣的头顶上方 此刻的陆臣 目不斜视 诸仙剑斜指地面 整个人的精气神 已经攀升到了极致 面对着魔族老祖这一击 陆臣并无巨异 反而战意攀升到了一种极致 他此刻仿佛身处一片忌无的虚空之中 四周满是星辰 而每一刻星辰 都蕴含着极致的剑道真谛 突然 这些星辰似乎是动了起来一般 化作无数个陆臣 再开始挥剑 万剑归宗 独孤九剑 天外飞陷 数百步剑诀 在他的剑道种子四周不断浮现 不断施展 每一次施展 都能让剑道种子的光运 变得亮堂了几分 陆臣对于这些剑诀 早已经烂熟于心 根本不需去看 就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突然 陆臣举剑 仿佛天帝都在此刻与他共鸣 他一剑劈下 数百步剑诀 加起来 足有数十万招的地级剑诀 被他瞬间施展 看起来 有着数十万招 竞数融合在了一起 每一步剑诀 都各不相同 彼此冲突 但此刻 却在陆臣这种悟道的状态下 将其完全融会贯通 变成了一招 一剑戳 天地戒 仿佛时间禁止 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天地间 只剩下了诸仙剑 诸仙剑上 无数的法则流转 化作一柄巨剑 直接刺破了苍穹 即便要隔着数十万里 也能看到这惊天一剑 与此同时 魔族老祖施展的遮天剧长 也落了下来 哼 巨声响起 惊天剧剑与遮天剧长 触碰到了一起 一股无形的冲击波震荡开去 方圆数百里的山脉 尽数轰塌 无数建筑 都在此刻化作了鸡粉 烟臣弥漫了天地 蓝宫墨等人在这等冲击波之下 齐齐吐出一口鲜血 青云中的众多弟子 也是因此重伤倒地 隔着老远的各大超级势力的九平五帝 也被这一股冲击波给震伤 无数人骇然失色 神仙境界的强者交手 威势已然达到了这种地步 不过众人的目光 却死死盯着苍穹之上的战斗 不曾离开半分 若是他们有人悟性好 能够从中悟出一二 那么未来 他们也能有望 窥探到这个境界的奥秘 可是 让所有人无比惊恐的事情 却在此时发生 原本看起来势均力敌的战斗 却并未如同他们想象中那般发展 刺拉一声 诸仙剑直接撕开了遮天巨掌 一剑将巨掌劈开成了两半 而且去世不减 再度朝着魔族老祖斩去 什么 魔族老祖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击 居然被陆成如此轻易破除 心中骇然 不过是刚成就神仙劲罢了 为何掌控的天地规则 已经到达了这种地步 九成 居然达到了九成 魔族老祖不太理解 自己感悟了整整数万年 才达到如今掌控天地规则的地步 而陆成这才多久 居然比起他 都是不相上下 这让他备受打击 这得是什么样的悟性 才能做到这一步 诸仙剑 为什么你能动用诸仙剑 能让诸仙认主 同样 魔族老祖也感知到了一点 那就是 陆成能够完全动用诸仙剑的力量 诸仙剑的来历 便是连魔族老祖 都是不太清楚 但他知道 这种神兵 即便是在外面 也是一等一的神兵 就连各族的镇族神器也无法与之媲美 否则的话 以他强横的魔神之躯 根本不可能被诸仙剑毁了他引以为傲的肉身 当年 连天无神女催动诸仙剑时 都没有如今陆成施展时的威势强横 这说明 当年天无神女并未让得这柄神兵认主 连天族的神女都无法让得诸仙剑认主 一个平级之地的小子却是成功了 这更让魔族老祖心中震撼 这个家伙 到底是什么怪物 难道是什么大能转世不成? 魔族老祖心中有十万个为什么? 不过此刻 已经容不得他多想 诸仙剑果带着天地之威 已经斩了下来 魔神变 关键时刻 魔族老祖再也顾不得其他什么后果 连他最强一击都被陆成给轻易破开 他也没有任何藏私的打算 直接便是施展出 魔族的血脉传承中的魔神变 如今的陆成 已经远超他的想象 若是他是拥有自己肉身的魔神 他倒也不倔 但现在 他只是个半神罢了 而陆成 可是真正的神仙境 还是领悟了九成天地规则的神仙境 这个实力 莫说这个世界了 便是在外界 陆成也能算得上一流的神仙强者 他想要越阶 无异于痴人说梦 由于此刻 莫问天的躯体 只是巅峰五帝 根本无法承受这一种力量 魔族老祖施展更为强横的魔神变 莫问天体内的魔血被禁术引动 身躯表面 已经出现了一道道血色的魔纹 看起来无比的诡异 似乎有爆铁王的迹象 不过 也因此 让得魔神老祖的力量攀升到了极致 魔神老祖 周身魔气翻涌 几乎化作实质 在其身前 形成了一个漆黑的巨盾 试图挡下陆成这一剑的余威 朱仙剑 也在此刻落下 咔嚓 一声脆响 漆黑巨盾 根本没有任何抵挡之力 列文宛如猪网一般 遍布了整个巨盾之上 这 魔神老祖 如何也想不到 陆成的战力为何会这么强 为何自己连他的一击都挡不住 望着漆黑巨盾被诸仙剑一剑破开的一幕 此刻 魔族老祖的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战役 如今的他 只是一缕残魂 哪怕是借助了莫问天的躯体 面对已经步入神仙境的陆成 也没有任何的胜算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趁着漆黑巨盾阻挡朱仙剑的间隙 他抬手一划 身后虚空就已经破开了一道口子 他要直接撕裂虚空而逃 如今的陆成处于悟道状态 他觉得陆成这一剑之后 便不会再度出手 只要离开此地 他如今凭借莫问天的躯体 再前去生命禁区 取走他的行宫 蛮荒古殿 到时候恢复过来 再报仇也不迟 心念急转之下 魔族老祖已经进入了虚空之中 也在此刻 诸仙剑破开了巨盾 魔器散去 再无任何足肉 一剑直接落在了 那刚刚合拢的虚空裂缝之上 啊 空间破碎 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自虚空之中回荡而出 响彻了青云山脉 无数漆黑的魔血洒落长空 还有着莫问天的残肢断壁 一剑出 魔神云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一幕 物质有些未能回过神来 这实在太过震撼人心了 特别是一些巅峰五帝 他们觉得 魔族的余孽莫问天 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 最起码 两者的交手 应该不分上下 打上的几个月 都难分胜负那种 毕竟 境界越高 越想斩杀对手的难度也越大 可此刻 显然完全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一个超越巅峰五帝 甚至有可能达到了武神境界的强者 全被陆成一剑就给斩了 朱仙剑神兵之威 名不虚传 不少巅峰五帝觉得 这很可能是朱仙剑的功劳 毕竟朱仙剑威名在外 当年南宫末 能够以巅峰见地的境界 斩杀数百位五帝 也是 靠着朱仙剑 青云宗出了这么一个剑仙 天下又会不平静了 也有不少人感叹 心中有些担忧 朱仙剑的凶利之气 他们早有耳闻 这些人当中 其中还有不少人 经历过当年那一场正魔大战 更是对此忌讳莫名 不过 这一战给他们带来的印象 实在是太过深刻 他们活了数千年 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神仙打架 虽然这个过程十分简单粗暴 却给他们多多少少带来了一丝启发 他们也知道 青云宗的危机 也算是彻底解除 不少人目光警惕地看向了 依旧站立云巅 处于悟道状态下的陆臣 眼中闪过一抹深深的忌惮 趁着夜色连忙退去 血明老祖 躲在一边的黑暗之中 望着陆臣手中的朱仙剑 眼中满是不甘之色 但一想到如今陆臣的境界 他也不得不撕裂空间 带着北明燕红 连忙离开了此地 而青云宗众人 经过好长时间的震惊 才彻底回过神来 还有些不敢置信 没想到 青云宗的危机 全真的解除了 剑帝大人 什么剑帝 是剑仙 剑仙大人 所有青云宗弟子的目光 看向陆臣之时 都带着一丝火热 以及崇拜 但当他们目光扫过 毁于一旦的青云山脉时 所有人心头不可避免地 闪过了一抹黯然 诸位 青云危机已经解除 重伤的弟子 去个卖手座那里领取疗伤丹药 先行疗伤 另外青伤的弟子 先随各位长老一起清点伤亡 着手重剑之事 只要有剑仙大人在 青云宗便永垂不朽 道玄望着所剩无几的青云弟子 心中叹息一声说道 幸存下来的青云弟子 听到命令 也开始行动起来 如今的青云宗 虽然化作了一片废墟 但他们相信 只要陆臣存在 来日青云宗定回东山再起 重回超级势力之列 南宫墨 此事已了 待得来日 你我伤势恢复 你我必有一战 星宿剑帝 也收回打量陆臣的目光 换回自己的是血魔剑 朝着南宫墨说道 哎 老夫都说了 老夫早就不是天下第一剑了 你那么想要这个称号 你应该去找那位 南宫墨十分无奈 朝着半空中 依旧站在那里 手持诸仙的陆臣挪了挪嘴 他的目光看向陆臣之时 有着一抹欣慰与释然 欣慰的是 青云宗既祖是青云子之后 又出现了一位绝世剑仙 释然的是 青云宗崛起 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 东方浩轩的医院也算是完成了 而且 有着陆臣抢走他天下第一剑的名头 他也算是轻松了许多 也只有他知道 成为天下第一剑这么千年来 不知道有着多少不怕死的剑修来 向他挑战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些人明知道 会死 却为了某些坚持的东西 却依旧会选择送死 你连拦都拦不住 人之所以为人 便是有着无穷无尽的欲望 名声全力美色 谁都无法避免 所以这些年来 南宫墨都是隐姓埋名 不问世事 这个担子落在了陆臣身上 让他格外轻松 新秀剑帝也算是在此刻明白过来 先前南宫墨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 原来 他早已经和这位爵士剑先交过手了 看起来 他已经败了 而不是想拒绝他的挑战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敢和本帝打 还有 什么天下第一剑的称号 你以为本帝在乎吗 你太膨胀了 本帝不过是看你不爽 想打败你罢了 新秀剑帝亲眼见证过这一场神仙大战 光是大战余威 都差点让他陨落 除非他脑子有问题 才会愿意去与陆臣交手 原本他是挺想天下第一剑这个称号的 也很想挑战一下陆臣 磨练自己的剑道的 但现在嘛 他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天下第一剑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没兴趣 行 看来你对自己很有信心 等你养好伤 随时来找老夫 老夫看在你这次持缘我青云的份上 也就指点指点你 南宫墨一笑 也不揭穿他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 瞧你现在这样 赶紧把这丹药服下 免得到时候你没恢复 说本帝圣之不武 新秀见地一撇嘴 从怀中取出一瓶装 满了高品丹药的玉瓶 丢给了南宫墨 多谢了 南宫墨道谢一声 也没拒绝 他游离红尘这么多年 连酒钱都差点付不起 哪里有钱买丹药这种东西 新秀见地冷哼一声 再度凝视了陆臣一阵子 眼中满是无奈 怪物啊 好半场 他才遇见而去 离开了青云宗 魔教攻占青云不成 最终全军覆没的消息 也不可避免地 传回了整个神进皇朝的 各大超级势力之中 顿时引起了一大片的轰动 当所有人听到 护龙山庄的少庄主 居然被魔族云孽夺射时 几乎每个超级势力的高层 都是十分错愕的 而后 又听到朱仙出世的时候 所有人的表情 都是有些凝重 时隔六百多年 朱仙再度出世 难道又要像当年那般 几乎是立刻 所有超级势力 都已经各自吩咐了下去 全力将心思 放在了朱仙剑之上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 当年那种惨祸 可是 当他们又听到青云宗 出现了一位剑仙时 所有人的表情 都是不可思议 多少年了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真的有神仙的存在 各大超级势力 此刻再也顾不得其他 连忙收回了 追查朱仙剑的消息 一位剑仙的实力 他们根本不必怀疑 哪怕是所有超级势力加在一起 恐怕也不是一位剑仙的对手 更何况 还是一位手握朱仙剑的剑仙 事宜 有关朱仙剑的事情 他们也只能睁之眼闭之眼 连忙撤回了刚下的命令 甚至好几个闭关几百年的老怪物 听闻此事 选择直接出关 赶往青云宗 那可是一位活着的神仙啊 他们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 被困在巅峰五帝数千年 而不得寸进 若是能够 与一位真正的神仙 论到求教一下 很可能随便一句话 都能让他们豁然开朗 从而让他们迈出那一步 当然 对于此事 不少人心头也是存疑 毕竟 已经多少万年 没有出过神仙境了 他们没有亲眼见到 也无法完全相信这个事实 毕竟探子的消息 很可能有误 也说不准 但事关重大 若是真的是神仙 他们若是冒犯了的话 那可真是后悔都来不及 他们活了接近万年 早已经人比鬼精 心思细腻的很 自然不傻 当下 各大超级势力的老怪物 不远万里 朝着青云宗赶去 禁帝坐在流金龙椅上 正在沉思 他是最早得到此事情报的人 诸仙剑出世 与莫问天被夺赦 这两件事 他都没有怎么在意 唯独让他担忧的 便是那一位剑仙 他喜欢一切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感觉 这种不确定的因素 让他感觉到了极大的威胁 可是 对方是一位剑仙 哪怕是他 依靠皇朝气运加深 也最多只是半部神仙的境界 与真正的神仙 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 陛下 要不要派人前去青云宗打探一番 曹正运自小进攻 跟了禁帝 已经数千年 察言观色这个技能 早已经被他 休息得炉火纯青 他自然知道 如今禁帝仇的是什么 此事应该不会错 禁帝微微沉吟 他也得知了 神静皇朝其他超级势力的老怪物的态度 对于青云宗 出了一位剑仙这件事 可以说 已经没有半分怀疑了 曹正运神色一宁 恭敬问道 那陛下打算 剑仙剑仙 禁帝伸手扶俄 不断喃喃自语 看起来他十分的交心 好半上 他才抬起头 露出那一对龙木 传阵旨意 青云宗覆灭魔教有功 朝廷愿为青云 承担所有的重剑消耗 立为护国正宗 另外赐封那位剑仙为青云剑仙 重重有赏 听到禁帝的话 曹正运也有些错愕 显然没想到 禁帝居然会下这样的旨意 但禁帝已经下定决心 他也不可能多说 看看他愿不愿意为朕所用吧 禁帝微微一笑 笑容中满是自信 若是一位剑仙 能够为他所用 那么别说护龙山庄和各方藩王了 就连北方蛮夷 他也有信心横扫 到时候 天下大同 他便是流传万古的第一人 他甚至连自己的封号都给取好了 使帝 陛下 奴才觉得那位剑仙 恐怕不会轻易臣服 你也这样觉得吗 哈哈哈哈 确实 拥有如此实力 怎么会甘心屈于人下 他肯定不会臣服我 神静皇朝 禁帝哈哈大笑 似乎一切都早已经了然于胸 那陛下之事 曹正运有些不解 目前皇族老祖宗一直都在皇陵 尚未出关 也不知道这几千年来 到底有没有迈出那一步 剑仙不是我们目前能够得罪得了的 示好一下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况且那位剑仙杀了莫孝云的独子 想必莫孝云比我此刻更为焦头烂额吧 哈哈 就让他当个探路时 为朕看看那剑仙到底有何能耐 禁帝对于曹正运也是十分信任 一个燕人 他倒是不惧什么 突然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问道 对了 南宫墨也回到了清云宗 清云宗有那位剑仙存在 那想要得到他口中的消息 还真不容易啊 回陛下 正是 曹正运道 他微微一顿 又道 不过陛下 关于远古大战那残留的八族后人 已经有了一点眉目 哦 总算查到了吗 如何 禁帝紧绷的面容 微微舒缓了一下 总算是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当年 远古大战之后 八族除了得到了残缺的天书之外 还得到了天外来客的一些遗物 而那些遗物 每一件都非凡物 拥有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能 那时候 八族得到那些遗物后 几乎掌控了整个天下 主宰了数个时代 而他们神进皇朝的老祖宗 便是其中一族 神进皇朝的天子剑 便是来自天外 而禁帝觉得 若是能够全部得到 这些天外来客的东西 很可能就能掌控天下 当年那一场神仙之战 也说明了一切 屠神诸仙 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哪怕没有天书 他也能够做到这一步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计划 只要能够得到 屠神诸仙的手段 那清云见仙 又何惧之有 这天下终归还是他的 只是可惜 距离当年那一战 太过遥远 想要找到其他的八族后人 极为困难 不少八族后人 早已经销声匿迹 根本无处可寻 哪怕是神进皇朝 也早已经在没落后隐姓埋名 重新换了一个身份 主宰着神进皇朝 而且知晓此事的人 当年也不在手术 也有不少有心人 一直在找八族后人 想要得到他们手上的东西 哪怕就算是找到了 如今那些东西 还再不在他们手上 也是个未知数 他在此事上 花费了数千年的光阴 也只打听到了极小一部分 当今得再度听到这个消息 他的内心兴奋程度可想而知 只要找到了这些人的下落 总比自己无头苍蝇乱撞 要好很多 护龙山庄 碰 一声巨响 自山庄深处传出 可恶 莫孝云一巴掌拍碎了手下的雕龙扶椅 面旁扭曲至极 他也刚刚听到探子回报 莫问天被斩杀的消息 莫问天是他唯一的独子 深受他的宠爱 可以说 莫孝云一辈子的心血 都是浇灌在了莫问天的身上 可想而知 莫问天的陨落 让他有多么的震怒 破 莫孝云话音刚落 便是一口心血喷出 气到吐血 庄主 保重身体 一旁 几位宝龙一族的巅峰五帝见状 连忙劝慰 他们眼神也有些暗淡 知晓莫孝云此刻的心情 同时对于莫问天的死 也是十分的惋惜 如此奇才 居然说 隐落就隐落了 这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事情 原本他们以为 以莫问天的实力 这天下能有几人是他的对手 可结果却是让他们被狠狠打脸 想不到清云宗 居然还有如此人物 难道清云宗 真的出了一位见仙不成 莫孝云紧紧闭眼 深深吸了一口气 才勉强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 他的眼神在这一刻 变得无比的凌厉与冷漠 充满了一股极致的恨意 与之前的他叹若两人 见仙 好一个见仙 真以为神仙境就是天下无敌了吗 等本帝得到五卷天书 成就神仙之境 本帝定要你血债血偿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莫孝云死死咬着牙 散发着滔天的恨意 显然他也知道 连有着魔族老族保护的情况下 莫问天都是陨落 他去也不过是送人头罢了 他还有着理智存在 显然不可能去做傻事 传令下去 保龙一族出动 全力追查其余天书的下落 莫孝云威严下令 他明白 除非达到神仙境 才有与陆臣一较高下的资格 而天书则是他唯一的希望 据魔族老族所说 完整的天书 即便是在外界 也是得天独厚的功法 比之魔族的镇族功法魔神点 还要强出几分 若是能够得到 他的成长速度 绝对是提升到了一种极致 也幸亏莫问天心腾塌 江 巅峰五帝之中 几乎没有敌手 是 保龙一族的极为巅峰 五帝得令 等一下 另外立即联系各大藩王 本地有要事相商 带着所有人离去 莫孝云的眼神 才变得疯狂起来 靖帝 这可都是你逼我的 距离青云宗 击退魔教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之前因为魔教来袭 而背井离乡的一些人 也在此刻 回到了自己最初的家园 开始了新的生活 原本的破败城池 也在时间的退役下 恢复了往日的烦恼 靖帝封赏青云 赐天下正宗 也让青云升危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笔直百年前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陆臣被封号为青云见仙的事情 也早已经传遍了天下 哪怕是一些普通平民 也是耳熟能详 几乎处处都流传着见仙的传闻 如今已经成为了众人的谈资 更是成为了众人心中救苦救难的活神仙 广为传颂 各大门派的弟子 点酒楼的食客 点客栈的商户 点包子铺的老板娘 甚至是街角的乞丐 口中都在诉说着这一件事情 每个人提及此事 面上都是十分激动 慷慨激昂 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特别是在青云中所在的西部区域 还有一些热心的民众 还自发组织起来 为陆臣建立了一座座青云见仙庙 供奉了起来 香火出乎意料的鼎盛 几乎随处可见 青云山脉 颜绵万里 山峰俊秀 巍峨高耸 灵雾飘渺间 仿若仙家圣地 历经了那一场神仙大战之后 青云宗原本早已经化作了一片废墟 但在这一年来 有着神经皇朝的支持 和青云宗众人同心协力下 青云宗的重建速度也极为迅速 已经恢复了往日的荣光 看起来气派非常 各封之上 飞铺流云 亭台楼阁 殿雨成群 每一封上 都有着青云弟子正在刻苦修道 经历了一次次生死大战 所有青云弟子都早已经不如往日的心态 不再趋于安逸 对于实力也变得极度渴望起来 这一年 青云宗也招收了不少新鲜的血液 而且有天赋的弟子也不在少数 让得原本因为大战而损失惨重的青云宗又充满了生气 有着陆臣的声明在外 招收弟子时 前来排队的弟子 都已经排到了青云山脉数十里外 其中甚至还有相隔数万里区域的人前来拜山 争先恐后的想要加入青云 他们都是听说了陆臣的威名 想要来见识一下真正的神仙风采 放眼天下 能够有着真正神仙存在的超级势力 恐怕也只有青云宗一家了 不过青云宗倒是也没有放松对于弟子的选拔 对于心性品行这方面更是格外看重 师尊 见仙大人在哪里啊 山道上 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三四岁的少女跟在一川东的身后 灵动的大眼不停张望 似乎在找寻着什么 师祖还在闭关当中一川东背负双手 走在前方 看起来与百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少了几分稚嫩 多了一些稳重 这位少女便是她刚刚收入门下的弟子 哦 那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师祖啊 少女懵懂点了点头 她之所以拜入青云 便是从小听父母在耳边唠叨 对于那位传说中的剑仙 莫名的崇拜 在她看来 那位剑仙可是所有人的大英雄 打跑了无恶不作的魔教 让他们才有如今的生活环境 她的梦想就是能够见到剑仙一面 所以才会在如此年纪就前来拜入青云 一川东听到小女孩对于自己的师尊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转头看向云颠之上 眼中不可避免闪过担忧 自从上一次大战之后 陆成还是处于悟道之中 依旧未曾醒来的迹象 尽管一川东知道陆成是在悟道 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担忧起来 就在这时 一川东惊恶发现 在那云颠之上有着异动发生 她神色一宁 连忙腾云而起 青云山脉上空 云雾缭绕 突然 一阵莫名的波动散发 牵动了所有青云宗众人的心弦 兰公末率先从祖式祠堂走出 她手中拿着酒葫芦 胡须还有些诗 看起来有些醉意 她此刻的气息已经变成了三平五地 多年前的重创 让她的境界一直持续跌落 哪怕是有着担忧 也无法彻底根治她的本源受创的问题 不过她倒是十分看得开 心中并不纠结 她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 这一辈子 她已经十分满足了 这一年来 她已经取代了陆臣的位置 整日待在祖式祠堂 与东方浩轩叙旧 男公末的眼睛在这一刻金光影线 目光穿透了虚空 看向了陆臣所在的方向 不过下一刻 她便是紧紧皱眉 因为她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穿那一层云雾 燕天南等人也在出现在了通天风上 同样看向了虚空之中 他们自从魔教败退后 便一直都在青云宗养伤 哪怕是四大超级势力重建 他们也没有选择回去主持大局 只因为在青云宗还有卓陆臣的存在 他们都在等卓陆臣误道完成的那一天 若是陆臣能够为他们讲解一些困惑 绝对可以让他们少走几百年的弯路 这也是他们的目的所在 除了这些巅峰五帝之外 道玄 七脉首座 各大青云长老 无数青云弟子 也都似乎感受到了那一股波动 纷纷停下了手中的事情 抬头望天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见仙大人正在误道 可能要出关了 什么 误道 见仙大人 在哪里 在哪里 不少青云新晋弟子并不知道此事 但很快有着老弟子为他们讲解 众人闻言 神色振奋 高声惊呼 这段时间 自从他们加入了青云宗后 听到一些老弟子的叙说 才给他们还原了一遍 当日青云宗危机的过程 听得他们那是热血沸腾 听到陆臣关键时刻出手 一招击毙魔教森罗老祖 一箭斩杀 被魔族余孽夺射的叛徒莫问天 最终解救青云危机 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只是可惜 莫说他们了 便是连巅峰五帝都无法看清楚 更别说还处于后天境界的他们 不过 这并不妨碍他们此刻激动的心情 远处 神境皇朝各大超级势力的老怪物们 也早已经来到了青云山脚下 经过最初的拜访 青云宗也是十分好心招待了他们 只不过 他们并没有见到陆臣的身影 没能见到那位传说中的剑仙 接待他们的道玄 一直都说 那位剑仙处于悟道之中 他们也不好多加打扰 盘缓了一段时间后 整日待在青云宗看着青云弟子 忙着重建的事情 他们也不好意思再留下来 只好找了个借口告辞 不过他们却没有真的离开 反而上留在了青云山脚外 一直等待着机会 想要找机会再度登门拜访 看看青云宗是不是真的有剑仙存在 他们原本其实也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甚至觉得传闻有误 根本不可能 有人真的能够达到传说中的神仙境 不过 当他们见到经过六百年前那一场大战之后 青云宗居然还有如此多的武帝之后 甚至连燕天南等其他四大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也不由的猜想到了一些原因 燕天南等人能够一直留在青云宗 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 唯一的可能 那就是 他们已经真正的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剑仙 大家都是活了数千年的人物 心思也不单纯 几乎一瞬间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所以才会一直等在这里 等待着见到那位传说中的剑仙的机会 而此刻 当云巅之上发出那一股玄奥的波动之后 各大超级势力的长老 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再度确信 青云宗真的是有剑仙存在 只是遗憾的是 无论如何 他们也无法感知到 那处于云巅上的那道身影 无法一窥剑仙真容 此刻 云巅之上 备受瞩目的陆成 却依旧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 陆成经过了与魔族老祖一战之后 自身的道种再度凝食 那时可以发现 在他的弃腹最中心的地方 一柄完全由意念凝聚的剑仙胚胎 已经凝聚成形 比之以往的虚幻 现在更多了几分的凝食感 宛如实质一般 好像一柄袖珍般的绝世神剑 仔细感知之下 还能感知到 这柄绝世神剑 还充满着一股奇特的韵律 好似在呼吸一般 拼命吸收着气腹中其他的剑仪 充实着自身 这便是陆成的剑胎 经过一年多的感悟 剑种终于成长发芽 彻底成长为剑胎 而此刻 便是他剑胎完全成形后 散发出的波动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很快 天已经黑了下去 但所有人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动作 生怕错过了什么一般 目光死死的盯着云颠之上 连眨眼都不曾 待的时间到达黎明时分 天地宛如都被笼罩在了黑暗之中 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十分静明 连呼吸声都已经听不到了 嗡 一声嗡鸣声响起 几乎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而后 众人便见到 一道巨大的光束刺破了黑暗 照耀了整个云端 整片天地宛如白昼 巨大的光柱连接天地 所散发的光芒 比这太阳还要刺目 根本无法用肉眼去看清 别说是他们了 便是一些巅峰五帝也是如此 所有人都觉得 那一道光束不像是光 反而给他们的感觉 更像是一柄绝世神剑出世 那一种玄傲至极的气息 充满了天地的规则 蕴含着无穷的道理 与天地相容 根本找不到半分瑕疵 似乎这道气息 天生便是如此一般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闭上了嘴巴 他们丝毫不怀疑 那位剑仙大人 在一场城市里的老怪物们 心神俱阵 饶视他们内心系再多 心中对于这个结果 依旧觉得是不可置信 没想到有生之年 他们还能见到一位活着的神仙 随着神光破开黑暗 足足持续了整整半个月 那一道接天连地的光柱 即便是摇隔着数千万里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都知道 那是青云宗所在的方向 不仅有着一种朝圣的心情 如此大的动静 显然只有青云宗那位剑仙才能做到 终于在某一刻 光柱渐渐弱了下去 随之消失不见 似乎一切都从未发生过一般 咦 怎么没有见到剑仙大人 难道是飞升了不成 天哪 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见到一位剑仙 白日飞升 古人成不起我 所有人目光依旧摇望云巅 可是 等待了许久 也都未曾见到 那位剑仙大人出现 所以 下意识就以为那位剑仙大人 已经飞升了 但实际上 陆尘却并未飞升 他此刻眉头紧皱 依旧站在云巅 已经悟到成功 成功凝结了剑胎 远超了陆地神仙的境界 只是可惜他很疑惑 为何自己还没有感受到飞升的契机 难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陆尘心中 如何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按照他这么多年 在通天封藏书阁所看的 各种修行上的记载来看 这个世界的极限 显然只是五帝境界 毕竟除了青云宗的剑派祖师之外 还没有听说过 谁真的飞升 倒也好 好不容易无敌 所以要是飞升上去挖矿的话 那我不是白白狗了这么多年 而且 学威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还有几卷天书的下落 陆尘突然转念一想 觉得不飞升 倒是一件好事 在这个世界 他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 他如今修炼了两卷天书 但他知道这修炼功法 还是残缺的 如果以后 他要飞升上界 肯定会因此与人拉开差距 据林学威和东方浩宣所说 五卷天书 可是天外之物 来历不凡 陆尘觉得 这五卷天书 能够引起天外来客不顾性命的争夺 其珍惜程度也绝对不一般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其他几卷天书 想到这里 陆尘目光一闪 看向了之前莫问天陨落的方向 莫问天能够有如此大的提升 显然他修炼的功法也差不到哪里去 而且 依附在莫问天身上玉佩中的那位老爷爷 来历也绝对不简单 陆尘早就觉得 莫问天修炼的可能是天书 只是一直没机会去验证他这个想法 他身形一闪 直接撕裂了虚空 脉步走了进去 虚空之中 漆黑一片 陆尘的身形刚一进入虚空 便感觉四周传来一种极致的吸扯之力 好在如今 他的肉身也在成就神仙境时发生了蜕变 早已不是肉体繁胎 即便是面对着虚空的吞噬之力 他也能不受其影响 不过 即便如此 他也无法在虚空之中待得太久 虚空四周看起来极为无序 根本没有任何的规则 时间空间似乎在这里都已经紊乱 各种虚空刚风凌冽 巨大的乱石横飞 炽热的天火熊熊燃烧 在外界百年难得一见的天灾人祸 在这里随处可见 而且 这些力量可不是一般的天灾人祸所能比拟 蕴含着一种极为恐怖的力量 哪怕是巅峰五帝进入此刻 一不小心被这些东西碰上 很可能就会陨落 这也是虚空之中为何如何危险的原因 陆尘也没有打算探索虚空 只是在附近寻找起来 而且十分小心翼翼 他觉得便是自己 也无法在这虚空之中待得太久 这种力量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 找了接近半日功夫 陆尘才在一处虚空乱石堆附近 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东西 在其身前不远处 一枚古朴戒指飘浮在虚空之中 正四处飘荡 仿若无根扶贫一般 在其四周 并未见到莫问天的残肢 陆尘也不意外 伸手一握 一股极致的犀利爆发 直接将那枚戒指给吸在了手中 微微查探一番 陆尘露出一抹果然如此的笑意 而后不再停留 连忙撕裂虚空回到了云颠之上 如他所料 这戒指之中 果然是有着一卷天书 虽然无法与他目前所修习的 陆尘看了一眼青云宗众人 沉宁了片刻 最终落在了祖室祠堂的外面 南宫墨就在此地 他打算问一下南宫墨 知晓多少关于飞升的事情 他也不确定 到底如何才能飞升 他倒不是想急着飞升 只是害怕 万一修行了三卷天书 直接飞升了 那他岂不是要哭出来 虽然他也很向往 外面更为广阔的世界 但现在 显然还不是时机 多谢前辈之前 祝晚辈魔剑了 陆尘并未因为自己如今的境界 而变得骄傲自大 目中无人 对于这位一直流传在传说中的南宫墨 他心中多少有些敬意 或许其中 也有东方浩轩的一丝缘故在其中 也让他对南宫墨有了一些好感 而且 他之前虽然是在误导 但对于外界的战斗 却是记得清清楚楚 自然也知道 南宫墨主动出手 为他魔剑的事情 他也知道 如果面对权力出手的南宫墨 他也不会是南宫墨的对手 说起来 南宫墨 还算是他的一个贵人 如果不是南宫墨 他或许自己也能悟出来无敌剑道 但没有一个合格的对手 他想要悟出来所花费的时间 也绝不会这么短 这困扰了数亿万生灵的成仙路 又岂是那么容易走的 南宫墨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云巅 还会发现 陆尘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听到陆尘的话 才回过神来 不过他见过大风大浪 也没有大惊小怪 连忙回头看向陆尘 你成功了 南宫墨也不确定 陆尘有没有成功 毕竟他没经历过这种事 从他激动的声音 能够听出一二 嗯 不错 多亏了前辈相助 晚辈陆尘感激不尽 陆尘向来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谁对他好 他就对谁好 虽说有些功利 但绝大部分人皆是如此的心态 真正心怀大意的人 世间罕有 陆尘虽然敬佩那种人 但不代表他想成为那种人 哎 这是什么话 前辈二字 他走在了老夫的前面 说起来老夫还要感谢你 让老夫真正走出了那一步 了却了人生一大憨事 南宫墨笑呵呵说道 他如今的境界虽然跌落 但却并未影响他的心境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出臣的气息 前辈自身悟性其家 领悟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陆尘也不鞠躬 顺道拍了一个马屁 毕竟自己有求于人 但南宫墨闻言却是苦涩一笑 悟性其家 和你这个怪物比起来 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废物 会喝酒不 南宫墨本就不善言辞 几百年都很少与人交流 话自然是少得可怜 也不知道找什么话题 只得将挂在自己腰间的酒葫芦取了下来 递给了陆尘 他觉得 这才是男人之间最直接的对话方式 呵 陆尘一愣 果断结果 他虽然不如南宫墨一样试酒 但酒确实是他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人生在世 总得给自己找点乐子 不然 即便是长生不死 那未免也太过乏味了 结果酒葫芦 陆尘揭开酒塞 直接养头 就是灌了好几口 十分豪爽 虽然说 以他如今的修为 只是吸收天地灵气 便能维持自身的消耗 也不需要进食 但口腹之欲 若陈并没有见 时隔多年 再度饮酒 让他也是倍感满足 在他看来 人生在世 当潇洒自在逍遥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神仙 神仙也是人 像他在蓝星一些记载中 所熟知的断情绝育的神仙 显然与他所修炼的有几分不符 修炼成仙 不就是乐得逍遥吗 如果断情绝育 那不是变成了 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人 哪怕是长生 这样的人生活着 又有什么意思 哈哈 好酒 陆辰暢怀大笑 忍不住嘖嘖夸赞道 南宫墨不愧是酒鬼 他的酒自然是好酒 让得陆辰甚至感觉 这酒很像蓝星的茅台 味道甘醇醇厚 酒香扑鼻 流连不止 有眼光 老夫这酒 可是花费了老夫好大的心血 特意酿制了足足六百年才取出 你还是第一个 喝到老夫这个酒的人 这酒名为神仙醉 哪怕是神仙喝了 也得醉 哈哈 老夫跑遍了天下 才找到这些最适合的酿酒的灵果 南宫墨十分自得 提起酒来 他就来了兴趣 不由就打开了话匣子 这酒确实是刚取出 是六百年前 那一场大战之前 他埋在桃花树下的神仙醉 如果不是青云危机 恐怕他这一辈子也喝不到了 陆辰倒也不是沉默寡言之人 并不是自闭儿童 加上在此地上百年 也很少与人交流 有人说话 他也乐得开心 很快就与南宫墨 把酒言欢起来 两人的话题也从酒开始 从对于酒的一些看法感悟 自己这一辈子喝过的各种酒 哪一种最好喝等等 聊完了酒 两人又聊到了箭 不得不说 在某些方面来看 两人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 兴趣相投 聊得十分投机 虽然这是两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碰面 但两人却像是相交上千年的至交好友 这神仙醉 倒也是名副其实 两人推杯幻战好几次之后 面色也微微有些红韵起来 看起来似乎是真的醉了一半 当然 这只是表象 实际上 以他们这种修为 早已经百毒不清 更何况是酒 若是想不醉 他们有这一万种方法 只是真正想喝酒的人 谁又不是为了醉呢 祖师祠堂外 笑声不断起伏 两个相隔了接近万年年岁的人 却在此刻像是生死之交一般 十分尽兴 前辈 晚辈想问一件事 入尘眼皮子有些打架 努力睁眼 摇摇晃晃说道 他倒不是故意等到这个时候才开始问 而是确实是与南宫莫聊的尽兴 一时之间 忘记了自己的来意 这还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 第一次喝得这么开心 算是他较为难忘的一个经历 而且 神仙竟长生不死 时间对于他来说 早已经不再重要 哪怕世上的人都死光了 入尘也依旧能谈笑风声 笑看风云变幻 畅谈江山更迭 都说了 别叫老夫前辈 老夫比你年纪大一点 你若是不嫌弃 叫老夫一声 南宫兄便已足够 南宫莫豪爽饮下一口酒 抹了抹胡须上的酒水说道 你能得到 我那刻板玉府的师兄 如此看好 肯将诸仙剑给你 想必他也有此意 只是可惜 说起东方浩轩 南宫莫眼中闪过一抹黯然 不过一想到如今青云中的近况 他又如是重负了 人总有一死 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 他也明白这个道理 能够让东方浩轩的遗愿达成 想必他知道了此事 便是以东方浩轩的性格 也会开心地与他们喝上几杯吧 这般想着 南宫莫将酒杯对着祖师祠堂敬了一杯 倒在了地上 陆臣对于东方浩轩这种大义的人 也很有好感 跟着敬了一杯 说吧 你想问什么 见状 南宫莫微微一笑 心中对于陆臣是愈来愈喜欢了 甚至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生君未生 君生我已老 南宫莫此刻就是这样的心情 这倒不是其他 人生难得一知己 便是如此了吧 他觉得 陆臣便是他的知己 这还是他活了数千年来 第一个遇到能够让他看对眼的人 当然 若是陆臣知道他此刻的想法 恐怕会直接取出诸仙剑 前辈 你可知道 清云子祖是非生之事 陆臣收敛心神 问起正事 他想知道 非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流程 毕竟他没经历过 如今存留在世上的 也没有人经历过 甚至连记载都不曾有过 恐怕知道此事的人也不多 而清云子 作为当今世上唯一流传着的非生者 恐怕也只有清云宗这些太上长老 知晓一些其中的细节了 非生 南宫莫眉头一皱 似乎陷入了长久的回忆之中 见到南宫莫沉思起来 陆臣也并未打扰 他知道 一个活了接近万年的人 脑海中的记忆无比的庞大 所以 大部分人会下意识地选择 将一些不重要的记忆选择性的遗忘 等了足足三日功夫 南宫莫才睁开了眼睛 缓缓开口 老夫想起来了 陆臣精神一阵 认真聆听起来 生怕错过了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 非生之事 关系重大 容不得他半点马虎 他如今已经感觉到自己的修为达到了真正的极限 虽说陆臣凝结了剑胎 但他知道 自己目前依旧是属于陆地神仙的境界 陆臣并不知道 在陆地神仙之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境界 但他听说过天外来客的事情 也从中能够猜测出一点东西 结合他看过多年小说的经验 他觉得 在那不为人知的虚空外 还有更为广阔的天地 陆地神仙 并不是修炼的终点 也就是说 他目前之所以 还处于陆地神仙的境界 便是因为 受到了天地规则的约束 这个世界的极限 就是陆地神仙 否则的话 陆臣觉得 自己的境界很可能不只是陆地神仙 因为即便是面对魔神老祖 他也没有感觉到半分压力 而事实确实如陆臣所料想的这般 否则凝聚剑胎的陆臣 早已经成就了天仙 可以说 只要陆臣一飞升 就能立地成为天仙 当年 青云子祖师并不是白日飞升 甚至连你之前悟到所产生的异象都没有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已经步入了陆地神仙的境界 后来 青云子祖师远去 留下了一句话 祖师说 要去找飞升通道 而后便是一去不复返 至于找没找到 飞升没飞升 却是无人知晓结果 不过 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飞升了 也正因如此 青云宗才能延续至今 飞升通道 听到南宫末的话 陆臣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 只要不是强制飞升 那就还好 他还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他可不想现在飞升 好不容易无敌 至少也得等他在这个世界玩腻了 再去找飞升通道 也不迟 说实在话 陆臣其实并不怎么想飞升 他来到这个世界 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愿望 只想好好活下去而已 他现在已经是陆地神仙之境了 已经长生不死 不必再担心这个问题 若是贸然飞升 他也保不准 外界有没有更为强大的存在 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 为了保险起见 他肯定不愿意飞升 陆臣如今实力大增 已经有了傲视天下的实力 他现在只想快点找到林雪薇 然后解决他目前的麻烦 两个人做一对神仙眷侣 逍遥自在 好不夸夸 兴致来时 还可以生一大堆大胖小子 来个养成计划 不过 现在外界的人 恐怕都以为你已经飞升了 男公墨的声音再度响起 打断了陆臣的思绪 这样吗 那倒也不错 陆臣点头 他的感知强大 几乎一念扫过 方圆数十万里 任何风吹草动 都能被他清晰感知到 自然知晓 他悟到引发的异象 已经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甚至连青云山门前 那些隐藏在暗处的 各大超级势力的老怪物们 也早已经被他发现 只是陆臣懒得理会他们罢了 只要不惹他 无论别人做什么事 他都会不太放在心上 哈哈 难道你不想出去名扬天下 说实在的 老夫是真的不懂 你为何愿意 甘愿在这祖式祠堂待了百年 不腻吗 不觉得无聊吗 不觉得没意思吗 男公墨也在此刻 问出了自己心中 最想问的问题 从见到陆臣那一刻开始 他就发现了陆臣的悟性齐家 连忙去找道玄打听了一番 这才知道百年前陆臣入门 成为杂役的事情 谁都没想到 当年那个不被众人看好的少年 短短百年 就已经成长到了 所有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而且他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陆臣能够在这百年里 如此安分的守在祖式祠堂 他也历经过年少 热血冲动过 足足数千年 才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可陆臣呢 他似乎从来都是如此 哪怕他成就了陆地神仙 也依旧如此 嗯 陆臣尴尬的摸了摸了鼻子 他自然不可能说自己 因为怕死才会如此 而后笑道 我只是从心罢了 名利只会影响修炼 在这祖式祠堂 百年光阴 也让我收获了很多 虽说陆臣并未说实话 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百年来 他的性格也因为在这个环境下 已经变得十分淡然 在外人看来 他这就是典型的 不问世事 超凡脱俗 超然世外的神仙作态 而且 陆臣现在也不太喜欢被外界打扰 现在也早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候那种出去装逼 明阳天下 热血逆袭的心思 当然了 这也与他无敌了 有一定的关系 都无敌了 都长生不死了 还去争什么天下 他也知道 人怕出明珠怕壮的道理 若是彻底出明了 肯定各种麻烦也会随之找上门来 虽然他能够轻松解决 但没有人喜欢麻烦 那绝对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情 就好像一个高中生去和幼儿园的人比作体一样 对他来说 就是幼稚 无趣 浪费时间 所以被外界的人认为他白日飞升了 倒确实挺符合他的心意的 最好就当他从来不存在一般 只流传在传说之中 这种感觉 让得陆臣略微有些暗爽 让他想起了沙雕味十足的几句土话 十分契合他此刻的状态 不要迷恋也 也只是一个传说 野火奥奈我何 从心 原本陆臣随意的一句话 却是让南宫墨陷入了沉思之中 口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陆老爹 我误了 而后他便像是抓住了什么一样 直接当场坐在原地 开始顿悟了起来 他也进入了悟道的状态 不会吧 这也能悟道 陆臣有些愕然 没想到南宫墨的悟性居然也这么恐怖 其实也很正常 南宫墨本身在这个境界上停留了已经数百年 早在与陆臣交手的过程中 就已经悟到了一点东西 成就了半部神仙境 他修的便是红尘剑道 只是一直不知道红尘剑道的关键之处 此刻听到陆臣随口所说的从心二字 却让他瞬间明悟 红尘俗世 纷纷扰扰 若是能够顺心意而为 可不就是红尘剑道的最高境界 就这样 他悟道了 随着南宫墨陷入了悟道状态后 他的本源也在这种状态下快速恢复 想要恢复本源 最快的方式反而不是丹药 而是悟道 天地的道理 蕴含着一股无形的力量 比之仙丹妙药都要管用 而南宫墨的气息 也在这种状态下 快速地攀升 用不了多久时间 南宫墨离开了此地 这倒是一件好事 南宫墨如果能够提升到神仙境 那么 青云宗不论有没有他 都有着自保之力了 他也无需担心太多 陆臣离开祖师祠堂 直接去往了青竹峰 他已经决定离开青云宗了 几年未见一川东 离开之前 还是有必要去看一下 至于参悟 如今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极限 哪怕参悟再多的天书 也无法让他有半分提升 所以 天书无论什么时候参悟都是可以的 他有的是时间 而且 眼下他最想做的事情 还是去找到林雪薇 青竹峰上 苍翠的青竹摇曳 广场上有着许多的弟子 正在修炼切磋 口中还在讨论着 之前陆臣引发的天地异象 确实如南宫墨所说 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认为 陆臣白日飞升了 陆臣经过的时候 也没有一人发现他的踪影 青竹峰手作大殿上 一川东正在教导着自己 刚收的青传弟子 修行意图 讲究静心名神 一川东望着面前的小女孩 脸上多了一丝严肃 讲解着最基础的东西 小女孩听得十分认真 不住点头 川东 陆臣走进大殿 轻轻唤了一声 师尊 一川东闻言 顿时大惊 这声音实在是太过熟悉了 根本无需多想 他就已经听出来是谁了 师尊 师尊你在说什么 下方的小女孩 一脸迷茫 感觉自己的师尊 有些犯猛 又有些糊涂了 那位见仙大人 不是已经飞升了吗 一川东却是没有管他 目光直直盯着 出现在大殿门口的那道身影 神色复杂 咦 这位大哥哥是谁 小女孩也转头看来 发现了陆臣 不过他并不觉得 陆臣就是一川东口中的师尊 在他的印象里 自己师尊的师尊 肯定是个白胡子老头 一副先锋倒鼓的模样 和眼前这个看起来 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显然搭不上遍 师尊 原来你没有飞升 一川东也以为 陆臣已经飞升 原本还有些怅然若失 连师尊的最后一面都未见到 让他可难受了许久 当然没有 你都收徒了 陆臣笑着道 转头看向了那正疑惑 望着自己的小女孩 满意点了点头 这个小女孩的资质 根骨都是齐家 即便是在众多青云弟子之中 都是极为罕见 小英拜见师族 小女孩也在此刻回过神来 顿时恍然大悟 一脸兴奋 连忙行礼 不必多礼 陆臣笑着摆了摆手 一股柔和的力量散发 将小英给扶了起来 一川东的心情更是激动无比 有些语无伦次 不知道说些什么 陆臣瞧他这副样子 有些哭笑不得 一番叙旧之后 陆臣从怀中拿出了一件极品灵兵 递给了小英 这件极品灵兵 是陆臣闲来无事 在青云后山尝试炼器的时候所炼制 是一柄仙剑 材料质量都是上上之选 比之普通的极品灵兵 可要超出一大截 若是拿到各大商会去拍卖 绝对能拍出天价 但在陆臣看来 这柄仙剑多有瑕疵 让他不是很满意 小英是吧 师祖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小玩意儿 就当做见面里吧 啊 小英乖巧站在一旁 正偷偷打量着陆臣 听到陆臣的话 一时间还有些不知所措 而一川东 见到陆臣拿出仙剑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呆住了 小玩意儿 极品灵兵 啥时候变成小玩意儿了 还没什么好东西 一川东尽管知道自己这位师尊不简单 可也不知道这么阔绰呀 极品灵兵多罕见啊 在各大超级势力之中 也只有他们这些手作和一些地位不低的长老 才有资格得到 可此刻 却是被陆臣随手拿出 他可知道 陆臣这百年来 可是连其他地方都未去过啊 而且 他能够感知到 这柄仙剑的材质 比起他目前所使用的青竹剑 都要好上几倍 不过 他一想到 陆臣连各种丹药 都能当糖豆一样 分给他和东方西月 也就释然了 他觉得自己这位师尊 就像是一个行走的宝库 师尊 这会不会太贵重了 一穿东有些迟疑 贵重 谈不上 为师还觉得有些拿不出手 等为师以后有空了 再炼制几件上好的仙剑 陆臣倒是不怎么放在心上 这仙剑在他看来 确实是一点都不值钱 而且 他现在有着朱仙剑 根本不必担心其他的事情 还不快谢过师祖 一穿东嘴一抽 自己的师尊说话 总是这么打击人 看到小鹰站在一旁 还有些不知所措 故意板着脸训斥道 小鹰谢过师祖 小鹰回过神来 连忙接过 仔细打量起手中的事物 看得出来 他十分开心 他虽然不知道极品凌兵的稀罕 但这可是神仙师祖送的东西 哪怕只是一块石头 都能让他开心许久 小鹰乖 好好修炼吧 兴许是陆臣年岁长了 一直幻想着和林雪薇以后的生活 所以他对小孩子也有着特殊的感情 不自觉将自己带入到了长辈的身份之中 川东 为师过段时间就要离开青云了 此次前来 是与你告别的 陆臣最终还是说明了来意 啊 师尊 你要去哪儿 一川东有些意外 不过他虽然老实 但心思却还细腻 又问道 是去找师娘吗 嗯 你以后好好修炼 早日突破五帝 陆臣点头 叮嘱了几句 一川东的悟性虽然差了一些 但突破五帝对他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么多年 为师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这件东西就留给你吧 陆臣说着 将龙鳞凤皮衣从系统空间取出 递给了一川东 如今陆臣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龙鳞凤皮衣对他来说 没有达到极限的 却是能让他有着很大的提升 可以说 只要一川东突破五帝 那么他很快就能拥有九平五帝的实力 远超青云宗众人 师尊 弟子明白 一川东没有矫情 他知道陆臣的脾气 若是拒绝 反而会惹得陆臣不开心 所以乖乖接下 感受到龙鳞凤皮衣上 传来的浩瀚灵力波动 让得一川东更是微微心惊 他觉得这件东西绝对不简单 果然 师尊从来不会小气 连这么珍贵的东西 这么多年的迁道 他的系统空间之中 各种好东西层出不穷 可以说 现在的他 几乎已经不缺什么好东西了 但他觉得 迁道也是一种乐趣 兴致一起 在心中默念道 系统 我要迁道 恭喜宿主在青竹峰迁道成功 获得八星奖励 无双剑侠 系统奖励 已经发放至系统空间 请宿主及时查看 随着迁道成功 系统的声音随之响起 八星奖励 入城微微挑了挑眉 倒是挺意外的 他迁道这么多年 除了朱仙剑之外 高星奖励 几乎少得可怜 而此刻居然来了一个八星奖励 这如何不让他兴奋 虽然对他的提升或许不大 但这种感觉 却是十分畅快的 就好像冲前课金抽奖一样 抽到终极大奖的心情 是不一样的 不过他也发现了 只要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不迁道 然后再度迁道的时候 立定会得到高星奖励 根本不是天天迁道所能比的 就好比之前 他闭关后出关 迁道就得到了九星奖励的朱仙剑 而且 这也是陆成第一次在青云中的大殿迁道 他每到达一个新地点迁道 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东西 陆成连忙查看着 关于无双剑侠的介绍 看完了介绍 陆成算是明白了 无双剑侠的作用 无双剑侠 并不属于兵器 倒像是辅助类的质保 不过品质其高 而且功能逆天 可以容纳天下神剑 而且在无双剑侠之中 可以温养神剑 让得神剑具备成长性 不得不说 这个功能 简直吊炸 能够让剑成长 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将一柄极品的零剑 放入无双剑侠之中 假以时日 就有可能成长到神兵的层次 如果将星宿见地的嗜血魔剑 放入其中 同样也能蜕变为神兵 一柄神兵的威力 那可是能够毁天灭地 就好比诸仙 一位巅峰武帝手持诸仙剑 便可以力战数百名武帝 这对于一个修士的提升 实在是太大了 想到这里 陆成也不禁心头火热 连忙将诸仙剑 从系统空间换出 放入了无双剑侠之中 进行了绑定 只有与无双剑侠完成绑定后 才能够得到提升 他很想知道 诸仙剑若是成长的话 那该得达到什么程度? 陆成心神操控着无双剑侠 发现无双剑侠之中 诸仙剑静静静躺在那里 而四周不断有着一种极为玄傲的力量生成 缓缓汇聚到诸仙剑之中 让得诸仙剑原本上的血色纹路变得更为鲜红几分 而除了诸仙剑所在的地方外 另外还有着八个空格 很显然 陆成还可以放入八柄神剑一起成长 对于一个剑修来说 最重要的是自然是剑 陆成也是如此 不过陆成与别的剑修不一样 别的剑修最多只能拥有一柄与性命交修的剑 但陆成走的路与别的剑修不一样 他不会受此影响 他如今修为达到极限 想要提升自己的战力 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 比如说收集像诸仙剑这样的神剑 他之前迁到得到了一门空剑法门 八剑齐飞 讲究的便是控制多柄剑 这种增幅手段可谓是十分的变态 陆成之前也想过收集神剑 但一直没有出去 找不到合适的剑 来给他修炼这个法门 而且天下的好剑太少 每一柄都是有主之物 看来还得找些时间 去找些上好的炼器材料 炼制极柄好剑了 不过陆成自己本身就是地级炼器师 已经能够炼制出极品灵兵 现在倒也不需要担心这件事 自己炼出来的剑 显然是更为契合自身的 只是陆成的要求有些高 想要炼制出一柄好剑 那么 材料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陆成将此事记在心里 于一川东再度说了几句灵形的话 就离开了青竹峰 回到了青云后山 路过祖师祠堂时 南宫墨依旧还在悟道之中 陆成没有打扰 直接走向花月洞府 来到先前存放诸仙剑的石窟之中 陆成取出了无双剑侠 将诸仙剑拿了出来 难怪有这么大的力气 如果不是无双剑侠 恐怕还无法发现你的存在 陆成手持诸仙剑 剑身之上血纹流转 似乎有着生命一般 不过 他刚才绑定无双剑侠后 也发现了诸仙剑的异常 在诸仙剑的内部 有着一股隐藏的极深的一团残魂 即便是他步入了陆地神仙的境界 也没有发现 可想而知 这残魂到底有多么隐蔽 所幸的是 但是陆成现在还是发现了 否则 这未知的隐患 突然在某一天爆发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陆成心念一动 神魂顿入诸仙剑之中 剑中世界 仿若一片血海 十分的浓稠 而在中心处 却是有着一团极为隐晦的波动传出 那一股气息 竟然比至现在的陆成 也不落出多少 只不过 那气息此刻已经十分的萎靡 早已经不复巅峰状态 这么强的实力 这人生前该有多强 陆成发现了这一点 不由表情凝重起来 谁能想到 在诸仙剑的内部 竟然还藏着这样一位 不弱于陆地神仙的存在 这也是陆成没能发现的原因 陆成催动心念 想要趁着那气息萎靡之际 直接解决后患 但他刚前进一步 便惊恶发现 在其身前 有着一层无形的薄膜 挡住了他的去路 即便他已经让诸仙剑认住 都是无法操控这薄膜 怎么会有封印 而且 这封印的力量 居然如此之强 陆成知晓 这薄膜很可能是一道封印 从封印的力量上感知 已经远超了他如今的境界 也就是说 如果换作是他 他根本无法布置出这样的封印 很显然 这是神仙手段才能做到的 神仙原来也有强弱之分 陆成心头微宁 连续多次出手 想要破除封印 但都无功而返 只得罢手 他已经看出来了 以他现在的实力 想要破开封印 解决诸仙剑其中的隐患 并非一事 果然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陆成再度查探了诸仙剑内部一番 发现中心处那一团气息 始终没有动作 看起来像是无意识的状态 这倒是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 看来还得想办法 早日破开这个封印才行 陆成本就是小心谨慎的人 任何对于他的安全有隐患的东西 他都不愿接受 而这诸仙剑中的 那一团未知的东西 显然就是隐患 极度尝试无果后 陆成最终也放弃了挣扎 显然 诸仙剑上的封印 很可能是来自天外的神仙所布置 想要破除 又岂非难事 不过好在的是 有着封印的存在 诸仙剑中的那一团残魂 也无法破开封印出来 只不过 这诸仙剑中的戾气 却是无法在短时间消除 陆成将无双剑侠收起 略微沉吟了一阵子 再度走出了幻月洞府 走向了通天风 他在青云中待了这么多年 若是离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所以 他要做的事情 还挺多的 经过上次大战后 道玄前往幻月洞府研习天书时 也发现了天书被盗的事情 此时南公末也已经和陆成提起过 原本南公末 还想让陆成也去参悟一下的 但当南公末听到陆成 已经完全参悟了天书后 他的表情 甚至比起当初的东方浩轩还要夸张 如今陆成便是打算 将天书的信息重新刻下 交给青云宗 来到通天风 此刻的通天风上 七脉手作皆在此列 燕天南其他四位超级势力的太上长老 也同样在此 得知了陆成飞升的消息后 他们已经没有了心思留在此地 特来告辞 不过他们也没有翻脸的意思 反而是十分的客气 无他 青云宗刚出现了陆成这种见仙 他们想不客气也不行 谁也不确定陆成会不会回来 怎么 你们要走吗 陆成隔着老远 就听到了几人的谈话 副手慢悠悠走进了玉清殿 啊 谁 突如其来的问话 让得玉清殿中的人都显得十分错愕 因为连他们都没有发现 不知何时 已经有人靠近了此地 他们很少与陆成交流 并不如一川东那般敏锐 第一时间倒是没有回过神来 而且 他们心中下意识 已经认为陆成飞升了 所以没有往这边去想 世尊 一川东听到陆成的声音 第一个站起来行礼 其他人见到一川东的这番动作 顿时恍然大悟 连忙转头看向店门处 见过剑仙大人 道玄等青云宗首座长老 顿时一喜 纷纷行礼 表情恭敬至极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剑仙大人不是说好 已经飞升了吗 怎么还在此店 但他们也没有多想 飞升不飞升 对于青云宗来说 都不是一件坏事 主人 燕天南等几位老家伙 也有些错愕 玄机表情变得有些不自然起来 他们以为陆成飞升了 才没有遵守百年的约定 急着回到自己的宗门支持大局 毕竟他们只是听命陆成 可不是给青云宗当打手的 而且 他们的身份 在各大超级势力之中 也极具分量 也只有在陆成的面前 他们才会放下自己的身段和骄傲 青云宗如今声势鼎盛 却也压不住他们这些巅峰五弟 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陆成居然还没飞升 这可就太尴尬了 他们若是早知道陆成没有飞升 哪怕是把他们腿打断丢出去 他们爬都要爬回来 这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神仙镜 能够与一个神仙镜近距离接触 都能让他们觉得受益匪浅 不不不 主人你听错了 我们是说想要多留下来个几百年 燕天南最先开口 连忙否认 不过这句话一出 顿时让其他三位太上表情变得难看起来 倒不是因为这个多留几百年的问题 而是因为这个马屁被抢先了 他们没想到燕天南平时看起来翩翩君子 沉默寡言十分直肠子 但在这种关键时刻 拍马屁的速度比他们还要快 而且说起话来面不红气不粗 可恶啊 信空神僧几人都忍不住在心中怒骂 但面上却是露出极为和善的笑容 生怕陆成误解了 而道玄几人的表情 却是在此刻变得精彩起来 强忍笑意 刚才他们可是见到这几位要走的时候 那种态度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清云宗如今重振旗鼓更为缺乏强者 自然也希望这四位巅峰五帝能够留下来 他们也不确定一个飞升的剑先 到底能够震慑多少人 无论道玄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 四位巅峰五帝却依旧没有留下来的意思 但此刻陆成只是出来随便一句话 便让这几位改变态度 实在让他们忍俊不惊 不过他们也知道 陆成之前还是巅峰见地的时候 就让这四位服服贴贴 更别说如今已经成就见先了 哦 这样吗 陆成倒是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静止走上了大殿 拒绝了道玄邀请他上手座的好意 找了一处空位坐下 其他清云手座长老连忙起身 不敢落座 纷纷站在了陆成身后 自觉以陆成为中心 其实你们想走也不是不可以 这次你们守护清云有功 我也不是什么魔鬼 毕竟你们势力也需要你们回去坐镇 我不会强人所难 陆成微微一笑端起一杯茶 轻轻抿了一口 而后一挥手 一股波动散发 燕天南等四位巅峰五弟 都感觉自己神功之中的那一道印记 已经被消除 显然陆成取消了对于他们的控制 还给了他们自由 多谢剑仙大人 魂印解除 四人顿时感觉到无比的轻松 脸上的激动无以复加 但很快 他们便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 纷纷变了脸色 剑仙大人 你这是 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不走 是啊 剑仙大人 不走不走 你赶紧重新种下魂印吧 对 我们生是剑仙大人的人 死是剑仙大人的鬼 四人连忙开口 生怕离开了青云 根本没有半分超级势力太上长老的样子 这倒也正常 他们可知道 如今陆成到底有多么抢手 一位活着的神仙啊 哪怕是给他当狗 他们也是极度愿意的 他们这些人 活了接近万年 在巅峰五帝境界 停留了不知道多少年 很可能过不了几百年大限 就要将至 不成神仙中有一死 他们唯一的希望 便是从陆成身上 吸取一些经验 从而迈出那一步 这也是为何青云山门外 还有那么多的超级势力的老怪物 来此的原因 想想他们 自己原本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他们原本还觉得 自己因为魂印与陆成拉近了距离 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虽说这种关系 十分的难以启齿 但此刻 当魂印泄除之后 他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是空落落的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甚至还觉得 陆成是因此生气了 才会显得如此慌乱 我也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 你们若是想留下来 自然可以 陆成微微一笑 他自然知道 这几人心中的想法 不过 他之所以解除魂印 只不过是不需要这种手段罢了 当初之所以如此 不过是因为青云危机迫在眉睫 不得已而为之 现如今 哪怕没有这四位巅峰五帝 青云宗也绝对没有人敢前来闹事 更不会发生 像以前那样的宫山了 不过燕天南等人 能够在青云宗的关键时刻出手 这也让陆成对他们的印象 稍稍有了一些改观 多谢剑仙大人 我等愿意留下 燕天南等人 面色一喜 连忙齐声说道 道玄等青云高层闻言 心中那一块巨石也是缓缓放下 松了一口气 那好吧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留下吧 陆成淡然开口 也不是很在意几人的去留 虽然这几人留下来 皆是有着自己的目的 但对于青云宗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说完 陆成转头 看向道玄 你们其他人都出去 我有事与道玄商谈 是 剑仙大人 众人闻言 纷纷退去 一脸艳羡的看向道玄 心中猜测着 这位剑仙大人 难道要给长教开小遭不成 不过他们 却没有任何不满 只有艳羡 带着所有人离去 道玄站在陆成身后 这才恭敬说道 剑仙大人 您有何吩咐 虽说道玄比起陆成来说 不论年龄 还是进入青云宗的时间 比起陆成来说 都要长出很多 但他却是显得无比的恭敬 你找一卷克陆功法的纸笔来 陆成吩咐道 道玄闻言 虽然不知道 陆成要做什么 但还是连忙去安排 很快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 克陆功法 不同于普通的纸张 而是需要专门能够承载意境的预指 不仅能够抵挡岁月的侵蚀 还能让人直接从纸张上 感悟到功法的意境 而克陆功法的笔 也很有讲究 必须能够以承受神魂和法力 这两件东西 可都是天价 十分珍贵 但青云宗 好歹也是超级势力 不像一些三流宗门 自然不缺这些 玉清殿上 青年鸟鸟 一股暗香散发 让人心神 不自觉安稳下来 陆成坐在守卫上 开始缓缓克陆天书功法 咦? 剑仙大人 这是要传法吗? 道玄静静站在下方 心中有着猜测 十分兴奋 不过他并未出声打扰 他知道 克陆功法 比之修炼 还要耗费精力 一个不小心就会出错 到时候 就得重新克陆 陆成心神凝聚 神魂意念 全部汇聚在笔尖之上 将脑海中关于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 虽然内容 与他参悟时候的天书 并无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天书之上的意境 却早已经不同 修行便是如此 每个人的路不同 心中的理念不同 哪怕是修炼相同的功法 理解也就不同 相比于青云子祖师 留在幻月洞府石壁上的天书 陆成此刻刻画出来的天书 显然更具韵味 而且关键的是 陆成早已经将天书参悟透彻 并不会像青云子祖师所遗留的那般 晦涩难懂 但即便如此 想要参悟完陆成刻下的天书 也需要一定的机缘与悟性 足足三天时间 陆成一直都处于刻录天书的过程中 洋洋洒洒已经写下了数百字 而他此刻看起来 却没有丝毫疲态 看得一旁的道玄 嘖嘖称奇 他可知道 刻录功法是多么耗费心神的一件事情 可此刻 陆成的神魂强度 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 当最后一笔落下时 整个玉纸之上 金光引现 一股无形波动产生 将整个玉纸笼罩其中 充满了一种莫名的道玉 而玉纸上 无数个迎头小字 似乎活过来一般 不停地跳动起来 似乎要破址而出 但每当触碰到那一股道玉 很快又会被压制下去 陆成收笔 整个人的状态 似乎也在此刻变得奇妙起来 以这种方式刻录天书 让得他对于天书的理解 又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已经有了全新的一种理解 至少 陆成知道 自己现在 若是再刻下一卷天书的话 那么笔至刚才所刻下的这一卷 品级绝对要高出几倍不止 这天书倒真是非凡 也不知道 什么品级的功法 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似乎根本没有极限一般 每次都能有着不同的领悟 陆成也是微微心惊 他觉得这天书着实不凡 哪怕他 已经完全领悟 但每一次 他都会有着更深的感悟涌现 似乎永远看不到终点一般 不过他也没多想 转头将玉纸收在手中 递给了一旁的道玄 这是那师妾的天书功法 你可好生保管 什么 天书功法 剑仙大人 刚才居然是在刻鲁天书功法 我的天 道玄听到陆成的话 却是陷入了呆滞之中 心中的震撼 无法用言语形容 他原本以为陆成是在传法 确实也如他所猜想的那般 但他可从没想到 陆成居然是在刻鲁天书功法 他可知道 想要刻鲁一卷功法 最起码也得要完全理解这卷功法 才能做到的呀 那岂不是说 陆成已经完全参悟了天书 这才多久 幻月洞府后的天书 到底有多么难以领悟 除了已经飞升的青云子祖师以外 数十万年来 都未能有一人参悟完天书啊 这是多么小的概率 果然不愧是剑仙大人 道玄心中只剩下了钦佩 他倒是不觉得陆成参悟天书 有什么问题 也没往这方面去想 多谢剑仙大人 道玄颤抖着结果天书 没有着急去看 心中充满了感激 天书失窃的时候 他差点直接晕过去 他知道 青云宗的真正传承 可不是什么太极玄清道 而是天书 天书失窃 他找了许久 也未能找到那位偷盗之人 更无法找到天书了 可以说 没有了天书 青云宗的传承 就算是断绝了 可想而知 此刻陆成将天书再度刻录下来 对于青云宗的意义 有多么重大 陆成摆了摆手 道 你好好参悟 以你的悟性 想必参悟天书也不会太难 成就五帝也是早晚的问题 南宫前辈正在后山悟道 可不要让人打扰 另外 我也要离开青云了 你们若是遇到生死危机的时候 可以传讯于我 陆成在青云宗待了这么多年 早已经有了一丝感情存在 最初的芥蒂早已经消散无踪 在他看来 青云宗说是 他在此方世界的一个家也不为过 见仙大人 你要走了吗 道玄听到陆成的话 十分惊讶 很想开口挽留 但却不知道如何挽 一想到陆成在青云后山待了上百年 恐怕也已经腻了 索性也不说那些话 深深攻下身子道 那道玄公送见仙大人 接下来 陆成又去找了一下东方西月 对于东方浩轩这个玄孙女儿 陆成可谓是很头痛的 或许是多年前的那一场意外 让得两人的关系 在陆成的心中始终十分尴尬 面对着东方西月的时候 总会心虚 而东方西月 恰巧又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让他有些吃不消 听到陆成要离开的消息 东方西月 可是哭着闹着说 要与陆成一起闯荡江湖 但却被陆成给拒绝 但东方西月不依不饶 拉着陆成不让他走 陆成无奈之下 在离开时 送了东方西月 一件极品凌兵 和一些防身的东西后 才甩掉了东方西月这个粘人精 而后 陆成又找了燕天南等人 随口给他们讲了一些 成就神仙的奥秘 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 就是经过了南公墨的事情后 让他们重新 果然 这四人的悟性不怎么样 没有如南公墨那般直接顿武 不过他们也安静了许多 整日都在思考陆成所说的话的意思 陷入了沉思之中 做完一切 陆成才在所有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悄然离开了青云宗 走出青云山 陆成第一次呼吸到了外界的空气 心中没来由的一阵舒畅 百年了 他总算出山了 陆成看了一眼 依旧站在青云山脉的 各大超级势力的老怪物们 便收回了目光 他也听到玄说起过 这些人在觉得陆成引发异想之后 便想要入宗拜访 但都被道玄拒绝 道玄也是怕这些超级势力的老怪物 如魔教那般 直接来个攻山 索性直接闭门不见 他也征询过陆成的意见 但陆成肯定是不愿意 与这些不认识的老家伙浪费时间 陆成也知道这些老怪物们的想法 他可不是什么大善人 遇到谁 都要指点一下他 若是与他认识的话 随口指点一番 倒也能说得通 素不相识的人 抱歉 我没时间 对于这些老怪物 会怎么想 陆成倒是没兴趣知道 若是他们真的不懂事 如纳森罗老祖一般 前来搞事 那他也不介意出手 让他们知道一下 他会使用赶路的手段 看起来十分悠闲 咦 怎么气急断了 陆成走了好一会儿 正打算看看 林雪薇现在在何处 但他却发现 原本他留在林雪薇身上的气急 不知道何时 已经被斩断 当初陆成自然是不放心林雪薇 自己一个人出去走动的 所以 在林雪薇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在他身上留下了气急 为的就是在林雪薇 遇到不可抵挡的危险时 能够第一时间出手相助 但所幸的是 林雪薇并未遇到什么太大的危险 唯一遇到一次玄冥鬼地 还被他以灵符逃遁 陆成也就放心了许多 此刻再度找寻气急之下 却已经发现气急早已经断绝 这个发现 让得陆成的眉头 微微皱了起来 要知道 他留下气急的时候 已经成就了巅峰五帝 只要半神不出手 根本无人能够 发现他所留下的气急 更别说斩断了 难道雪薇遇到危险了? 陆成心头闪过一丝不妙 林雪薇只是一个九平五圣 哪怕几年过去 成就了五帝 遇到一位半神 也绝对不是其对手 呼 还好 魂灯未灭 陆成从系统空间 拿出了属于林雪薇的魂灯 发现魂灯之上 火焰依旧燃烧着 说明 林雪薇并未遭遇生命危险 这也让陆成 悄然松了一口气 只是这天下之大 该到哪里去找他呢? 陆成不由的迷茫了起来 自从他得到幻影之后 他没事的时候 就会去藏书阁翻看一些书籍 对这个世界 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个世界极为广阔 名为天玄大陆 甚至根据《青云宗》的记载 看起来似乎还有些没有尽头的意思 不过只是一个神晋皇朝所占据的面积 便已经超过了他之前所熟知的蓝星 还是蓝星的好几倍 可想而知 这个世界到底该有多大? 神晋皇朝处于整个天玄大陆的东方 临近东海 而在神晋皇朝的南方 则是十万荒山 其中 妖兽横行 西方是无边荒漠 贫瘼无比 荒无人烟 是之前魔教的驻扎地 北方则是一片平原 诸多蛮夷生活在那里 十分混乱 而在神晋皇朝之外 则是没有太过详细的记载 因为通往外界的西方 有着一处生命禁区 挡住了去路 无人能够穿行 更无法得知外面了 但陆臣知道 整个大陆绝不可能只有神晋皇朝的 虽说他如今已经真正步入了神仙境 却也还无法做到 瞬息之间 便能出现在天地各处的本事 如今的陆臣 掌握的天地规则 只达到了九成 并未完全掌控 而且 他现在只是利用天地规则 并不是这片天旋大陆的主宰 自然无法控制天旋大陆的时间空间 这种高级法则 不过短时间内 瞬息万里 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而且 想要做到这一步 也必须得对这个世界各处 都有着一定的了解 才能做到 不然贸然进入虚空 找不到外界所相对应去的点 很可能就会迷失在虚空之中 用他之前世界的话来讲 便是没有刷出图 你想传送 也传送不了 没有熟悉的空间节点给你定位 你撕裂空间也找不到出口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雪薇会去哪里呢 应该去哪里找他呢 得知了林雪薇暂时安全之后 陆成心中的担忧 也算是渐渐弱了下来 毕竟他对自己 给林雪薇的保命手段 还是挺多的 只要不遇到半神 他相信 林雪薇可以轻易逃脱 这世上的半神 除了南宫末 和魔族老祖外 陆成也不知道 还有几个 但他成为神仙静候 才知道 既然这个世界的极限 并不是五帝 而是陆帝神仙 那就说明 这个世界上 肯定还是有可能 有其他神仙存在的 只是不知道 这些神仙到底在何处罢了 就好像陆成现在一般 别人都知道他成就渐渐了 但真正见过渐渐的 其实也就那么几人罢了 不可能哪个神仙会中二道 看到一个人 就直接大呼小叫的说 我是神仙 我是神仙吧 即便真的有 或许也没人愿意相信 所以陆成觉得自己以前的眼界 还是太小了 有些坐井观天的意思 当时的他 甚至觉得 连巅峰五帝都不过几人 现在看来 他显然是想多了 巅峰五帝 寿命万载 哪怕是经历过当年那一场正邪大战 陨落无数五帝 但谁也不会怀疑 这几百年来 又有多少人成就五帝 五帝的门槛虽高 但五圣的基数太大 而且 这世上处处有着奇遇 谁也说不准这些东西 嗯 外面还是挺危险的 一定得先找到雪薇才行 当初见过雪薇最后一面的 是北明燕红 应该先去找他 他当日被雪明带走 也不知道去往了何处 不过还是前去天鬼域看一看 陆成缓缓走着 脑海中的思绪不断闪过 他身穿一袭白衣 步伐不快 看起来轻飘飘的 有几分出尘之意 有了目的 陆成的速度突然变得飘渺起来 上一秒看起来还在眼前 下一秒就已经出现在了天边 达到了神仙境界 陆成对于天涯咫齿部的感悟 也是更为深刻 已经修炼至了圆满 融合了天地规则 看起来真的是天涯咫齿 皆是在一念之间 在如此赶路的情况下 三日时间 陆成就已经穿越了数十万里 来到了西边荒漠的边缘区域 这里是接近西边荒漠的地界 也曾经魔教驻扎的地方 此地一片荒凉 除了几座灵星的古城之外 便是光秃秃的山脉和沙漠 其实 这里曾经也是生机盎然 据传远古时期的那一场神仙之战 才让了此地变得一片荒芜 越是靠近中心点 就越能感受到 在内部 则是生命禁区 只是靠得近一点 便能感觉到心智不稳 很容易走火入魔 所以导致此地 居住的人们极少 但人虽少 却也不是没有 魔教被青云大败 不少从此地逃难而出的人们 也早已经回到了此地 一座古城中 人们穿着十分的单薄 个个都是皮肤有黑 肌肉高高鼓起 充满了一种力量的美感 就连女子也不再娇容 多了几分野蛮的阴气 陆成走在荒凉的街道上 多年来的静修 让他看起来有些文质冰冰 模样英俊 皮肤白皙 与四周的人们有些格格不入 不少人发现了陆成的身影 皆是投来好奇的目光 显然是很少见到陆成这样的外来客 不过 他们也并未多说什么 自顾自地忙活着自己的生计 陆成也不在意 找了一处酒馆坐下 准备打听一些关于天鬼狱的消息 他并不知道天鬼狱的宗旨到底在何处 想要知道确切的地方 也只有在客栈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 最容易打听到 这位爷 刚来此地的吧 想要喝点什么 一位小丝打扮的壮汉 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土话 来到了陆成的面前 他虽然在笑 但看起来十分的凶神恶煞 十分具有威慑力 让人难以生出好感 不过陆成倒是不咋在意 他知道 这里的民风就是这样 在这种地方 若是不凶恶一点 肯定活不长久 陆成随意点了几个小菜 便静静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不过 听到众人的谈话内容 便觉得有些哭笑不得 因为这些人的谈资 全是与自己有关 嘿 我和你们说 那魔教的魔崽子 势如破竹 直接覆灭四大超级势力 然后直取青云 后来呢 青云宗经历过好几次大战 早已经元气大伤 据说连那位太上长老 都已经陨落 而森罗老魔头 可厉害了 一统魔教 实力比这当年更为强横 打得青云宗 那是节节败退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位白衣剑仙横空出世 一剑斩破苍穹 与森罗老祖大战了整整三个月啊 最终 白衣剑仙使出一剑 破天地 斩日月 将森罗老祖斩落 护住了青云 客栈之中 不少人听到关于陆臣的事迹 皆是竖起耳朵 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 他们这些人 虽然临近魔教驻扎地 但还是归属于神境皇朝管辖 而且对于魔教中人 也是深恶痛绝 听到陆臣大败魔教的消息 他们自然是新生畅快 更有着十分强烈的代入感 似乎自己就是那位绝世剑仙 一剑斩杀了魔教众人一般 一时间 客栈之中 叫好生四起 陆臣静静地听着 并没有说话 吃着小菜 喝着小酒 难得惬意 却在这时 一匹人马突然走进客栈 令得整个客栈的气氛 顿时冷了下去 陆臣也转头看向了这群人 目光中有些好奇 来者约莫十几来人 皆是身穿统一服饰 身上气息皆是不弱 看起来 应该是出自某个势力 从这些人的衣着服饰来看 陆臣知道 他们并非是驻扎此地的势力 而是赶路而来 颇有几分封臣之意 为首一人是一名白发老者 气息雄浑 隐而不显 但陆臣却是根本不需要细细感知 只是看上一眼 便知这是一位三平五圣 在其身后 跟着十几位年纪稍轻的弟子 有男有女 气息也都是在五王级别 这个实力 虽说比起青云宗这种庞然大物来说 要逊色许多 但陆臣也是知道 能够在如此年轻拥有这等修为的 最起码也得是一流势力的弟子 不过 这些人并未让陆臣放在心上 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 继续喝着小酒 在客栈之中的一些酒客 见到这群人的到来 也是不再高谈阔论 声音放低了许多 突然静了下去 显然 他们也不是没有见识的 知道这群人身份来历皆是不凡 不愿惹的这群人不开心 客栈小司也是愣了片刻 然后赶紧上前招待 为首的老者 打量了四周一眼 目光在略过陆臣身上的时候 多停留了一阵 眼中多了一抹惊异 他发现在客栈之中 绝大部分人都是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只有几人是舞者 只不过 只有先天修为 被他一眼就能看穿 而眼前的陆臣 却是让他有一点看不透的意思 从陆臣的装扮各方面 他也可以判定 陆臣肯定也是远道而来 他觉得 陆臣有点不简单 不过 他也并未多想 很快就不着痕迹地收回了目光 没有释放更多的神念去感知 舞者出门在外 贸然去感知对方本就是忌讳 虽说陆臣看起来十分年轻 但能够再看到他们 这群人的服饰依旧无动于衷 显然不是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人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判定 陆臣肯定哪个大宗门出来历练的弟子 他之所以无法感知陆臣 无非是因为陆臣身上有着遮掩自身气息的至宝罢了 他当然不愿意去相信 如陆臣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修为会比他高 才让他无法感知到 更无法想象 陆臣会是那位传得沸沸扬扬的绝世剑仙 除了为首的老者以外 在其身后的几位年轻弟子 目光也是从一进来 就已经停留在陆臣的身上 他们倒是没有老者想的那么多 女弟子之所以如此 只不过是因为陆臣长得太俊了而已 下意识就忍不住去看 芳心蠢蠢欲动起来罢了 不得不说 陆臣成就剑仙之后 整个人的面容虽然没有多大变化 但自身的气质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此刻的陆臣 看起来周身似乎都有些一层无形的光运笼罩 宛如折仙凌晨一般 让人不自觉都想多看两眼 所以当这些年轻女子见到陆臣在那里淡然饮酒之时 眼睛都是一眨不眨 在这一刻 他们觉得似乎自己的春天到了一般 而几位男弟子一脸巨傲地走进来后 见到四周的酒客 对他们都是充满了敬畏与惧意 脸上闪过得意之色 正准备向旁边的师妹展露一下的风采 却发现自己的几位师妹 此刻都已经被坐在那里的那位年轻人给吸收了目光 而从几位师妹的目光之中 他们似乎还看了以前自己等人从未见到过的目光 顿时他们忍不住 心中便是酸溜溜的 有着怒意生疼 可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陆臣身上之时 顿时便是愣住了 他们见到陆臣的第一眼 便觉得有一种自残行贿之感 油然而生 下意识就生出一种我不如她的感觉 似乎觉得自己师妹等人有这样的反应 就是理所应当一般 嘿嘿 为首老者 发现自己身后这几位年轻弟子的师太 连心神都差点沉浸进去 不由的倾渴两声 让他们从师神之中清醒过来 为首老者 心中却是莫名一阵骇然 心中对于陆臣这等无形散发的气息 多了一丝忌惮 显然陆臣没有他看起来那么简单 呃 众多弟子回过神来 有些不明所以 但很快回过神来 顿时大怒 妖法 这人是魔教于念 居然敢使用这等蛊惑手段 真是不将我们无量剑派放在眼里 他们没想到自己等人只是看了陆臣一眼 便陷入了那种莫名状态 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怒喝出声 有几个年轻气盛的弟子 甚至打算直接上前 想要对着陆臣出手 这实在是太丢脸了 他们好歹也是无量剑派当代最为出色的弟子 天赋资质皆是尚成 却在自己等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被人施了幻术 这要是不教训陆臣一顿 他们怎么也无法咽下这口气 他们下意识地便认为陆臣是施展了魔教的幻术 他们尝不到哪里去 修武道之人 除了一些女子外 大部分人都不会愿意花时间去刻意改变自己的容貌 所以基本上可以从外貌能够判断一个人的年纪 而且即便是改变了容貌 气息与古灵也是无法改变的 陆臣的气息他们感知不到 但他们能够感受到陆臣的古灵 不过百多岁罢了 他们下意识就觉得此人不强 大家都是年轻人 怎么可能会愿意被人比下去 而且这还是在自己几位师妹的面前 他们怎么也要证明一下自己 更何况陆臣只是一个人 他们此行还有着一位武圣随行 心中底气大增 站住 就在几个无量剑派年轻弟子的心思急转 准备朝着陆臣冲过去的时候 为首的那位无量剑派长老 却是开口喝止了他们 这位老者名为徐冲 在无量剑派中声望实力都是名列前茅 距离青云大败魔教已经过去一年 陆陆续续的 各大门派势力也开始回到了自己原本所在的宗门驻地 此次他们便是刚刚恢复过来 准备前往收取魔教众人所留下的一些资源 来补充自己势力的诸多消耗 魔教众人虽然驻扎西边荒漠这种贫瘠之地 但自身掠夺来的各种资源却是不少 如今魔教禁术覆灭 这些东西可都是成为了无主之物 青云宗距离此地甚远 他们这些一流势力进水楼台 自然可以先来奋一杯羹 若是到时候青云有益 他们也不介意分青云一点 此次无量剑派便是由徐冲带队来此完成这个任务 顺便带了十几位无量剑派较为出色的弟子前来历练 所以他的话还是极有话语权的 听到徐冲的话 那几位想要对陆成出手的弟子也是止住了身形 一脸的不甘心 长老 此人乃是魔教于念 我等是为名除害 他刚才施展的幻术可是妖法 一位弟子不服气地说道 此人名为叶文 他在无量剑派中也算小有名气 被称为天才 其身份也是不弱 是无量剑派八大长老之一的儿子 心高气要惯了 所以他对徐冲也没有多大的敬意 在叶文看来 徐冲活了上千年还是个武圣 真是个废物 不过是比他多修炼几百年罢了 反观他自己修炼不过百年 就已经达到了武王境界 可谓是有名的天才 在无量剑派中 每个长老不把他当成心肝 当然 这些话他只能憋在心里 无量剑派也算是名门了 虽然没落 但还是有些分量 名门正派最讲究的便是尊师重道 任何大逆不道的行径都会受世人唾弃 他还不能凭借自己的天赋就能目中无人 而且此次出来 他那位老爹也是对他多加叮嘱 让他全听徐冲的安排 闭嘴 徐冲横了叶文一眼 罕见怒道 他原本脾气也是极为暴躁的 他自然也知道叶文的脾气 如果叶文不是有个好店 他恐怕此刻就忍不住一巴掌将其扇飞了 在场这么多人 也只有徐冲知道 陆成刚才周深连灵力波动都未产生 更没施展什么幻术 叶文这群家伙 不过是心智不稳罢了 只是他很好奇 为何陆成只是坐在那里 周深就能散发这种令人迷失心神的手段 似乎还是无以为之 这种手段 就连是他 恐怕也做不到吧 这一下 他不由得更为怀疑陆成的来历了 当然 他依旧不觉得陆成是什么绝世高人 从陆成的古灵来看 也不过百多岁罢了 百多岁 能有什么成就 就算是超级势力年轻一辈最优秀的天才 在百岁之时 恐怕也不过五胜 五胜罢了 徐冲修炼这么多年 对于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他并不忌惮陆成的实力 这世上是有很多天才可以越界而战 但徐冲并不认为自己会是被人越界而战的那个人 至少数千年来 他还没有被人如此败过 他之所以忌惮的 不过是陆成背后的势力罢了 难道他出身某个超级势力? 徐冲不得不往这边去想 经过一年前的大战 整个神境皇朝西部区域三州的超级势力 有着半数都被覆灭 而且 清云宗所在的清州 各大超级势力也有了渐渐繁荣起来的迹象 俗话说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容不得他不重视 当下 他已经有了去与陆成交谈一番的打算 想要去探探口风 看看陆成到底出自河门河畔 若是有机会 他还想和陆成结交一番 超级势力的人来此 目的肯定与他们也是一样 都是魔教各大势力所遗留下的资源 此次并非是他们无量剑派一家一流势力来此 彼此间肯定会有竞争 若是他们能够与超级势力的人同行 凭借超级势力的名头 他们也能得到更多的资源 几乎是一瞬间 徐冲就已经在心中打定了主意 眼看着徐冲走向陆成 叶文几人都心有不解 陆成将所有的一切都早已经感知到 只是没放在心上 依旧在淡然喝酒 恍若未闻 这位公子 在下无量剑派长老徐冲 徐冲信不来到陆成所在的桌前 朝着陆成一拱手 刺爆家门 徐冲的声音不大 但整个客栈的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顿时响起一片精华 不少人的目光都是望了过来 他们这些人虽然都是普通人 但各种小道消息层从不穷 他们对于天下的各大势力也是多有了解 无量剑派 便是神境皇朝九州之一的青州境内 众多一流势力中较为有名的势力 无量剑派也曾辉煌过 只是后来随着宗门内强者陨落 后继无人 有好几次差点被仇敌灭门 但最终都侥幸存留 如今也渐渐发展起来 成为了一流势力中都是极为强横的存在 声名远扬 陆臣虽未走出青云 但对于天下局势也是多有了解 听说过这个无量剑派 天下九州 青云宗所在的青州 事件修汇聚之地 所以各大势力绝大部分都是剑派为主 哦 徐长老 有何指教 陆臣微微挑眉 继续饮了一杯酒 态度不算热情 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他觉得无量剑派派人来到这西边荒漠 说明此地肯定有大事即将发生 而这些人很可能就知道天鬼狱所在的位置 若是能够打听到消息 比他自己慢慢去找 肯定要好很多 徐冲有些尴尬 没想到陆臣居然不懂礼仪 自己报了家门 你为什么不报下家门 还要我亲口来问 不过他也不在意 开口问道 再下一看 公子气宇轩昂 来历不凡 不知道公子出身何门何派 陆臣第一次走出青云宗 自然不懂这些礼仪 听到徐冲的话 微微皱起了眉头 问我门派 这群家伙 该不是看我好欺负 想要干坏事吧 毕竟之前叶文那几人的小动作 他都看在眼里 不过陆臣想了想 别说徐冲一个武圣了 哪怕是武帝来了 他也不怕 有什么好怕的 而且 这徐冲之前开口喝止这几人 显然也不会是找茬 不像是那种无脑反派 在下陆臣 出自青云 陆臣微微一笑 拱手还礼 什么? 青云宗的 这位公子全是青云宗的 是那位青云剑仙所在的青云宗吗? 废话 这世上能有几个青云? 我靠 难怪了 青云宗的人当中 各个都是人中龙凤啊 诸多九克早听到徐冲自爆家门的时候 就已经将目光放了过来 对于这些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各大势力 他们显然很有兴趣 此刻听到陆臣自爆家门 众人皆是惊呼出声 他们这段时间 可谓是听着陆臣的事迹度过的 现在听到青云两个字 就莫名觉得热血沸腾 倒也正常 不过他们 却只知青云剑仙 并不知道青云剑仙的真名就叫陆臣 就连叶文等十几位无量剑派的弟子 眉头都是紧紧皱了起来 他们还以为 陆臣是什么魔教妖人来着 可没想到 陆臣居然会是出自青云 他们如何不知道 魔教之所以被覆灭 完全是因为青云宗出了一位剑仙的存在 否则的话 他们无量剑派 恐怕至今都还不知道 在其他哪个地方苟延残喘呢 对于青云宗出了一位剑仙 他们虽然没有众多平民那般感恩戴德 但心中多少还是有一些感激的 但也仅仅如此了 对于陆臣 他们心有芥蒂 而且都是年轻人 他们一流势力的弟子 早就想与超级势力的弟子一较高下 青云宗厉害 完全是那位剑仙厉害 又不是青云宗所有人都厉害 他也不会因为对方是青云宗的弟子 就失去了自己原本的高傲 但这也只是几个男弟子心中的想法 那些女弟子则是双眼放光 宛如狼一般的丁卓陆臣 这长相 这出身 这实力 这言谈举止 简直就是最佳的道理啊 他们目不转睛的盯着陆臣 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引起陆臣的注意 如果不是徐冲站在前方 他们恐怕忍不住 就要上前搭讪了 但陆臣却是目不邪视 看都未曾多看这些女子一眼 倒也不是她不敬女色 而是见过了林雪薇这样的天下第一美人之后 似乎其他的女人 在她眼里 好像都一个样 都挺拉垮的 就这水准 实在让她毫无兴趣 若是真让她觉得好看的话 她倒是不介意多看几眼 虽然不做什么 但仰仰眼也没什么大问题 额青云 公子出自青云宗 难道青云也是为了那事而来 徐冲先是一愣 然后才确定陆臣所说的 确实是青云二字 不由惊呼 颇有些失态 青云宗地处青州中心 距离西边荒漠 有着数十万里之遥 比之他们无量剑派还要远 这个距离 哪怕是五帝 赶路也需要十几天的功夫 他们已经提前了一个多月出发 而陆臣比他们还要先到 显然青云宗比他们动得还快 当然 他想不到 数十万里对于陆臣来说 不过几日功夫的事情 那是 何事 陆臣微微有些疑惑 并不知道徐冲所指何事 他对于青云宗的安排一无所知 不过想了想 还是点头道 没错 管他什么事 点头再说 看徐冲这样子 应该是有大事发生 能让各大一流势力 都如此动容的事情 绝然不是小事 青云宗应该不会置之不理 迟早会有人前来 他如此说 倒也没错 贵宗还真是神速啊 公为道 原本他还以为陆臣出身超级势力 但绝不会想到 是青云宗 他可听说 当初那一场大战 青云宗损失惨重 连青云山脉 都是坍塌了 想要恢复过来 也绝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 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派人前来才对 却没想到 青云宗在这么短的时间 已经恢复了过来 还有闲心派人来此 如果和青云宗合作 那他们能够获得的利润 可就要大幅度缩水了 毕竟此事一切的根源 都还是因青云而起 如果不是青云宗 覆灭了魔教 他们哪来的便宜 可减 与青云合作 自己要多了不合适 要少了亏本 青云只派了公子 一人前往吗 其他长老可一同随行 现在在何处 老夫想去拜访一番 不过 想是这样想 但合作是必然的 一流势力 面对超级势力 毕竟还是差了许多 徐冲也明白这个道理 打工就打工嘛 总比什么都捞不到要好 哪怕他无量剑派不合作 其他的一流势力 肯定会与青云合作的 与其这样 不如自己早点合作 免得到时候 还得看青云的脸色 而且 魔教虽然无人生还 但魔教驻地内 肯定是机关重重 静置遍布 有着超级势力存在 他们也能快些破除 早日喝汤 而徐冲认为 陆成只是一个弟子 若要合作 肯定要与青云宗派出的带队长老商谈 陆成看出了徐冲的心思 但他想要知道 此地到底发了什么事情 让得这么多人大张旗鼓 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当下指得道 目前就在下一人前来 或许不久后 青云就会派人前来了 徐冲文言 心道果然如此 与他猜想得一般无二 又与陆成客套了一番 聊了许多无关紧要的话题 徐冲中途 还让叶文等几人向陆成赔罪 陆成倒是不怎么在意 但在徐冲的坚持下 叶文哪怕心高气傲 最终也十分不情愿地 朝着陆成赔礼道歉 倒是其他几位无量剑派的弟子 知道陆成是青云弟子后 而且地位似乎不低 连忙十分十去地认错 陆成也没与他们计较的意思 倒是觉得徐冲这人挺会来世 而且与几人的交谈中 陆成也总算得到了一点有用的消息 知道了各大势力此行的目的 让陆成略感好笑的是 这群家伙居然想得倒是挺美 直接就想来搬空魔教的家底 而且陆成知道 魔教众人其实并未完全陨落 至少血明老祖和星宿见地 还有摘星花地等人 都还是存在的 这些一流势力的消息显然不太完全 只派一个武圣就赶来抄魔教的家 那可真是有些异想天开 随便遇到一个武帝 估计都能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陆成也没有多说 旁敲侧击之下 还是没能打听到天鬼域的具体所在的位置 倒也正常 这些魔教的大势力 驻地都会选得极为隐秘 若非如此的话 不说神进皇朝了 便是魔教的各大势力之间的争斗 也不可能存留到今日 陆成无奈之下 只好在客栈之中 与众人一起等了起来 等待着各大势力到来 然后借由各大势力的人手帮他找寻 这无边荒漠 占地辽阔 凭他一人之力 想要找到天鬼域的宗门驻地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接下来几日 陆成都是在等待中度过 无量剑派的叶文几人倒是十分识趣 没有再来招惹陆成的打算 他们也知道 在这个时候 与青云宗作对 十分不明智 而其他的女弟子 则是变换着花样 想要引起陆成的注意 但很可惜 他们都是无功而返 几人不由得败心而归 不过这倒是更加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 时时刻刻都关注着陆成的一举一动 陆成对此无可奈何 闲来无事 只好待在客栈房间中参悟起 在旁人看来 这几卷天书 根本没有任何的相似之处 甚至是无法将其联系到一起 而 好家伙 到佛摩三大流派 居然都具备 这天书到底是何来历 陆成心中一惊 对于天书的来历 则是更为好奇了 不过他是穿越来的 对于原本这个世界的五道 其实也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而对于佛道摩三种不同修炼的法门 也是没有太多的偏见 倒是能够接受 他也明白 一个修炼法门 并不是促使人变坏的根本原因 一切都是源自于人的内心 有些魔道修士 也并不代表他是真的坏 一些正道修士 也同样不代表他是好人 任何的事情 都是有着两面性 所处的角度不同 所看到的东西也就不同 只要坚持自己的本心 那么不论修炼什么样的功法 都不会影响自身 陆成心中念头闪过 对于天书 这毕竟是 若是因为一些固有的理念 而不去修炼天书 那未免也太过浪费了 哪怕真的是魔道功法 陆成觉得 只要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 做的是不违背本心 那他也是能够接受的 于是陆成便静气名神 继续参悟起 随着他陷入到一种极为玄傲的状态时 在其周身 一个个太极阴阳鱼的图案 缓缓浮现 在其周身缓缓旋转 很快 一个个散发金光万字的佛门真言 也随之浮现 各种图案十分规律的转动 且没有任何的排斥 在这个过程中 陆成的气息虽然没有任何的增长 但他整个人对于天地规则的理解 却是在逐渐变得更为清晰起来 几日时间 一会儿过 这一座临近西边荒漠的古城中 也有着越来越多的舞者靠近 这些人皆是身穿统一服饰 气势不凡 一看就是大有来头 原本居住在古城的人们 见到这群人的到来 下意识就躲得老远 不过好在的是 这群人虽然高傲了一些 但还是十分讲究规矩 并未仗势欺人 反而对待众人都还算友善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人便是在那一场魔教霍乱中 幸存下来的各方势力 并且其中大多都是一流势力 这些势力的领头人 实力皆是在武圣级别 与徐冲相差不大 随行的还有一些前来见世面的年轻弟子 这些势力到来 也是纷纷住进了陆成所在的客栈 无量剑派的徐冲瞧得这群人到来 心中虽有不爽 但也不得不笑脸相迎 就在众人在客栈中互相客套的时候 突然自陆成所在的房间之中 一股极致的犀利爆发 方圆百里内的灵气 几乎是在瞬间抽空 成为了一片真空地带 让得所有人都是微微一惊 吓了一大跳 什么情况 灵气怎么突然全部不见了 你们感觉到没有 好恐怖的犀利 是谁在修炼吗 卧槽 好像是客栈之中传来的 是那个房间 那人是谁 所有一流势力的带队长老 纷纷动容 目露惊骇 全部看向陆成所在的房间 露出惊怡的神色 他们的感知过人 敏锐到了极点 几乎是瞬间 就已经发现了 周遭原本肉眼不可见的灵气 以一种极为夸张的速度 消失不见 他们自然知道 这很可能是有人 在修炼搞出的动静 但 他们却又不敢相信 他们还没见过 谁吸收灵气 是直接用这种方式吸收 而且还这么夸张 要知道 修炼意图 虽然是吸收炼化天地灵气 但其步骤繁复 需要以功法配合型大小周天 而且由于人体的经脉大小的原因 所能吸收的灵气有着限制 所以 哪怕是到达了五地层次 自身的经脉 早已经发生了蜕变 但所吸收的灵气 也最多 比起其他境界的 多出一点点而已 而且 能吸收不算难事 重点是炼化 将灵气炼化为自己的灵力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这也是为何大部分人的境界提升速度 都很慢的缘故 便是天阶功法 极大可能地运用了人体所有的经脉 让它吸收灵气的速度增加 炼化的速度变快 也绝对达不到 瞬息间将方圆百里的灵气 都给尽数吸收的程度吧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目光死死的盯着陆成所在的房间 但他们 却不敢有任何的探知打算 他们知道 能够引起这般动静的人 最起码 也得是五地层次的人才能做到 难道是某个超级势力的强者 已经到了 徐长老 你认识此人吗 所有人不由将目光投向了最先到来此地的徐冲 显然 这个问题 也只有徐冲 能够回答他们 徐冲也处于呆滞之中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感受到四周的目光 神情有些复杂 下意识吞咽了一口口水 才喃喃说道 他是青云宗的人 青云宗 听到青云宗三个字 所有一流势力的带队长老们 都是瞬间变了脸色 他们可知道 如今青云宗三个字代表着什么 不仅被当朝禁帝封为了天下正宗 更是出现了青云剑仙这样的神仙人物 不论是绅士还是实力 都绝对是整个神境皇朝西部三周之中 当之无愧的第一宗门 甚至是天下第一势力 他们觉得 都是名副其实 毕竟 这世上哪个势力 拥有剑仙的存在 不过 剑仙飞升的事情 他们也听说过 下意识就认为 陆尘已经飞升 所以才只算成了西部三周的第一 少了一位剑仙的存在 青云宗的明面上实力 肯定要弱上许多 但至少短时间内 是没有人会愿意去招惹青云宗的 敢问徐长老 这次青云带队长老是哪位 难道是七脉首座的哪位来的不成 吴银谷一位长老开口问道 能够造成如此大动静的 除了五帝以外 他们想不到其他任何人 而青云宗 新出了六位五帝的事情 他们也已经得知 所以他们下意识就觉得 此次青云宗派出的人 会是七脉首座这种层次的人 此刻他们已经来不及想其他的了 甚至连此地的利益也是没有多想 大家都是聪明人 虎口夺食不存在的 跟着大佬喝汤才是硬道理 青云宗现在显然就是大佬 并非是七脉首座 徐冲闯荡天下这么多年 自然见过七脉首座 说起来几人还是同时代的人物 虽然彼此间有着很大的差距 但在各大门派举办的各种盛会上 也有过多次碰面 但陆成显然不是七脉首座 甚至是他连陆成的名字都未听过 所以他才会觉得 陆成只是青云宗的一位年轻弟子 只是现在看来 他显然是想多了 能够造出这番动静的 除了五帝还能有谁 反正他这个三平五圣做不到 在座的几位五圣也做不到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陆成居然会是一位五帝 这么年轻就已经五帝了 徐冲心中可谓是羡慕极度的要死 不过很快 他心中只剩下了庆幸 幸亏自己之前没有纵容叶文等人去招惹陆成 否则的话 他都不想去想自己等人惹怒了陆成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什么五帝 而叶文等人自然也听到了这些老一辈修士的谈话 顿时嘴巴长得老大 能够塞得下一个鸡蛋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他们还以为陆成只是一个青云宗派出来的探陆弟子 实力应该强不到哪里去 谁能想到 那个与他们一般不过百多岁的年轻人 居然会是一位五帝 他们自诩天才 也不过才五王 而陆成 都特么已经五帝了 想到这里 先前那几个想着出手教训陆成的无量剑派弟子 更是脸色皂红 羞愧难当 几个五王 居然妄想教训一位五帝 原本他们还有些埋怨徐冲 但现在 他们心中只剩下了感激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若是他们当时对着陆成出手了的话 会是什么后果 不是七脉手作 那还会是谁啊 又出了一位五帝 是哪位长老 想不到青云宗底蕴这么雄厚 这才多久 又是一位五帝出现了 众人听到徐冲的话 又是不可避免的 引起了客栈内的轰动 他们可是听说过 几年前青云宗才多了几位五帝 这才多久 居然又出了一位五帝 这一下 众人对于青云宗的敬畏 可谓是又升了几分 果然 不愧是超级势力 培养五帝的手段 还真是厉害 他们这些一流势力 能够有一位一平五帝 就已经能够稳坐一流势力了 三位一平五帝 便在一流势力之中 也有极大的话语权 但与青云宗这种庞然大物比起来 简直不够看啊 老夫倒是有幸与他聊过一段时间 好像叫陆成 徐冲见到这群老家伙的脸上满是震惊 心中之前 因为看低了陆成 而尴尬的心态倒是轻松了许多 他很想知道 若是这群家伙知道 陆成不过是个百年岁的年轻人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陆成 这名字咋没听过啊 好像不是青云宗的长老啊 哎 青云宗那么多长老 你怎么记得清楚 说不定别人一直都在隐居呢 这才出事 你不知道也正常 倒也是 等等老夫一定要去拜见一番 众多一流势力的带队长老你一言我一语 很快就在心中确定了陆成的身份 决心要等陆成修炼完毕后 及时去拜见一番 留下一个好印象 好在这一次青角魔教的过程中 得到最大的好处 当然 这个最大 当然是指各大一流势力之间 谁都明白 青云宗连五帝都派出来了 那肯定此次要占绝对的大头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有人都开始自觉将陆成所在的客栈给隔开 让一些无干人等统统离开了此地 各大势力长老更是自发的在外围护发起来 绝对不让任何人靠近此地 生怕打扰了陆成的修炼 陆成对于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倒确实是在修炼 有着之前仓物天书的经验 再加上克鲁天书之后 让他对于这方面的理解加强 自身的悟性也已经再度提升 仓物天书的时间也再度缩短 短短几天 刚才 他便是在尝试修炼 原本他还觉得 如今自己的修为已经达到极限 根本不必修炼天书 因为无论怎么修炼 他都无法获得提升 仓物了也有些积累 但当他真正乌透了 但现在在陆成看来 却并非如此 因为这而这 虽然不知道我们缘起何处 但陆成知道 这卷功法正是如今他所需要的 他如今炼器修心 都已经达到极致 唯独自身的神魂和肉身 还有着很大的成长空间 以往陆成一直都依靠着各种药物脆体 修炼过一些炼体的功法 但青云宗主要还是炼器为主 炼体功法极为吸手 品杰也都不高 而陆成迁到这么多年 也未曾得到其他类别的功法 所以他的肉身 虽然比起大部分的舞者要强 但是距离达到极限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而此刻 陆成拥有了 陆成觉得 既然神仙竟也有强弱之分 那便说明 他还未达到真正无敌 任何能够提升自身战力的手段 他都不会放过 一般的炼体功法 都是使自身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限 然后突破极限 这种修炼方式 虽然快速有限 但极为容易伤极本源 一旦恢复能力较弱 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可磨灭的永久性创伤 也就是说 每一次炼体之后 需要极为珍贵的药物辅助 才能达到炼体的效果 否则的话 只会得不偿失 所以炼体在众人看来 是大富人家才配修炼的 而这门磨门炼体功法 却是不需要如此 它的功法核心便是吞噬 吞噬万物 转化为可以提升自己肉身的能量 刚才陆陈便是尝试吞噬四周的灵气 以灵气脆体 让自己的肉身变得更强 当然 陆陈也可以使用其他东西来吞噬 但陆陈知道 越是有灵性的东西 对于他的提升才越大 灵气只是最基本的东西 不过 即便只是灵气 对于陆陈的肉身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他此刻不使用自身的灵力和天地法则的掌控 只凭借自己单纯的肉身力量 也能随便一拳打碎一座山 按照他的估计 换言之哪怕是陆陈睡着了放弃了所有的防御 躺在那里给一个五圣打 那个五圣也得花费好长一段时间 和不少的手段才能攻破陆陈的防御 在对战过程中 在一切力量持平的情况下 防御大于攻击 攻击的消耗始终大于施展防御的消耗 处于防御方的会占据绝对的优势 这便是肉身强大的好处 当然 以陆陈如今的修为 也没有人能够轻易接近他 陆陈之所以修炼肉身 是因为他的目光放得很长远罢了 他虽然不确定会不会飞升 但他也不敢肯定 有过一次天外来客 会不会再来一次天外来客 那若是来了 以他如今的实力 又能坚持多久 而且 这个世界上 会不会有其他神仙存在 也都是未可知的 所以 变强的路是没有尽头的 这也算是陆陈一直勉励 自己努力修行的一种方式 人一旦若是满足现状 没有了追求 那人生就会显得毫无意义了起来 这是陆陈修心多年来的经验 他向往强者 向往无敌 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 只是让自己能够更加安心 喜欢追求极尽的那种心态 呼 将修炼感悟 尽数消化 陆陈呼出一口浊气 整个人的心境再度变得圆满 有着佛门修心的功法 心境圆满的情况下 任何的心魔都无懈可击 这也是陆陈敢于修炼魔门功法的原因之一 咦 都来了吗 陆陈微微睁眼 无形的感知蔓延开来 整座古城都已经被他给探查的一清二楚 发现客栈之中已经多出了十几个一流势力 陆陈也是知晓 这群想要来瓜分魔教资源的势力都已经到来 这么多人倒是挺合他的心意 便是这无边荒漠再大 这么多武圣一起出手 那么也能早日找到天鬼域的宗旨所在 只是没有发现清云宗派人来此 让得陆陈微微有些不解 不过很快他倒是明白过来 道玄之所以不派人前来的原因了 一来是清秀建帝本身也是魔教中人 与南宫墨有着一点交情 在关键时刻也是助了清云宗一臂之力 想必星宿建帝回到魔教的第一件事 也会如四大超级势力一般开始重整旗鼓 而且这些一流势力不知道的消息 清云宗在清点伤亡时 却是很清楚魔教的损失 除了血明老祖等巅峰五帝趁乱逃脱之外 还有几位五帝也是见识不妙早早退去 留得一命道玄之所以没有派人前来 想必也是忌惮这些五帝的存在 加上如今清云宗正缺乏强者 不宜派出强者远赴数十万里来到这西边荒漠 才会如此打算 而各大一流势力没有与清云宗商议 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他们以为清云宗有着剑仙的存在下 魔教肯定是无意生还 所以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想要趁此机会 先清云一步分道一杯羹 但他们哪里知道 陆臣确实是成就了剑仙 但是是在悟道状态下 一些普通的五帝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当时全身心都在悟道 哪里有空诛杀那些小喽喽五帝 而清云宗众多五帝本身也是重创 自然也无法留下那些五帝 所以这个误会就这样产生了 若不是陆臣来此 恐怕这群一流势力 全军覆没也说不一定 只是他们现在还未意识到罢了 陆臣也没有与他们明说的意思 若是说了 恐怕这群人听到五帝几个字 就会吓得尿裤子 哪里还敢去找魔教的老巢 至于自己的身份 陆臣倒也不是怕别人知道 只是他觉得 既然自己已经被认为非生 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从这段时间的各方反应来看 若是自己的剑仙身份败露 恐怕随便走到哪里 都能引起全程轰动 到时候连吃个饭睡个觉 身边都是挤满了围观的人群 那样的话 陆臣会觉得浑身不舒畅 他本就喜欢独处惯了 这样的阵仗 他可受不了 而且他不太喜欢这种 被人当猴子看的感觉 不可能别人围着他看 他就要打别人一顿吧 这好吗 这不好 所以陆臣还是喜欢低调一点比较好 想到这里 陆臣活动了一下筋骨 体内顿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让他感觉浑身都是舒畅了许多 只呀 陆臣推开了门 走出了房间 客栈中 静谧无比 落真可闻 走廊上 守在陆臣房间四周的众多各大势力的带队长老 听到门开的声音 顿时精神一震 连忙转过来头 脸上挂着浓厚的笑意 拱手齐声道 无量剑派徐冲拜见陆长老 无影谷谢寻拜见陆长老 混圆形一门马宝国拜见陆长老 陆臣瞧得这群人的态度 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这好像特末后看过的一些小说不一样啊 按照正常的套路 这群家伙不是应该反复跳脸 然后被我无情镇压打脸吗 诸位客气 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陆臣笑着拱手还礼 他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和谐的修炼氛围 整天打打杀杀的成和体统 而且他也不想有这么多麻烦 眼下这群人这么识相 倒也省去了他很多的时间 至少不用罗里巴索 还要证明自己实力什么的 但陆臣不知道的是 在他修炼的时候所引起的动静 就早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 让人认可了他的身份